如此一来 荣耀堂的名声 算是彻底一炮打响 可惜的是 荣耀堂的分部 只有这么一个 让其他人 都是暗自叹息 如果荣耀堂 要是遍布 整个新界的各个角落 到时 岂不就是 这杀手的终结日 甚至现如今 楚三们带回 那十几个人手 根本就不够 就连 那这个长老 也都得亲自出马 依旧是蒙得不可开交 楚三们知道 这个不行 我那之下 只好向着总部求援 现如今 荣耀堂 简直好像是印钞机一样 那挣着鲜月 那每一天 都是源源不断 也直到此时 那几个长老 不由的感慨 原本 坐在荣耀堂 比这做杀手 还要赚钱呢 早知 这行赚钱的话 干嘛呢 累死累活的 做杀手啊 所以说 显如是一个个的 是垂胸顿足的 感慨自己 实在是没有原件呢 不管在什么地方 真的 永远都是存在的 不管你在这河边世界 还是战乱的世界 所以说 荣耀堂的出现 是适应这个世界的 一个必然现象 好在的是 夺命门主 收到楚三们传回的消息后 而何不说 又派了二十多个人 来这里组织 那些人中 有几个长老 以及十几个金牌杀手 这些人 来之前 可都是经过测试的 至少 这人品不成问题 没办法 楚三们害怕 这些人 做杀手 做习惯了 到时 别把对方 给杀完之后 再把自己的雇主 也给杀了 那可就真热闹了 实际上 派出很多高手 来到这里 对着夺命总部来说 是相当危险的 毕竟如果那时候王王组织 要是攻击的话 他们总部会十分危险 如果放在以前 他们断然不敢这么做 可是说一次 楚三宝和这总探的阵法 完全融合之后 楚三宝便把那阵法的操控权 移交给了夺命门主 也正因如此 只要夺命门主 这一个人镇守总部 就不怕对方 敢大批量的大举进攻 再加上 他们过来的人数 虽说不少 但都是机密行动 而且 荣耀堂的成立 没有人 把他们和夺命杀手组织 联系在一起 谁能想到 好好的杀手不足 反而过来 做去和杀手对抗吧 这不是扯淡吗 也正因如此 荣耀堂 就这么彻底崛起了 而且荣耀堂 把所赚到的钱财 楚三把他们分成了三分 其中一份 留在荣耀堂作为 这日后的发展 另外一份 传回到总部 让总部那边 培养更多的人手 至于这最后一份 自然是归 那些杀手所有 以至于 但凡加入荣耀堂的杀手 那脸上 都是洋溢的笑容 从来就没过过 这么富裕的日子 一样在这外面杀人 一样是杀人夺货 以前是被人唾弃 现如今 那杀人 却成了民族英雄 简直是了不得 不过 他们暂时也不敢 暴露自己的身份 每次出面时 都是戴着面纱 或者面具 毕竟 这时候 他们还没达到那种 这光明正大的 来杀人 如果这时候 一旦暴露自己的身份 对他们而言 并非这么好事 不过这些人 却是死心塌地的 甘愿跟着除三宝 实际上 就连着夺命门主 也不得不感慨 自己 接受着夺命组织以来 杀了一辈子人了 从来没被人当成英雄 现如今到好了 自己守着这帮家伙 依旧是杀人 只不过 都变成了英雄 这让他有些手中痒痒 而这转眼之间 时间过去了三天 今天 楚三宝坐在 这荣耀堂的内堂之中 宝钗给他倒了一杯茶水 他默默地 坐在这里喝着茶 按照约定 这瘸拐礼 应该回来了 而那几个战俘 也是在三天之内 说回来 也就回来 所以楚三宝 并坐在这里 静静地等待看看 自己 到底有没有看错人 至于那几个战俘 他并不怎么在意 就算不回来 那也没什么 只不过是顺手为之 但是 这瘸拐礼 他能感觉到 此人 似乎有点故事 在这静静地 等待过程之中 并且呢 从这远方 走怪了一个人 这人走路时 是一瘸一拐 这脸上 还带着 以往的一丝拉搭 不过 眉与之间 却没了以往 那种烦心事 反而变得 相当的平和 当他来到 这荣耀堂之后 站在那里 大声地喊道 约定之旗 三天一到 缺拐礼 回来报道 坐在那一堂之中 楚三们听到这话 嘴角微微上扬 缺拐礼 的确是个将信誉之人 宝珠 去把缺怪礼 带进来 随着楚三宝 一句吩咐 宝珠 连忙走出去 把站在那里 等待的缺怪礼 引到了内堂 看着缺怪礼 现如今的这副神情 楚三宝 顶着点头 说道 怎么样 家中的事 可处理妥当了 还有什么 没了解的心愿吗 多谢恩人的关怀 自此以后 我再了无情果 我会安安心心地 留在恩人的身旁 效力于你 楚三宝 坐在那里 随后 随手拿出一个鬼杖 递了过去 这是他 特意为那缺怪礼 打造的 属于他的心情 原本呢 我是准备 把你推个治好的 不过 我后来也想觉得 在这万人面前 你保持这个姿势 比较好 所以 便和我那边的人 打招呼 给你定做了 如此的心气 以这拐杖为原型 从今后 这个是你的拐杖 也是你的武器 更是你掩人耳目的 本钱 缺拐礼 接过这拐杖之后 心中 不由的惊讶 这外表 看上去就是一个 普通的拐杖 但是 也是一个七品仙器 本身就是不错了 然而 在这拐杖之中 还有另有洞天 只要 你也把这拐杖 轻轻地转动一下八遍 这里面 竟然藏在一把宝剑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把宝剑 那是八品仙器 也就是说 外表看上去 仅仅是一把仙剑 但实际上 是两把 组合在一起的 你的腿 让我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三木说完这话 让着缺乖礼 坐在这里 最后 仔细地 为了检查 腿上的伤势 缺乖礼 一开始 有点放不开 不过 见到楚三木如此 也是万般无奈之下 他还才把这条腿 给露了出来 然而 当楚三宝 看着这条腿 几乎只剩的 这骨头时 整个人震惊了 恩公 实不相瞒 我的种族 并非这人族 我乃是这仙界的 原主居民 最先进行的 原始居民之中 有一个种族 被称之为 嗜血族 原本 嗜血族 和这普通人 也没什么区别 可是 一旦到了老年之后 嗜血族的人 就开始体现出 自己种族的性格 每天嗜血如命 所以 在那一段时间 先进的人 对我们的嗜血族 开始 竹杀 因为 那些嗜血族的人 到他老年之后 就会开始 吞噬人类 我的母亲 在我生下不久之后 就开始 急剧衰老 当时 嗜血族的本能 驱使他的外面 残杀生灵 但奈何 我母亲天生善良 说什么 也不愿害人性命 所以 就拿回一根绳子 让我父亲 让他绑在绳上 整个人 就这么被锁在屋子里 那是苦不堪言 后来 我母亲的神志 慢慢地开始消失 已经变成了 一头屎鞋的怪物 然而 我不忍心 我母亲就这么死了 也不愿 每一天 我母亲 如此痛苦地死后 所以 我就把我的腿 割下一块肉 每日让母亲吃掉 自此以后 我就变成了 缺拐理了 而母亲 也算是艰难地 维持住了生命 为了保证 有充足的营养 让我身上的肉 可以迅速地长长 所以 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大吃大喝 有时候 被别人做一顿 我认了 有时候 被别人抓去 做一阵子牢 也就罢了 日子 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 然而 在这数年之前 我突然找到了一本祖籍 在祖籍中有所记载 有种转临阵 可以让我们 施邪族的人 重新生长 但是 据我所知 布置那种转临阵 需要几万的仙愈 从这恩人这里 得到的仙愈 我为着母亲 就布置了一个 转临阵 现如今 我母亲已经成功转世 只是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 不管怎么样 这也算是 另一类的存活 所以现如今 我已经自然一生了 自此以后 也再无牵挂 跟随在主人身旁 从此以后 我这命 就是主人的 除三宝 听完这话 对眼前这个缺拐理 是肃然起劲 瞬间 便从这椅子上站起来 不管何时何地 孝行永远都是第一位 身为人子 他可以用自己身上的肉 供养母亲几十年 就凭这一点 很少有人能做到 也庆幸自己 这没看错人 眼前这人不错 除三宝 再次满意地点点头 这是一颗再生丹 可以让你腿上的肉 重新生长出来 自此以后 你这条腿便会恢复如初 但是我希望 你能保持现如今的样子 也许 这缺拐理对别人而言 是个贬义死 但是 在你这里 会让你永远记住 你的母亲 而且我也觉得 像你这种大笑大善之人 不应该被人忘记 当这一滴丹药吞下去之后 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让这缺拐理的双腿 总算是恢复正常 不过 也是 听从了除三宝的话 他依旧保着自己 这一瘸一拐的样子 也正如这除三宝所言 这才是永远怀念 自己母亲最后的办法 之后 这缺拐理又给除三宝 带来了一个消息 不准确地说 应该是两个消息 一则消息 是外界传闻 据说这段时间 墨家府上张灯结彩 似乎又准备婚礼 而婚礼的主人公 好像是墨府的亲亲大小姐 心悦心子 但这件事 这是人们在外界流传的 具体如何 并没有人知道 所以谁也不知道 这真相到底如何 而真正让楚三宝感觉惊悚的是 缺乖礼说 这新郎官 居然是除三宝 也正所谓 无风不齐了 楚三们知道 既然这消息传出来 恐怕还真有点异味 更何况 墨家仙子总是有意无意地 关自己叫姐夫 难道这里面 真有问题 对于新月仙子 楚三宝 并没有厌烦 甚至有那么一丝丝的喜欢 但仅仅也只是喜欢而已 但是 楚三宝 没有这娶妻的打算呢 毕竟 自己的凡间时 有妻子了 而且还有孩子 怎么可能到达仙界之后 又要娶妻子 当然 从心底而言 在这仙界的话 如果真要让他娶一个 那人 一定是悠然仙子 先不说 悠然仙子 长得与下悠悠 是一模一样 就是那种 这淡然的性格 也让楚三们喜欢 至于其他人 他还真没这个想法 尤其是 对自己这种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婚者举办起来的事情 让楚三宝的心中 平添了一份怒气 王大勒说 自己是大帝的弟子 怎么可能 会被他们拉去做新郎 王小乐说 自己是个男人 得有自己的尊严跟人格 自己可以娶妻 但必须是自己主动 而不是别人强迫 虽说 这仅仅是个谣传 但楚三宝依旧是心生不满 暂时把这件事压在心中 毕竟 这只是道听途说的 具体如何 谁也不知道 最后 楚三宝开始仔细研究 这缺拐李带来的第二则消息 与这第一个消息相比 这第二个消息让楚三宝更上心 缺拐李在自己家中的祖籍中记载 不仅找到了转身大阵 而且还找到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消息 原来 在这仙界的中州大陆之上 还有一个小世界 据说 那个小世界是当年仙界大战时 一些开启林志的仙手 干脆把自己的子孙全都聚集在一起 结合这大法力 用一个星球为代价 隐生生的制造出了一个小世界 在他们 动入小世界的时候 可以说 把整个中州大陆都搜刮了一遍 各种干脆林草仙药 包括大量的炼气材料 是应有尽有 甚至 就令一些修炼功法 包括这天道法则 都被他们带走了一大批 而且 根据这仙界记载 在那个中州大陆之上 的确有个星球 在当年仙界大战时 神秘的消失 不过此后 有人推测 那仙球之所以消失 是被 受到这战斗的余波 给震碎的 对于这种猜测 确实没有人相信 因为 仙界的星球 和这繁星的星球不一样 它本身 有着很大的抵抗能力 而且 上面蕴含的法则之力 是相当的浓郁 不说是战斗余波了 即使是像大地那个级别的 想攻击一个星球 把它废掉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说 那完全站不住脚 而在 楚三宝一阵子推敲之下 他觉得 小世界的说法 没准 可能是真的 如果 若是如此 要是能找到 进入小世界的办法 只要进入其中 那收获必然不菲 至于说 进入其中的危险程度 这不用别人说 也知道 自从踏上这修炼道路开始 这每天 都是危险和机缘并行 在主集中 也提到了 进入其中的办法 只不过 这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 只是 足集中 记载的 并不全 进入小世界的入口 不在别的地方 而正是 最开始的大地府 也就是 传说中的 金鸾宝殿 可是现如今 那金鸾宝殿 被一股 巨大的阵法封印 据说 实际上封印的 不是别人 正是 这末家人所为 既然对方 这么做了 而且 没人来追究 至少 整个仙界 都是不敢去问呢 可是现如今 这仔细一想 要进入那大地府 没那么容易 听到这话 除三宝的 心中是若有所思 墨家 既然当着 这天下的人的面 封印了金鸾宝殿 就不会自己解开 当然 这个并不是 除三宝所担忧的 除三宝所担忧的是 为什么大地府 才是进入 那世界的入口 当年师父 把这大地府 建在这里 恐怕是有原因的 虽说 大地府 落作于中州大地 可是 据除三宝所知 整个仙界 那权力核心 却在这西域领域 那么师父当年 在这里修建一个大地府 究竟是为何呢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以前他确实不明白 但是现如今 他确实得推敲 如果进入到小世界那里 是师父留下的后手 那是不是说 这大地府实际上 就是一个开启 崛起机会的传说 也正如如此 师父 才把这新地府 建在这里 正是为了引人耳目 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进入的小世界 实际上是师父的仇人 为了防止那仇人 突然杀出来 让自己正措手不及 才把这大地府 建在了这风影之地 用来镇压一句后话 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 还有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机缘巧合之下 师父根本就不知道 这下面 乃是进入小世界的入口 无意中 建斗的这里 但是 楚三宝见过师父几面 觉得 师父这为人 祖师 做什么事 都是相当有算计的 他这人 绝对不会做这种 无畏之决 所以说 自己这次 若是能进入小世界 说不定 有意外之心 想到这里 楚三宝是愈愈愈试 恨不得 马上要进去看一看 但是 这金卵宝殿 位于这末家 自己 可不是想进去 就能去得了的 这就得 想个万全之策 想到这里 楚三宝摇地摇头 这件事 也不是一时半刻 一天两天 就能想得到的 先暂时把它放进 随后 抬起头笑呵呵地 看脸缺管理 以后 你别管我叫什么恩公恩公呢 完全没那必要 如果 你要是愿意的话 就跟他们一样 嫁我老大就行 老大 缺管理 现如今 已经恢复如初 浑身上下 充满着无尽的活力 听到楚三宝这话 再次恭恭敬敬地 交了一声 你呢 就别嫁入荣耀堂了 以后 就跟在我身旁 听到这话 缺管理 再次心中一息 进入荣耀堂 自然不错 可以让自己扬名立万 但是 这和跟在楚三宝身旁比起来 那自然是远远不如 所以 联盟攻身应试之后 站起身 便立在楚三宝的身旁 直到这身 楚三宝 更想念熊飞 如果熊飞在这里的话 自己 这一左一右 有着卧龙凤厨相随 那就太好了 只可惜啊 要等到熊飞飞升星际 恐怕没个几百上千年的 是不行了 无比感慨地叹了口气 便不再想着谁 楚三宝他们离开时走的 并不是荣耀堂的正门 要知道 看守这里的是谁 那可是宝爷和宝爷的 两个同族姐妹 有可能 还可能发展为 他同族的两个妻子 至少 楚三宝觉得 有很大这个可能 这三只本体老鼠 在这里看守这里 那个不会白白地看守 可以说 整个地下 那早就是四通八达了 整个荣耀堂的地下 不说是七十八厅 那挖一个 这三十一厅 那是绰绰有余 早就挖了 所以说 自打宝爷 拥有着人心之后 他寻宝鼠的天赋 弱了不少 可是 打洞是他的专长啊 更何况 有另外两个小娘子的帮助下 那一个个地下王宫 早就出现了 而且 楚三宝 还在荣耀堂背后的那条街上 买了一套住宅 每次 他都是进入这住宅里 然后通过地下通道 进入荣耀堂 之所以这么做 才是 不想让别人知道 尤其 不想让那些杀手殿堂的人知道 自己 才是荣耀堂的幕后推动者 不过 让楚三宝 现如今 略微皱眉的是 先前 被他放走的三个战俘 并没有回归 这让他不由的感觉诧异 当时他们三个人走时 那是信心满满 他觉得 这三个战俘一定会回来 没想到的是 三天已过 他们还没回来 要知道 别的本事没有 这楚三宝 觉得自己看人的本事 就从来没出错过 可是现如今 出了如此大的纰漏 让他不得不怀疑 难道自己的眼光 不够毒了 等楚三宝 再次回到莫府时 他身旁 就跟着缺拐李了 莫府 这段时间 的确是张灯结彩 他承定在这里住着 那心中比较清楚 这副习气黯然的样子 以前没在意 现如今看起来 确实有点问题 之前 每天晚上吃饭时 都是下人 把饭菜送到他的房间 吃完之后 再把饭菜收走 可是今天 在即将开放时 有着下人来敲门 只听到 一阵敲门声 从外面响起来 楚三宝以为 是送饭过来的 就没有继续起身 而是 坐在那里 最后应了一句 门没有关 进来吧 紧急着 便听到 从从外面走进了 一个小丫鬟 小丫鬟进来之后 对着楚三宝 是轻轻服的服身 楚公子 祖奶奶 让你到大厅用餐 听到这话 楚三们感觉奇怪 每天都是坐着 在屋子里吃饭 吃习惯了 今天为什么 要到这大厅里 而且 对方说的是 这 祖奶奶 此人不是别人 这是 莫家行 和新月金子的母亲 杜翠翠 怎么 这家里来客人了吗 楚三宝 将自己看完的书 核展之后 起身 随后如此问他 他心中奇怪 为什么 这么长时间以来 没有一起吃饭 平平今天 要邀请他吃饭 这杜翠翠 如果放在以前的话 他自然不会多想 但是 自打知道 那消息之后 楚三宝的心中 未免 有点抵触 回公子的话 奴婢不知 只知道 是祖奶奶 换你过去的 听到这话 楚三宝 点了点头 也不想为难个笑人 那行 我收拾一下 马上过去 你一会 准备些上好的佳肴 送到我房间中 我这里 还有一个护卫 楚三宝 吩咐这话之后 转身 就往外走 是 奴婢 这就吩咐 出发的人去办 楚三宝 看着坐在地上 那无时无刻不在修炼的 缺乖礼 点了点头 并转身就走 这时候 缺乖礼 也结束了修炼 见到楚三宝 对自己点头适应 便再次闭上眼睛 继续修炼一个周天 楚三宝 有时觉得自己 找到这种护卫 是不是有点太过于 修炼狂了 等楚三宝来到大厅时 见到这大厅中的人不是很多 坐在镇中央的 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看上去十分的英俊 淡淡的小胡子 面色红润 长发挽起一个发毡 用一个金茶 憋在头顶 身上 穿着一件紫色的长袍 一条这繁金玉带 扎在腰间 双目黑白分明 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 不是一个等心之辈 而坐在主位旁边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杜翠翠 楚三宝 虽然没见过那个男人 但他也知道 看着架势 恐怕这个人就是 墨家新的父亲 墨与仇了 据说 当年与墨仇 有着资格 做一方新帝 但是他 却甘愿放弃 这脱手可得的 荣华富贵 甘愿在这里 做一个生意人 世人都知道 玉皇大帝的兄弟 一共是五个人 不过 少有人知 实际上 引擎这位墨与仇 也是大帝的一位兄弟 只不过 他与这玉皇大帝 结交时 当时的玉皇大帝 还没结识 其他的几个兄弟 所以 论起辈分的话 这人 楚三们应该叫一声 叔叔才对 而在这二人身旁 各自坐着一个 少男跟少女 这二人 自然就是少主 墨家新 以及他的姐姐 新月新子 楚三们从外面上 看到这一幕之后 这心中已经了人 几步之间 来到庆情 双手抱拳 轻轻下摆 想必 这位 就是二叔吧 弟子 楚三宝 见过二叔 二审 上一次 楚三宝 和这杜翠在见面时 可没有如此 那是由于 这杜翠在即使 辈分在这里摆着 但是 上次迎接自己时 楚三宝代表的是 这大帝弟子 所以 自然不能轻易跪摆 而这一次是家业 当他面对自己师父 那曾经结拜兄弟时 又怎能不败 一拱到底 心了一个真正的弟子力 嗯 起来起来 今天 咱们这都是家人 没那么多礼节 看来大哥呀 的确收了个好徒弟 来来来 赶紧的 就等你开席了 墨语愁 不像表面那么冷 反倒是 这说话 带着几分亲切 听到这话 楚三宝 这才站起身 最后 坐到旁边 那穆家新的身旁 穆家新 看脸坐在旁边的楚三宝 楚大哥 你那个荣誉堂 现如今可是民生确切 要不然 我这几天没事 去你那混几天呗 想那别想 我警告你啊 你不仅不能加入荣耀堂 而且你连这边都不能沾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荣耀堂和墨家 有一丁点的关系 楚三宝 直接当着众人的面 毫不客气地如此训斥他 这句话 说的是实话 非得 没让杜翠翠和墨语书 两人不喜 反正 他们脸上 同时露出的笑容 至少 如此一来 他们可以看得出 这楚三宝 确实把这个墨家 当成个家 把自己 那严重的孩子 当成自己的好兄弟 实际上 这段时间 他们两个也在不断地研究 这荣誉堂的崛起 让他们感觉到震撼的事 同时 又是感觉到惊慌 他们并不去把杀手组织 但是 却不等于说 他们家所有人都不怕杀手 如果 真正和杀手组织对手的话 他们家大业大 今天被杀几个 明天被杀几个 那可真是永无宁人 然而 楚三宝这句话 彻底打消了他们所有的顾虑 既然 楚三宝做任何事 都早有准备的话 他们 又何必多操那可心 原本今天 把楚三们叫过来 也是提到这荣誉堂的事 但是现如今 听到楚三们如此一说 他们干脆 并把这事情给咽了回去 三宝啊 你这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啊 坐在这里 墨语愁 突然如此问道 我师父在老人家 让我到西江 按照他老人家的意思说 让我去管理 三界督察队 恐怕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 去往西江一趟 听到楚三们这话 不管是墨语愁 还是杜翠翠 两个人 这脸上露出了 一丝震惊 没想到 这楚三们 竟被这大帝 如此看好 三界督察队队长 听上去 并不是什么大官 但是 在整个仙界之中 那绝对是 只有大帝 才能掌握的实力 三界督察队 上可 收押先帝 下可 掌管 繁界的一切通道 如此重用之职 就这么一方 先帝 也会困世 但是现如今 如此重用的职位 竟掌握在大帝手中 这别人 不可能倒倒 也正因如此 三界督察队队长 实际上也就是 这未来大帝的 接班人 也正因如此 当楚三们 说出这话时 那两个人 才如此震惊不已 不过 他们毕竟是 见过大世面的人 仅仅是一瞬间 就被他们收起来 最后又表现出了一副 风信云淡的样子 嗯 事业固然重要 身为一个男人 怎么可能 没有自己的事业呢 不过 想要有一个 广大的前途 就需要一个 稳定的后方 所以我觉得 发展事业之前 你呀 应该把你后方的根据地 先建立起来 吴家 怎能立业 更何况 你在这仙界 一华 有几年了 总不能 这一个人过日子吧 身边 也得有个照顾的 多谢二叔光欢 小哲在凡间时 又妻子 我们两个感情 一直很好 而且 我已经有孩子了 在我们家乡那里 和这仙界的情况 多少一些不同 我们那里 讲究的是专情 讲究的是一夫一妻 讲究的是恩爱绵长 所以 我来到这仙界这里 是断然 不会再续了 至于说 照顾我身边隐居的人 你们呢 不用担心 我身旁 有着户位缺拐礼 等日后 到了西江之后 还有高招兄妹 在旁边 所以说 生活这方面 倒是无忧 反倒是我看二婶 每日 为这生意操劳 这脸上就眷容了 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虽然 二婶您这修为不弱 但如果不好好休息的话 这日后 也会吃不消的 楚三宝如此一说 让这杜翠翠 忍不住隐蔽跳动两下 这小子 竟敢跟自己 玩这种战术 要知道 今天他这准备 和这主三宝 谈婚姻的 又怎么能让他 这轻而易举的 就避过去 即使楚三宝 想把这话题岔开 他也毫不在意 因为 想把这话题岔开 可没那么容易 趁所谓 入乡随俗 三宝啊 你在凡亲的事情 到了新界 你就无需遵守了 不如这样 沈身 为你介绍一门亲事 你看如何 楚三宝听到这话 这心中 忍不住狂翻白眼 这杜翠翠 还真的没得说 一心想把这女儿 嫁给自己 这到底为什么呀 虽然现如今 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楚三宝 就是猜 也能猜得到 二婶 这是先不及啊 反倒有件 声音上的事情 我想向你请教一下 要说 这转业话题 楚三宝自排第二 没人敢排这第一 他就不相信了 自己没办法 把这话题转走 对方 是做生意的大货 那么 自己就从这做生意上 引开它 那不就行了吗 杜翠翠听到这话 也是皱着像霉头 眼前这小子不简单呢 不谈自己的婚嫁 要谈什么生意 他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 他好歹是有修养的人 自己 自然不会急急呼呼地 把自己姑娘给塞过去 那的话 显得他们墨家 没有身份地位 怎么了 三宝 你 也喜欢做生意吗 这做生意 可不是一个人 就能完赚的生意啊 就像我了 这些年 没你二婶 在背后支持我 我怎么可能 能成了些 如此大的家业 楚三宝听到这话 心中无语 这个二叔 也没谁了 敢这么说话 不过 要给自己往这方向转 不用他们说什么 他就知道 这接下来 对方想说的是啥 别急啊 在这凡间时 这大多数女修士 都在乎自己的容颜 只是 到着心间 这些人是否 还会如此呢 这些人 如果特别在意 自己的容颜 那么他们会发现 自己的容颜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会 很多容颜不复存在 慢慢的 这人 就变得人老猪黄 那些养颜之术 虽说不错 但是 也无法抵消 这时间的催促不是 小侄在凡间时 曾经发现过 一种产品 这种产品 只要你擦在自己的脸上 就可以让你的肌肤 瞬间 变得紧凑白呢 而且 随着你不断使用之下 还可以不断地 让自己恢复 这年轻冒昧知识的样貌 在这凡间呢 受到这法则的限制 一入着四五苏式的女子 就人老猪黄 最后 是一年不如一年 脸上的皱纹疙瘩 是不断地增多 头上深白发 手中其褶皱 原本 每天都是穿着 淋衣裙 现如今 一直能裹得厚实 一旦手臂落在外面 就会让人 这说闲话 知道 你这年纪 有多大 不过 自从小至我 这产品推出之后 那些人 是七老八十的 都在外面排队呢 也是宛若 二十多岁的少女 可以说 情中焕发 所以 当这个产品 推出时一瞬间 可以说 在凡间 那是活爆得很 所以 在这凡间时 我创造这个东西 有着无比巨大的收入 只是现如今 来到新鲜之后 经过我这几年的研究 这产品 非常适合 咱们这新界的女修士 但是 在这新界 我那属于无根制品 不知道 这款产品 如何打入市场 才能让人们 这所接受啊 果然 当楚三宝如此一说 那肚脆脆的眼神 就是一阵闪烁 这天天做生意的人 又怎能听不出 楚三宝这话中的商机 让他不得不行动 但是 只有他的心中明白 如果这产品 真在新界运行的话 恐怕 会让很多人 为之一句 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巨大到什么程度 恐怕 即使是自己的家资 都会感受到震撼 你所说的那款产品 是真的吗 没办法 他也是有些怀疑 如果真有这种产品的话 那么 那简直不可思议 这里面的价值 是不可估量 楚三宝果然 听对方这么一问 这心中不由得一息 终于 被自己带进狗里了吧 哎哟 自然是真的呀 小侄 怎敢欺瞒这二叔二审呢 我这里 刚好带了一些 这产品的样本 二审 不如你找个人来试验看看 根据我的估算 有那么三五天的时间 必然能见到功绩 听到楚三宝如此一说 这肚脆脆 恨不得马上自己去试验一番 不过 这毕竟是加烟时间 自己不可能这时候走开 若是如此的话 岂不是显得 自己这人没有臣服 强行忍着心中的蠢蠢欲动 直到好久之后 总算便把这家人吃完 就这趟 准备管楚三宝用那产品时 楚三宝 却坐在那里 默默地拭泪 三宝 你为何这么哭泣啊 楚三宝 已经在这里有一阵子了 现如今 听着杜翠翠如此一说 这心中 长叹的口气 不由得在心里 默默地嘀咕一句 我当时呢 我做戏做了这么久 你终于看到我哭了 长辈寻味 小侄 不敢欺瞒 我师父 所以抛弃这大地之位 到外云游 是在寻找自己的天地大道 虽然 我师父老人家 已经有所领悟 只是 被些羁绊之事 一直让他割舍不断 又由于 则是所领悟的天道 他又不能亲自去办 所以 每每想起这事时 小侄的心中 甚是忧愁 师父代我宛若亲子 在这房间时 就与我结下善缘 又用这其他的办法 帮我渡劫修炼 虽然 那时并未真正的拜师 但是 我的心中 他早就是我的师父了 师父对我的恩情深似害 我尽师父他老人家 又玩弱自己的父亲一样 只是 看着眼前师父他老人家 领悟大道 我自己不能帮上忙 我感觉 我枉为仁慈 又归天地 此话一出 那说的是真的真起实意 以至于 让那墨玉仇 都已经动入了 他们可以看得出 这楚三宝并非是作作 而是真情流露 这天地下 没什么东西 在他们眼中能骗得过 也正由于 楚三宝这一切 都是真情实录 他们 才感觉更加的被动 一直以来 他们都认为 这楚三宝属于走那狗屎运 才会被大帝 视为徒弟 显竹间看来 事实 没那么简单 想要领悟天道 这就需要天机 而正所谓天机 不可泄露 不是一般人 能够领悟着天机的 需要的是悟性 我们这做外人的 是帮不上什么忙啊 墨玉仇健壮 在那里 尴尬地摇里摇头 如果 要是能帮上忙的话 他绝对 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二叔 您有所不知 师父的老人家 所领悟的乃是 自然之道 当时 师父临走时 这心中尚未明确 以至于 把这心 忘在了大帝府之中 以至于让他 不管走到哪里 这心中愿 都是惦记着这里 所以 我想 若是能进入大帝府中 为师父 真心祈福 说不定 能彻底了了 师父心中的期盼 到那时候 我师父老人家 这道心圆满 所仓悟之道 自然 也就圆满了 虽然 做这种祈福之事 我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用 但是 天道有灵 说不定 对师父真有用呢 只是那日 我前去之时 却发现 这大帝府 不知怎么的 好像有什么进制 以小知 现如今的本事 根本就进不去 近日 突然想起此事 这心中 有所愧疚 快对师父老人家 对我的千恩万德 一时间没忍住 这才心中伤感 让二叔二神 见到 让你们笑话了 楚三宝 说完这话 继续在那里 不断擦着 眼中的泪水 墨宇 仇根 杜翠的二人 见到这一幕 楚三宝 刚来先进不久 对先进 很多事情 并不清楚 所以他并不知道 这心服 是被他们 二人 临手 封印的 想必 这件事 不是什么 大不可思议的 如果楚三宝 若是知道 被他们封印的 那么现如今 应该哀求他们才对 而不是 在这里 默默地悲伤 实际上 这 也正是 楚三宝的聪明之处 如果 是真的来这里 哀求的话 为自己打开 那方便之门 到心服里 一看究竟 反倒是 会让对方胜疑 虽说 近的那方小世界 这楚三宝 并不在乎 多几个人 哪怕 是莫家人 一起去一大批 他也不在乎 可如果 那要是 真的是师父 留下了后手 却被自己 无心中破坏掉 这件事 让他不得不 慎重考虑 也正因如此 他自然不能 说实话 所以 只能这曲线救国 显然 楚三们这一番作为 的确起到了 反作用 现如今 杜翠翠 以及 墨宇舟两人 都要为他 这打开 方便之门的想法 但是 那个封印 不能随意打开 一旦打开的话 有很多事情 怕会多生事端 所以 这二人 也不得不 多做思考 贤侄啊 此事 关系甚大 容我 与你二生 两人 商量一下 如果 要是可以的话 我们会帮你 这个忙 虽然 无法将整个 心腹彻底 开启 但是 为你一人打开 进入其中 其福的话 应该不成问题 墨宇舟 如此一说 楚三宝 是一脸震惊的 看着眼前两人 就好像 他完全不知道 这封印 是他们所为 哦 若是真是如此的话 小植愿信如今 替我师父 借过 叔叔审神 既如此 小植在这里 就不打扰了 如果叔叔审神 有好消息 一定要尽快 通知我 楚三末 说完这话 再次 功胜一败 就走了 走到门口时 突然间 好像想到了什么 连忙 从这怀中 拿出了个小盒子 哎呀 一时激动 差点忘了 二婶 这就是 我跟你说的 那个产品 你可以找到 这一个年纪 比较大的人 让他们简易一番 如果二婶 要是觉得 这产品 完全可以的话 小植 愿双手奉上 说完这话 把这小盒子 交到杜翠翠的手中 楚三宝 这才转身离去 没想到 大哥 受到如此 好徒弟 这小子 有情 有义 不错 而且说话 又实而不做 难得 实属难得呀 莫语愁 看着楚三宝离去的背影 忍不住 难难自语 你个大傻子 这小子 有情有义 我相信 但是你说 这小子实在 那纯如扯淡 我承认 我看走瘾了 此人若是不死 早晚必成这心界之主 而且 这一小肚子的坏肠子 竟然连我们 都被他算计了 不过 我还得先看看 他这小东西 到底管不管用 听到杜翠翠这话 莫语愁 不由得心中疑惑 哦 夫人 你这话何意 难道 那小子先前说的是假的 不 他说的都是真的 只不过 所有真话加在一起 而且 又挑选了如此时间 就证明 这小子不简单 你知道 但临走这是为什么把那小盒子给我吗 这就是明确地告诉我 这 就是他进入心腹的代价 一个 让我无法拒绝的理由 这小子已经看出了 这别用心的心思 把我束缚住 除非 有一种让我 能无法拒绝的生意 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生意 万物皆有道 我们的道 便是经商之道 如果说 他这款成品如果是真的 我要是得不到的话 必然我们的道心会出现裂纹 所以说 这小子 已经算到了一切 才又如此把握说出这话 莫语愁 听他夫人说完这话 彻底震惊了 这小子 沉浮不浅了 不过 随后又摇了摇头 不可能啊 你自己善于心机 是不是 把所有人都看成得如此 我看这小子挺实在的 心机 实在 如果这小子真的实在的话 他也不可能 短短几天时间 便把这荣耀堂 弄到如此地步 要是真说实在 他能牵着我们鼻子走 善我 原本先把这家案上 那昏被这些说出来 硬生生的 把我们都给憋了回来 说到周理石 他看了眼 自己的一双儿女 你们两个说说 对这楚三宝 如何评价 听到母亲问话 这莫加星 是想都不想张嘴就答 楚大哥人好啊 而且 这看人特别准 能够成为他的朋友 我觉得 是我最大的幸福 而且 要是能成为他的小舅子 我也不介意 你再说一遍 还不等 他母亲说话 这星月仙子 率先喝着的 随后 她的脸色 也是微红 今天 母亲在这里 做这场家案 为什么 她心知肚明 现如今 听到母亲的问话 稍稍一犹豫 也回答她 我对她的了解 并不是很多 不过 在我看来 作为她的朋友 是对人生 这一辈子 最幸福的选择 如果 选择做她的朋友的话 会夜不能寐 莫语仇 听到儿女这番回答 微微皱眉 这小子 我看着挺实诚的 大哥 能找到如此传人 是我大哥有眼眶 孩子们 都这么说了 我看错不了 是你呀 过于多心了 你个棒垂 每日只知道修炼 对于这种事情 你根本就不知道 要不是我 替你把持整个家业 早就被人给骗没了 我承认 我是喜欢耍心机 耍手段 也同样如此 我对这有心机 有手段的人 看得是特别的痛 你们看着吧 这小子不简单 看来 我对他的计策 只能稍稍变动一下 不过 不管怎么样 这门轻视 算是定下来了 说完之后 肚子就转身 就走向了后堂 其他几个人 命运相继之后 也就走散去 杜翠翠离开之后 就找到这府中 一个年轻花家的老太婆 这人 是他以前的贴身侍卫 别看 这年轻老迈 但是 身子骨 是相当的硬朗 只是 一张脸 是尽险沧桑 在这上 她的脸上 有道长长的刀疤 往日的容颜 早就消失不见 吉妈妈 今日 我过来给你 带点好东西 说不定 能够帮你 恢复年纪时的容颜 那吉妈妈 听到这话 满脸的肘子 都是唐叔的笑容 哎呀 太太 我都这把年纪了 早就习惯了 我这样子 更何况 要是回到了过去 又谈何容易呢 算了太太 您呢 就别在我身上浪费了 吉妈妈 这次可能是真的 你呀 就别多说了 赶紧坐下 要是能恢复好的话 就恢复 不能恢复 你也别悲伤 反正 咱们已经适应了多次了 也不差这一次 杜翠翠 把这位吉妈妈 摁在了椅子上 随后 把橱子们 给她的小盒子打开 开始 在这吉妈妈的脸上 左膜膜 右荼毒 别看 眼前这个人 曾经是自己的护卫 但是 杜翠翠 一直把她当成 自己母亲一样 供奉着 涂完她的脸上 又开始 在这手臂上涂抹 直到 过了十几分钟之后 这才罢休 此时 便见到 那些药液 是顺着她的皮肤 慢慢地 渗透到了肌肤里 几乎 就在这些液体 融入其中之后 便见到 那原本褶皱的皮肤 竟然开了一些 尤其是 身上的皮肤 已经出现很多老年斑 那些斑脸 也开始逐渐地消退 如此一幕 当时就把这杜翠翠 震惊得不行 这简直就是神药 不说是杜翠翠了 就连这位吉妈妈脸上 也是十分的震惊 直到 过了一个时针之后 吉妈妈脸上 那些微深沉的皱纹 也是淡了不少 皮肤 比这以前 那暗淡无光 白嫩了许多 也直到这时 便没有出现任何变化 直到现如今 这杜翠翠 才收起东西 心思沉重地 告辞 回房间了 第二天时 这杜翠翠又如月而至 这次 就连吉妈妈 都有点期待了 不知道 今天这变化 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如此这般 在这里 等了一刻钟之后 两个人在这里发现 这吉妈妈脸上的皱纹 比昨天晚上更浅了 许多地方都被填平 尤其是 阴角四处的余维纹 彻底散去 第三天 吉妈妈脸上的褶皱 是越来越少 原本 那深深的沟壑纹 也是彻底消失不见 现如今的皮肤 比上次不知白了多少 原本身体上出现的黑斑 也是完全消失不见 第四天 吉妈妈脸上 已经恢复到了 这三四十岁的容貌 深深的皮肤 一变得越发的紧凑 这两人看到希望的同时 又是震惊不响 他们实在不知道 这凡间 能用过这种好东西 就连这心界都没有 在这种等待之下 他们默默地 坚持到了第五天 第五天 当那一盒 完全涂完之后 这吉妈妈感觉 自己的皮肤特别的痒 而且这脸上特别的痒 不明所谓之下 连忙灭人 打来清水来洗脸 他就感觉 自己身上 好像是一层一层的 往下掉皮一样 不过最终 把身上的污垢全都洗进之后 这才感觉舒服得不少 洗完澡之后 犹如这蝴蝶化泳一样 当他拿着毛巾 不断擦拭自己 湿漉漉的头发时 赌翠的 早就是无比震惊地 站在旁边 看着这一切 是一副 不可思议地 看着吉妈妈 因为 现如今的吉妈妈 那精神变得十分的好 而且样貌 年轻美貌 脸上那套可怕的伤疤 也早就消失不见 这乍一看上去 这吉妈妈的外表 和这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差不多了 五天 就这五天的变化 让这杜翠翠 是十分的震惊 也让这吉妈妈 十分的高兴 同时 也让杜翠翠 深深地知道 这其中蕴含的价值 太大了 杜翠翠 自从见到吉妈妈 这样子之后 这心中是无比的心烦 她能够感觉到 这段产品 一旦在这心界推广 那么 他们的家族 会变得如此庞大 所以 见真的吉妈妈 这奇迹之后 她二话不说 瞬间就找到了除三宝 希望 能把这产品 那制造的手段 得到手 就在这时 除三宝的房门外 当当当的 一阵敲门声响起来 她知道 敲了一阵门之后 这房门才打开 不过 让她感觉奇怪的是 房门打开之后 并不是除三宝 而是 除三宝嘴中所说的 那个侍卫 缺拐礼 见过夫人 不知夫人来这里 有何贵感 缺拐礼的话 那是无比的恭敬 但是 却带着巨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这张杜翠嘴 这原本热火朝天的心情 这直接 好像是被泼了冷水一样 三宝呢 我找除三宝 毕竟 自己来这里 是找除三宝的 何着侍卫说不上话 所以 说了如此之后 便转身 准备走了 可是 却乖李却一闪身 拦在他面前 夫人抱歉 我这少爷闭关 暂时不想见客 闭关 好好的 他怎么闭关了 杜翠翠 听出身形之后 略微皱眉地问道 回夫人的话 我家少爷说 自己就为太敌 无法对得起 他师父的恩情 更无法对得起 他师父的期望 甚至 就连自己 想为这位师父祈福 都做不到 所以 心灰意冷之下 这少爷便伤心 不想见客 而且说 他这次闭关 如果不达到 先军境界 这说什么也不出关 少爷说 等他达到先军之后 就出关 便会 直接去为师父祈福 他相信 以自己的能力 虽然 无法破开封印 但是 凭一击之力 打开一道门户 应该可以的 朱翠翠听到这话 那是咬牙切实 如果 要是放在别人身上 他还真以为 这楚丧帽 是如此的 想为师父祈福 但是 他的心中明白 这是妖险 而且 是赤裸裸 变相的妖险 这就是明确告诉自己 如果 不把封印打开 他就一辈子不出来 至少 这几十年之内 是出不了关的 他也绝对不会 把自己的产品 让给他 虽然 没有明确的说明 但是这态度 已经表明了一切 也正因为这一点 这杜翠翠 是咬牙切实 这小子 竟敢威胁自己 实在是可恨 原本 他也想 这一走了之 可如果 自己真这么走了 这产品 与他就实之交辟 会让他的道心不安 但如果 要真的是 其他东西 他可以 这置之不理 一走了之 但是 现如今 这个不行 这产品 不仅牵涉到 巨大的利润空间 而且 还牵涉到 自己那恢复青春的梦想 心中 随声怨气 最后 耳后不说 就朝里走去 他要闯进来 看看 这厨子们 究竟想干什么 竟敢拿捏自己 难道 这小子 欠揍不成 可是 就在杜翠翠 相往里走时 缺管理 却挡在了 他的身前 夫人 少爷吩咐了 不见人 小的 也不敢 违背这少爷的意愿 如果夫人 一孤行的话 还请夫人 承承 先把我打死 如此一来 也不会 愧对这少爷 对我的恩德 你以为我不敢吗 赶紧给我让开 小不然 我真的一巴掌 拍死你 缺管理 听到这话 非他没躲 反而就直勾勾的 就这么站着 是目光丝丝的 盯心的杜翠翠 整个过程 是没一丁点 要堵的样子 如此一目 让这杜翠翠 是和那牙齿痒痒 他自然 只是说说 耍个嘴皮子 要是真的 让他随便 打死一个护卫 他做不到 更何况 眼前这个护卫 不是自己家的 而是楚三宝的 先不说 日后这楚三们 究竟能不能坐到 这心结之主的位置 即使 现如今 这一个大地徒弟的身份 也不是他 能够一巴掌 把他护卫拍死 恐怕 即使把他拍死了 楚三宝嘴上不说 但心中 会记恨他们末将 到时候 自己苦心 经营的中州基业 会毁育一大 就这样 杜翠翠 紧紧盯着眼睛的 缺管理 不过缺管理 却是针锋相对 一丁点 也没有让步的意思 看着对方 如此直勾勾地 看着自己 杜翠翠 不由得相当的无语 既然你一心穷死 为何不闭上眼睛 反而 在这里瞪着我 这是何为 就是死 小的 要死个明白 我要知道 这夫人 是用哪只手 把我拍死的 自此以后 就不能为这少爷 尽忠 所以 我要用这最灰的目光 看清楚这整个屋子 哪怕 我灵魂强度不够 也会永远 留在这里 为少爷战岗 不错 你真的不错 这小子找到你 如此好示威 说到这里 杜翠翠 冷黑一身 转身走了 前脚刚走 房门 就被从里面关上了 紧接着 楚三宝 从屋里走出来 我交给你 这张纸上面的东西 你赶紧就买过来 如果 我估计不错的话 这几天 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听到楚三宝这话 这缺怪里 脸上 闪过一次喜色 最后 缺怪里 并没有直接走 而是 往这屋里走 来在这屋里 一个最不起眼的地方 把那桌子 离开 这里面 居然出现了一个地洞 最后 便从这地洞里 往里钻 转瞬之间 便消失在了 这地洞之中 楚三宝 静静地坐在房间中 喝着茶 泡着水 他自然 明白自己布置局 不可能瞒得过 这堵村子 但是 这没关系 自己这不叫阴谋 而叫羊谋 在接近傍晚时 这缺怪里 又一次从这地洞里 钻回来 除戒指 也被他买了很多东西 都是楚三宝 叫点汤 这次要前去小师姐 可能用到的 二人做完这一戒之后 就在这里面 静静地等着 等着杜翠翠 第二次光临 杜翠翠 从这里离开之后 有些愤怒地 来到后堂 找到了墨雨仇 墨雨仇 看着自家夫人 那一脸愤怒的样子 不由得奇怪 你这是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在这新界 还有人能把你 欺负成这样子 真是稀奇得很啊 有什么好稀奇的 还不是你那个 结派大哥的宝贝徒弟 别人敢这么气我 我走着一巴掌拍死了 怒气冲冲地 往这里一坐 将一杯茶水 一口引进腹中 哦 怎么 那小子给你的产品 是假的 不好使吗 墨雨仇 有些奇怪地问道 按照道理说 除三宝如此有信心 这拿出的东西 不至于是假的吧 不过 看着自己的媳妇 这气成这个样子 跟个小怨疯一样 恐怕这事情 没那么简单 要是假的就好了 是假的 我不至于生气 最多就以为 那小子 是个满嘴大话的家伙 可关键的是 这是真的 结妈妈 你应该知道 用了那东西五天之后 现如今 恢复到了 这二十出头的样子 实在是不可思议 而且 按照这小子的说法 虽然 现如今恢复了样貌 但是想保持住 这还得继续使用 先不说 这里面有多大的利润 这种产品 就连我都忍不住 要用一下 谁不想回到 这二十多岁 那芳华的年纪 眼看着 这人老朱华 若是能回到 年纪的样貌 付出再大的代价 我都愿意 又何况是别人呢 墨宇愁听到这话 不由他一阵苦笑 哎呀 既然这产品是真的 那不就行了 你自己用就是了 何必还如此苦恼 还不是你那宝贝侄子 这小子 简直就是混蛋 你知道吗 今天我信这伯 把这去请他 准备 从他手中 把这配方拿过来 可这小子 静说 给我说 他在闭关 给我来了个闭门不见 而且 他让他的侍卫 在那里挡着 还说 伤心地不想见客 并且还说 如果不修炼到这 仙君级别 绝不出关 说自己 到了仙君之后 要拼将一己之力 大概封印 你说 这让我清和一看 如果真是如此 这小子有心呢 不错 听到这话 都脆脆更是无语 我发现 咱们俩过了这么多年了 儿子女儿都这么大了 你呢 好像思想 跟我不在一个频道上样 我想到这小子 如何奸证 你想什么呢 这个奸证的小子 竟然敢威胁我 他肯定是算到了 我无法抵辱 这种产品的诱惑 要不然 他绝对不会敢用这招 今日 要不是拿护卫拦着 我非得进去把他抓出来 先揍一顿再说 哎呀 难得 难得呀 能够把 你这个老板 起身这个样子 也是难得 墨语州在那里 见到这肚脆的 这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那是不由得想象 他也不生气 反倒是肚脆嘴 见到墨语州 这落井下石的样子 那是恨得不行 这样 要不然咱们两个 就给他开个通道 让他进去吧 墨语州听到这话 瞬间陷入了沉默 把这心腹打开到口子 这件事情可大 可小 如果 不是由于这件事情 可大可小 上次他直接同意了 毕竟这件事情 对自己的大哥 没什么坏处 甚至还有好处 所以现如今 听到肚脆的这话 他暂时陷入了沉默 夫人啊 在这心腹打开到口子 如果被外人得知 就不好了 说我们 这坐镇中轴 吃里爬外 中暴私囊 甚至 还会引来 这不必要的麻烦 这样吧 我们 打开 是要打开的 但 不能堂而皇之地打开 在打开心腹之前 我们在这府里 先弄点巨大的生想 把那家暗中的人 给吸引过来 以至于 心腹封印那边的波动 不会 这引起别人的注意 来个头天唤中 墨语州说完这话 那杜翠翠忍不住眼睛一掉 这份话 几乎解决了 他们所有的难题 如此一来 倒是可以这无庸了 虽然 做不到这万无一失 但是 想必 没什么太大的障碍 想到这里 他们 就点了同意 第二天 杜翠翠一大早的 就来这 储三马房间的外面 是当当当的 一阵敲门 这缺管理 将这房门打开 杜翠翠 看着缺管理 这一副 刚正不合的样子 就忍不住想揍他 虽然 心中他很欣赏 这个护卫 但是 这和想揍他 完全不冲动 去吧 通知你这少爷一声 三天之后 这心腹大门打开 不过 为了避免 这外人口舌 我们呢 会在这地下开启 到时 他能不能进去 就看他的本事了 对于这一点 我也无能为力 杜翠翠说了这里 并转身就走 却管理 在那里 抱拳 攻身相送 当这杜翠翠 离开之后 楚三宝便从这房间中出来 周志梅 考虑这件事情 看来 这件事 还得把宝爷带着 如果有他在地下的话 有什么事情 都由他扛着 楚三宝 直接打出了个传讯指贺 结果 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 这宝爷 便出现在了 楚三宝的房间中 不过 这宝爷 是正道光明地走进来的 毕竟不能过什么时候 都走那地洞 一旦被人发现 发生不好了 宝爷 你准备一下 这几天 跟我出个任务 这一次 你得用上你的拿手绝活 地下道洞 以及寻找宝物 这一次能不能顺利 就看你的了 好嘞 老大 你这放心 宝爷出马 一个顶点 这时间 转眼间就过去了 在这第三天来临之时 城中大街小巷 有那么十家店铺 集体开业 开业的十家店铺 除了墨家的财产之外 还有几家 是和墨家交好的势力 十家店同时开店 那是鞭炮西民 锣鼓喧天 也至于 这城市之中 任何一个方向 你都能听到 这鞭炮的声响 即使 这城市大的无边 但也架不住 这不断地响起鞭炮声 而且他们放的炮上 是有讲究的 是特别的像 完全不是凡家那个等级 而如此大的声响 也自然引起了 这其他人的目光 甚至 这过程中 这大地都跟着震动一下 也没人在意 还以为 是什么了不起的 放了鞭炮一样 而随着先前 那一阵大地晃动一下 仙府 也被打开到口子 初三宝 来到杜翠水的身旁 交给对方一个预警 小侄耍了点手段 想必二伤 你也早点查去 多谢二伤 没和这小侄 斤斤斤较脚 这个预警里 所记载的乃是 这助言丹的配方 将这助言丹练出来 然后 参合一些 这珍珠粉 将这打磨 与其拌匀之后 这效果 便会出现了 我再提醒一下 如果这效果太好了 那么珍珠粉就少放一下 具体这如何的把控 就看 神神的了 做生意嘛 那当然是 露水长流了 杜翠翠听到这话 张了半天的嘴 最后 出出了两个字 减伤 而除三宝 也不予为意 在这宝爷的带领之下 三人瞬间的没入地下 在这地下面 是开始搜索了一阵 片刻之后 便进到 他们的前方 裂开了一道口子 不到这五十多公分的口子 众神经上这口子 楚三宝没任何犹豫 直接带着两个人 就钻入其中 就在他们三个 钻入其中的一瞬间 原本 那打开的口子 是慢慢闭合 这一幕 让楚三宝幽灵丫头 进来是进来了 但是 这到时候 该怎么出去 现如今 也只能这走一步 算一步了 也直到这时 当楚三宝 进到这洞府之中之后 在整个仙府里 开始四处观察 布置 这仙府 从外面看上去 是一种 宏伟而壮丽的感觉 不过 这装修 谈不上如何的奢华 但也谈不上不奢华 可以说 普普通通 中规中绝 甚至 楚三宝还觉得 就连普通的洞府 比这里 还豪华不少 现如今 楚三宝众人所处的 乃是一个大厅之中 整个大厅里 空空荡荡的 除了几个 这接待人物 坐的椅子之外 这墙上 就是一些壁画 还能够入到法业 但即使如此 在这楚三宝 仔细打量之下 这些画卷 实际上 也并不是 什么名家之作 更不是 什么仙气法宝 就是普通的画 而在这画卷之中 楚三宝能看得出 这似乎 出自于同一个人的手 一开始 楚三宝还以为 这是师父所为 但是 看了半天之后 却发现 这画卷上 竟有那淡淡的 红粉之气 也就是说 这是女子祖画 这墙上 画着一个 都是男人的背影 一开始 楚三宝以为 这也许是师父的 红颜知己 然而 金贵帆 仔细观察之后 发现 这画中的影子 却并不是 自己的师父 和师父 有着很大的差别 这就让楚三宝 猜不透 这到底是什么人 在这里 泽西打量了一阵子 也没发现什么用 随后 便开始 到其他的房间寻找 既然来到这仙府 要是不找点什么宝贝 怎么能对得起自己 可是接下来 一点找到十几个房间 这楚三宝不得不放弃了 每个房间之中 那都是空荡荡的 直到这里 她的感觉 自己的师父 那不是一般的穷 这简直是忒穷了 能穷到这种程度 她都不知道 该说是什么时候 知道 在房间里 找了好长一阵子 毕竟 这个 那心服是很大的 直到最后 一就是无功而返 实在没办法 也就不准备 在这里寻帮 下面 师父临走前 把那该拿的东西 都拿走了吧 又或者 是其他几个心底 又或者是墨家 把东西拿走了 求改连 您把东西拿出来 咱们呢 先找到这小世界的入口 再说 却怪地听到 楚三么这话 二话不说 斗手 放出了一个玩意儿 螺盘眼的东西 最后 拿在手中 上面的指针 是不断地定位 在这里 不断地 寻找最终的入口 如此这般 不断游走之下 上面的指针 也是跟着 不断地改变方位 直到后来 当他们来到 这西部后面一个 后花园的井口时 不得不停下来 因为此时 螺盘指针下沉的方向 就是这口井 如此奇怪的目 让楚三么不由的差异 难道 小世界的入口 就在这井中 可是 这里并没有任何的封印 难道说 自己的秀为太低了 探查不到 可是按照道理来说 不应该呀 只要 有这封印 秀为在地的人 也能够多少找得到一点 就在楚三宝 在这里疑惑之时 一道大鹤声 便从他后面传了过来 大胆宽图 竟敢妄创心服 找死 身后 突然传着如此吼声 把楚三么他们吓了一跳 楚三么没想到 这仙府之中 竟然还有别人 听到这声音 雷们回头光望 发现 此时站在身后的是一个 铁甲大汉 这人身高又丈许 浓眉阔目 站在那里 好像是铁塔一般 此人手中 拿着一根朝天树 巨大的红明声 玩弱黎明一样 眼神闪动 至今是杀鸡毕露 如此景象 让站在这里 楚三么等着 忍不住 打了个寒碜 这人 应该是铁甲护卫了 据说 当年先帝府中 有那么几个 分别是金银铜铁 这个人 应该是其中的 铁甲护卫 铁甲护卫 虽说是 四大护卫中 最弱的一个 但 那行为 也不是楚三么 能撼动的了的 如果真打起来 这队方 绝对能一招 把楚三么 他们给拍散 四大护卫 听令于这大地 对于其他人的话 根本就是置之不理 没想到 在这里 遇到了这铁甲护卫 以至于 这三人的心中 那是又无奈 又害怕 天下护卫 我这师父 游走多年 为何 你还在这里 镇守 难道 是师父 让你留下的 镇守 心腹不成 像如此 你可否听说过 我可是 这师父的徒弟 楚三么 直到这民打 肯定打不过他 自然 得掏个近乎 如果对方 要是一开心 说不定 还能放过他们 你是大地 弟子 有何为证 楚三宝 就怕这对方 不打枪 找对方 肯听自己说 那么 他肯定 能用这言语白评 这是师父的老人家 送给我的三姐 督察大队的令牌 如果 你要是师父的护卫的话 这东西 你应该认得 铁甲护卫 看着楚三宝 拿着令牌 隐身闪烁了一下 不错 既然 你是大地 弟子 那就接着 咱们 先打上一场 再说 楚三么 听到这话 吓了一跳 赶紧 找退了几步 别啊 大家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 怎么能打自己人呢 铁甲护卫 眼神闪着光 难道 大地 没跟你交代 想进入这仙府 必须战胜我 否则 你在这仙府中 寸步难行 先如今 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就是把我打趴下 然后再进去 第二 就是 你自己趴下 然后我把你丢出去 楚三么 听到这话 是和你压根痒痒 这说一千 到一万 最后 还不是 得打呀 只是 这双方的修为 插着在摆着呢 自己想打 凭什么打 恐怕 要是真打起来 自己连对方 这一招都接不住 天家护卫 你别急 咱们先商量商量 那天家护卫 也是不管不过 抬手就打 楚三么 万般无奈这下 只好 如此大喊一声 说过了 打了再说 经过这一下之后 直接 这铁键护卫 二话不说 伸出自己的大巴掌 朝着下面 一掌拍过来 面对 这铺垫盖的一个 巨大的手印 这楚三么 有些想跑 不过 看着 站在自己旁边的两位 自己想跑的话 他们是铁定王蛋 虽然 他们的心中明白 凭借自己的本事 这时候 想硬扛的话 那绝对是必死无疑 但是现如今 也没有别的办法 想到这里 瞬间 便把那震天月拿出来 是毛足了劲 并把自己的雷火天道 也灌入其中 对着虚空中 那巨大的手掌 一斧子就劈了过去 随着 这一斧子劈出的瞬间 并且呢 震天月中 飞出一条 玩中猛虎样的巨兽 只见 这巨手 虚影 脱体而出 朝着虚空中 那手掌 并撞过去 只听到 红的一声 炸响 那个巨大的虚影 和手掌 猛然碰撞 两者相撞之后 产生巨大的能量波动 朝四周 疯狂的蔓延 但是 让楚三们 感觉不可思议的事 则这一招 竟和这对方 打了个平手 此时 再仔细打量 他发现 那人比自己的秀为 要高出了数倍 为什么 他的攻击会这么弱 也就在此时 这缺乖 李似乎 想到了什么 恍然大悟的寒道 少爷 我想起来了 金银童帝 四大护尾 与任何人战斗时 他们的秀为 都和对方的水平持平 楚三宝听到这话 忍不住隐身一亮 修为持平 那么这平的就是手段跟肉身 如此一来 自己 还什么好怕的 但是此时 那铁甲护尾 就看见缺乖里 说道 多嘴 话音落下 这件 他轻轻的一回首 让这楚三们感觉愤怒的事情 发生了 这件 这铁甲护尾 一抬手的瞬间 一股刚风炸现 瞬间 便把这宝爷和缺乖里 打入这引进的警钟 宝爷 缺乖里 楚三宝大吼一声 是愤怒地盯着铁甲护尾 如果他们两个 但凡有一丁点损失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哪怕 你是师父的四大护尾之一 也不行 话音落下 这件 楚三宝捏紧这手中的镇天月 最后喊道 天风雷火 玉民乾坤 雷火天道 子雷又天 又是一招 这子雷天道 只不过 这次施展出时 由于楚三宝修为的 提升 这道攻击比以前 不知高出了多少倍 至今 此时仙府中的虚弓中 是一阵雷霆闪烁 一个巨大的雷龙 从天而降 紧急着没变个犹豫 张牙五爪之间 就朝着铁甲护尾 就飞了过来 铁甲护尾 面色凝重地 看着这五爪金龙 他先把自己闪到一旁 不过 根本就躲无可躲 对方 已经锁定自己 想躲开 没那么容易 不管他 我哪里躲 这道攻击 离他只能是越来越近 根本就必无可避 万般无奈之下 那铁甲护尾 钻进了拳刀 对着虚弓中 一掌接着一掌的 不断砸响 万拳天道 让楚三们头疼的是 对方竟然使用了 这拳法天道 只不过 这拳展起来 这拳法天道时 这种天道 是相当的霸道 要知道 这一次攻击 有这一万多道天道攻击 被他施展出来 如此一来 这并非是寻常人 你根本就接不住 阴间等 无数道拳银 飞上自己时 楚三墨的眼神 也是不断闪烁 他心中明白 凭借自己 这一大攻击 是绝对 不可能是上万者 听到的对手 既然这家伙 想完大的 那干脆自己 就陪他玩一把 想到这里 楚三宝 连犹豫都不犹豫 直接施展出了 这火焰光幕 随着火焰光幕落下 便出现 这一道巨大的火墙 横杆在两人中间 最后 这火墙 开始交叉一面 那些铁甲的攻击 对这铁甲护卫 是再次拍着过去 这道攻击出现之后 楚三们没犹豫 又打开了天道攻击 被他打出来 打净化术 打剥夺术 连续两道天道攻击 让那天道攻击 打出之后 可以见到 这几道天道攻击 似乎是融合在一起了 对对方打出 上万的攻击 那相互缠绕之间 又是不断的 往上压过去 即使天下护卫 有那上万的攻击 是抵挡住 但是也是扛不住啊 楚三保证那攻击 似乎还是比他强上一些 如此一幕 让这铁甲护卫的心中诧异 没想到 这大帝的小徒弟 竟如此本身 一时之间 让他不有的感慨 大帝有眼光 他的徒弟 本身竟如此之强 不过 到了这一刻 楚三保 并没有和对方 继续争斗的打算 他不想看到 这最终的结果 实际上 这就是一场 徒劳的争斗 毕竟对方 是压制 修为和自己的 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他感觉到 生命危险的话 必然会放出 自己的本能 如此一来 凭借自己那点手段 想伤到对方 还别说 能把自己给玩死 这种情况之下 自己没必要 跟他下号 想到这里 楚三保 朝着枯箭中 一跳 并跳了进去 纵身跳入枯箭的 一瞬间 楚三保感觉不同 这 并不是一口井 而是一个 时空的 传说通道 这口井里 那空间传送的意味 实在是太浓了 以至于 楚三保掉下的 一瞬间 就感觉到 一股庞大的 传送之地 这样的包裹 这让他 感觉奇怪 这传送通道 就在这里 连个封印都没有 难道 这里面的人 不会出来吗 也根本 没给楚三保 思考的时间 楚三保 就感觉自己 好像置身在 这一片 巨大的虚空中 他在虚空中 不断地传送着 又好像 经历得很远 好像仅仅是一瞬间 等他再次 真意时 发现自己 出现在了一片森林之中 不过 这地方 好像是仙境一样 不错 就是仙境 在楚三保 放眼望去的时候 是一言望不到 变了仙境 仙草 仙药 各种各的仙药 都在那里 不断地 释放自己的美丽 不错 这里仙草 仙药 并不是用来吃的 似乎 是为了顶缀 这一间的一片草原 放眼望去 这四周 是一片空荡荡的草原 连一棵高大的树都没有 不过 此时 楚三保眼前出现的是令人向往的仙草 出于兴奋之下 楚三保 还是大手一挥 采集了一些 不过 片刻之后 他只能放弃这里的仙草 因为 实在是太多了 多等 这里仙草 和那普通的野草 没什么区别 收起这心中的兴奋 连忙 朝四周打量 这宝爷和缺怪的两人 去哪里了 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原中 根本藏不住人 自己一眼就能望着很远 以至于 楚三保在草原找了很久之后 依旧没发现这宝爷和缺怪里的身影 紧接着 楚三保开始 寻找这回去了路 似乎 这地方是个单向通道 他站在这里 望了很远 四周都是绿油的原野 哪有什么回去的通道 如此一幕 让楚三保的心中 深处理似无奈 难道 自己这竟然容易 出具难 锁定了一个方向 朝那里方探索 看一看 这所谓的新进 到底怎么回事 这地方是一片草原 他不知道 自己的草原里走了多久 反正这一度上是忍不住遇到非常奇怪的药 他还是踩着不少 不过直到最后 楚三保连踩都懒得踩了 因为 这地方的草药实在是太多 多到 你根本就以为这就是寻常的植物 如此一来 除非遇到什么特别稀有的草药 否则 楚三保连着腰都懒得弯 甚至就连看都懒得看 如此这般 朝前行走之下 时间不长 终于走到这草原的附近 草原再往前走 是一片草山 站在这里 楚三保有点犹豫了 不知 自己该进去呢 还是说不该进去 要知道 冯山必有妖 一旦进入其中 如果这山中的心肉太多的话 自己未必吃得消 不过 想了想 自己总不至于往回走吧 走了这么长时间 再往回走 也不知得走多久 干脆 咬牙朝着山上走去 入山之时 让他感慨 一条林小道就出现在山顶 弯弯曲曲之间 这林小道的两旁 有着自己都叫不出的 各种各的树木 而在旁边的树枝上 有着见到人 根本就不会跑着鸟 在那里叽叽喳喳的 如此这般相生行走之下 突然间 见到虚空中 有个庞然大物飞过来 那竟是一只三足金乌 不过 让人感慨的是 这三足金乌 对楚三保没造成伤害 似乎他仅仅是路过 又是如此 朝前行走的片刻 楚三保不得不停住的身子 因为 在楚三保的眼前 有一只皮肝粗细的巨蟒 在横在那里 这家伙也不知躲了多久了 现如今 看着那巨大的身躯 横在这里 是逐渐的爬着 只不过 由于身躯太大了 楚三保等了许久 也没进这身子 完全的过去 这让楚三保感慨 这家伙能长到 如此大的体格 绝对是秀为不低 自己 要是碰到这庞然大物的话 恐怕片刻之间 会被他 死成碎片 所以 楚三保根本不敢妄动 就在这里 静静地躲藏在巨石的后面 等着对方 悄悄地走了 自己再看 可是 让他感觉 不可思议的事 那条大芒 竟停止了 向前爬动的身子 而是趴在那里 不动了 见到这一幕 楚三保不悠地 暗自嘀咕 怎么不走了 说完这话 又继续地探住脑袋 看着巨猫 可那条蟒蛇 似乎根本 就没继续走了打算 对方不走 自己也不敢 从他身上跨过去 要是 把这大家伙给尽到的话 自己的小命可就不保 然而 就在楚三保 趴在这里偷看时 就感觉有东西 对自己的后背 喘着粗气 似乎离自己是越来越近 楚三保刚才 这巨猫会时呢 看着前面的巨猫呢 根本就没注意到 这身后的危险 沈猪手 有意无意地 往后拍了一下 他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也就在这时 他往后这么一拍时 所碰到一个冰凉的躯体 这让楚三保吓得一跳 忍不住回头望去 结果 等楚三保回过头来 一看 这身上的汗毛 是根根倒立 怪不得 眼前那大家伙的身体不动了 原来 这家伙的脑袋 已经从自己的身后绕过来 用一双那星红的三角眼 张着大嘴 溜着哈拉子 看着自己 如此一幕 让楚三保吓得一下子 扑通坐在地上 实在是 一丁点准备都没有 结果 这一回就见到 一个六七米大小的舌头 就这么看着自己 可想而知 这是得 多么的毛骨悚然 楚三保坐在地上 看着并没有对自己 这发动进攻的大蟒蛇 心中不由地 泛起了嘀咕 难道这个世界是和平世界 以至于 这世上的动物 不管是鲜兽还是妖兽 都不会主动进攻 不过 这个念头刚出现 楚三保转胜之间 就抛着脑后 那绝对不现实 现如今 楚三保的脑海 迅速地转动 想着 这解救自己的办法 如果说 跟对方硬碰硬 或者逃跑 想从对方手中逃跑 不 想从对方的口中逃跑 那是不现实 因为 他看得出 眼前这家伙的秀为 绝对不低于贤君 对方一口气 能把自己喷死 面对如此存在 楚三保的心中 十分的没地 嗨 你好 我叫楚三保 你叫什么 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我这里有去吃的 你要不要吃吃 说着这话 随手从这厨戒指里 拿出了一只烤猪 不过 烤猪拿出来的一瞬间 他恨不得 给自己打个巴掌 现如今这家伙 根本没有吃食物的欲望 更何况 这谁知道 他吃荤的还是吃俗的 如果 对方吃的是药材的话 那自己给他肉吃 这时给他吃上瘾了 说不定 能把自己一口给闷了 也就在这时 那大猫蛇 嗅着嗅 引进那只烤乳猪 伸出了一对蛇杏子 瞬间 便把那烤乳猪给卷住 紧接着 直接吞到了腹中 一枕头烤乳猪啊 少说又百来惊重 他瞬间吞下 那大猫蛇 忍不住 咋吧咋吧嘴 最后再是瞪着大眼睛 看着除三宝 那意思是 你还有没有 我没吃饱 除三宝 眨动了下眼睛 嘴角忍不住 咧了咧 没想到 这家伙 还是个吃货 想到这里 连忙从这厨戒指中 记着翻 还别说 这次啊 他还真就找到了 足够的食物 当他拿出了一只烤羊 和五只烧鸡之后 除三宝觉得 不能这么下去了 这家伙 就是个 甜不饱的大胃王 如此庞大的身裙 这得塞多少东西 前辈 我没了 我真没了 不过 你要是还愿意吃的话 我可以 帮你做个新鲜的 信做 但是我不知道 你们这世界 有没有什么食物 如果是有的话 你给我拿过来些 我保证 做的原汁原味 对了 就是先前 你吃的那种 除三宝 是打着这如意算吧 如果这家伙 能听懂人言 给自己抓下新兽过来 自己 就给他弄些吃的 也没什么 那大家伙 一开始没听懂 除三宝的话 直到 除三宝又学了一遍之后 他这才似懂非懂的 居然点了点头 紧接着 除三宝便见到 这家伙扬着脑袋 突然间就消失了 他也不明白 这是不是 什么时空传缩 只不过 是由于 这速度太快 这种现象 让除三宝感觉 一致的哑堂 这家伙 他也厉害了 不过 看着旁边 那依旧 没怎么动弹的身子 他也不敢贸然行动 好不容易 和这大家伙 建立点关系 如果自己 一个莽撞之下 那是彻底音效余散 那自己不就惨了 刚到这山脉里 就碰到如此家伙 可想而知 这山林中 必然有着 更恐怖的存在 除三宝也不敢肯定 这地方 还有没有 其他的大家伙 那些大家伙 会不会跟他一样 这么好说话 所以除三宝压根 就不敢离开 现在除三宝想的是 有没有办法 让这大家伙 跟着自己一起探险 自己身边 带着这位前辈的话 想想 他这感觉美得很 就在除三宝 在这的幻想 连拼时 感觉到一阵阴风 一面吹来 那阵阴风吹来了 一瞬间 除三宝 有一种 睁不开眼睛的感觉 强行稳住身子 用这手 拦住自己的眼睛 片刻之后 这股风 音效云散 不过 他就听到 这扑通扑通的 一辆好几个 巨大的门响声 在自己身旁响起 直到此时 他才睁开眼睛 结果 突然间 让他惊讶的是 这条大马蛇 也不知什么时候 回来了 而且带了不少食物 现如今 丢在自己眼前 有一头猛马巨像 这猛马巨像 有那么十几米大小 恐怕 就这一个大家伙 就这足够 储三宝 考一阵子了 除了猛马巷之外 竟然 还有两三只羚羊 这羚羊躺在自己身旁 是一动不动 不过 最让储三宝意外的是 那么一两只羚羊 压在身下的竟然 有个人 不过 让他感觉到 无语的是 那满脸是血的家伙 不是宝爷是谁 连忙跑到 林阳尸体的旁边 把这宝爷捞了出来 现如今 这宝爷早就 昏色过去 储三宝 便从这储手桌中 拿出的心弹 让对方服下 最后帮他调理气息 也值得片刻之间 并竟呢 这宝爷才那么 有一口气息 从这体内蔓延出来 这时 只听到大蟒蛇 那滋滋滋的声音 这明显的储三宝 不给自己做食物 反而在这里做别的 很不愿意了 别吵吵 这是我朋友 我必须救活的 食物我先放在那里啊 一会儿我再帮你做 对了 和他在一起的是不是 还有跟他长得差不多的人 那个人是我朋友 前辈 你能不能帮他 也给我弄过来 大蟒蛇听到储三宝这话 将脑袋扭到一旁 不想理他 前辈 那个人 是我关系很好的朋友 你要是能把他找到的话 我保证 我一定 给你吃顿饱饭 大蟒蛇突然间听到这话 他依旧是不想搭理储三宝 但是 这嘴角流出的哈拉子 已经暴露到心中的想法 前辈 我这里有个仙单 就当是给你的奖励 等你把人给我找到之后 我再给你这其他的奖励 怎么样 与此同时 储三宝 把自己的房间列制那种 这九比二种的发勤单 送礼对方一礼 大蟒蛇一张嘴 便把这单样吞在嘴中 最后 这一副无比享受的样子 还瞬间打了个冷战 片刻之后 当他睁开眼时 那是一脸的一油未尽 储三宝见到这一幕 早就无语了 你说 你这分明是一头大蟒蛇 而且 还是那种无比巨大的 你有必要把自己的表情 弄得如此人心话吗 前辈 您还带着干嘛 赶紧帮我找朋友啊 你把朋友找回来 我一定给你更多的赏赐 那大家伙 也在这里愁住了片刻 他是真不想去 分明自己 才是绝对强势的一方 凭什么被一个人类指使 可是 这巴达巴达的嘴感受了一下那种鲜丹 他实在无法抵住那种鲜丹的诱惑 忍不住 张嘴对储三宝发出了滋滋的声音 面对这一点 储三宝是相当的无语 这 就是一个馋鬼 我说 你吃的是鲜丹 你以为是数战机的骨子 数有就有 这样 你帮我把朋友找回来 到时 我多给你练几个就是了 你想吃多少 我只给你练多少 听到这话 大蟒蛇最终 还是没经住出散我的诱惑 脑袋一闪 又消失了 就在大蟒蛇 这消失的一瞬间 宝爷阴了一声 便从这昏迷中醒了过来 老大 见到你太好了 老大 我还为这辈子见不到你了呢 储三宝 那这个无语啊 你说 你个话前大 要哭哭唧唧的丢不丢人 别哭了 我这不来了吗 没事啊 你跟我说说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下来之后 到底经历了什么 储三宝 看着对方那哭起来 停不住的样子 那是相当的 心烦 老大 我和缺管理两个人 进入这世界之后 就直接出现在了 这沙漫之中 我们两个 也是小心翼翼地 在这儿的探索 等你过来 但是 这地方的心手 真的很强 我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想找到你 又不止 上哪去找 直到过了好久 最后 又遇到里头 魔码巨像 在追我们 没办法 我们俩只能拼命地跑 眼看着 我们两个是筋疲力尽了 就在这时 我们的身后 出现了好大的一头蛇 那家伙太恐怖了 他一张嘴 就涂了一口圆巨 一鼓气了 就把我们给掀翻了 我们撞到了好几棵树 最后就昏死过去了 至于 这缺乖离 这缺乖离 现如今生死 我也不知道 刚刚说到这里 并被这储三宝 扶着坐起来 结果 刚一坐起来 就见到 自己身旁 那不远处的 某马巨像 可把这宝爷 再次吓得一哆嗦 别怕 他已经死了 一会儿 我还得把他 做上烧烤 咱们呢 吃烤肉 听到这话 宝爷的嘴角 忍不住 抽了一下 现如今 宝爷的心中 有太多的疑惑了 首先就是 楚三宝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其次 这缺乖巨像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还有 那大猛蛇 到底怎么回事 只不过 现如今的楚三宝 根本没共理他 首先 来到 缺乖巨像 尸体的旁边 某马巨像的身上 有三样宝贝 第一个宝贝 自然不用多说 那就是 他的腰单 更何况 这头某马巨像 在这里 恐怕已经超过了 这大罗金星的旧位 由此可知 他身上的腰单 那是价值不倍 第二样宝贝 那就是 某马巨像体内的金 又被称之为 瘦金 但是 这种某马巨像的金 那认真特别好 特别适合 用来做弓衔 用这种某马巨像 做出的弓衔 在这仙剑 那是可遇不可求 别看 这某马巨像 这身材庞大无比 但是 他身上的金 实际上 也不过才一米多长 当然了 这根金 是可大可小的 而第三样宝贝 那就是 这某马巨像的骨骼 确切地说 应该是他的肋骨 在这仙剑中 很多人愿意炼制 这种组合性的武器 但是 组合性的武器 有个贡献 那就是 必须是 属性相同 所以 想找到足够多的属性 相同的材料 去炼制的话 真的很难 但是 这某马巨像 身材高大 用到骨骼淬炼出的效果 那是很多鲜肉中 最好的一个 所以 楚三宝主要是 用这某马巨像 身上的骨骼 还有他的筋 组成这特殊的仙气 那效果绝佳 楚三宝 走过来先是 把这某马巨像 给扒了皮 虽说 这某马巨像皮 不是特别珍贵 但这楚三宝却知道 用这皮 做成铠甲 或者软甲的话 那也值不少钱 其次 就是象牙了 先见某马巨像的象牙 和这普通大象 并不相同 他们 直接把自己的象牙 是脆裂成了 自己的仙气 原本 大象最珍贵的 就是象牙了 但是 某马巨像最珍贵的 却是不一定是象牙 如果 他们脆裂自己的牙齿 没到一定程度的话 那么 这象牙 也值不值钱了 毕竟 仙气这东西 和那一次性成型 也很难进行二次炼制 而大多数某马巨像 被这捕杀之神 他现在脆裂的程度 还不过相当于 这四瓶 无比的仙气而已 也真一如此 在这仙气 这象牙 并不被人看中 可是 在这楚三宝 将这某马巨像剥皮时 忍不住看领这象牙 让他惊讶的是 这象牙 已经被这某马巨像 摧天到了 七平星系的地步 而现如今 这唯一不确定的就是 这象牙中 蕴含的天地法则 到底是什么 如果蕴含特殊的天地法则 那么 这对象牙 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但如果 要是不蕴含这天地法则 那么 它就是假的七平星系 自然会大大折扣 不过不管怎么样 既然达到了 这七平星系的地步 那造价都是不费的 楚三宝 先生把某马巨像 那身上直接的三样宝贝 全都收起来 最后 自己从这地下里 打了个大声坑 见到 那水层之后 这才罢凶 将这地下水 摇出了一部分 最后 对着自己的手中 某马巷 开始清醒 又从自己除戒指中 拿出了一根长枪 将这某马巷 直接串在了上面 最后进行烧烤 别看 这某马巷 有十几米高 但是 把它分成段的话 每一段 也就那么几米大 而楚三宝 在这里烧烤某马巨像时 那小日子过得潇洒自在 可是 此时另一边的瘸管里 是一脸的灰头土脸 他就弄不明白了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刚才 还缴近从这 马上嘴中逃脱 怎么现如今 这才跑出多远 这大马上又追过来 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毛足了近 拼着拼了命地跑 现如今 这除了逃跑之外 他都不知道 还能干什么 不过 让他感觉无语的是 这大马蛇 也不攻击他 只是 用着大脑袋 不断顶着他 似乎 并不是要他的命 而且这大马蛇 也是每次 都冲在他面前 把他拦住 这话想 他感觉大马蛇 又要把自己 感到一个特定的存在 这是他 最是想不到的 也是最无奈的 此时他的心中 早就是一片死灰 楚三宝 在哪里不知道 这宝爷 也是生死不明 因为他知道 一现如今 这情况的话 自己这小命 恐怕很难保重 便有心停下来 和这大马蛇 平了 不过 大马蛇 见他停下来 给他吹了口气 万般无奈之下 他也只能 继续跑了 因为 这一口气下来 足以要了他的命 就这么 一阵的疯狂 跑跑之下 他感觉 自己紧直 累到了极点 那身子的心脏 是不断 砰砰砰地跳着 心中的害怕 无奈 那叫个无语 结果 这跑着跑着 就见到 这前面 那吹烟鸟鸟 这让他的心中 感觉奇怪啊 难道 这地方 还有其他人不少 可是 自己把这么一个 旁人大物 迎过去的话 会不会给对方 带着灭顶之灾 然而这时候 根本就不是他 想改变方向 就能改的 而是大马蛇 把他往那里赶了 也不容他 多做思考 因为 只要他 那么慢上一点点 那巨大的舌头 就能把他给顶死 结果 等他爬过山坡 往下一看时 究竟呢 一伙人 在那里 烧着什么东西 距离有点远 他看不清 到底是谁 只不过 等他这跑着 进行时才发现 那个人 是楚三宝 跟宝爷 见到这一幕 他不由地 赶紧大喊 老大 快跑啊 这后面 有条巨蟒 楚三宝 早就看着他 跑过来了 所以 这楚三宝 才一脸无奈地 站在那里 让他那大蟒蛇 把这雀怪铃 赶到这里 结果 大蟒蛇 是把他给追过来的 行了行了 别大惊小怪的啊 坐在这里歇会 先别急 好好地传口戏再说 楚三宝 看着一命 跑过来的雀怪铃 忍不住笑呵呵的 如此白手 雀怪铃 见到这一幕 这心中 那这个着急 这大蟒蛇 要是到了这里了 这自家少爷 怎么还不跑 不过 也直到这时 他突然看到了 这身后 几具羚羊的尸体 宝爷 正盘旗 坐在那里修炼 少爷 宝爷 你们两个别贪吃了 赶紧跑啊 几乎 就在他话言刚落时 那大蟒蛇 已经来到 众人的面前 见到这一幕 这雀怪铃 是一顶的绝望 现如今 他是跑不动了 也直到这时 反正这几个人 都在这里 愿意死 就一起死吧 干脆 就普通一声 拦在楚三宝的面前 这说什么 也不能让大蟒蛇 过去干出什么 可是 眼前的大蟒蛇 一直盯着楚三宝 毕竟 这大蟒蛇 是受了楚三宝的命令 才去把这恩给追过来的 这是 让这大蟒蛇 头疼的事 自己 奉了楚三宝的命 去抓他 结果找到他之后 这家伙 见到自己 是跑的 那是不要命呀 自己要是把他 强行拦下来的话 说不定会误伤到他 这到时候 这楚三宝要是不乐意的话 自己岂不是亏了 所以 这无奈之下 也只能把他 往这里赶了 但是 随着缺怪力 来到楚三宝这里时 他发现 那大蟒蛇 就站在远处 一动不动 有那硕大的脑袋 张着嘴 不断地观望着 而且 从他的嘴下 不断地滴出 那哈喇叭 看上去恶心极了 真正让他感觉震惊的是 这大蟒蛇 竟然老老实实地 站在那里 一丁点 都没有要进宫的意思 而最让他无语的是 这楚三宝 就好像 没看到这蟒蛇样 继续 在那里 坐着自己的烧烤 直到过去了一小会 这楚三宝 才从自己的怀中 掏出一把匕首 从这某马像的身上 割下了一块肉 放在嘴中 品尝了一下 这才买一点点头 紧接着 便信了 楚三宝 从这某马的身上 割下一大块肉 丢给了 眼睛的巨猫 那巨猫 就好像是 听话的小狗一样 张开嘴一口 就把楚三宝 丢过来的肉 给闷了 最后 就这么一口咽下去 紧接着 又瞪大眼睛 看着楚三宝 而楚三宝 也没理他 而是割下两块肉 一块 丢给躺在地上 那早就杀掉的 缺管理 另一块 丢给 刚刚结束修炼的宝爷 最后 那只大蟒蛇 在那嘶嘶的叫声中 万般无奈之下 又丢了一大块肉 丢了过去 大蟒蛇 吃的 那是一点的享受 虽然 他没有脸 但是 脸上的精彩的表情 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实在无法想象 一个如此恐怖的舌头 能做出如此人性化的表情 是何等样子 楚三宝 从这猛马的巨像身上 割下了一块肉 放在嘴中 细细地咀嚼 这猛马巨像的肉质 算不上多么好吃 甚至 可以说有点发柴 但是 里面蕴含的天地精华 实在是十分浓郁 也许 他平时吃的 就是这地方的草 但是 别忘 这地方的草 那都是仙草啊 也正因此 这肉中蕴含的精华 是十分浓郁的 直到这时 楚三们这才发现 原来 这头猛马兽 居然也是一个 新军级别的修为 只不过 和引尖这大马蛇前辈 比起来 那是相差甚多 而此时 那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 全怪力 见到这一幕 不由地直接蹦了起来 紧接着 别见到他 快速地在这里奔跑 直到 他奔跑的过程中 可以见到 从那头脸上 冒出了一股轻烟 宝爷见到这一幕 忍不住 在那里 哈哈霸笑 嘿嘿 老大 人都说 祖坟冒轻烟 你看 这家伙 脑门冒轻烟 全怪力 听到这话 是愤怒的 瞪恋宝爷 不过 当他往宝爷 这里看一眼时 原本愤怒之色 是完全消失 也是忍不住 哈哈大笑 因为这时候 他也发现了 这宝爷头顶上 有这一阵 浓浓的轻烟 结果下一瞬间 这还在笑的 宝爷 也是坐不住了 站起身 去追那个 缺怪力了 一边跑 一边蹦荡 那身上 好像是火烧了一样 楚三毛笑呵呵地 看着这两人 压手间 并把这小蝴蝶 也给叫了出来 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能忘了 这小蝴蝶呢 他也能吃那点肉 得到这如此的机缘 至于 那大蟒蛇前辈 也是愣愣地 看着两个人 在奔跑的样子 不知道 这两个人类 发什么疯 小蝴蝶刚出现 以为这楚三毛 遇到什么危险 才叫自己 结果 看着旁边 那香饱饱 一大头的烤肉 那是不用楚三毛说 他自己就抱着肉 在那里啃了 而大蝴蛇 也眨动了下眼睛 他感觉 这自己 有点不敢置信 一个小小的蝴蝶 居然 该吃肉了 这蝴蝶 不是吃花蜜的吗 而小蝴蝶公主 可不管这大蝴蛇 是如何想的 自己 就在那里疯狂的躲移 楚三毛 看着他们这副样子 是一边看 一边觉得好玩 结果 孩子不断地吃着 他觉得 自己也是干着糟糕 一时之间 光顾着大家伙在吃了 自己 这不折不折间 也吃得非常多的肉 结果这下一瞬间 他也悲剧了 一股青烟 从这头顶上 直往外冒 万般无奈之下 也加入到了 那两个人的奔跑大军之中 以此 来瞎化身体中过于的能量 不用说 过了一会之后 这小蝴蝶也是扇动了翅膀 朝着楚三毛不断地飞 他忙说觉得 这些人类跟那只小蝴蝶 挺有意思的 这闲得没事 在这里瞎跑什么 所以 他也是干脆 用自己大脑袋 跟着楚三毛众人的身后 在这里绕着圈 不过 这蟒蛇前辈 是一边吃一边 在那里绕 直到片刻之后 这天色彻底黑下来 不过 楚三毛他们几个 是没有一丁丁 停下来的打算 在这里继续疯狂地奔跑 以此来消化能量 不过 在这奔跑的过程中 他们感觉 那体内的心气 实在太浓郁了 根本就无法化解 也直到这时 这天空不作霉 一阵雷霆拼下来 然后 突然间是飘泼大雨 从听而降 原本以为 这次是够倒霉的了 可是突然间 进入这股大雨 亲门下 将它们包裹之后 所有人 忍不住懵了 因为 先如今他们 在这雨水的浇灌之下 把这体内的心气 竟慢慢地 变得中和 最后 被自己身体给吸收 尤其是楚三毛 原本 自己属于 那金仙五品的丹田 几乎是几个闪烁之间 就达到了 金仙七品 而原本 属于天仙八品的 一个仙湖 也是再次进阶到了 这天仙九品 也直到此时 体内庞大的天地元气 也终于被消化得干干净净 而楚三宝 也是累得不行了 躺在地上是一动 也拦得动 至于其他人 又能毫了哪去呢 也是学着楚三宝的样子 在那里 是连污带船的 躺在地上休息 包括那大蟒蛇 也是把蛇头 放在楚三宝的身旁 有魔学样的 学着他们 窜着足夕 不过 现如今的楚三宝 可没这心心思理他 经过这一宿的奔跑之后 早就是 累得不行了 小蝴蝶得到机缘之后 就被这楚三宝 开启两界通道 送了回去 大蟒蛇越岳越势 恨不得 跟着小蝴蝶 到他那世界看看 不过 他刚抬着脑袋 朝那里望了一眼 又是迅速地 缩回脖子 因为 那个世界 不是他 能够去得了的 进步最大的 就是宝爷 别看 这宝爷挺牛的 画形大药的名字 是相当的不错 可实际上 他之前的秀为 也不过才金鲜二品 这一次 吃了猛马巨像的肉之后 让这宝爷的秀为 硬生生的 连续提升三个等级 达到了这金鲜五品 这可把这宝爷 给兴奋坏了 除三宝 看脸旁边的 缺拐李 缺拐李的 看不通 看着家伙秀为 应该比自己高着不少 恐怕 也至少是大罗金鲜 毕竟 显如今的 储三宝 已经达到了 这天心的九重天了 依旧看不透 对方的品级 那么 也只能是 大罗金鲜 才能看得清楚 不过 不管怎么样 显如今 每个人 包括那条大毛蛇 都是有不同的收获 这心中 每个人 都是相当的喜悦 也知道这时 众人 这才饶有兴致的 朝着某马巨像 拷住的方向 看脸 结果 他们想看看 还有多少时 发现 原本 那昨天小晒的 某马巨像 竟然没了 所有人 便不约而同地 把这目光 投向了大毛蛇 经过昨天的事情 他们对这只 大毛蛇前辈 也不是那么怕了 虽然他们不知道 这储三宝 是用什么办法 降服他的 但既然 连储三宝 自己人都不怕 那他们 有什么可怕的 而大毛蛇前辈 睁着 铜锣大的眼睛 那是十分的无辜 在那里 不断地扎动着 看那样子 实在是 委屈得不行 这让这大家伙 是感觉 极其的无语了 明明 这整个某马巷 就这家伙能吃 他还露出了一副 这无辜的表情 真是令人不耻啊 不过 对此众人 也没办法 谁让对方的 秀为高呢 你要是 把他惹极了 对方一张嘴 把你吞到肚子里 那才就冤 大毛蛇 见到众人 似乎原谅自己了 这才传出了一口气 这脸上 又露出了一丝 侥幸的笑容 如此一幕 让这众人 是忍不住 有种人 有种人 不惊不惊的感觉 片刻之后 大毛蛇 见到这 楚三宝 等人一个个 那哈哈 大笑的样子 他也在这里 这有模作样的 张大着嘴 不断地喷气 你把你脑袋 撇到一边去啊 亲戚是个 楚三宝 连忙制止 这蟒蛇 前辈的愚蠢行为 没办法 这大毛蛇 要针对 他们笑的话 这一口气 喷出来 不把他们 喷成重伤 那也得 要他们的命 这让楚三宝 感慨 自己 还是弱得可怜 大毛蛇 虽然听了 楚三宝的话 把脑袋 撇到了一旁 不过 那种 尽笑的表情 似乎更夸张了 让楚三宝 等人的脸色 那是铁金 似乎这时候 这蟒蛇 是在嘲笑他们 实在是太弱了 简直跟弱吉一样 这让楚三宝 有种 适可忍 孰不可忍的冲动 不过最终 他们只能信心地 还是忍住了 打要打不过 你又能怎么样 就在众人 跟那条大蟒蛇 在这里笑闹着时 突然间 楚三宝感觉 自己的头皮发麻 实际上 不仅仅是楚三宝 最为夸张的 就是那蟒蛇前辈 把他那硕大的舌头 扬得高高的 似乎是左看右看 在锁定什么东西 脸上 露出了一副 这银阵一带的样子 此时 楚三们朝着他们的方向望去 之间 那个方向 有一片乌云 直接压顶过来 如此一幕 不用别人说 大家都知道 这坏了 恐怕 有个大家伙 即将过来 而且 这大家伙 是丝毫不怕这巨蟒 如若不然 这蟒蛇前辈 也不会如此 银阵一带 所有人 都在这里 静静地看着 那个方向 可以说 这心都提到了 嗓子瘾了 见到乌云 朝自己冲过来 这大蟒蛇 也是迅速 收集自己的身体 紧紧片刻 他们发现 原来楚三们身旁 竟然多出了一个蛇山 这条巨大的蟒蛇 将这身子 全都收了回来 把楚四们众人 是盘在这身子的中央 把他们保护得好好的 最后 扬起脑袋高高力气 如此一幕 就好像是一座山一样 而此时 他们站在这山里面 是最不引起 别人注意的小草样 也直到这时 那边黑云 也不再压过来 停住自己的身份 众人原本以为 这黑云里 能走出一个 恐怖的新兽 毕竟 这种压迫感 实在是太大 甚至 压迫到众人 有种传不上气的感觉 慢慢的 黑云逐渐聚拢 最后凝聚成一团 巨大的黑云 飘浮在虚空中 而此时 这黑云之上 还站着一个 旁人大物 放眼望去 这个旁人大物 有那么十几米大小 身上的毛发 成火红色 一对獠牙外帆 而且从她的身子上 还不断地翻滚着火焰 一个头 四条腿 小短尾巴 不算长 尤其 那一对圆溜溜的眼睛 好像是一对灯笼一样 在那里 不断地滚动着 见到这东西 楚三嘛 不要地感慨 原本 这东西蒙得很 这非要做什么 这踏天大道 等这家伙现身之后 众人迅速地 在脑海上搜索 与他相关的记忆 紧紧片刻 有人就认出了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据说 在这仙界里 有一个贪吃的猪 这个猪 是吞噬掉 这南洋离火 最后 又吞噬掉 这万里青云 最后 隐居深山之中 并且 开始快速地蜕变 以至于 在这后来的 百万年之中 在这仙界 就多出了一个新品种 青云火猪 据说 青云火猪 不仅可以踏云而行 而且这速度 是十分之快 再加上 这青云火猪 能操控火焰之力 战斗力 是十分的强悍 不过 传说中 这青云火猪 都是天生大懒斑 平时没事就爬着 就不能站着 没想到 现如今 竟敢主动找上门 对于青云火猪 这楚三宝 跟大家 并不清楚 这东西的秉性 这家伙 到底是喜善呢 还是 是杀呢 也就在这时 众人在这里 搜索记忆时 那青云火猪 发出了猪叫声 是脚踏虚空 脚踩青云 发出一声 受火声 传遍四眼 以至于 让四周的森林 是变得静悄悄的 好像这白兽 躲避一样 大蟒蛇 见到这头猪 赶在自己面前 如此威风 也是张开嘴 放出那一对 镰刀一样的疗羊 是对着那头猪 不断地嘶吼 不过 众人听到这 感觉不对啊 大蟒蛇咆哮声 不是跟他们那种 吱吱吱的 蛇性的声 现如今听起来 好像是龙银声一样 可是不知为什么 也不知道 是不是错觉 总感觉这大蟒蛇 有点底气不足 这个陈色的战斗 楚三毛他们 已经介入不了了 他能感觉 先前的蟒蛇前辈 恐怕已经达到 这仙君已上了级别 而这这青云火烛 只比他强 不比他弱 就这样 两只庞大的仙手 在这里对着片刻之后 是你对我好 我对你叫 虽然大家听着 也不明白他们说什么 但也知道 这两者是在交谈 好像在谈判 不过 片刻之后 那大蟒蛇是往外 奔出一口气 在气中 背着浓浓的黑雾 明显是他体内的毒素 如此一幕 众人就知道 谈判 谈崩了 谈崩了 这接下来恐怕 是一番苦刀 先如今的众人在祈祷 希望大蟒蛇 能够获胜 毕竟大蟒蛇 不管怎么样 和他们的关系 还算是不错的 如果 让那头 青云火珠 获胜的话 恐怕他们 难有这安身的机会 就在说话的 这回功夫 便见到 这两大王者 已经扭倒在一起 大蟒蛇 一口毒素喷出 这毒素 在虚空中 迅速地形成 一把把的武器 一样的东西 朝着青云火珠 就冲去 青云火珠 见到这一幕 知道这来者不上 便将自己的身子 闪到一旁 快速躲避 而大蟒蛇 散发出的毒素 可谓是相当的强悍 他可不想 这一身释放 不过 在他躲避的一瞬间 就见到 他伸出自己的爪子 朝着大蟒蛇的方向 就拍了过来 随着 这一蹄子扣下来 便见到 一股浓浓的火焰 顺着他的蹄肩 开始凝聚 随后 竟然变成了一把 这火龙 火龙 张牙舞爪的 瞬间冲进了 那巨大的蟒蛇 大蟒蛇见到 那火龙冲过来 隐身中带着一丝警惕 紧接着 便见他的身子 朝旁边那么一挥 随后 一条长长的尾巴 便从这身子中 涌得出来 随后 那条尾巴 就像是钢鞭一样 对着迎宫过来的火龙 是抽搭过去 瞬间 两者撞在一起 宛若 这天宫发怒样 发出一身巨大的能量波动 巨大的轰鸣声 传遍四野 不少 这林间树木 被震得稀碎 而此时 站在蛇声下 那楚三木等人 早被这身影震的 是双耳充血了 要不是 他们即使用自己的 心圆之气 护住自己的双耳 恐怕 就这么一下 他们能好几天 听不见别人说什么 可是既是如此 他们 也并不怎么好受 顺着两个耳朵 也是流着一丝丝的心血 显然 经过对方这么一击 让他们一个个的 受了内伤 这仅仅是 对方的战斗余波 他们就撑不住了 而且 这离他们 还相当的遥远 要知道 他们是在这地面 而对方 是在这虚空中 进行战斗 可想而知 两者之间的 差距有多大 众人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这继续撤退 知道 退到大盲上的 真虎时 这才感觉到 这多少舒服了一些 最后 这一个个的 找到游历地形 在这里看着 两个爬人道 在这里搏斗 经过先前那一击 那两方可以说 不分胜负 大蟒蛇张着嘴 口中吐着蛇杏子 是不断地吞吐着 星红的眼睛 变得无比愤怒 不过 青云火珠也不是吃素的 依旧是一副 风气云淡的样子 似乎 他对这场战斗 完全没有 似吼着意外 只要这惊致下来 这对方 必输无疑 就在这时 边境了 那青云火珠 好像不耐烦 阳天咆哮一声 最后 边境的虚空中 出现一个个 巨大的火球 就在这火球 前脚现身的一瞬间 这下一个便呼吓地 朝着马蛇前辈 冲了过来 这是青云火珠的 天道神通 这是 让楚三毛 感觉奇怪的是 这道天道神通 怎么和自己的 麒麟流星火雨 有那么几次相似呢 不过 现如今 可没有时间 给他们研究了 这虚空中 一道一道巨大的火球 朝着马蛇前辈 就砸下来 宛若这流星锤一样 顺着虚空是 轰轰轰的 往下砸着 原本 站在原处的楚三宝 这位子看着虚空中 只是这一个小火球 可是 随着火球逐渐地 和那蟒蛇接近之后 他们才发现 这哪是什么小火球 这简直 就是一座 又一座的火山 砸下来 蟒蛇前辈 见得对方那头猪 竟然用得如此神通 这心中愤怒 最后是迅速地嘶吼 随着蟒蛇前辈 嘶吼之声 传遍四眼 便见了 原本 像一座蛇山的蟒蛇前辈 在这一瞬间 变换了形态 让人想不到的是 就这么一瞬之间 蟒蛇前辈竟然腾供而起 而且 光滑着下腹 开始长出了几对爪子 瘦大 将万年成龙 由此可知 由这马化龙 没那么简单 没想到 这巨马已经达到如此地步 只可惜 现如今的它 是属于强行推动 想必 这场战斗之后 它有着很大的损伤 此时 毕竟呢 虚空中 那条巨马化成条龙 随后 张着嘴巴 对着虚空中 就是猛然一阵咆哮 一阵龙鹰之声 传遍四眼 以至于 让着虚空中 那掉下的火球 是相无碰撞之后 有不少 是瞬间化成虚无 不过 龙鹰之声 虽说密集 但是威力 也是相当的强大 但是虚空中 那无边无际的火球 虽说有许多被隐灭 但是 还是有那么几颗 被砸了下来 不管 是陷入 进化成龙的它 还是原本的身体 都是相当的巨大 如此巨大的身体 想躲避那庞大的攻击 是不现实的 只有 那蟒蛇前辈 在空中不断飞舞时 竟然硬生生地 硬扛住 十几个火球的攻击 以至于 让前辈 是疼疼不疑 甚至 在这么一瞬之前 楚三们他们听到 这蟒蛇前辈 发出了哀嚎声 而此时 站在下面的 楚三宝 也是不好找 巨大的火球 从这虚空砸落 就好像是一座山 从高空砸落一样 那巨大的鱼拨 让他们拨的 左躲右闪 可是既是如此 还是让他们众人 一个个的灰头土鳞 甚至 这宝爷一个 躲闪不及 硬生生地 把一条腿 给砸断了 也幸好 此时的楚三宝 在他身旁 挥手之间 并将自己的 富贵局打开了 把宝爷先收进来 如若不然 宝爷信如今 这状态 是性命堪忧 反倒是 这缺拨礼 迅速躲避之间 虽说狼狈 但是 也没受到 什么太大的伤害 也许直到这时 楚三们这才知道 缺拨礼 究竟是什么行为 也许 这对方 有着种族天赋的缘故 以至于 让这缺拨礼的秀为 比这楚三宝 不知高出的多少 缺拨礼 陷入这相当于 这天心的大圆满 不过 他还不全地施展 自己修为之时 别人根本就看不透 甚至在别人的眼中 没试着手段的时候 就和这普通的乞丐 没什么区别 然而现如今 在这缺拨礼 不断堵闪失 敢躲过一个火球 那第二个火球 就接踵而至 隐声声的 就砸在了一起 如此一来 山石炸裂 石消四尽 原本 那些普通的石头 现如今砸在自己的身上 想必楚三宝 也扛不住啊 可是意外 就这么出现了 此时 一个小小的石头片子 是十分的锋利 直接飞下了 缺拨礼 缺拨礼 并没把那石头片子 放在影中 以自己 这肉身强悍的程度 想突破自己的肉身防御 没那么容易 然而 这无巧不巧的是 这些石头 则砸得不边不移 正好砸在 他全身的麻穴上 如此一来 让这缺拨礼 那原本相当精神的身体 是现如今 这普通一声 倒在地上 离在这百步之外的 楚三宝 见到这一幕 就知道大事不好 因为 此时他的镇上方 有一块石头 正砸下来 而且 镇砸在 缺拨礼的镇上方 万般无奈之下 楚三宝 只好使用了 这一心幻影之术 以内心不动 天地同生死 他也相关 极其如理令 一个闪神 便来到了 缺拨礼的身旁 一把手 便把他收到了 这富贵局中 可是 此时头顶中那火山 离他也不到 这十几米之阳 只是一个眨眼之间 这楚三宝 就能见祖宗了 这时候 再想躲的话 来不及了 也恰恰 就在楚三宝 入目之间 正好 一只地鼠 是花忙的 超平方逃顿 人们都说 这大难不死 总有后福 也许 正是这个道理 楚三宝 几乎是想都没想 瞬间 便把那地鼠 给锁定了 心中目念他 一年心不动 天地同生死 太前观 极其如理令 瞬间 花音落下 便和那个地鼠 调换了位置 而那地鼠 也是倒霉了 成了楚三宝的 替罪羔羊 替楚三宝 建他祖宗了 这一次 极客闪烁之后 总算是夺过 这档灾难 不过 当楚三宝 抬头望天 不由地 倒吸口凉起 要知道 不管是 蟒蛇前辈也好 还是龙也好 他们身上的鳞片 都是 他们保命的源泉 如果 这鳞片 一旦掉落得多的话 恐怕 他们的小命 也是不保了 如果 现如今 马蛇前辈 就这么死了 楚三宝可不相信 自己还有命活着 先不说 本来跟着 马蛇前辈 站的就是 同一战线 就是眼前 这朵青云火珠 也绝对 不会放过自己 怎么办 难道 自己就那么 眼睁睁地 看着马蛇前辈死之后 然后 他们再被 这青云火珠 给杀了吗 还是说 自己这贫死一搏 合着青云火珠拼了 可是话也说回来 以他现如今 这不过 天仙八品的修为 有什么资格 和一个 新军级别的 高手拼命 要知道 对方这一口气 就得把你喷死 在对方眼中 楚三宝他们 跟着蝼蚁 没什么区别 当然 这时的楚三宝 还可以赌一赌 赌一赌 对方 会把自己 当成蝼蚁 将这 马蛇前辈杀了之后 并不杀他们 可是 自己把这命运 掌握在别人手中 这一直 都不是楚三宝所愿 生也好 死也罢 命运 都有掌握在 自己手中 所以 他绝对不会 在这里 等着自己死 脑海中 飞速地运转 想着办法 趁着马蛇前辈 还有一战直立时 自己 必须做些什么 就在楚三宝 这想着办法时 突然间 他想到自己身上 有一件宝物 这件宝物 自己得到之后 从来就没用过 这还是 自己刚到仙剑时 去往那烽火城 发生的事情 当时 自己被心童 逛街时 曾经在店铺里 得到的 非常不错的 好宝贝 其中一件仙衣 送给了心童 而自己 留下了一个 御守拳 后来 御守拳 还是心愿仙子 帮自己解除封印的 只是 这么久以来 自己从未用过 当然 也是没碰到 这合适的妖兽 所以现如今 楚三们突然想起 这件事 自己的御守拳 不知能不能 控制住 引擎这个 青云火珠 不过 现如今 似乎也没别的办法 不管 这能不能 也得试一试 如果要是成了 那么 他们就给活命 如果要是不成 恐怕 今日的他们 怕是必死无疑 御守拳 需要套在 对方的头上 这才管用 可是 这青云火珠 又不是傻子 又不是真的珠 会站在那里 乖乖地让你掏 任由自己 把这御守拳 往头上一带 这唯一的办法就是 想让他 在那里别动 给自己 这足够的时间 能做到这一点的 除了 蟒蛇前辈之外 别无他人 前辈 我来帮你 趁着蟒蛇前辈 这刚飞过头顶的 一瞬间 楚三宝 如此大喊道 身子 正猛然朝着 虚空中窜去 蟒蛇也不知 这楚三宝 能帮自己什么 虽然 这楚三宝挺弱的 但既然 对方想帮自己 他也不会拒绝 毕竟 自己是真的 打不过 引擎这头猪啊 身子 往下一拥 正好 将这楚三宝 拖在自己的背上 楚三宝 将自己 八柄掀起 镇天月 攥在手里 趁着蟒蛇前辈 在空中飞行之境 一道道天道法则 被他打出来 天风雷火 玉民乾坤 雷火天道 紫雷要天 火焰光木 打剑花术 打剥夺术 一连施展了 四道天道法则 四道天道法则 施展完之后 这天空中 弯若晴天霹雳 聚合在一起 声势浩大的 朝着那青云火珠 就搭过来 所以说 这总攻击 在这楚三宝的眼中 已经是非常强悍了 但是 说句良心话 在眼前这两眼的眼中 真的是弱得可怜 跟放个小炮杖 没什么区别 毕竟 他们的修为 在那里摆着呢 所以 见到青云火珠 这几道攻击 打下来之后 只是煽动了下自己耳朵 那硕大的耳朵 好像是 芭蕉扇样 随着青云火珠 煽动之间 一股狂风徐来 便把楚三宝 打的攻击 是尽数吹到了一旁 而这一切 也都在楚三宝的 预料范围之内 两者修为 差得如此值得 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实力 将对方打败 所以 对方毫不在意地 便把自己的攻击 打到了一旁 楚三宝 并没说什么 因为这并不是楚三宝 想要要的效果 蹲下身子 自己对着大蟒蛇 说道 前辈 把这蝉住 让它动不了 我自有办法降服它 蟒蛇前辈 听到楚三宝这话 眼神一亮 要说 这蛇类最擅长的办法是什么 那自然是死亡缠绕 之所以 打了这么长时间 它没有逃脱 那是因为 这青云火蛇的身上 爆竹都是火 把它缠住 实在是得不偿失 但是 既然它听说 这楚三宝自有办法 瞬间也不再顾忌了 是搜了一声 飞向那青云火蛇 青云火蛇 见着驾驶 自然要知道 它在干什么 伸出自己的梯子 就准备 把这蟒蛇给排飞 不过 这蟒蛇 却是极为灵活地 夺过这一爪子 身子 好像是柔软的面团一样 围着火蛇 是一圈一圈的缠绕 随后 那庞大的肌肉群 是瞬间缩紧 猛的收缩 就这么一下子 隐生生的 把这青云火蛇 给遮着缠绕住 让它动弹不得 所以说 此时的楚三宝 是紧紧抠着 这蟒蛇前辈的鳞片 但是蟒蛇前辈 歇进它一丁点旋转 差点 没把楚三的甩飞 现如今 蟒蛇前辈终于 把这青云火蛇 给制服住了 它耳后不说 迅速朝着蟒蛇头顶 看着攀爬 可也就在这时 那青云火蛇 怎么该是被对方 给困住 几乎同一时间 青云火蛇的身体 就爆发出 浓浓的南鸣鲤火 这南鸣鲤火 在这仙剑之中 是超强的火焰之一 巡查人物就这火焰 仅仅是一瞬间 就能把那个烧成灰 所以 当这南鸣鲤火 出现了一瞬间 大蟒蛇身上 就出现了江湖味 显然是被烧得不轻 不过此时 蟒蛇前辈 飞大门松开 方更加勒紧了几分 只是 这蟒蛇前辈 有点担心楚三宝 在这火焰笼罩之下 自己都扛不住了 难道这小子 还能活吗 几乎 就在那火珠 南鸣鲤火 透铁出了一瞬间 楚三宝马上就感应到了 不过 此时的楚三宝 也把自己那四大火焰天赋 同时施展出来 用来抵抗这南鸣鲤火 虽然 自己火焰天赋加在一起 也没对方那一个火焰强悍 但是 两者都是火焰 火与火是不相容 不过即使如此 由于对方的火焰实在太过霸道 楚三宝 依旧感觉自己浑身上下 是烧得难受 楚三宝 强忍着焚身之痛 以最快的速度攀爬到了这大芒舍的头顶上 最后 这挥手之间拿出自己的御兽拳 这口中 这口中 念念有词 万神朝敌 欲使雷霆 鬼要丧胆 精怪忘形 内有霹裂 雷神引鸣 动停江汇 武器腾腾 积极如律令 精光速献 俯护真人 随着楚三宝 这咒语念出 御兽拳瞬间精光大作 随后迅速地变大 紧接着 楚三宝二何不说 用尽浑身地心 双手拿着御兽拳 顶着难民离火 对自己身体的灼烧之痛 隐生生地就扣在了 那青云火珠的头顶上 几乎 就在御兽拳 被他放在头顶上的一瞬间 楚三宝 马上再次这施法念咒 随着楚三宝 咒语念动之间 御兽拳 直接收到了 对方的皮肤骨骼之内 最后 开始急剧缩小 而此时 千云火珠的猪脑袋 好像是要爆了一样 就好像 有无数人用绳子 勒他的脑袋 那种疼痛之感 是灵魂与肉体 共同疼痛 御兽拳 一旦戴在身上之后 你就是想灵魂脱体 都做不到 不过 剧烈疼痛之下 让他的身子 是迅速抖动着 随着 清云火珠 疯狂的抖动 楚三宝 也是一个站不稳 顺着蟒蛇前辈的身子 就滑落下来 不过即使如此 楚三宝 一边往下掉 这嘴里的咒语 是一边 没有停下来 蟒蛇前辈 见到楚三宝 成功地把御兽圈 带着对方头上 也让对方 这身体松开 紧紧片刻之间 他这感觉 自己身上 被烤得交互一片 有半边身子 都快熟了 如果 时间再长一点 自己 就变成烤蛇 万幸 楚三宝 这一切做的 是相当的迅速 如若不然 自己 还真的扛不住 将这清云火柱松开之后 他的身子 也是瞬间 朝下方游去 几乎是一个瞬间 就追上了 不断下落的楚三宝 紧接着 他庞大的身躯 是极为皮膚地 将这楚三宝 接在了自己背上 要知道 楚三宝 从这么高的地方落下来 要是摔死的话 那心情所作的奴隶 岂不是白费 更何况 在他看来 这楚三宝 虽没什么本事 但人挺好的 又给自己做吃的 又被自己玩 还帮自己战斗 跟自己拼命 可以说 是好人中的好人 楚三宝 见到蟒蛇前辈 接住自己之后 也是尝出了口气 可以说 他们两个的配合 是相当的完美 如果继续往下掉的话 即使掉在地上 不摔死空膀 也得陷入昏迷 而此时 楚三宝 根本不能释认 任何其他的手段 因为他嘴里正在念咒 现如今 虚空中那只青云火珠 那样心田的威风 枕头珠在那虚空中 那只不断的翻滚 显然是疼的 已经让他失去的自我 以至于 让那个强悍无比的青云火珠 原本在虚空中 下一瞬间 那疼云家务的本事 都无法掌控 紧接着 便见到那青云火珠 从这黑云之上 一溜烟的就掉了下来 掉到地上之后 那庞大的神区 把这地面都砸出个大坑 不过 青云火珠 却是红着猪眼 不断地观察死猪 当着见到 这楚三宝在那地口中念念有词时 就知道 这八成是楚三宝搞的鬼 这一刻 那头猪是彻底发了狂了 跑绕一声 对着楚三宝就冲过来 楚三宝见到这一幕 是没想到啊 这青云火珠 竟荣此强 都已经变成这个猪样子了 竟还敢贼心不死 想杀自己 原本 那念的咒语多少 有点缓和了他 又是迅速地加大念咒 就这样 朝着楚三宝扑过来的猪 前脚刚刚没走两步 这下一瞬间 又扑通一声 栽倒在地上 最后 是疼得不断地放滚 凡是被这青云火珠 这滚过的地方 不管是树木还是山石 是尽数地 被它庞大的神区 以及恐怖的火焰 给烧上了灰 青云火珠 在地上不断地翻滚 那种疼痛之感 就连楚三宝看上去 都有点不忍 甚至这个 也不知道 是明明中 一种感觉呢 还是 这真的 他发现 青云火珠 那猪脑袋 好像变形了 虽然 早就知道 这玉兽圈的威力不凡 但是现如今 真正被楚三宝施展之后 这楚三宝才知道 玉兽圈的威力 是真的了不起 那条大蟒蛇 已经恢复自己 原本的身体 不过 这气息 多少衰弱了一些 这家伙 在一旁 到处看的同时 看上楚三宝的眼神中 终于露出了 这一丝恐惧 又带着 一丝敬佩 谁能想到 就楚三宝这个秀为 在他眼中 什么都不是的人 这施展的威力 竟如此恐怖 如此这般 又是折腾了需求之后 这青云火烛的浑身上下 没有半点力气 也直到这时 楚三宝才停下自己的咒语 然而 楚三宝的咒语刚停下来 那青云火烛 就把这脑袋抬起 最后略带仇恨的 带着凶狠的目光 再次盯着楚三宝 不服 我这让你服为止 不要以为 你学会比我高 你就可以藐视一切 当这圈子 套在你头里的一瞬间 就注定了 你补得好死 现如今 我可以给你个活的机会 臣服于我 如若不然 我这让你死 而且 是活活的痛死的 回答楚三宝的 是一声声着震天的嘶吼 虽然楚三宝听不懂 这对方在吼什么 但是 他能感觉到 青云火烛 似乎在说 做梦吧 你这个弱小的人类 我要杀了你 我一定又杀了你 即使 这解读多少 有点离谱 但是也差不多了 好 禁酒不吃吃罚酒 就别怪我 对你不客气了 日落杀民 天地道开 乾坤无极 道法无边 瞬间 楚三宝 时时咒的力度 又加大了几分 原本 那没多少力气的 青云火珠 听到这咒语之后 那头 竟再次疼痛起来 是疼了他 不断地翻滚 每每疼痛 都让他 不断地翻滚之时 抬起那蹄子 在这地上 刨出一个 又一个的升坑 那是疼的 再加上 这心中有怨气 有无数散发出来 只好 搭在旁边的土壤上 楚三宝 这次足足 又念了一刻钟的时间 这才停下来 然后 看着 趴在地上 那动得不动 吐着白沫的 青云火珠 这心中 多少犹豫 难道 这家伙 死了不成 不过 楚三们相信 到达他们 这种级别 是不可能 那么容易死的 现如今 爬在那里 一动不动 恐怕 是体重的力气 才能耗光了 怎么样 这滋味不错吧 要不然 咱们再继续 我保证 这接下来 会让你生不如死 而且 你不用担心 我会让你疼死 我会把你 留在身旁 这每天 都对你折磨一番 只要让你 这头疼念头 刚过去 我会让你 继续享受 相比 这样一来 陪你玩个几百年 应该是非常有趣的 青云火珠 的确没死 只不过 这身上的力气 是尽数耗尽 现如今 不说 是抬起头了 就连 抬下爪子 那都没力气 不过 听到楚三们 如此一说 他也忍不住 这心中发寒 自己 怎么就这么倒霉 碰到这个家伙 如果拼猎人的话 即使对方 来一百个一万个 他都不怕 但是 这楚三们 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让他 不服都不行 要是真像 这楚三们 说的那样 每天都给自己 拉一阵子 这想一想 比这死了还难受 那种感觉 不说是几百年 就是一秒钟 他都不想尝试 这可不是一般的痛啊 而是 钻入灵魂中的痛 这种痛 不管你是什么行为 你是什么种族 你根本就无法承受 无法抵御 所以 当他听到 楚三们如此危险 也是忍不住 这浑身打了个寒着 青云火珠 现如今 很想嘶吼一声 回忆一下 哪怕 是表示自己 心中的愤怒也好 只不过 他张了张嘴 发现 声音都疼得 发不出来 好在的是 楚三们 现如今 禁这头猪跟死猪一样 并没有念咒 他相信 这家伙 一定被自己同怕了 如此 等他恢复 离可中之后 他才感觉 这浑身上下 有那么一丝力气 然而 就在青云火珠 刚站起身 准备跑时 那该色的咒语声 又响起了 万山朝礼 欲使雷霆 鬼妖丧胆 精怪忘形 内有霹雳 雷神隐名 洞会交涉 无气腾腾 积极如绿林 精光速静 俯护真人 青云火珠要哭了 顺着双眼中 那不断流着泪水 他正想 大声地喊出来 我就是想看看 你长什么样子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只可惜 楚三毛以为 这家伙是要跑了 根本就不给他 这分辨的机会 在这一阵 这死心裂肺的疼痛之后 青云火珠 又开始周而复始地 在这地上打滚 这种疼痛 是不断变成法子的 总而言之 就是让你感觉到 你根本就撑不住 万般无奈着想 继续躺在地上 不断地翻滚 不断地摇着蹄子 他希望 这对方能看到 自己摇蹄子爪子 表示自己臣服了 只可惜 楚三们从头到尾 是没看到他 那个爪子 直到最后 他是再一次 这一动不动地 趴在地上 在这么一瞬间 他突然觉得 这活着 还是真不如死了好 至少这人死了 不会遭罪 这种痛苦 根本就不是什么人 能够承受得了的 楚三望 看着趴在那里 这一动不动 口吐白沫的青云火珠 从自己除戒指中 拿出了一个丹药 最后将这丹药 丢在对方的身旁 那 这是一个陪圆丹 你见他吞响 能够让你 快速地恢复力气 青云火珠听到这话 是艰难地 把脑袋撇过来 果然 发现自己旁边 有一个丹药 金光灿灿的 他也是 极其艰难地 把这脑袋移过去 伸出舌头 把那丹药卷了过来 几乎 就在这头猪 把这吞服了一瞬间 他感觉 自己先前消耗着力量 有那么一丝丝 得到的补缘 但是 至少能让他 保持战略的自身 勉强地站起身 抬着硕大的脑袋 看着楚三宝 都发现 这楚三宝都快重饮了 眼神中 充满了无尽的复杂 就这么 一个弱不禁风的两脚羊 怎么可能把自己 打到这种程度 如果放在以前 他相信 自己就是瞪眼 这楚三宝 动得精神崩溃而死 可是现如今 自己却受制于他 楚三宝 也能从对方的眼神中 看出那浓浓的复杂之意 他也明白 这投出现如今 并没发挡攻击 并不是说 他真心地归顺自己 一个有如此野心的家伙 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归顺自己 自己打死都不行 我知道你并不服 认为我是取巧 才把你生服的 我也知道 你以为 凭借你的本事 一口气 就能把我给灭了 不得不说 你显得都是对的 如果凭借现如今的真本事 我打不过你 但是 你永远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这武力之外 头脑跟智商 也能够战胜对手 我知道 你很不服气 你认为 这一个 比你修为弱的人 跟着你 还很掉价是吗 说到这里时 楚三稍微停顿一下 随后 上下打量了青火猪 说道 哎呀 说着很不客气的话 如果说掉价的话 那人是我 不是你 你也不看看 你这修炼了多少年 有着现如今的修为啊 完全是凭借着时间堆出来的 而我呢 从出生到现如今 加在一起修炼 不足那三十年 想必 你在三十岁那年 还在马上 追着母猪跑吧 还不会修炼 所以说 你给我足够的时间 我呢 肯定能彻底把你打扶 甚至圆圆地 把你甩在后面 你觉得 我的修为没你高 我还觉得 你的天赋没我强呢 首先 你占据了一个有力的身份 一出生 你就在先进 各种干优秀的资源 不断地向你倾斜 可是 你用了这么多年 才修炼到这种地步 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 像我 从这凡间飞升过来 那地方 元气细薄 可是 我凭借自己的机缘 和自己的毅力 在短的十几年时间之内 能修炼到如今地步 如果放在你身上 你能吗 楚三宝 说出一些话之后 切云火珠眼神中 留出深深的惊讶 他万万没想到 眼前这个人 竟是从凡间 飞升过来的 这让他震惊不小 以至于 现如今看出 三宝的眼神 有那么一丝融合 更何况 你跟在我身旁 是以为 我占你便宜吧 要说 这占便宜 是你占我便宜 我知道 我说这话 你一定不信 那么 咱就分析分析 在这凡间时 我可是九柄三砖 令灯大师 跟在我身边的几个妖手 这一个个的是迅速蜕变 就连我一直本命临受 这原本是只攻击 最后 进退变成了 传说中的三色凤凰 不过 我进入仙界之后 为了不妨碍他们的进展 已经还他们自由 我想说的是 你说 是他们给我的帮助的 还是我给他们的机缘多呢 现如今 我的仙丹等级虽然不高 但是 我依旧可以练着出 那四柄仙丹 大蟒蛇前辈 尝过我炼制的丹药 你可以问问它 是什么滋味 哦 对了 先前给你吞下那个丹药 是让你恢复元气的元气丹 也是我亲手炼子的 跟在我身旁 只要有着足够的仙草仙药 我可以保证给你们炼制丹药 如此可以加速你们的进化 也可以让你们修炼速度更快解放 再加上 我本身的天赋就比你们强 用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正式把你们超越 到那时 恐怕你在加速修炼才能追上我 否则 永远会把我甩在身后 更何况 在这个世界之中 人也好 兽也罢 乃至 这草木精明也好 我们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以神正道 追求最终的大道 现如今 你可以想一想 跟在一个炼丹大师的身旁 为你铺平这未来大道的路 你说是我占你便宜 还是你占我便宜 楚三宝实在是太佩服自己了 他觉得自己这口才 不只当说客 那简直白想了 果然 在楚三宝说出这话之后 不仅那青云火烛是眼光闪烁 就连旁边那个大蟒蛇前辈 也是如此 而楚三宝也没有继续催促 而是紧接着 从自己出手镯中 拿出自己炼丹炉 同时拿出一些仙草 坐在这里 直接现场开炉炼丹 而青云火烛 也没有像星星那么暴躁 因为他清楚 虽说现如今 楚三宝坐在那里炼丹 但是要 自己欣赏那一股反抗之意 或者稍稍的 有那么一丁点不对劲 那么楚三宝会瞬间 念动那该死的咒语 一想到那咒语响起时 自己遭到罪 他忍不住这浑身发抖 更何况 这蟒蛇前辈 一直守在楚三宝的身旁 而且极其戒备地看着自己 蟒蛇前辈算是明白了 他和楚三宝是战友 如果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又或者这楚三宝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他们两个谁都跑不了 也正因如此 他必须在这里保护楚三宝的安危 再说了 楚三宝所说的也都是对的呀 对他也是不错 随着楚三宝在这里不断地炼制丹药 时间专顺流逝 如此这般 过去了两个时辰之后 楚三宝开始快速地收丹 这次 楚三宝练着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丹药 而是横骨化身丹 这横骨化身丹 就是帮着妖兽练化掉体内的横骨 以至于让他们这口吐人言 在坊间时 楚三宝可没少练着 而在这心界还是头一次练 只可惜受到心界天地法则的限制 一炉只能练一丹 这让楚三宝感受淡逃 楚三宝 把这丹药装在玉瓶子里 最后又开始练着第二颗横骨化身丹 如此这般 前前后后加在一起 一共过去了五个时辰 毕竟练一个丹药又两个时辰 这楚三宝总得休息一个时辰吧 终于 楚三宝在这半夜时 终于把这第二个丹药也给炼成了 这才站起了身 将自己那炼弹炉收集之后 手中拿着两个丹药 哎呀 终于炼好了 那 这两个横骨化身丹 你们将去推下 自此以后 你们横骨化开 便可以口吐人言 日后 对你们这修炼也大有益处 说这话时 将这两个丹药从这瓶子里倒出来 给这莽舌前辈一颗 以及那清云火珠一颗 清云火珠这一张嘴就把那丹药吞下 现如今自己受制于人 不说是吃丹药 就让他去吃时 他都会屁丁屁丁地过去 更何况 他能看得出 这丹药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他怎能不吃 而莽舌前辈 也同样地把这丹药吞进了腹中 就在他们两个 前脚把丹药吞下的一瞬间 便感觉 在这嗓子里一阵发热 好像是一团火焰在燃烧一样 甚至莽舌前辈 现如今用自己的身子 不断地抨击着地面 那种想吐又吐不出的疼痛感 让他十分的不适 而另外的清云火珠 显然比他强上的许多 毕竟受了心情的折磨 他能知道 这种疼痛和那种御兽圈 带来的疼痛 那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 自己连着御兽圈都挺过来了 又何况是这化身的骨头呢 在如此练往横骨的过程中 大概持续了一炷香的时间 也就是十分钟 直到片刻之后 大蟒蛇率先听着自己 那敲击地面的动作 最后张嘴在那里口吐人吟 哎呦妈呀 疼死我了 就在这口音一说出来 这楚三毛差点没跪在地上 大哥 你是东北的蛇吗 怎么还自带着东北口音 哎呀 痛快呀 反倒是 这清云火珠口吐人吟 这听上去正常许多 这两个先生 在自己说出第一句话之后 都是兴奋了 在那里震惊不已 自己真的可以口吐人吟了 清火珠 你真是个珠啊 赔不是东西了 你这闲着没事 到我这里干啥呀 咱们两个本来就是 尖锐不犯喝水的 你到我这来干啥 大蟒蛇口吐人吟 第一件事 就着那头珠不断地质问 我本来就是跟你打个商量 据说你这里有地狱容颜对吧 你把那地狱容颜 借我修炼几天呗 清云火珠 这口吐人言之后 竟然不像楚三宝 那么一本震惊的 而是在这里吸一杯笑脸 蟒蛇前辈听到这话 那气得脸皮直哆嗦 呸 想了我这里去地狱容颜 那你干嘛跟我打架啊 你明说呗 你以为 这世上的人都跟你一样吗 那地狱容颜 我都靠近不了 他对我有着巨大的伤害 你不知道吗 谁跟你一样 整天修炼活属性 那东西没把我烤熟了 就不错了 大芒蛇气急 因为自己根本看不上 那地狱容颜 那东西 显现没把自己给烤熟 自己怎么可能打他的主意 不过 楚三宝听到这话 那眼神不断闪动 地狱容颜的威力可不简单 如果 自己要是把地狱容颜 给吞噬灵火的话 说不定 可以让楚三宝的修为 再次晋升 彻底打倒 这大罗金仙 也未必不可 你们两个先别互相啊 你说 你们每天在这山脉中待着 连这外面的风景都没见过 多亏呀 要不然 马上前辈 你就跟着我呗 我带你们呢 去见识一下 那真正的仙剑 带你们领略一下 这仙剑的风光 我带你们 真战沙场 让你们感悟 这真正的天地大道 清云火烛听着这话 没有言语 他已经没有选择权了 反倒是 蟒蛇前辈 隐身闪烁着 如果 跟在楚三宝的身旁 自己的自由必然属性 这显然不是他能所愿的 可是他心中明白 跟在这小子的身后 会让他得到不少的机缘 就像这次的丹药 如果不是楚三宝在这里 如果等自己化开那横骨的话 还不知道得多少万年 行是行 但是啊 俺可不带那惊鸿 让楚三宝想不到的是 大猫蛇竟然在顾忌这个 让他哭笑不得 哎 前辈 我不知道 这别人对待自己的临宠如何 但是 这时候在我这里 我不会把你们当成宠物 也不会把你们当成孝人 我只会把你们当成这兄弟 朋友 如果不是先前那个清云火珠 要把我们杀了的话 我也不会给他带那玩意儿 虽然啊 虽然我不会给你们下任何禁止 但如果 你要跟在我身旁的话 你必须听我的话 你们的战斗力虽然强 但是思想单纯 如果 真到的外面很容易吃大魁 这样 你们听从我的吩咐 我为什么 要束缚你们的自由呢 清云火珠听到这话 忍不住眼神一亮 我 我听话 我听话 你把这金箍 给我摘了呗 楚三们忍不住 翻了个白眼 开玩笑 把这金箍给摘了 你要还能听话 那珠都能在天上飞了 不行 虽然现在我不能取掉 你头上的金箍 但并不是说 我一直要掌控你 也并不是 不想给你自由 只是现如今 你这家伙的战斗力 远高于我 我不得不防 等日后 到时我能打得过你时 我自然 把你这金箍摘下来 到时 你要是永远跟到我身旁 你就跟着我幻影 但如果 到那时候 你要走 我也不拦着你 说完这话 见到 这青云火柱的隐身中 闪过一丝失望 初三吧 不由地撇着撇嘴 我修订的速度很快的 说不定 用不了几年 乃至十几年 我就可以超过你的修为 我觉得 这十几年对你来说 无非 就是睡觉的时间 没什么忍不了的吧 青云火柱的细想 也是这个样子 要知道 有时他犯懒的话 这一觉睡个几百年都可能 所以说 初三宝 要是能修炼个十几年 自己也没什么接受不了的 那些 我就跟你问了 不过 我现如今犯困 我得先睡一觉 打了这一架 打得我回人都筋疲力气 不好休息 可不行 说到这里 青云火猪 这扑通一声 爬在地上 紧接着 那寒声四起 寒声如雷一样 当时 初三宝就一头黑线 这家伙 还怪不得是个猪啊 而蟒蛇前辈的眼神中 留住一丝笔 哼 懒得跟个猪一样 初三宝听到这话 忍不住 哈哈一笑 也知道这时 他才想起了宝爷他们 也不知道 这宝爷跟雀鬼两人的伤势如何呢 随后 便把他们两个从这富贵居中放出来 宝爷这缺着一条腿 另外一条腿完全废了 不过 这心血已经止住 现如今 正主着这雀鬼里的拐杖 雀鬼里虽说脸色苍白 但是身体也是轻度负伤 但跟着宝爷比起来 又好了不少 两人刚也出现 并且呢 这趴在不远处 那寒声如雷的青云火珠 心中就有个震撼 不过 他们见到 这楚三们在这里 一点含笑的样子 就知道 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但是 两人的脸上 流出了无尽的感慨 不知道 这青云火珠 为什么在这里 青云火珠和大蟒蛇前辈 都选择了跟随我 以后 咱这大家 就是自己人了 你们那不用怕 楚三宝 此话一出 无欲给两人带来一个 这七八九级的大地震 开玩笑 这两个庞人大物 那都是 仙君顶峰级别的高手 竟然 要跟随楚三宝 这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 紧接着二人脸色 就流出的狂喜之色 如此一来 在这小世界 这形式的话 恐怕会顺利许多 最后 楚三宝 从这厨戒指中 拿出丹药 给这宝爷二人疗伤 老大 我觉得 我应该跟缺管理 换个称号 从此以后 我就叫缺管理吧 原本 正准备把丹药 送给宝爷的楚三宝 听到这话 忍不住手一顿 哦 这样 也行 那这丹药 就别给你了 你呢 就缺这条腿 拿两拐拿来着去吧 这宝爷听到这话 彻底急了 眨动了下眼睛 那就可处处可怜 只不过 这一副卖蒙的样子 放在大男人身上 让谁看到了 都忍不住打个含着 咦 你这家伙少恶心我了 赶紧吃了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我把你那第三条腿 给打断 你信不信 让宝柴跟宝珠 这独守空房 急死你 宝爷 笑嘻嘻地 从楚三宝手中 接过担药 最后赶紧吞下 这楚三宝 又给缺乖李 送了几个丹药 让他蹲下之后 他们两个 便开始迅速地恢复 今天一整天的时间 他们几乎都没到 而是坐在这里 休养生心 大蟒蛇前辈 也是伤得不轻 这半边身子 都快熟了 不过 楚三宝特已 为了练了好几路的丹药 让这蟒蛇前辈 高兴换了 不过既是如此 在这次的战斗之中 这强行画龙 对他的伤害本源 是相当大的 想恢复到 这巅峰时期 恐怕不是短时间之内 能够完成的 至于 这青云火珠 有始至终 都躺在那里 呼呼大睡 甚至 人们都听到 那寒沈如雷 吵得他们 都无法休息 面对这种现象 这大家伙是挺无语的 这家伙的心还真大 直到 这第二天大中午时 这宝爷他们 才恢复着战长 楚三宝 这才准备出发 不过 楚三宝这一次 准备先去 那地狱熔岩那里 看一看 如果 能以此得到契机 突破到大罗金星的话 那么 这次小世界之行 也是不虚此行 哥几个 都休息好了吗 咱们 出发 随着楚三宝这么一寒 几乎所有人 都醒了过来 除了 那只青云火珠 还躺着睡觉 面对这一幕 楚三宝真服了 他又不想 用这咒语 把他给叫醒 所以 只能看脸 那大蟒蛇 前面 这头猪 直接把你 烧得够呛 怎么样 想不想报仇 大蟒蛇 听到这话 那当时 想不想的 就猛然点头 必须的 好嘞 前辈 那以后 就交给你这个任务 只要这懒猪 在睡懒觉的话 你就负责 把他给我抽醒 大蟒蛇 听到这话 有些不解了 这和自己报仇 有什么关系 楚三宝 也是一副 这恨蝶不成钢的样子 前辈 用您的尾巴 抽他呀 要不然 他能醒 听到这话 大蟒蛇 忍不住 眼神一亮 是迅速地 把自己庞大的身躯 手锁 最后 将自己的尾巴 抬起来 朝着 青蟒蛛蛛的猪屁股 一尾巴 就抽了上去 就这么 一尾巴抽下来 硬生生的 把那青蟒蛛 抽费了十多米 也幸好 这火柱的皮 是皮糙肉厚 虽然感觉到疼 但也是瞬间清醒了 并没什么霸伤 这前脚刚醒过来 这青蟒蛛 就愤怒地咆哮 哼哼哼 谁 谁 谁 敢打你猪爷爷 哼 你不想哭了 一直到这时 这才睁开那心松的眼睛 朝着死者不动打量 结果 当他见到 那大芒蛇 不玩好意地 看上自己时 就知道 是他 把自己给打醒的 这要是以前 他不得 把这蛇给烤着吃了 现如今 他郁闷得很 自己受制于人 还不能动手 我说 你冲我干什么 咋 你还有理了 我叫你几声 你都不起来 我们都走了 不揍你 揍谁啊 而且 安哥告诉你啊 咱老大可是说了 从今以后 你要是再睡懒觉 我这一尾巴 绝对把你给抽醒 所以 你要是不想被揍的话 以后 你睡觉 别睡这么沉 虽然 这是一副好心提醒的样子 但是谁都看得出来 那大芒蛇 是洋洋得意的样子 青云火珠 是咬牙切舌地 看着大芒蛇 最终 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芒蛇前辈的身子很长 实际上 也并不是表现得 那么巨大无边 谁所以 他的身子有这么长 那是 他这个种族的 一种障眼法 如此一来 便让整片森林里 那洞兜着的 他如此庞大 也不敢轻易 招惹他 实际上 这芒蛇前辈 只虽能把自己 这无限延长 但同时 也可以把自己 这无限缩小 显然 现如这 他们又感觉 这大芒蛇 自然 不用这种障眼法了 可即使如此 那庞大的身躯 在这山林之间 漫步时 有那么十几米长 这楚三宝 就坐在 青云火猪的身上 对此青云火猪 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总不能 坐在那 芒蛇的身上吧 一开始 这青云火猪 还表示不乐意 就在楚三宝 想骑上他时 这青云火猪 往后退了一步 老大 老大 我错了 我是猪 不是驴 您得骑驴 不能骑我呀 楚三的听到这话 是煞有其事的 点点头 哦 你说的相当的不错 一会儿 我呢 就找到一头野驴去 这作为我的坐骑 那可是老骨功高 以后 这练着丹药 可就没你什么事了 我都喂 那对野驴算了 哼哼哼 不行了 别的 这野驴有什么好奇的 甜甜嘎嘎乱叫 老大 您骑我吧 骑猪 多威风 就这样 楚三宝 成功地坐在他身上 不过 这宝爷和缺乖李 是说什么 也不上来 按照 这青云火猪的话说 不行 他们跟我是同级的 要是 这哪一天 我也不想走了 我得骑他们 听到这话 不管是缺乖李 还是宝爷是忍不住一哆嗦 要背着这么一大头猪走 这开什么玩笑 要是真把他背着 自己不得活活累死 也幸好 这蟒蛇前辈 也不像他那么识多 最后 宝爷跟那个缺乖李 都坐在了大蟒蛇的背上 不过 也遭到大蟒蛇一阵的比 我说你们两个 这以后多吃点 你们也太瘦了 而站在俺背上 俺都感受不到力量 就和一只蚂蚁 站在我背上 没什么区别 以后可得多吃点呢 见到这一幕 楚三们觉得 他们这个组合 实在不知道让人说什么 一个 随时都想占便宜的大猛蛇 一个 略为小性子还喜欢偷懒的 青云虎猪 要是再把这小蝴蝶召光出来 他们这队伍可就热闹了 按照这蟒蛇前辈的话说 地狱容颜所在的地方 实际上并不在他的领地之中 地狱容颜所属地点 是他领地和那钻山豹的 领地的中央位置 也就是过渡位置 提起这钻山豹 就连青云虎猪也是一年的警惕 由此可知 这个钻山豹可不好惹 马沙前辈 您说这钻山豹的修为如何 楚三们知道 先如今的他们 必须营救出一个方针来 毕竟这老话说得好 知己知彼放能百战不断 如果到那里就是一阵瞎打 这未必能够站到上方 钻山豹的修为 比俺略高一些 不过这家伙世杀残忍 最关键的是 他那天赋神童实在恐怖 他可以穿山而入 出山而冲 与他真都是 他只需要把自己的身子 往那山里一躲 就这么一钻 他就进去了 以至于 你想抓到他 根本就抓不住 而且都钻进山里 又能从其他地方出来 这出现时 也是无声无息 让你呢 防不胜防 那如果 我们把他引到 这附近没有山的地方呢 出山坊 如此问道 别说你了 俺之前都想过 没办法呀 这家伙鬼精鬼精的 要是没山 他可压根的不去 以至于 他就在那一亩三分地里 不断的成威风 不说是俺了 就连那头死出啊 在他的地盘上 跟他争斗 哪都是有百无少 青云火珠听到这话 是很认真的 点了点头 事实也的确如此 那如果 你们两个联手呢 能够把他拿下吗 出山坊的心中 也是不断地思考着 如果说 真是对方那样 恐怕这钻山坊的话 还真是很麻烦的事 如果他要是不钻山 我跟着死神合作 遗嘱箱的事情 就能把他拿下 出山坊的眼神 是不断地思索 现如今 必须想个办法 想个办法 能拖住 对方遗嘱箱 让对方 不能钻到这山里面 一旦这家伙 钻到山里面的话 那就不好弄了 到那时 你再明 对方才暗 随时 都可能会对你 发生偷袭 让啊 楚三们搜索了一下 自己脑海中的楚亮 不由得无奈地发现 自己 所掌握的手段 大多数 都是凡间用的手段 如果要是凡间 遇到这种事 他自然有很多妙计 但是现如今 这心界和凡间 是不同了 他也无能为力 如果能催动自己 这体内五行阵法的话 只想用这五行大阵 锁定对方遗嘱箱 对方 肯定是束手续刑 可是关键的是 现如今 他发现 自己 无论如何催动 自己体内的五行大阵 这五行大阵 是丝毫不动 要知道 五行大阵 比那十九阵的等级 又强出不少 想完全催动五行阵 哪也那么容易 即使是催动了 仅仅是一颗束缚 也并不容易 以自己 这天仙级别的修为 用这十觉阵 还明明强强 但是 要开启五行大阵 哪连门都没有 如果 要是在凡间的话 自己把体内世界 投影投出来 说不定 能起到一定作用 可是 想到这里时 楚三宝 忍不住 眼神一亮 要知道 楚三宝 和别人不同 到达仙界之后 这修炼 是自己 真正的丹田 以至于 这体内世界 和自己的星湖 完全融合 所以说 体内世界 受到天地法在的影响 不能释放 也不能起到 任何的攻击作用 但是 却可以把体内世界的投影 当成自己领域释放 只是 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 是 楚三宝的修为太低了 以他这天仙级别 想困住一个仙君 没办法可能 不过 自己要是 通过这正法 来揭发领域的话 未必做不到 所以 只要能够 这顺利地 把钻山豹抓住 或者弄死 这才是最关键的 现如今 在这众人 这行走之时 楚三宝是不断地思索 用这正法的方式 释放领域的可能性 结果 这一路走来 楚三宝是不断地沉思 不断地揣摩 不断地推演 可是 怎么样他无法 通过自己的正法 显现出体内世界 眼看着 离这钻山豹的领域 越来越近 这让楚三宝的心中 感觉十分的着急 而就在 这楚三宝心中 正烦着时 清云火猪 忍不住 在那里抱怨 我说 那个死蛇 你是不是迷路了 这都走了多久了 还没到 老朱 头快累死了 正所谓 这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楚三宝听到这话 忍不住 就是眼前一亮 有吗 以自己心 如今的本事 想困住一个新军 不可能 但如果 让他短时间之内 迷个路的话 应该不难 只要自己 用这小小的手段 倒是布置一个迷阵 只要把对方 困在这迷阵中 他休想短时间之内 逃脱 到之后 这两个前辈 一起出手 就不信 弄不死他 想到这里 楚三宝的心中 忍不住一心 紧接着 在这过程之中 他的脑海中 开始拖延出 该布置什么样的迷阵 以及 所有可行性的方案 直到 如此过离阵之后 终于 全都了然于胸 这才彻底地 尝出了口气 通过眼前 这个山谷 就到了 那钻山坡的地盘了 就在楚三宝 这前脚 刚把戒策定下来时 这大蟒蛇 停住了身子 最后 看着眼前 那个峡谷 如此说道 只要 他们敢进去 这峡谷 就能够 惊动 这里面的钻山坡 所以 众人 这才停下来 咱们 不能一起过去 要是都过去 惊动对方 那就打扫金蛇 现如今 你们全都到 我的富贵居中来 我先在这里 布这个阵法 然后 想办法 把那钻山坡 引到这迷阵里来 到时 你们两个 在阵法中 一起围杀他 一时间 他也陷入 迷阵中出不去 如此一来 我们 才有获胜的机会 听完 楚三宝的这计划 大蟒蛇 和 气鸣虎猪 这虽说 觉得可行 但是 想让对方 上当的话 没那么容易 毕竟 他又不是猪 要知道 这钻山坡 是相当的聪明 想让他 陷入这阵法之中 恐怕 不得好办 不过 他们看了 楚三宝 那一副 信心满满的样子 这心中 略有犹豫 最后还是选择地 相信他 这些人 进到了富贵居之后 楚三宝才独自一个人 小心前行 眼前 的确和大马舌 所说的是 一点都不差 这是一片 巨大的山谷 穿过山谷之后 这前面 是一座又一座 这起伏了群山 楚三宝 则是打亮眼睛的地形 这地方 到处都是山 简直就是山沟沟 在这大量地脉的地方 和着一个会钻山的家伙 战斗 那真的是 一丁丁胜算的机会 都没有 所以说 这战场 绝对不能在这里 到时候 哪怕对方 真被这阵法所困 可是 对方依旧可以 这完全的 转入脚中的地形 毕竟 这脚下 那大地 也是山脉之一 所以 想打赢这场仗 只能靠着对方 走出这山脉 然后再进行伏击 设置迷阵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朝前走了一段距离 楚三宝又果断后退 直到等到他 找到有利地形之后 便把这里 设为战场 选择好战场之后 便开始 在这里布置迷阵 寻常的迷阵 会被对方 这一眼就看穿了 所以 这楚三宝 想要组合迷阵 以及再深迷阵 两种迷阵 有着很大的好处 就是相辅相成 而最大的好处就是 这第一层法阵 破除之后 第二层法阵 会瞬间出现 在这过程之中 楚三宝 只要布置足够多的层次 就可以了 能将对方彻底困死在这里 至于说 一共布置多少层组合大阵 那完全凭借对方的 攻击频率来判断 青云火珠和大蟒蛇前面两个 是先前战斗之中 楚三宝 见到他们平均的攻击频率 是十几秒一次 甚至长的时候 尤其是放大招时 都需要数分钟 那是更久 如果是平均三十秒一次攻击完 那么一分钟 就需要两个阵法 一住香的时间是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 需要三十个组合阵法 为了保险起劲 楚三宝 直接在这里 布置了四十多个组合阵法 将这些组合阵法 布置完之后 他知道 这单是如此 想被对方笑引过来 也没那么容易 那么 除非自己 使用对方不能抗拒的东西 真正不能被对方抗拒的就一样 那就是 自己练着的崔秦丹 不过 这东西要是弄个不好 能把更多的新手都引过来 反而不妙 所以 楚三宝觉得 这个阵法里 还得有个隔绝气息的阵法 除了阵法 营生的通道之外 其他方向 也闻不到这丹药的气息 实际上 楚三宝 事先把整个弹药打在那对方的身上 如果 要是其他的新手 楚三宝一定会这么干 可是 这钻山豹不然 即使 你把弹药打在他身上 让他散发出细心 但是 在这危紧时刻 他完全可以躲到地下 到那时候 你弄来再多的妖兽 也是无济于事 甚至 这后果严重的 还可能让妖兽 将这地方彻底霸占 一个钻山豹 就如此令人头疼 如果 要是引来其他的新手 那反而不美了 也真一如此 楚三宝 这才想到如此对策 将这一切准备好之后 他将这个阵法 逐渐地延伸 不过 一路延伸过来 那阵法并不是什么迷阵 而是患阵 外加 隔绝气息的大事 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通过视觉上 把这个峡谷 无限的延长 楚三宝不敢确定 这钻山豹 那耐力有多大 如果 对方耐力很长的话 紧紧在这峡谷中 跑不出来 那么他也无可奈何 所以 他通过简单的变化 把这峡谷 无限延长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就很难发现 这对方行为再高 也是如此 将这一切做完 这才一边布置阵法的同时 一边向着那前进 直到楚三宝 完全通过这峡谷 出现在一半沙漫之中 这才停住身子 在这里仔细地观察 他发现 除了前方有个山洞之外 这地方什么都没有 然而 就在楚三宝 刚准备把阵法 对住那个山洞时 不由得这心中 泛起的和解 要知道 左安山豹 可以完全融入 这山脉之中 像这种东西 怎么可能只弄一个山洞 让别人知道自己住呢 尤其 这听盲蛇前辈说 左安山豹 是个极其小心的家伙 所以 楚三宝稍稍一想 就觉得 恐怕这山洞 并非他的容身所在 甚至有可能 是个陷阱 想到这里 楚三宝干脆便把这阵法 对住某个方向 不知道那里 这才彻底停下来 如此一来 那气息 会顺着这口子 不断地往外流 到时 整个大山中的妖兽 都能闻到这股气息 不过 楚三宝 会在这里守着 一旦 左安山宝 融入到阵法之中 他会瞬间切断 与外面的联系 这样一来 自然不会有更多的 妖兽 闻到那气味 将这一切准备 妥当之后 楚三宝 便把这丹药拿出来 几乎 就在催情 他拿出了一瞬间 那丹药散发出的油将 瞬间 沿着阵法 蔓延到了 那传送阵的前方 而楚三宝 也隐藏在了这阵法之中 并且在这里默默地看着 他倒想看看 这传说中的钻山豹 到底钻在哪里 就在楚三宝 在这里观看之时 突然间 见到前面一遍 整齐的山石 就这么有一个 凸的脑袋钻了过来 看着那豹子头 他当时就明白了 这家伙 就是传说中的 钻山豹 钻山豹看上去 一个脑袋是十分的硕大 也不比那青云火猪 小多少 钻山豹 从这山洞中 把那脑袋探出来时 不断地打量四周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圈 发现没任何危险 这才小心翼翼地 从那山洞里出来 楚三宝觉得 这家伙 哪是什么豹子 简直就是狐狸 胆子太小了 他还没见到 这些伙伙 达到这个级别 还如此小心地先受 钻山豹 从这山洞里出来 那庞大的身躯长 有六七米大小 最后 他并没有低时间 往前走着 而是 就那么站在那里 不断地打量 直到 看了一圈之后 发现 没任何危险 也没有任何 同期新手的气息 这才出了口气 但即便如此 这家伙 向前前进的速度 令人堪忧 每走一步 都会停顿 那么一下子 照这样子 等他走到阵法里 这不知道 会引来多少新手 这一幕 可把这楚三宝弄得头头 如果新手过来 要是寻常级别的 他还不在乎 但如果 要是过来 什么大摇 恐怕到时候 自己就有一种 坐紧自负的感觉 不过 在狡猾的狐狸 也斗不过凶狠的猎人 楚三宝知道 这家伙 之所以如此害怕 是怕人 对他进行伏击 不过 让人无语的是 也不知 这家伙 生前遭过多少伏击 还是他本性如此 楚三宝感觉 应该是 这家伙 本性如此吧 所以 自己得想个办法 要不然 等他走到那伏击圈中 恐怕这时间 会拖得太久 这里 是钻山豹的地盘 相比 这四周 有什么其他的新手 比如 这蟒蛇前辈一样 也毕竟 这些位不高 否则 以这钻山豹的心思 怎么可能 会生活在这里 而自己 这催简单的气息 想流传出去 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 这段时间 未必会引来 不强的要手 想到这里 楚三宝之等 不能再等了 是迅速的启动正方 只见 那丹药气息 完全遮挡之后 如此一来 先前散发出的气息 飘了一回 就消散于天地之间 刚刚传递出的距离 不算太远 就已经成了无根之瓶 而原本 站在原地内 犹豫不决 到底要不要前进的钻山豹 突然间 感觉气息消失了 实际上 先前出现的气息 它是忍耐得很辛苦啊 不过 钻山豹明白 有时候 忍耐得再辛苦 就能够活得更久 也正因此 即使她的心中 对那股气息 是十分难耐 但是 她还是硬生生地 蹲住了脚步 现如今 那股气息凭空消失 她不由地心中一惊 难道 这里面 真有阴谋 想到这里 这钻山豹迅速地后退 可是 这刚推出不远的距离 那股气息 又再次出现 如此一幕 让这钻山豹的眼神 开始疯狂地转动 不过 这一次 她应该是 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 保证自己 不再继续前进 如此一来 又过了一阵时间 她发现 那股气息又不见了 等了片刻之后 那股气息又再次出现 反反复复 见到这一幕 这钻山豹不但不走了 反而 就站在那里 看热闹 似乎 在默默地计算着 她想计算着味道 这爆发的时间和规律 一开始 钻山豹却是有点眉目了 可时间不长 她就不淡定了 因为这时 不仅仅是她发现的气息 她的四周 有不少妖兽 都过来了 虽说 那些妖兽知道 这地方是她的地盘 不敢轻易过来 但是 对于那种气息 是魂牵梦绕 欲死欲嫌 她们也无法拒绝 以至于 哪怕知道 这是钻山豹的林地 但她们 也是毛足了劲 想冲进来 如果 要是那些妖兽不过来 这钻山豹 不会这么轻易举地钻进去 可是现如今 十几只妖兽 陆陆续续地钻进去了 她也等不住了 就在等待的片刻 这宝物 恐怕会被别人给抢走了 自己什么要捞不到 见到这一幕 她心一横 不由地搜的一声 也钻到了 那阵法之中 楚三毛 见到这一幕 嘴角含笑 自己 终于把这家伙 也给狂进来了 随着钻山豹 朝地奔跑时间不长 把那些妖兽 是圆圆地甩在后面 可是 这跑着跑着 速度不断地放慢 她突然间发现了不对 这条路 怎么比以前 要常住的不少 这纯粹是一种本能 原本 她准备停住身子 再观察一下 千万 别跑出去了 一旦跑出了山林之中 那么她就危险 然而 就在这时 不是说 钻山豹想停下来 就能停下来 因为 她身后一大批的妖兽 可不管这些 是挖的一箱子 再次超越了她 这钻山豹 愤怒地嘶吐一声 这时候 也管不着许都了 之后 朝着七夕船帘的方向 继续追过去 就这样 众多妖兽 与那钻山豹 一起亡命奔跑 现如今 这根本就是一场 动物的运动会 一个个的 真心恐后 准备拿走 这最后的第一名 而初三宝 见到这一幕之后 这嘴角 笑了 钻山豹 终于入了 自己的幻阵 和钻山豹 一起进来的 还有其他那些妖兽 只不过 那些妖兽 在初三宝的眼中 根本不当回事 随后 初三宝 用这阵法 便把他们 送到了这核心位置 并且 这第一时间 将这迷阵开启 也直到这时 他才挥手之间 便从富贵局中 把那大蟒蛇 和那青云火珠 放了出来 大蟒蛇和青云火珠 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现如今 见这初三宝 把他们放出来 最后 直到那个方向 是瞬间冲了过去 不过 青云火珠 在这百忙之中 还是问了一句 老大 你手里 还有没有这个惊呼啊 要是没有的话 不如 把我这个取下来 然后 再套在那 钻上帽的头上 初三宝对于这话 是全都没听见 这青云火珠 是无时无刻 想着法的 把那苦给弄下来 不过 初三宝也是打定主意 这说什么 也不能给他拿掉 这家伙的秀为 不是现如今的他们 能够挡得住的 要是把金窟拿下来 根本的降服不了 这没把握的事情 初三宝 打死都不做 青云火珠 实际上 也只不过这么一说 他肯定知道 这初三宝 打死 也不会把玉兽 全给拿下来 随后 便跟那大忙蛇 这一前一后 照着初三宝指的方向 迅速冲过去 等他们前脚 刚来这里 便见到 那钻山宝 正在四处寻找 那气息 只不过 初三宝现如今 早就把崔秦丹 给收拾起来 这钻山宝 是完全找不到 然而 就在他估摸着 这下次 散播出气息的时候 没想到 自己身旁 多入两个 庞然大物 钻山宝 见他们两个过来了 心是发出一声怒吼 咱们 金水不放河水 一回那宝物 谁有本事谁得 现如今 咱们站在同一阵营 千万别自污啊 他以为 这青云火珠 跟那大忙蛇 是过来抢夺丹药的 所以便忍不住 如此吼道 你个傻子 那丹药 是因你出现的 现如今 你给老子去死 青云火珠 这一阵邪笑 口吐人员 在这里如此咆哮 而钻山宝 听到自己上当了 当时就怒了 便忍不住问道 你们怎么能口吐人员 以咱们这半斤 对八两的行为 不可能啊 哎呦 我去 这你不知道的事 躲得去了 这次回答他的 是大忙蛇前辈 随着话音落下 这大忙蛇 率先放着进攻 一尾巴就横扫过去 那钻山宝 也是无比灵活地 甩动自己的身体 轻而易举地 就躲过这一位 不过 不等他站定身形 就感觉坐下 身后那其热无比 回头望去时 发现这青云火珠 也发动了进攻 丢过来一大团的火球 也是连忙躲避 原本这时候 青云火珠 已经骑上而上 抬起自己的蹄子 冒着浓浓的火焰 就包裹住了 一蹄子抽过来 也幸好 这钻山坝 稍微不低 再加上 他身体特别的灵活 这才显而又显的 躲得过去 不过既是如此 那种一伙的攻击 还是让他 这浑身难受 你们两个混蛋 竟敢联手对付我 再一次嘶吼之后 钻山坝并没有欢喜 而是朝着旁边就躲 原本 他想跟这两个家伙打来着 是想把他们引到山脉中 只要让自己 这引入山脉 他就是无敌的 但是现如今 直到他往前跑了许久 他发现自己竟然 离那两个家伙没多远 自己好像是 一直围着他们跑 这是怎么回事 要知道 这警惕之心 不是没有好处的 也直到此时 他才明白上当了 这是鬼打墙啊 也就是换阵 这四周 应该有什么迷阵 在困住他 抬起爪子 照着前方一爪子扇过来 随着这一爪子刚风抽出 先前那一层迷惑 就此破碎 然而 还不等他心中侥幸 这破个防御神 他又陷到了那恐慌之中 就在他 准备掉头 把这阵法也给破除神 大蟒蛇和青云火珠 哪能给的机会 已经是来得尽情 这两个家伙 是联手对他是一阵疯狂的追打 紧接着 三个庞然大物 就这么打在一起 打的是你来我往 而在这过程之中 除三宝除了控制阵法之外 倒也没做其他的事情 看着三个庞然大物 你来我往不断争斗的样子 除三宝是暗自侥幸 多亏 自己设下的迷阵 又把这家伙引到了这里 如若不然 想把他拿下 真的很难 还有就是 有那两位大佬出手 否则 这钻山豹 即使打不过想逃 那也是时间的事 但是现如今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转眼间 真的就过去了一个时辰 也就是将近两个小时 在整个过程之中 自己的阵法 硬生生地 被破坏掉的十几层 就在他这破坏了一层阵法之后 大莽生的长长刚变眼的尾巴 就终于抽在他的身上了 这钻山豹 避之不及之下 是硬生生扛了这一鞭子 让这钻山豹 这呲牙咧嘴地 从地上爬起来 还想准备 继续战斗 只可惜 就在他这刚爬起来时 这青云火珠 已经来到近前 一团巨大的火球 直接将他笼罩住了 紧接着 直听到啵的一声 那火球正好砸在 钻山豹的身上 最后 他被这大火球砸得 连滚带爬的 倒退了好软 还不等他爬起身 这蟒蛇前辈又过来了 将自己硕大的身躯 将他整个身体给缠绕住 最后猛然收力 如此一梦 让那钻山豹 忍不住 发出声声惨叫 而此时 马沙前辈 用着尾巴 卷着钻山豹 往这空中一丢 这钻山豹 便从这高空中 直接落下来 而且 青云火珠 还要落井下石 又是一套 巨大的火球蓄力攻击 也是接踵而至 把那钻山豹砸的 那是口吐鲜血 钻山豹 除了发出一声声惨叫 被动挨打之外 他都不知道自己 还能干什么 原本 他们一对一 都相差不多 但是现如今 这二打一 这多少 这不可能能占便宜 他明显不敌 甚至至至到目前为止 他都不明白 这两个家伙 怎么可能联手啊 但是现如今 他完全不需要 弄明白这些 因为 就这么一段胖揍 让他知道自己 现如今 算是彻底栽在这了 这钻山豹后悔 要是草质里面有问题 这说什么也不过来 眼看着 那两个家伙 这出手没亲没中的 一点都不留情 他也知道 恐怕今天自己 是必死无疑 要知道 这先生的修为 达到他们这个级别 想把另外一个逼到绝境 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一对一不容易 但是二对一 那就不同了 因为 一对一 即使打不过 想逃是可以的 可是 如果多了一个的话 这战争的天平 就会疯狂地倾斜 让他们发现 自己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现如今 自己要死了 也得这拉个垫背的 就在这时 钻山豹的气息 开始疯狂地暴涨 大毛沙先到这一幕 就知道 这东西他想干什么 也是迅速地 用尾巴把他卷起来 往高高中一丢 青云火猪也知道 现如今 绝对不能让这钻山豹自爆 否则 他们两个 也吃不了兜着走 这家伙 明显打不过要自爆 仙手和人不一样 人类修饰 自爆的只是自己的身躯 而这新手自爆的 乃是自己的腰壳 腰壳也就是腰兽的内丹 那东西的威力 是相当地恐怖的 即使他们修为相同 他们也不敢能保证自己的命 也正如此 这两个家伙 是赶紧想办法打断他 将他打起来之后 也是迅速地后退 钻山豹 既然这两个家伙 全都躲开了 他反而不想死了 毕竟 这好死不如来活着嘛 现如今 他也是不愿意死 更何况 像他这种胆小怕事的家伙 也就在这一刻 他便开始收回 自己逆转的修为 不过 就在钻山豹 这钢上收回时 那两个躲过去的家伙 又一次折返 如此一目 让这钻山豹想哭 等等等等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有什么事 您就说呀 有必要 和我打个你死我活吗 你们说 不管什么事 好商量 我 否则 我 我就死 也得带走你们一个 见到这钻山豹 这认怂了 青云火猪和大蟒蛇 也是鸡尾乌语啊 这家伙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 再怎么说 你我都是同一级别的先生 你有点骨气好不好 鬼顺我家少爷 老猪 我饶你不死 青云火猪 也不知怎么想的 突然间 就喊住了这话 钻山豹听到这话 不由得 眨动下眼睛歪着脖子 看着青云火猪 突然间 见着青云火猪 脑袋上顶得个惊恐 这钻山豹 忍不住当时大笑 这笑声响起来 让着青云火猪 那脸皮是一个劲的抖动 这该死的家伙 竟然嘲笑自己 这还了得 你够混蛋 老猪好生给你留条生路 你既然想死 老猪就不客气了 你放心 我今天是折磨 要把你折磨死 我倒要看看 是谁 带走谁的命 说完这话 这青云火猪 当时就准备放大招 把这个死豹子 给烤成熟豹子 也就在 这青云火猪 牵着钢叙里身 正准备释放了 这钻山豹 一摆自己的爪子 听听听听 我同意 行了吗 马上 就准备释放攻击的青云火猪 见到这一幕 是憋得脸通红 那就个难受啊 他算是知道了 这钻山豹 就是个好家伙呀 为了保自己的命 也同意 万般无奈之下 青云火猪 只好强行 把自己的攻击 收了回来 只是 这心中那个滋味 非常难受 这就好像是 一个憋了 三十多年的单身汉 突然间 有了习走 这真脱裤子呢 你告诉我 你是个男的 这 让他相当的不舒服 而此时 一边的楚三宝 也被这大猛蛇 给拉了过来 原本 楚三宝 想把这钻山豹 给杀了 毕竟 能达到他们这级别的 摇手 想收服的话 很难 大猛蛇前辈 是个意外 但是 这个青云火猪 如果不是那 玉兽圈空着 恐怕自己等人 现如今 早就见阎王了 不过 这猛蛇前辈 喊自己过来 说 这钻山豹 愿意归降 这让楚三宝 有些不可思议 结果 等楚三宝过来时 这眼神中 还带着一次疑惑 而楚三宝刚也出现 那钻山豹 又是一阵的嘶吼 不过 这嘶吼中 并不是很凶 好像是 在嘲笑什么 反正楚三宝 也听不懂 只是 这大猛蛇 听到之后 当时 这脸都黑了 在这一旁 为楚三宝座者 反应 哎呀 我去 老子 这家伙 想得挺美呀 他说 想让他归降也行 但必须 要搭着 本命手 要知道 本命手和普通的 做起 那是两个概念 因为 他将和这主人 永远 联结在一起 无论是神 是死 连这命 都联在一起 如此一来 他不是 这下进了灵宠了 而是一个 真正的兄弟伴侣 我不需要本命手 即使是需要 也不要跟你签订 不过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这里 倒是有两个兄弟 他们跟我 这青铜手足 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让他们 跟你签这本命协议 楚三们想了一想 如此说道 最后 随手一回 并从这富贵局中 把这宝爷和 全怪的两个人 放了出来 几乎 就在这宝爷 前脚刚出现的一瞬间 那钻山棒 忍不住 引进一亮 化行大妖 不对不对 这灵魂是妖兽 不过 却有着人的身体 而且 我感觉这家伙 怎么这么围锁呀 看来也是个 胆小怕事的主 胆小怕事 好啊 至少 有什么危险 能保住命不是 我说啊 那个 灵魂是妖兽的家伙 你愿不愿意 跟我签本命协议 咱们两个的性格 比较像 你要是愿意 我就做你的本命手 宝爷没想到 自己一出现 自己的真神 竟被他看出来了 而且如此巨大的线饼 就砸在自己的身上 这让这宝爷 裂开了嘴 谢谢 咱们两个 要是联合起来的话 那绝对是无敌呢 要是遇到什么危险 在这山中时 你来打动 要是在这平原地区 我来打动 要说这别的本事没有 这逃跑的本事 咱俩加在一起 那天下地 钻山豹 虽然不能口吐人吟 楚三豹是听不懂他说什么 但是 这宝爷 好歹是话心大妖 自然 能跟着钻山豹 相互沟通 而钻山豹 听到宝爷这话 也是黑黑直笑 虽然 楚三们听不懂 他们两个 在说什么 但是 为这钻山豹发音的大芒蛇前辈 那是一阵的无语啊 这别人都是讲自己 这如何如何厉害 如何如何能打 结果 这两个家伙 遇在一起 那一起讲的是如何逃避 最后 在这众人的近视下 他们两个签订了本命协议 本命协议签订之后 这两个家伙 还在那里 黑黑直笑 就好像是 这护翔 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楚三宝 那这个乌语啊 原本 这宝爷的本事 已经让他头疼了 现如今 在配上这钻山豹 也真不知道 这效果如何 不过 就在他们两个 签订本命协议里一瞬间 宝爷 算是彻底遭罪了 忍不住躺在地上 不断地嘶吼着 没办法 他的秀为实在是太低了 而这本命相通 自然 现缘共享 即使是钻山豹 强行控制 那现缘流逝的速度 也让这宝爷的秀为 是不断地 嗖嗖地往上涨着 紧紧几个眨眼之间 海浪的元姐 是疯狂冲击着 这宝爷的丹田 最后 原本金星级别的宝爷 现如今 也晋升到了天仙 不过 最终达到 这天仙无品时 还是停了下来 楚三们见到这一幕 便在这宝爷身上 下了一道封印 把他的秀为 暂时给封住 不能再让他继续长了 如果秀为 长得太快的话 那就是拔明助长了 实际上 这没什么好处 因为他的根基 没那么雄厚 但是现如今 这宝爷修正的速度 就跟开了光一样 那是奇快无比 却乖里 有些羡慕地看着宝爷 这家伙 简直走了狗屎运呢 这根本就不用修炼 靠着自己本命兽 这转眼间 达到了这个级别 想必用不了多久 这家伙 能超过自己 此时 青云火猪 眨动了下大眼睛 属于汪汪的 看着楚三宝 听 你可别跟我说 什么北密协议啊 就你这个大懒猪 要是跟我亲的北密协议 我怕我到死了 你还在睡觉 等你什么时候 把你这懒气 给驱散之后 说不定呢 我还考虑考虑 青云火猪听到这话 无奈地哼解哼解 不过 他的心中明白 想把自己 那懒气给散掉 那是不可能的 他天生就是竹 这是本性 这所谓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在这接下来的时间 楚三宝 为着钻山宝 炼着一炉丹药 既然 钻山宝 愿意追随宝爷 楚三宝 总不能成天 对着大家嘶吼吧 开口说话 口吐人言很有必要 郭烈慧之后 当楚三宝 把那华山丹 丢给钻山宝之后 这钻山宝 可兴奋坏了 早说 你是个炼丹师 根本就不用吧 我这直接跟着你们了 这些年 我一直想找个人 跟他签点本命嫌疑 你说 你们早说 何必包打个半死呢 听到这话 不仅楚三宝 就连其他人 是彻底无语了 走 我带你们 上我家看看 既然 要跟随你们 自然离开这里 我家那里 有不少东西 被带上了 听到对方 还有藏宝库 大家都挺感兴趣的 都想过去 这看看钻山宝 这些年 到底搜购了 多少好东西 反倒是 大芒蛇前辈 是一阵的叹息 自己 在自己邻地那里 每天都是玩 根本就没有家 也没有所谓的 这藏宝库 所以听说 拎着钻山豹 对藏宝库 他很是羡慕 而青云火珠 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每天都在睡觉几乎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他有二十三个小时 在睡懒觉 一个月 有三十天 他有二十五天 都在睡觉 其中 有那么三四天 还得吃东西 青云火珠 每天游走在 这群山之中 不断地游走 可以说 这具无定所 直到 这前段时间 青云火珠 在一片山脉中 睡着了 结果 那地方火山爆发 硬生生地 把他给喷了 也幸好 他本身 就是火属性 在这上 这皮糙肉厚的 没受到什么损伤 结果 来到这里之后 稍微打听就知道 原来 大蟒蛇 这地方 竟然有着地狱容颜 所以 才跑过来 争夺 现如今 听说 那钻山豹 有自己的宝库 还有自己的家 要说不兴奋 那怎么可能 就这样 大家 跟着 钻山豹 时间不长 就来到了 大山之中 原本 这前方 是一片群山 但是 钻山豹 到这里之时 心念一动 就硬生生地 打开一大道口子 也直到这时 众人这才明白 原来 这整座大山 就是钻山豹的洞夫 这家伙 利用自己的天赋神通 能钻山 这个优点 几乎 把整座大山的内部 玩入铁桶一样的 给挖空了 而现如今 带着众人 走进来之后 众人 也是感慨不已 知道 走到最里面时 众人这才发现 整个山体 几乎被掏空了 一个弱大的洞夫 出现在众人面前 等众人 在这洞夫里 一阵观察之后 不有的感慨 还是钻山豹 会享受啊 整个洞夫的墙壁上 完全用夜明珠 还有那明月石 搭建的 如此一来 在这黑漆漆的山洞中 能依旧 能看进入 里面的情况 哪怕 这里面 没有阳光执照 但是 依旧能够明亮 不过 真正让楚三毛 感觉惊奇的是 这大山的中间 并没有什么通道 这地方 怎么可能会有 如此浓郁的 信源之气呢 知道 朝前走得不久 见到 这地下 有个池子 池子里 咕咕咕的 冒着不停的水泡石 他这才明白 原来 这个山洞中 还通着一条地下河 如此一来 他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 这地方 会有仙气存在 而里面的装修 也算不上 多么繁华 毕竟 钻山豹 不可能找个工人 来装修嘛 不过 这里面 都是挺宽的 走着走着 出现在另外一个山洞时 众人这才感慨 这钻山豹 你这鼠打地鼠的吗 还真能挖呀 最值得 让人感慨的是 这个山洞里 有着许多的箱子 这这箱子中打开之后 发现密密麻麻的 全都是仙金 出三吗 要是把这仙金 打造成仙玉的话 他估计下 恐怕要有百万盒计算 要知道 一盒仙玉是十万 而这一百多万的仙金 那可是有一千多万的仙玉啊 而且 这还是一个 除不计算 除了这么一大笔 庞大的仙金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 放在冰子架子旁边 那个许多的武器 这些武器 并非是人为打造的 都是天然形成 也正有余 是天然形成 那珍贵程度 才令人赞叹 不过 这大多数武器 都是陨石或者铁矿 或者里面蕴含 这天的法则 有的 却什么都没有 不过 让楚三们感觉到 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兵器之中 近年有几把 达到了七品仙器 无法想象 如果这些半成品 让那令吉大师 再加工一下 会出现 什么样的顶级仙器 不过 应对这种兴器 实质上最好的办法 就是抱在体内世界 温氧 在这种温氧之下 可以让自己的兴器 逐渐进行蜕变 这种蜕变成功之后 那就相当于 这仙天之宝 当然了 这种蜕变 也并不是 这百分之百 都是好事 有的用了几千 乃至几万年 是好不容易 把这仙天之宝 培育成功 知道 这培育成功的一瞬间 你才发现 这根本 就是无用之物 因为 在那武器 成为 仙天之宝的一瞬间 会和这天地之间 有着很多的共鸣 而有的 会被这天地 所抛弃 所以 具体到最后 能不能成为 一方至宝 谁也说不定 但既是如此 中人还是决定 这一人挑上一把武器 放在自己体内 进行温氧 如果 运气好 真能培养出 这仙天之宝 那绝对 是得天地之造化 结果 这一问之下 他们这才知道 钻山宝 已经温氧 废掉了两个 不过 这次众人 还是每人都选择了一个 而他 还跟着错热闹 再次选择了一个 放在体中温氧 至于 这次能不能成 他也不知道 就在众人 在这里挑选之时 楚三猛 突然感觉 自己出手桌中 一阵阵波动 当他观察之下 发现 原本 这出手桌里 波动的不是别的 这是师父 给自己的令牌 这个令牌 那是 让他正是成为 这三界督察队 队长的令牌 极为好奇地 将这令牌 拿出来打量 不知为什么 到达这地方 会突然 闪现金光 紧接着 他发现 这令牌 见指引着楚三宝 朝这个方向走去 不明所谓之下 只好跟着令牌 往那里走着 时间不长 就在这宝库中 找到一个 鸡脚尬拉的地方 堆积着十道枷锁 这些枷锁 就是古代犯人 套在脖子上的枷锁 楚三宝不明所谓 这枷锁是怎么回事时 几乎就在此时 那些枷锁 足够感应到 那令牌发出的光 原本 那枷锁是秀气斑斑 但是 在令牌的光照耀之下 上面的秀气 是瞬间脱落 最后 便进到一个个枷锁上 都闪烁着 耀耀黑色的金光 也就在这时 楚三毛脑海中 多出了许多记忆 尤其他明白了 眼前这些枷锁 到底是什么 天地诞生之初 这天地间 就诞生了一些 特殊的先天灵宝 先天灵宝相当奇怪 常人遇事不得 只有那些 这执法者 或者夺天地之造化者 才可以遇事 这些东西 被称之为 最线锁 最线锁 一共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是金银铜铁 金之最线锁 是传说 这天地之中 只有一个 金锁一出 凡在这新界中的 任何一个生灵 都能够捉拿 但是从古至今 就没有人见过 那金之的最线锁 长什么样子 就连楚三毛的师父 玉皇大帝 也是没见过 甚至 就连上上任的大帝 也没见过 楚三毛 得到他那 镇定狱的时候 他也没有 不过 这传说之中 低着存在 至于 现如今 流落在什么地方 谁也不知 银制最线锁 一共有四幅 其中一幅 就在 那玉皇大帝的 宝库之中 不过 这能不能得到 就是个未知数了 银制最线锁 一共有十六吧 已知的其中一把 正在 这都查大队 信任的 关联者手中 至于其他的 现如今 在什么地方 也无从得知 而这第四种 也就是最后一种 铁制最线锁 一共有三十二吧 现如今 在这都查大队的 手中 有八个 没想到 现如今 这个钻上报的洞府中 竟然一次性 找到了十个 这种铁制最线锁 对于这大罗金仙 以及 大罗金仙以下的人 都能够 手到擒来地 把他们捉拿 这铁制最线锁 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 凡是大罗金仙 级别的高手 只需要 将这铁制最线锁 丢出去 就可以向对方 给困住 困住之后 对方所有的修为 和神识 都能被封印 并成普通的凡人 不过 这东西有个缺点 那就是 一旦用了这东西 就很难 把它拿下来 这最线锁 一旦套在 对方的脖子上 就必须到 那三界 督察大队中 找到了监狱中的 七彩神光 照有之下 才能解除 如此这般 也是为了 让更多的执法者 能够公平 公正 公开 不能够 这无缘无故地 去欺负别人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这铁制最线锁 是个好东西 而且 只要丢出 用那三界 督察大队首领的命牌 对着最线锁下令 他就可以 选择一个主人 不过 每个在职人员 只能够 拥有一个最线锁 初三某 别用自己的令牌 命令之下 解放两个最线锁 这一个 飞向宝爷 另一个 飞向了缺拐里 当然了 不是套住他们 而是 让他们认主 就在他们两个 拿到这铁制最线锁的 一瞬间 自然而然的就知道 这最线锁的 使用办法 以及 这最线锁的功效 如此一来 让他们两个 能高兴坏了 你们两个 拿到最线锁之后 从今后就证明 你们是三界 督察大队的人 不过 这最线锁 你们也知道 不能够轻易使用啊 如若不然 会遭天谴的 却乖里跟宝爷 听到这话 连连一事 紧接着 在这里搜索了一阵时间 除了一些 这炼制材料 跟炼当材料之外 没有其他的收获 也直到这时 楚三们这才想起 这次的最终目的 哎呀 差点忘了 钻山报 这地狱熔岩 在什么地方 突然间 楚三们说出这话 让钻山报 有点惊讶 啊 那种照明取暖的东西 你问那个干嘛 听到这话 众人恨不得 把这家伙给揍一顿 地狱熔岩 那是多么有名的火焰 在对方口中 尽成了照明取暖的 钻山报 发现众人看见 他的目光有点不对 也是善善的一笑 刚才 你们过来 谁进的那个水池 这地狱熔岩 就在水池之下 听到这话 第一个回过神来的 自然是青云火珠 这青云火珠 是第一时间 就冲到了水池吧 最后 为这水池不断地打着旋 等楚司马赶到这里时 他发现 为什么这钻山报说 这是为了 这取暖照明用的 因为 这地狱熔岩 通过这池水的折射 有道光束打出来 刚才经过这里时 被这四手的宝物 给吸引了 没太注意 而且 由于这火焰 那是相当的浓烈 所以整个水池 被这灼烧之下 温度变得极高 这简直 就是天然的暖气 又或者是温泉 只是 这种地狱熔岩 被这钻山帽当成 取暖用 这多少 让人感觉无语了 来到这里之后 楚三宝 打量这池水 发现 这地狱熔岩的威力 实在是太强了 以自己现如今的修为 不说是收服 就是想进入这池水中 恐怕都做不到 这让楚三宝 是苦笑不已 万般无奈之下 楚三宝 只好盘席 坐在水池的旁边 这里的温度 以及火焰强度 是很高的 对自己现如今 这修炼来说 吸收这火焰 有这很大的好处 不过 楚三宝盘席 坐地时 这青云火烛 可不能等待了 这地狱熔岩 对他来说 有这很大的皮 扑通一声 就钻到了这水池中 楚三宝盘席 见到这一幕 真是忍不住的羡慕 最后也不再等待 便坐在水池的旁边 吸收这水池中 溢散出来的气息 刚开始时 还好一些 被这火焰之地 吸收的同时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火焰之地 也是明显地有所增长 可是 吸收了一阵子之后 发现 这火焰之力 是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直到最后 做这吸收之时 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也直到这时 楚三宝 才万般无奈地睁开眼睛 看了眼 已经是极为平静的水池 他心中是相当无奈 不过 同时也为这青云火烛 感觉到庆幸 这家伙 能把这地狱容颜融合 也算是 他自己的造化 而就在楚三宝 刚想到周里时 边境呢 那青云火烛 竟从这地下钻出来 当他见到这楚三宝 还在盘械打坐时 不由地 无语地说道 少爷 你在外面光看热闹 怎么 不到里面去啊 地狱容颜 已经快吸完了 你要是再不过去 可就过不了瘾了 这东西吸的 那真是飘飘欲邪 爽得很呢 楚三宝听到这话 心中一惊 这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 没有着太多时间去问 也没太多的时间 去听对方解释 所以听到青云火烛这话之后 楚三宝一个猛子 就扎到了水池中 片刻之后 就来到了这水池底下 并开始四周打凉 因为 现如今 这荣原的温度 似乎是微乎其微 不仔细打凉的话 很难发现 这地狱容颜 在什么地方 不过 就在这时 那青云火烛又下来了 老大 这儿呢 青云火烛说出这话 便在这前方带路 楚三宝紧紧地紧随起后 片刻之后 就来到了 这地狱容颜 真身的旁边 不过 来到这里时 这楚三宝 干着头头 这地狱容颜的真身 是微弱的 弱不可闻 这地狱容颜上 没有诞生灵质 所以 原本的威力 是绝对不弱的 即使是新军级别 要是敢轻易靠近的话 也觉得 能把你烧成灰 毕竟 这东西没有灵质 根本就把控不了 那个力度 但是现如今 经过青云火烛 这么一吸收 那仅剩的一点点火苗 是随时可能熄灭 甚至 原本这里 可能带上一丝灵质 也早已经破灭 不用问 也知道 这一切都是 青云火烛所为 至于说 青云火烛 是通过什么办法 才把这地狱容颜 给折腾成这个样子 楚三宝就不知道了 但是现如今 他就知道 这地狱容颜的威力 已经是弱不可闻 可既是如此 实际上 这对楚三宝来说 有着很大的威胁 毕竟 楚三宝的修为 在这里摆着 再怎么说 也不过是天仙九品 收复一个 这是仙君级别的火焰 哪有那么容易 不过好在的是 楚三宝体内本身 有着四种火焰 再加上 现如今 这地狱容颜的本体 是弱不可闻 这一身攻击之地 被这青云火珠 折腾得差不多了 如若不仍 不说是靠近了 就连下这水池子 都下不来 通过自这亭内的火焰 与对面那个火焰 形成共鸣 最后 两者之间 开始缓缓融合 在这融合的过程中 楚三宝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自这亭内四种火焰 似乎 以这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瓜分着地狱容颜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秀为 也在这现如今 开始不断地疯涨 别看那火苗小 但是随时可能熄灭 而这对楚三宝来说 那可是大补之物 青云火珠 在这一旁 有些惊讶地看着楚三宝 他本以为 楚三宝会像自己一样 对这火焰 直接把这吸干 就完事了 可是没想到 这楚三宝 竟想收服这火焰 让他与自己融为一体 青云火珠 目光灼灼地看着这一切 这简直就是一场好戏啊 正常情况之下 这人类怎么可能 有这种肉体 而现如今 他根本也无数询问 事实就摆在眼前 也只能这震惊地 看着楚三宝 不断地吸收那仅剩不多的 地狱荣吟 当那火焰 被这楚三宝吸收之后 外面的火苗是越来越弱 而楚三宝体内 那几种异火 也在这一刻正式蜕变 又一次紧接成功 在这连带作用之下 就连楚三宝的火焰 也进攻同时一阵间 他所修炼的功法 也再次向前进步一阵 竟然达到这新地 九重天的功法 如此一来 凭借这功法 他相信 自己慢慢修炼之下 至少到达新地级别 是不用考虑这功法问题了 与此同时 那庞大的天地元气 也被那两个丹田 是疯狂的吸收 尤其是第一个丹田 原本属于这金仙八品的秀为 现如今是疯狂的暴涨 几乎是肉眼可见的速度 便达到了金仙九品 随后又迅速进阶 达到金仙的大圆满 紧接着 不大片刻时间 并正是达到这天仙级别 不过 仙盘里的元气 达到天仙一品之后 并不再进阶 而与此同时 楚三的另外一个仙虎 便开始疯狂地转变 至今 此时这仙虎 学是迅速地开始蔓延 以至于 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整个仙虎的面积 比之前 变成庞大的许多 而与此同时 仙虎的镇中央 突然间钻出了一座小岛 好像是一座高峰呀 而那座高峰 仅仅长到了一丈多 便停了下来 不过 楚三宝仙虎中 所蕴含的天地元气 已达到这一品的大罗金仙 楚三宝 有些兴奋地 看着自己现如今的胸围 想着自己 到达这仙界才几年时间 没想到 竟从一个连心盘 丹田都没有的人 转眼间 变成了一个拥有 这大罗金仙修为的人 这简直不敢想象 而此时 要说最震惊的 还是 气云火珠 以前楚三宝说自己 用不了多久 就能追上他 他虽说 嘴上说相信 但心里是不相信的 甚至是不信 要知道 在他们这修为 修为越往后 那修炼之越难 想追上自己 恐怕没个几千几万年 是不可能的 这还得说 这对方的天赋 是相当逆天之才 然而 现如今 他见到这楚三宝 便不再有 以前的想法 他亲眼见证了 这楚三宝 由一个天仙级别 直接跨到了 大罗金仙 正常一个人 想从这天仙 修炼到大罗金仙 没个几百年 他也做不到 不过 这不是让他 这最震惊的 最震惊的是 他发现 这楚三宝的身上 有两个修炼系统 另外个修炼系统 虽说现如今的 修为很低 但是也正是 达到了天仙级别 一个人 有两个仙盘 这是什么概念 不用别人说 他也清楚 这楚三宝 的确是天赋异禀 一开始 他还总想着办法 要逃脱这楚三宝 那金库的控制 不过现如今 他是彻底放弃 这个想法 凭借自己 这一个人的本事 想追求最终大道 是难上加难 自古 到现如今 新兽修成大道的 脱离这方世界 那不是没有 但是那是少之又少 也正如则 这仙手达到一定级别之后 他们都愿选择 跟随一个人 签订本命协议 如此一来 能让自己 更好的追究大道 而这楚三宝 在这凡间时 虽有过本命兽 但是 在进入仙界之后 是彻底地解除了 解除关系之后 那几头仙手的体内 会残留一些 楚三宝的气息 那些仙缘之气 如果留在仙人身上 咱算不了什么 但如果 放在凡人身上 那简直 就是得天之幸 原本 在这洞中 等待着众人 在这一个 突然感觉着天地 有股温压 随后 众人感觉奇怪 这应该是 天地之劫呀 虽然 并没到山道外看看 但是也能感觉到 这温压 必然是有人在渡劫 天上不同于地下 真正开始渡劫的 那是从这大罗金星 开始渡劫的 寻常人想渡劫 是不可能有这么顺利 可是 在这众人之中 要达到这大罗金星距离 最近的便是 这缺乖离 可是 缺乖离开墾地 自己还没感悟到 能突破到 大罗金星的奥义 可是 除了自己之外 却为最接近的 恐怕 就是楚三宝了 可是楚三宝 之前还被自己 低上一个等级 怎么可能陷入 这转眼睛 就渡劫了 排除了他们 这些人之外 难道这里 还有别人吗 就在众人 这一个个蒙全身 不知 这到底怎么回事 楚三宝 以及千云火烛 便从这水池子底下 钻了出来 钻石宝 赶紧带我出去 我要渡血 楚三宝赶紧出现 便说出如此之谎 让这众人 为之震惊 没想到 这千想万想 还真就是 楚三宝 要达到大罗金星 最后 钻山宝 二话不说 带着楚三宝 就片刻之后 来到了山体外面 然而 就在众人 刚刚出山的一瞬间 大家 都是忍不住 皱眉 原本这外面 是晴空万里 虽说 现如今 是乌云盖顶 但是 却有着一片片 浓沫闪现 这种现象 绝非寻常 尤其是 这楚三宝出现之后 他们能感觉到 这空气之中 有着毒素存在 这种气息 对着楚三宝很熟悉 这是属于剧毒 可是自己在这里 渡截 这为什么 会出现毒呢 难道这里 又出现了什么 大妖不成 大家小心 这东西有毒 楚三宝刚出来 便对着大家 如此喊道 紧接着 便调用 自己体重的 五色福音 这是原本自己 在这凡剑石 和几大福音 组合在一起形成的 在这五色福音之中 黎明蕴含着 以前的毒质福音 所以 现如今 在楚三宝不断吸收 过滤之下 他相信 能够把四周的毒素 给吸走 只是他发现 这些毒素 根本就不是自己 能承受得住的 如此一幕 让楚三宝 是震惊坏了 这怎么可能 然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见到 自己的身后 众人一个个的 是忍不住 双腿发软 是扑通一声 栽倒在地上 楚三宝先是一愣 最后 赶紧就明白了 怎么回事了 紧接着 便见着楚三宝 也直接 栽倒在地上 直到这时 便听到 这空旷的四夜中 传出了一阵 疯狂的大笑声 鑽山豹 大蟒蛇 青云火珠 你们三个 走在一起又如何 还不是被我算计了 都说 你鑽山豹的地盘中 你就是无敌的 我还偏不信这个邪 怎么样 即使你们一个 二个本事通天 还不是中了 我的招了 今天 我将你们一网打尽 等我吞噬你们内担之后 我修为 一定暴涨 到那时 我看这边区域 还有谁 敢与我为敌 哈哈哈哈 不过 既是如此 他还是忌惮地 看脸空中的雷霆 这眼神中 闪过了一丝恐惧 不过 转瞬之间 就被收下来了 毒鞋子 没想到 竟是你这个硬毒的家伙 不过 你也不用急 这雷霆 就是天生你的可行 看到了没 马上这天雷 就要打下来了 到时 你也得跟我们陪葬 钻山宝 一改往人胆小的性格 现如今 是相当爷们的 在这里怒吼着 哼 就这 等我把你们杀了 这雷霆 也感应不到 这毒鞋 人自然会散去 难道 你以为 我会把你们留着 尤其 是那个要毒鞋的人类 说到这里 他将自己那巨大的围钩 朝着除散宝就刺来 不过 下一瞬间 便听到红被针 砸在地面上 这让他感觉奇怪 等他回过神 回头望了时 发现 哪还有什么 除散宝的身影 除散宝 已经站到了 另外一个方向 而此时 除散宝 也是一副嘲讽地 看着那毒鞋子 不过没人知道 这除散宝的心中 也是无奈感慨 这大毒鞋子 长得 倒是相当的威猛 甚至 就连除散宝看到了 也是相当的喜欢 如果 要是能收服这大鞋子 跟在这里身旁 那绝对是 一大壁力 尤其是 他身体中 那散发出的毒素 更是如此 只是这毒鞋子 悬错了时机 他不知道 这地狱荣原 对他 那是天生的可行 刚从这山洞里出来 可以说 这或多或少 每个人 都吸收了地狱荣原 不少火之精华 所以 这毒素 对众人来说 都是无用的 除非 等到众人体内 那火焰气息散掉之后 说不定 那毒素对他们 能够起到一丝危险 所以 现如今 他见到这除三宝 竟直接躲过去 并且没有中毒 可想而知 他是多么的震惊 也就在这时 便见到 这天空中电闪雷鸣 那劫云滚滚 这时 这毒鞋子 算是震惊坏了 要知道 一旦 这天雷打下来 那自己是 必死无疑 所以这时候 他已经没什么 闲心思 研究 为什么这些人 没中毒了 天生体质特殊的他 最害怕的 就是雷 上一次 自己度 那大楼 惊心的雷霆时 差点没劈个盼死 别敢现如今 他线位这么高 但是 对于这天雷之地 是有天生的恐惧 而且 他们的种族 都是如此 想彻底改变自身 没那么容易 对于这一点 他祖上 可是说了 早就有了 相应的解决办法 想解决的话 恐怕 这最根本 就是得锻炼自己的身体 可是 催淀他们的身体 没那么容易 本身 他们的身体 是极为强悍的 只是 对于这雷霆 没有名利而已 不过 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那就是 找到一个 与自己相当的人 签订本命协议 如果 奇缘巧合之下 这人体制特殊的话 还可以 替他们挡雷 所以 他们绝大多数人 是愿意选择 与这人类签订本命协议的 可是 并不是每一个人类 都拥有 这抵抗雷霆的特殊体制 所以 这大多数的毒蝎子 与这人 签订本命协议之后 人类才发现 他们那都是废物 不仅 这巨霸空中的雷霆 就得雷霆法术 他们也躲不开 可想而知 自此以后 这毒蝎子 在这仙界是无人问津 也没有人愿意主动地 跟他们签订本命协议 如此一来 这毒蝎子的足形发展的速度 是相当的缓慢 甚至 已经达到了 濒临灭绝的地步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他们 为了寻求这不断的突破 现如今 这毒蝎子 已经再次发生了变异 那就是 他们的毒素 几乎达到了 这无药可解的地步 而且 在他们渡雷劫时 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一个 这规避天天法子的地方 来渡劫 如此一来 总算让他们的族群 有那么一丝 深存下来的希望 只是 这只大毒蝎子 万万没想到 今天 自己的计划 竟然失败 而现如今 面对即将打下来的天结 他不跑 还等什么 然而 就在他这前脚 刚想离去 便见到 大蟒蛇前辈 和青云虎 如是一左一右的 将他包住 开玩笑 这前一刻 这家伙想要自己的命 显如其想跑 没那么容易 而钻山豹 也是慢慢悠悠地走过来 不断地 在那里嘲讽 怎么 这刚算去 往我们 就想走 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你呀 还是留在这吧 毒蝎子 见到这三个家伙 是合在一起 把自己围住 那脸色当时 就白了 没人比他更清楚了 一旦雷杰打下来 自己恐怕 是有死无生 求求你们 你们放过我 我知错了 求你们 救救我 我不想被雷劈死 大蝎子 是非常的没骨气 在那里磕头作移 而且 这一边看 一边不断观察 那随时可能 降下的雷劫 楚三宝这时候 也迅速地动用 他天道信心 对着对方看了一下 随后 想了想 自己等人 如果跟大蝎子 签订本命协议的话 他自私以后 也不再去 把任何的雷霆 而且现如今 他身旁 有青云火珠 和大蟒蛇两个 楚三宝 自然不会自私地 把他留在身旁 最后 看了一个眼 看了一眼 这雷拐铝 雷拐铝的种族不一样 倒是 他的肉身和寻常人不一样 按照这人们的话说 那就是天生神体 只是 雷拐铝的体质 和这毒蝎子 能不能相配 楚三们也不清楚 如果要是疲惫的话 这反而浪费了一个 被命灵兽的资源 不管在仙界还是凡界 本命临受 不允许你吸收太多 虽说对此楚三宝有解决办法 但是他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就浪费吧 缺管理 机会就摆在这儿 我不能为你选择 我也不知道你体质究竟如何 能否跟着毒蝎子相配 如果不匹配的话 你将浪费个本命临受的资格 如果要是匹配的话 你将会得到一个无比强悍的助手 楚三宝 想了想之后 对着缺管理如此说道 缺管理沉思的片刻 他也不敢百分之百确定 我也不知道我这体质如何 对着家伙有没有互不作用 但也许是种族天赋的使然 我从小就不怕这雷霆 可是我身体中又没有这雷霆属性的法术 毒蝎子 你愿意跟我亲顶本命协议吗 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尝试一下 即使到时你不能成为我的助力 我也不会有怨言 毒蝎子这一个 这想哭的心都有了 签什么本命协议 只要你们躲开 让我跑掉不就妥了吗 不过他也清楚 楚三们等人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而现如今 摆在他面前的这机会就一条 要么认主成功 可以生 要么背着雷活活的劈色 可是如果这个人和自己体质不匹配的话 那说不定他这辈子 那就彻底毁了 这就是毒 拿自己的将来来毒 拿自己的命去毒 稍稍犹豫片刻 并且呢 这虚空中咔嚓一声 一道巨大的雷霆火光 便闪现 让他忍不住 这打了个哆嗦 这时 他发现自己 这没那么多时间去思考了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犹豫 所以 那无奈地只好顶着点头 紧接着 他便不再犹豫 迅速地 把自己的身体法上打开 最后 一个八角阵法 呈现在外面 见到这一幕 这缺乖里 也不再犹豫 迅速地 把自己的一滴本命金血 丢到了阵法之中 随后 一阵光芒乍现 两个人 就这么签订了本命协议 直到现如今 那毒蝎子是十分的沮丧 他感觉自己憋屈啊 毕竟 他只是来偷袭的 没想到 还把自己搭进来了 要不是 自己自作聪明 怎么可能会 现如今的效果 然而 就在这两者 签订本命协议之时 他的目光 忍不住一闪 因为 在这一瞬之间 这毒蝎子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子 开始迅速地蜕变 以至于此时 从他心底深处 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自己对这雷霆 竟然产生了抗性 之所以 没有完全弥补缺陷 那是由于 这缺乖里的秀为太低 如果对方的秀为持平的话 恐怕 他也不怕这雷霆了 不过 既是如此 现如今 这寻常的鞋雷对他来说 也不放在眼里 要知道 天生 他只有这么一个弱点 现如今 弱点不齐 可想而知 他的心中是多么的喜悦 而此时 缺乖里 也是一步无比震惊的样子 原本 达到天心 酒重听了他 与这毒蝎子 签订本命协议之后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搜着下子 达到了大罗金仙 紧接着 不仅仅是除三宝的劫雷了 就连这瘸拐里的劫雷 也凝聚过来 众者发现 那乌云比之间的更加浓郁 那是由于 这瘸拐里的雷劫也出现了 除三宝 完全不在意 两个人 这一起渡劫 反倒这瘸拐里的脸色 是相当凝重 毕竟 每次渡劫都是九死一生 哪怕他从小不怕这雷霆 但是 这正常的雷劫 和这楚三宝跟他合在一起的雷劫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不过 让这瘸拐里感觉无奈的是 这楚三宝 非但没跟他分开渡劫 而是走到他身旁 将这两个人彻底雷劫 绑在了一起 不用担心 区区雷劫而已 我还不放在眼里 对于楚三宝来说 如果 自己那本命丹田 没有打开成为仙盘的话 而那几个福音 也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 这楚三宝自然不敢说这话 但是现如今 今非昔比 他真不在意 而就在说话的这回功夫 便见了 这空中的雷劫 是红的一声就罩了下来 独蝎子直到现如今 虽说这不怕雷劫 但是 他的天性 还是让他有点惧怕 这么多年以来 留在心中的阴影 不是说这一时半刻 就能解开的 眼看着 那巨大的雷霆 从这天上劈下来 可把他吓坏了 可是在这下一瞬间 让他不得不震惊的是 巨大的雷劫 并没打在他们身上 而是 被这楚三宝放出的一道福音 给全部吸走了 而且片刻之后 便见到 从那福音中涌出了 好几股这雷霆的精华 涌到了他们身体之中 开始催点他们的身体 在这过程之中 他们的肉身 以这肉眼可见的速度 不断地加强 至于 这缺乖里 突然间他明白了 如果 这大蝎子 要跟楚三宝签订本命协议 这楚三宝 将会得到的更多 可是 楚三宝 却放弃了这个机缘 甘愿 把这机缘成就自己 要知道 楚三宝拥有这雷霆属性 如果他跟这毒蝎子 成就缘分 可想而知 这谁 也不会跟他想 缺乖里 是时时刻刻地 都紧记自己的身份 一直以来 他都把自己 当成楚三宝的奴仆 虽说 楚三宝一直 把他当成兄弟 但是 他 没忘记自己的身份 不过 也知道这一刻 他才知道 楚三宝 把自己当成兄弟 并非是做作 而是真情实义 随后 这案子发生 从今以后 就跟在楚三宝的身旁 绝对 不会半点二行 至于其他人 见到楚三宝 在这里 妒嫌的样子 也是无比羡慕 因为 楚三宝这之后 已经是 放在了一个桌子上 而且拿住了 不少酒饮 干脆 把大家都 拉过来 一起吃 在这里 是边吃边喝 边渡劫 在场的 除了宝爷之外 可以说 就连几头新手 都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 这么潇洒 渡劫的 从这心中往外 大家是佩服的同时 又是无比感慨 如果 渡劫 都渡得这么潇洒的话 那这雷劫 还有什么可怕的 事实 也的确如此 如果人人渡劫 都是由楚三宝这本事的话 那么这雷劫 将不再是人们心中的梦魇 不过 大家也明白 恐怕这全天下 像楚三宝能这种渡劫的 也没几个了 现如今 楚三宝 除了拿出正常的饮食 放在这里之外 又额外拿出了 那天烤猛马巷时 顺便烤熟的两头羚羊 虽说两头羚羊被那四大仙手给分食了 这多少有点差强人意 但是这招 谁还会记得这么多 随着空中的雷劫不等 一个接着一个疯狂的披下 楚三宝 坐在这里也是吃得相当的惬意 这简直形成新秘的对比 如此雷劫 足足持续的一天一宿 总算是过去 直到后来 楚三宝 干脆躺在这里 呼呼大顺 终于找到了 自己曾经在这凡间 那赤煞风云那种感觉了 尤其是毒蝎子 可以说是相当的兴奋 原来 这种雷劫对他来说 有着天生的克制 直到现如今他才知道 原来度雷劫 也能这么度的 这里的事情刚结束 众人就准备在这小世界里 好好地探查一番 而且直到目前为止 在这地方连个人类都没见到 这让楚三宝觉得不正常 他们必须走出这片山脉 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去看一看 而且最让这楚三宝感觉无语的是 跟随在自己身旁的四头仙手 虽然知道这里有人类 但是他们居住在哪里 分布在什么地方 他们不清楚 不过 楚三宝却知道有一点 想找到这里人类居住的地方并不难 只要走出这片大山 相信总会遇到人类的 可是听着大芒沙前辈跟自己说 这大山的外面那是一片汪洋石 除非从这海山越过去 听到这话 楚三宝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随后他仔细搜索了一下 这脑海中的信息 豁然开朗 现如今他终于明白了 自己刚刚出现的那个地方 应该就是这世界的中心所在 自己往这方向走 最终走出了这片山脉之中 如果再往另一个方向走的话 恐怕那地方就是人类的居住地 既然 已经知道这大概的方向 这楚三宝就想带领众人朝那里过去 要知道 这个小世界如此被这师父重视 而且还放在自己心腹之中 所以楚三宝以为 在这小世界里面 一定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宝贝 必须这好好地探查一番 就在他们 因着沙漫往外走时 走到途中 众人停了下来 因为这之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在他们的眼睛 一座大山 竟然裂开一道口子 而真正让人感觉惊喜的是 这口子里 竟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在这金光普照之下 楚三宝等人 没什么大碍 可是四大仙兽 却感觉相当的难受 楚三宝健壮 觉得应该是 这个金光 对这仙兽 有着额外的伤害 马上前辈 你缩小身子 弹在我手腕上 你们三个也把自己的身体缩小 这样子我可以用自己的身子抱着你们走 听到之后 蟒蛇前辈几乎是第一时间 并将自己的身子缩小 最后盘在了楚三宝的手腕上 青云火珠也是缩成了那夹毛大象 被楚三宝抱在怀中 钻山棒独蝎子也是如此 等到他们缩小之后 背着楚三宝等人就抱在怀中 这才让他们感觉这舒服了不少 而直到这时 楚三宝他们 这才朝着前面那裂开的口子 跑了过去 现如今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 这山脉中出现如此天地印象 必然是有什么宝贝厨师 然而 就在众人朝这里奔跑时 那金光突然反射出一股庞大的光木 将众人包拢在其中 就在这么一瞬之间 那四个先手 几乎是同时发出痛苦的四民 似乎是 这金光对他们有着巨大的伤害 可以随时撕裂他们的灵魂 见到这一幕楚三宝就知道 这不能继续了 正准备把这副歌就拿出来 让他们躲进去时 却不冷 那金光乍现之间 他感觉自己 好像被带到了一个 什么特殊的空间之中 一阵头晕目眩之下 等大家会清醒过来 发现 自己现如今脚踩大地 依旧是一边荒原 这是什么地方 所有人的心中 都诞生如此想法 这到底是哪儿 一时半会也探查不明白 众人 连忙查看了 这抱着怀中的几多新兽 发现他们并无大碍 也直到这时 这大家伙才算出了口气 只要这他们这个没事就行了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 他们感觉不对啊 这地方的气息 怎会如此熟悉 不对啊 这地方是仙剑 咱们出来了 对于这仙剑相当熟悉的缺乖里 说出这话之后 楚三姆子协感应下 的确如此 结果 这楚三宝是医生的懊恼 要知道那大山已经裂开到口子了 只要他们这稍等片刻 这说不定会利用机缘 结果现如今 竟然被送回来了 什么也得不着 苦着一张 这一张脸的楚三宝 那心中是要多无语就有多无语 他实在弄不明白 这自己该怎么形容才好 他这是明显丢了西瓜紧枝吗 要知道 那时候 他只要这耐心地扛一扛 等上片刻 也许现如今是另外一番现象 不过 此时的楚三宝又突然间想到了 自己进入了小世界之后 就没有回来的路 现如今能够意外地回来 这何尝不是因祸得福 现如今 楚三们很想这时这一走了之 如果自己就这么直接离开的话 这杜醉醉 这个二婶也不会对自己逼婚 也不可能再提那个谈婚论嫁的事情 但是 做人需要这有头有尾 自己这来得明明白白 这走的也得要明白 将这清明火珠放在地上 对方在这献出自己的身形 不过 楚三宝 并没有让他变到多少 只是 让他外表看上去 和这正常的野猪差不多 也就两名大小 如此一来 对方身上收敛气息 除非是新地级别 否则外人很能看出这是一个 新军级别的新手 辨认的方向 大家伙分别骑在自己的座席上 朝着沉重的方向就急驰而去 结果 刚一进城 大家伙就发现不对啊 整个城市之中竟然有着一股速杀着气 而且路上有着一些行人行思慌张 楚三宝 连忙拦下了一个人 这大哥我问一下 这城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 楚三宝 拦在了一个三十多岁男人的面前 如此问他 好狗不打斗 赶紧让开 那人 确实丝毫没有和楚三宝这交谈的打算 如此愤怒地跑下之后 是赶紧跑 楚三宝见到这一幕 这骑得怪了 揉了下眉头 用一只手狠狠地压在对方的肩膀上 让那人根本是动弹不得 最后一股微牙直接压过来 原本那人以为这楚三宝 只不过是小小的天仙一片 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直到现如今 他才发现这小子并不是天仙 乃是大罗金仙 如此一来 比自己高中了不少啊 让他不由地双腿发长 朋友 是民间 民间的幽名鬼王 这则带大兵来攻打中州了 现如今大军压尽 已经达到了莫府 将莫府团团包围 现如今咱们再不跑 就来不及了呀 楚三宝听到这话 也不再说什么 迅速地将这人放开 他没想到 事态竟严重到这个地步 民间的幽名 虽然不认识是谁 但是凭借这个 幽名鬼王的封号也知道 这绝对是个先帝级别的高手 所以说 由于这种族的限制 同样是先帝级别的高手 这民间的并没有先进的本事高 不过 这对方要是人多的话 这莫家 还真不是对手 想到这里 楚三宝在心中 不由地有些着急 并迅速地放出传讯指贺 给这荣耀堂的人 发过去询问信息 片刻之后 又一个指贺飞了回来 等楚三宝查个信息时 不由地 明白了其中的一切 荣耀堂的人 也时刻关注着 这终重的变化 不过 没有楚三宝的命令 他们 不会贸然出手 所有人 听我命名 莫夫门前集合 听我号令行事 用传讯指贺 发出如此消息 便迅速地催动着 千云火珠 朝着莫夫的方向 急驰而去 等众人赶到莫夫时 果然见到 这莫夫周围 有无数的民间大军 将这里团团包围 幽民鬼王 你不要自悟 莫家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打就打的 如果你现如今走 我全当这事没发生 如若不然 哪怕是追杀到 幽民九天之中 我定要将你赶尽杀绝 莫与仇 漂浮在虚空中 看着围在莫夫那 无数的民间大军 皱着眉头 如此怒吼道 嘿嘿嘿嘿嘿 莫与成 我已经将四周 全都设下了禁止 就算你想传达消息到 其他世界 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这一次 我难有备而来 通过民间之宝 将所有小世界入口 统统关闭 所以 你就别想着 到其他世界搬救兵了 那不可能 现如今 你就乖乖地受死 幽民鬼王 悬浮在虚空中 一张哈哈大笑 笑声是相当的恐怖 以至于 让不少人听到之后 是头皮帮忙 莫夫上上下下 所有人夹在一起 全都是全副武装 手中拿着兵器 准备输死一战 我很怀疑你来到这里 这冥王不知道 如果被冥王知道了 你敢在这仙界中州这里 如此放肆 也不知你会受到如何惩罚 更何况 你真以为 这凭借这些虾兵蟹将 真的能奈何得了我 莫一成 这一点你尽管放心 我早就知道你 我早就知道你并非这寻成人 我怎么可能一点防备都没有 这次为了对抗你 我特意把这民间的天民兽也带来了 以我们的本事 未必能把你斩杀 但是拖住你 绝对不成问题 到时你这莫夫上下 皆被我生心活住 不知道到了那时候 你还会不会 为了自己的儿女 为了你的妻子而挺命于我 我很期待呀 莫与仇也知道 现如今 说什么都是白费了 这幽命鬼王来到这里 并不是要跟他开战 而是想控制自己 以你幽命鬼王的实力 想控制我莫家 想必俗图不小吧 如果控制了我莫家 就等于你有了整个 仙界无尽的财富 以及有这一支特殊的援军 难道有命鬼王 你还想夺得 冥王的位置不成 莫与仇 在这里自言自语地 如此说道 突然中 这阴光是金光闪烁 那又如何 谁规定这冥王 我做不成了 放心 你跟着我 没什么不好的 等我拿家整个冥界时 你说不定 便是我手下一员把将了 哈哈哈哈 有命鬼王 是一阵狂笑 我看你是做梦 想让我莫家给你笑脸 也不看看你那什么德性 如果你有本事 就把我莫家上上下下图个赶紧如若不然 但凡剩下一个莫家子弟 日后必然图你民间满门 我堂堂 我堂堂莫与仇 岂能任由你摆布 做你走狗 要答就答 少废话 莫与仇 都到了这时候了 难道你以为我会去放过你们吗 如果现如今 你要是肯认输 败在我手下 说不定 咱还可以免去这场刀兵之话呢 莫与仇听到幽名鬼王这话 连想都没想 一巴掌就抬了过来 这一巴掌抬起 直接扇过来时 那蕴汗浓浓的听到否则 直接将对方包裹 幽名鬼王没想到 这莫与仇这死鸭子嘴硬 这说动手就动手 没一丁点犹豫的 如此一幕 让他也感觉有点棘手 原本他调查过 莫与仇 此人贪欺恋子 否则 怎能就这么熟在自己的家中 也真一如此 他这才信心满满的 只要自己 拿他家神做威胁 这对方 必然乖乖就范 交出整个中州 那财政大权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想错了 如此一来 即使动起手来最后能赢 想必也会让自己元气大伤 损伤不响 不过现如今 他们要退路 这仗都打到这封上了 也只能打一场了 最后 变成的幽灵鬼王 也是挥手之间 带领了数万幽兵 就冲了过来 双方人马 这一见面就交上在一起 一丝丝英雄的血 流淌在大地上 一直于 前脚刚刚接触 这一瞬间 便开始出现了伤亡 荣耀堂的人 给我杀 刚刚赶过来的除三宝 一看这世代发展到这种地步 根本没片刻犹豫 直接下达了军令 最后是率先带头冲杀过去 除三宝 虽说 他的手下人不多 但是战斗力 却是十分的强 毕竟 他们脚下的战兽 那都是先军级别的 以至于在这一刻 千云火珠他们 根本就不用出手 只需要 在这对方的人群中 横冲直撞 就能把对方的兵马 撞得东倒西歪 这还是除三宝 没让这蟒蛇前辈出手 要知道 只在目前为止 这蟒蛇前辈 还盘在除三宝的手腕上 并没有动 除三宝他们 这凶猛无比 荣耀堂的人 也是嘶吼不唱 每当斩杀之后 又迅速地 隐藏在虚空中 一击必杀 又迅速地 隐藏在暗中 以至于 这上百人 虽说人数不多 但是仅仅几个回合 就带走了上千性命 前面 有一只名者大军 朝自己杀过来 除三宝 挥手打出了一个 大净化树 几乎 就在大净化树 被他打出了一瞬间 并且呢 原本冲向自己的游冰 好像是冰雪融化一样 开始迅速地 土崩瓦解 与消失 游冰鬼物怕的 就是这种净化之术 他们 能净化掉 那是纯净的魂魄 上次 黑白无常前辈 交给自己这令牌时 可是说过了 如果除三宝 练出了纯净灵魂的话 要交给明剑 如此一来 明剑明王 另有奖赏 现如今 这么多纯净的灵魂 这除三宝毫不犹豫 并将那块令牌 给打开了 对着虚空中 是一阵的摇晃 最后 并见到 原本紧闭的虚空中 突然硬生生的 裂开了一道裂缝 随着这个裂缝被打开之后 黑洞洞的气息 瞬间 弥漫着整个高空 原本 在这下面 还不断征战的 幽名鬼王 朝着虚空中 这一看是 心中不由的大惊 不 这怎么可能 幽名通道 怎么可能在这里开启 幽名鬼王 在这里愤怒地咆哮着 要知道 自体为了今天的布局 那是准备了好久 甚至 把这仙界跟明界的通道 给断开了 然而 眼前这个明界通道 是从哪冒出来的 然而 就在鬼王刚嗣吼完之后 并见到 这黑洞洞的洞口中 走出了两个人 这二人 一人身穿白袍 另一人身穿黑袍 此二人不是别人 这是这明界的 黑白无常 几乎 就在黑白无常 这刚现身 见到这下面的景象时 这眉头是越住越近 幽名鬼王 你没这鬼王之力 竟敢擅自发兵 仙剑 你该当何罪 此事 明王一惊之想 你准备说辞 这回去 跟明王亲自解释吧 哼 回白无常 你二人 休有其人歹身 我幽名鬼王 也不是好欺负的 想在这明界 老子也是听风不听听 我想做什么事情 难道 还得向别人 寝室不长 另外 你以为你们两个 真的能本事同天吗 做了这么多年的 追魂使者 现如今 竟然连紧身都晋身不了 难得不憋屈吗 就你们这样 还效忠明王 保护他干什么 如果 你们两个 要是追随在我手下 我直接给你们封王 到时 这天地之逍遥之间 你们想去哪不行呢 放肆 竟敢对明王不敬 有名鬼王 你这个混蛋 而且 你还是个智障 你可知 两界追魂使者 是何其重要 你真以为 你断开了 新界与明界的通道 我们就过不来了 臣不明白 像你这种智商的 竟敢 还敢觊觎 这明王之位 我为你感觉到可悲呀 赶紧自负双手 跟我们回到明王那里 请罪吧 说不定 你还有条活路 如若不然 等待你的 必然是打入十八层地狱 黑白无常 你们少在这里说大话 明王的本事 这谁不知道 他可不能轻易 离开这游民界 我现如今在仙界 他能奈我何 现如今 我手下有十万游民 难道 我还怕你们两个人不上 游民鬼王 站在这里 是愤怒的咆哮 不过 黑白无常二人 却是没把 这放在眼中 游民鬼王 今日 我二人倒是让你看一看 在我二人不出手的情况之下 你这十万大军 是如何烟消云散的 鬼王听到这话 那脸上的讥笑之色 便是浓郁了几分 如果 这二人连出手都不出手 那这十万大兵 必然是无敌之实 随后 并进那黑白无常 各自双手掐动发掘 最后 两个人 将这双手碰到一起 紧接着 一道幽光 从二人手中展现 或黑或白 最后 两道黑白之光 融合为一起 两个人 从这虚空中 直接洒下来 紧接着 一道光 顺着虚空中 是迅速地划过天际 随着这道光啊 攀升到顶顶时 又回落下来 朝着 楚三宝就冲过来 楚三宝没想到 他们两个 竟把这道光 打在自己身上 这是什么意思 就在下一瞬间 他就感觉到 这道光啊 打进身体之后 好像自已拥有 这无穷无尽的心力 随后他发现 自己的修为在这一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过 楚三宝并没有惊慌 他能感觉到 这并不是自己 真实突破 应该是 那道光 带来的临时突破 就相当于 一股天外之力 集聚在自己身中 随后 让自己 爆发出 比平时更强的能力 而在这过程之中 因为楚三宝 有着黑白无常 而为前辈的保护 所以 他不会有 丝毫的损伤 甚至 对楚三宝来说 是毫无处 因为 在整个过程之中 楚三宝可以提前感知 那种高修为带来的震撼 尤其 对各个境界的感悟 在这一瞬之间 楚三宝也是油然而生 虽说 等这些修为 竞数散去之时 那些境界也会散去 但是 他所感悟到的东西 还是 既有心 其道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要知道 从这大罗金箱开始 每进身一级 那都需要感悟天道 如果你 你没感悟到这天道的话 只能说 你与这天道无缘 而这一切 都是妄谈 所以说 这次修为暴涨之下 对楚三宝来说 简直就是莫大的机缘 而随着楚三宝 修为暴涨 仅仅几个呼吸之间 楚三宝发现 自己 竟然达到了先帝级别 随后 便见这楚三宝 骑在这青云火珠的身上 青云火珠身上 燃烧着熊熊火焰 同时 也是脚踏黑云 悬浮在虚空上 楚三们还没觉得什么 青云火珠 却感觉自己相当的威风 这还是他第一次 收到这万众瞩目 原本 楚三宝在人群中 并不出众 可是现如今 楚三宝悬浮在虚空上 爆发出 那来自心底的威压时 真要万物 却是让所有人 所有生灵 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过 众人却不知道 这黑白无常 用了什么手段 让这楚三宝 达到先帝级别 墨语仇 在旁边 皱着眉都看着这一切 你小子 是不是用了什么 禁忌之法 一字进 达到这心地秀为 你小子身体 吃得小吗 墨语仇 所以说这心中 很是感动 楚三们这么做 都是为了 他们墨家 二叔 墨家有难 我岂能袖手旁观 二叔二嫂 请你们放心 我已经聘请了 荣耀堂的人 前来相助了 荣耀堂的人听说 我们与这邪妹竞争战斗 那一个个的 表示义不容辞 先见 是我们的先见 不是 这冥家的家伙 想胡作废位的地方 为了 将冥家这只邪妹 赶回自己的冥界 我愿意 以此 誓死不杀 如果今天 墨家有难 我们都选择退避的话 那么日后 等别人有难时 这墨家 又就会出手相中 不管如何 我们同为 一切 怎么能眼睁睁看着 这冥界 这只痴妹亡良 这威祸仙戒 今日 他们敢对 墨家出手 这明日 说不定 会对整个仙戒出手 一根手指力量 虽数不小 但是 又怎能抵得上 一个拳头的力量 只要我们大家 这报仙团 别看 是一个小小的 游民鬼王 也不是他 能放肆的 初三宝 悬浮在虚空之上 放出了自己 这心底的威央 对着众人 如此说道 让大家无法想象的是 既然 让那尘中那些 光旺的百姓 也不再光旺 甚至 就连做生意的家伙 也带着自己的家伙 冲了过来 尤其是 一些平民百姓 原本都准备走了 想离开这世卫之地 可是突然间 听到楚三宝 如此一说 全都是 停住自己的身子 最后 怒目而是 重新锁定 那些外来者 墨宇 瞅见到这一幕 整个人 也是无比震撼 不说是他了 就连下边的肚脆脆 又何尝不是如此 众人心中震撼的原因 是楚三宝 这三眼两眼之下 既然能起到如此作用 鼓舞军心 并且 把大家抱针团 这是什么 这是标准的首领人物 才能做得到的 这 就是向心力 这是凝聚这种力量 是非常可怕的 凡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这日后 必然能成为 这一方的萧雄 楚三宝也没想到 自己的一方化 竟能起到如此作用 更是让他 在这虚空中 不断地嘚瑟 有命鬼王 看都没有 这 就是仙剑 你真以为 凭借十万民兵 民将 就可以在仙剑 为所欲为 而且 你真以为 你这十万兵们 很多吗 在我们眼中 不过耳 而且 我关那些 民兵民将身上 有那暴烈的气息 想必 应该是 孤魂野鬼 又或者是 恶鬼冤魂 今日 我让你 见识一下 让你明白 你是如何的 仅底之王 说到这里 只见 楚三宝 双手掐绝 紧接着 瞬间释放出了 自己法诀 随着 楚三宝 法诀打出 一道白色光幕 瞬间 向四周蔓延 楚三宝的 大进化术 以这 心底之为 全力施展 几乎是 一瞬间 便将整个 墨家围中心 全都笼罩其中 游明鬼王 见到这一幕 眼神中 忍不住 微微一鸣 最后 是瞬间 惊悚 你是何人 大丈夫 心不更明 做不改心 游明鬼王 你且听好 我姓楚 明三宝 乃是 玉皇大帝 关门弟子 既然我 是否他老人家 云游四海 无故这里 今日 就让我 代替我师父 清理你 这个民间 败雷 当楚三宝 花音落下 整个下面 是一片华人 原本 楚三宝 这三个字 在这三年之前 传遍了 整个新界 众人也都知道 这大帝 收了个徒弟 名叫楚三宝 然而 就在三年之前 据说楚三宝 葬生在了 一片火海之中 据说那片火海 就要连大帝过来了 以休想逃生 没想到 楚三们现如今 竟安然无恙地 站在中州大地上 不过随后 许多人 全都疯狂了 忍不住站在下面 是疯狂的高声大汗 少主威武 楚三们没想到 自己这个身份 竟能带来 如此大的震撼 只是不知道 当自己的名字 重新传遍整个新界时 自己之前那些朋友 肯定是相当的开心吧 也正好 借助这机会 让大家都知道 我 楚三宝 还活着 如若不然 楚三宝 也不会如此 固然 当楚三宝 说出这话之后 原本还有些犹豫 那些百姓是 瞬间不再犹豫了 一个个 手中攥紧的拳头 拿着武器 就冲了过来 现如今 有名鬼王的脸色 十分难看 现如今 要是继续发展的话 他已经占不到 多大便宜了 甚至害得吃亏 整个城中的百姓 加在一起 有数百万 如此一来 对方的人数 就圆圆超过了他们 要知道 一座大城 合着数十万人 能够容得下的 更何况 楚三宝这时 又丢下了一个 巨大的净化树 在这人群之中 之间 那些民间的兵将 被这净化住净化之后 整个魂体 是迅速地潇洒 最后 流出了一个个 无比纯净的灵魂 当这些灵魂 出现之后 又被这虚空中 那黑白无常二人 直接收走 与此同时 楚三宝 感觉这方天敌 有股庞大的功德之力 笼罩在自己身上 这张堂 感觉十分的奇怪 难道 净化着民间的鬼物 自己也会获得功德吗 而在此时 楚三宝 又被这另外的见识 给震撼 他发现 自己已经是新地级别 完全给推动 这体内的十大法术 甚至还能推动 这体内的五星大阵 但可能 由于这体内功力 并不属于自己的 所以现如今 既是楚三宝 强行推动 这五星大阵功法 也仅仅 只能支撑片刻 这 就是自己的和这别人的 那最基本的区别 有名鬼王 愤怒地看着楚三宝 自己带来这数十万的民兵 被对方这一击 直接杀了八半 这还得了 而且这小子 竟然还没有丝毫停留 又开始了第二次进化 如果照这个进度进化的话 这十万大军 还能撑几次 自己这一次不想要失败 而且还得败他 一败涂地 楚三宝拿命来 有名鬼王 对着墨玉仇 是虚晃一枪 紧致着 一个转向 直接杀下了楚三宝 墨玉仇以为 这有名鬼王 会直接攻击自己 正合着对方 要殊死拼博士 没想到 他竟然掉转枪头 杀下了楚三宝 这让墨玉仇 恨得牙根痒痒 小贼休走 大贺一声也赶紧追过来 但由于墨玉仇 比他晚了一步 却不能拦在楚三宝的中心 所以也是急得这团团转 楚三宝 正好一个大金花束 被打下之后 见到这有名鬼王 打自己 不为了心中也惊 不过 随后这嘴角含笑 要知道 现如今的楚三宝 乃是先帝 如果凭借自己本事 施展五心大阵 这鬼知道到何宁何愿 但是现如今 既然黑白无常 二位前辈 给自己这个机会 他怎能放过 正好 也想看看 这上古十大阵法之一的 五心大阵 到底是什么威力 当下 双手掐绝 口中 郎声喝道 天地神灵 五心天丁 无今之始 所业已成 各归本部 守无丁宁 如有在诏 复成乾灵 集集 雷天如律令 瞬间 身体中急速运转 这五心大阵 与此同时 还把十绝阵中的 那大切割树 给运转起来 大切割树 是在这十绝大阵中 那威力 最强悍的一种 现如今 五心大阵外加 这大切割树 几乎同时运转 对准了 这幽名鬼王 可想而知 这威力 简直就是 回天灭地 虽然 楚三们不知道 这威力如何 但他很想试一下 要知道 过了今天之后 再想施展这本事 这鬼知道 得等多少年 原本 还愁着没机会施展 没想到 这幽名鬼王 还送上门来了 那就别怪自己 这不客气了 在下观看了众人 突然见到 这幽名鬼王 冲向了楚三宝 也不由地 喊那一嗓子 哎呀 少主小心 随后 众多老百姓 也跟着不断地大喊 少主小心 也就在这回功夫 幽名鬼王的脸上 是一脸逆笑地 来到楚三宝的跟前 虽说 现如今的楚三宝 属于这新帝级别 但是他相信 用这禁忌提升来的他 这能有多大的手段 这样的人 虽然禁忌比自己高 但是也不是自己 这一和之敌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 幽名鬼王 根本没把这个 大地弟子楚三宝 放在眼里 然而 就在他 即将杀向楚三宝时 只见 楚三宝随手一挥 一道五彩精光 照耀真片大地 幽名鬼王 突然发现自己 竟被笼罩在一个 特殊的五行空间之中 以他现如今的威能 竟然不能瞬间突破 这让他奇怪了 随后 他便感觉 自己身体四周 突然出现了 金木 水火土 五种属性的能力 五种属性相生相克 在这相生相克的同时 又相互之间 纠缠杀上自己 而且他能感觉到 随着五行互相的隐身 似乎 这小世界 在逐渐的成形 一旦形成小世界的话 他将彻底被困死在其中 根本出不去 如此一梦 让他的心中 是瞬间伸出恐惧 做梦也不曾想到 竟然会有如此祸患 降在自己身上 而且在这一刻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竟不是 这阵法的对手 这让他无比震撼 不管怎么说 他好歹也是先帝的级变 怎么可能 连着对方随手布置的阵法 都打不破 这根本不现实 让啊 当他仔细观看这四周时 不由地毛骨悚然 因为在这一瞬之间 他突然想起了 这到底是什么阵法了 先界数百万年前 已经失传的五行大阵 现如今 人们所布置的 也叫五行大阵 但是和真正的上古 时阵之一的五行大阵 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所以 这鬼王的心中明白 一旦 让这五行大阵 形成的话 那自己 既是本事通天 也得就范 所以此时 想都不想 直接施展自己的 终极手段 雪和 明顿术 有名鬼王 果断选择了逃跑 直接施展了 这最强的盾法 也就在他 这选择逃跑 解体的瞬间 最后 画着那一道鲜血 朝着远方截持 现如今 他真的没办法 和这楚三宝争斗 并且将对方杀了 这时候 能保住命 那是万事大喜 而且 他万行这楚三宝 对这五行大阵的运用 不是特别了解 如果 事先就布置出来 那现如今 他早就化成灰了 楚三宝 见对方使用 顿术逃跑 自己这连连释放 现如今 还没有圆满 这也心中着急 好不容施展一死 这五行大阵 这怎能让他跑了 也就在这时 楚三宝 没这一丁点犹豫 直接施展了自己 刚刚运转出的 大切割树 大切割树 那没有任何光芒 也没有任何真兆 丢出去之后 这直壁闹的血光 这道金丝 在划过那血团时 可以清晰地见到 简然一生生地 将那血团 披成两半 随着一身 撕心裂肺的残叫声 血团 也瞬间 从这五行大阵中 消失不见 等这血团 再次现身时 已经出现了几百米之外 可是 此时现到 这幽冥鬼王 却是狼狈至极 自己 一整只左臂 已经消失不见 而此时 在这楚三宝的五行大阵中 就这么孤零零地 躺着一整只左手 有名鬼王逃到一旁 没有这一丁点的等待 是瞬间 朝着远方几致 随着他离去之后 还有一头 这扎上极其猙獰的恶兽 也朝着他 消失在远方 不过 楚三们却发现 鬼王留下的手臂 好像有着灵质一样 竟然也要逃 所以在这一刻 他毫不犹豫地 运转起了 大金花鼠 随着他 这不断的进化之间 并且呢 这手臂里 也冒着浓浓的黑鹰 更是这无比强悍 紧紧片刻之后 这黑鹰 已经浓郁成了一团黑雾 这段黑雾 飘荡在虚空中 随后缓缓消失在 这天地之间 原地 留下了一个 没有神志的 蛋白色灵魂 在这下一瞬间 这蛋白色灵魂 就被这黑白无常前辈 给收走了 而楚三宝 同样也得到了一笔功劳 也直到这时 他才来得去查看自己 这铁内仙湖旁边的 功德碑上的功德值 最开始 他记得清清楚楚 自己一共 得到过两次功德 这前后夹在一起 也就两百 可是 当这次 他发现时 这数字的后面 竟然多了一个零 自己现如今的功德 已经达到了两千 这简直让楚三宝 感觉十分震惊 不过 震惊之后 那就是喜悦 这功德 暂时不知道 有什么用 但是 也可以知道 这东西 必然是很重要的东西 有名鬼王逃跑 有名兽 就此消失 那些民兵 民将 根本就不挡了 纷纷是举手投降 虽说 这帮人手中拿着的武器 都凭借不低 但是 楚三不还看不上 因为 他们使用的 都是名气 名气和仙气 是同一个等级的存在 只不过 这使用者不一样 所以说 仙人想用这名气的话 是用不得 而且 事实上 除了仙气 名气之外 还有 佛气 妖气 和魔气 只不过 由于这武器 等级虽说相同 但是 里面蕴含输入的元气 并不同 也导致了 这其他不同种族的人 根本无法使用 随后 民界大军 被这黑白无常 两位前辈 通过这民界通道 给吸走了 对此 众人没有任何意见 这件事情 还是由这民界自己人 去处理为好 随后 现场也爆发出了 一阵阵的欢呼声 不过 大家都欢呼着 这少主二字 一个 两个 十个 八个 所有人都一起喊 这声音 简直是 震天动地 除三 不知道的是 他的出现 在这世人的心中 到底是多么大的震撼 由于 这些年 仙界无主 导致各大新帝 是各自为政 甚至 还有民界 魔界 妖界人 是纷纷进入新界 进行骚扰 以至于 让这平民百姓们 是苦不堪言 现如今 他们见到 这玉皇大帝的弟子 除三们 活过来了 也终于看到了 这未来的希望 尤其他们的心中明白 这绝对 是个非常强悍的人物 不管用什么手段 能够将这 有名鬼王打扮 就足以说明 这除三宝 有功 再加上 除三宝 能够在那 怒艳之中 活下来 也说明了 他是一个 有大机遇的人 所以 老百姓们都希望 这除三宝 能快点成长 以至于 能让这新界 再次陷入和平 成为 这所有人 都能安享生活的场所 在这众人的呼声中 除三宝 我们还想慷慨激昂地说几句话 毕竟这时候 正是自己扬名之事 只可惜 这时 黑白无常前辈 注入地内那庞大的元气 是彻底消散 由于 他被动地使用这股元气 导致 除三宝陷入 今 是陷入到极其疲惫的状态 以至于 这前一刻 还惊人抖走 这下一瞬间 直接陷入昏迷 也幸好 他一直骑在 青云火珠的背上 如若不然 从这高宫摔下去 即使不死 也得 在床上躺个几个月 他 也是扑通一声 趴在青云火珠的背上 昏了过去 也就在这时 莫语愁一步踏出 来到除三宝的身旁 瞬间 将这除三宝接住 最后 一番探查之下 才发现并无大碍 这才降下自己的身心 多谢各位仗义出手 除三宝并无大碍 只是 这疲劳过度 陷入昏迷而已 多谢各位的惦记 请大家 各自回去吧 莫语愁 在这降下来的同时 对这四周的百姓们 如此抱拳说道 同时 莫家子弟 也将这除三宝接了回去 随后迅速地 把他带到了客房之中 哎呀 这除小子 什么时候出来的 也难为这孩子了 刚从那新地府出来 就为咱家 这事情奔波 这么好的女婿 我可不放过 而且 还能帮我赚钱 等他这次醒过来 我呢 就把他们的婚事办了 然后 他愿意上哪去 再上哪去呗 原本 在那里 一筹莫山的墨语筹 听着自家妻子 这话 那就个无语啊 最后 这开箱 楚三宝时 也是满脸的喜爱 和他们一个个 这心情开心的人 不一样的 是荣耀堂的人 荣耀堂书卫长老 坐在这里 这一个个 是眉头紧重 大家伙 说说看吧 咱们的堂主 竟是仙家的少主 现如今 我们该怎么办呢 现如今 荣耀堂 已经不是最开始的 四位长老 前段时间 这总台那里 派来了不少人 现如今 这家长长老 已经有十五位了 说句不好听的 你们大家 别怪啊 再住了 有一个算一个 哪一个 没受到咱们 堂主的恩惠 你们新来的那些人 这哪一个 不是堂主 想尽办法 把你们弄到中中的 每个人 还都有一瓶 七瓶仙剂 虽说 不是那种顶级的 但绝对是 真正的七瓶仙剂啊 和你们之前用的 那种破烂玩意儿 根本是天壤之别 我呢 也不懂什么大道理 我只知道一件事 堂主对我好 而且 他对我们 也没什么 一丁丁坏处 甚至很多时候 是尽心尽业地 打理整个荣耀堂 这是什么 这还不是让我们 有一天能抬头做人 他是这 仙剑寿主也罢 是大地徒弟也好 我只知道一件事 他是我少主 至于说 他有什么其他的身份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不错 我也只知道 我校中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 荣耀堂少主 并不是什么 仙剑少主 你们一个个地 拍着良心说说 有如此堂主 在上面帮着我们 对我们来说 是好 还是坏呢 自从我们 这进入荣耀堂之后 要吃 有吃 要喝 要喝 要钱 要牛 这个是没有啊 不仅 从外到里 把我们的装备 换了个变 就连我们的生活 也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说 这除三宝是坏人 你们告诉我 这哪一个 还是好人呢 难道 你们 要把做起的恩人 给背叛吗 然后再回到 那个醉之城 偏远之地 过着那苦哈哈的日子 终日不敢 以真面目示人 说话的 不是别人 这正是 先前带过来 那四大长老之一的 白苍生 白苍生 不仅仅是 荣耀堂最开始的 四长老之一 而且 还是整个夺命组织里 那地位 最位高权重的 现如今 白苍生 白长老 把这话说出来 所有人 都陷入沉默 也正如白长老所说的 他们现如今 能活在阳光下的日子 是除三宝 赐予他们的 而且他们 还清晰地记得 当他们过来时 这除三宝 为他们换装备 是东奔西走 到处求人的样子 甚至 就连他们手中的武器 这哪一个 不是除三宝 为他们求来的 七品掀器 如何珍贵 他们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除三宝 为了他们 这不留余力 这难道说 是对他们 比较用心 如果这样 算是别有用心 他们倒是愿意这样 也正因如此 这白长老这番话说出 所有人 不得不陷入沉默 我是个大老聪 不懂得多少文化 但我知道一点 这谁对我好 我这对谁好 我这辈子 也没服过谁 包括 咱们门主 我也不服 要不是他弄自己的儿子 做少门主 何至于让这门中 那弟子死伤无数 当然了 这件事过去 也就过去了 但是 咱们这夺命门主 在位这么多年 除了保证 咱们夺命的香火不断之外 他没做出什么巨大的贡献 可咱们再看看 这荣耀堂 荣耀堂 这刚成了多久啊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现如今 咱们走到外面 那都是理直气壮 虽然现如今 咱们还不能公布自己的身份 但是 如果等到那一天 咱们公布时 你敢不敢拍着自己的胸脯 告诉别人 自己是夺命荣耀堂的 你还敢怕别人 对你这指手踮脚的吗 我徐峰 就这个大老粗 我一开始就说过了 就不说那些 完完绕绕的 我徐峰 把话撂着了 谁要是敢对这少主不利 我就跟他拼命 不错 徐长老说这话 也是我要说的 今日 我也把话撂着了 谁 要是敢对这少主不敬 别怪我跟他不客气 你们要是 把这消息传回总部 我也不拦着 但是别让我知道 如若不然 哪怕是凭死 我也要灭你全疆 说话的是 柳明辉 柳长老 其实 大家伙的心中都明白了 堂主对我们的确很好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他依旧是我们的堂主 所以我觉得 咱们呢 没必要讨见这件事情 只要堂主 还是堂主就行了 管他什么身份 更何况 你们不觉得 如果是堂主 这是仙界的寿主的话 对咱们更有利吗 在场众人听到这话 这一个个的琢磨 最后都是忍不住的点头 的确如此 如果有一天 自家少主 真成为这仙界共主的话 他们这些人 岂不是就是仙界的元老了 突然间 这人群中一个长老 这大腿一排 最后这笑呵呵地说道 怪不得 怪不得 咱少主要成立荣耀堂 把咱们洗白 他为的 就是日后 能够让咱们震大光明地 跟在他身旁啊 哥几个想一想 少主 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 不就是希望我们 能够走在阳光下吗 我想少主 一定是等待一个时机 等待一个 让我们 能够正常生活在阳光下的时机 随后正式地 把我们转正 又一个长老 这如此发生 很多人都是点头赞同 因为在这一个 众人都觉得 他说得有理 恐怕 少主 真就是秉着这个想法 突然间 又一个长老 笑了 哎呀 你们发现没有 在咱们夺命门中 唐主是少主 而在这仙剑 他也是少主 我们叫他少主 没毛病吧 其他人听到这话 忍不住一个个的 是开怀大笑 有很多事情 实际上就是这样 自己过不去 这心里那道坎 实际上 那道坎过不过 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现如今 他们反而一个个的 这心里 是相当的轻松 不管他是仙剑少主也好 夺命少主也罢 那都是他们荣耀唐的唐主 他们知道 这楚三宝 依然是楚三宝 是他们的唐主 就够了 等这些长老 不再为这件事 这番心事 楚三宝 也悠悠地醒了过来 苏醒过来之后 楚三宝发现 自己身方守着的 竟然是新月仙子 这心中大惊 新月 你怎么在这 缺块里更宝言呢 原本 楚三宝 也没受多少的伤 只不过 这股力量 突然消失之后 让他陷入昏迷而已 所以 睡了一宿 在精神饱满之后 便彻底恢复 结果 这不 刚醒过来 就见那新月仙子 守在自己身旁 让他震惊坏了 再怎么说 这对方也是一方仙子 这给楚三宝 守床 有点不合理吧 听到楚三宝 这么一说 便把打断的 新月仙子 给惊醒了 三宝 你醒了 你没事吧 要是没事的话 赶紧跑 新月仙子 突然间如此一说 让这楚三宝 十分震惊 到底 怎么回事 难道 自己得罪了什么人 这按道理说 不应该呀 啊 跑 跑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你跟我说说 我为什么要跑 楚三宝 有点障碍和尚 摸不上脑袋 最后便坐了起来 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 你也不想娶我 可是 我母亲 一定要让我嫁给你 现如今 整个外面的殿堂 都布置完毕了 就等你醒过来 让我们结婚 所以 你还是赶紧跑吧 楚三宝听到这话 是一阵的丫头 如果自己现如今 就这么跑着的话 对这新月仙子来说 是绝对巨大的打击 和羞辱 一旦这事情传出去 这世人会觉得 自己没瞧上新月仙子 所以这才没娶她 也正因如此 楚三宝这心中 这明白 自己如果说 是不愿意 跟对方结婚的话 即使新月仙子 满脸的不在乎 这心中恐怕难受 这和对方 喜不喜欢自己 没有关系 不管你是凡人 还是新人 实际上 永远都逃不开 这个关系 你可以不喜欢对方 但是对方 不能拒绝你 别敢信如今 两方是好朋友 但如果 自己真实拒绝的话 恐怕连这朋友 都没得做了 新月 我跟你说实话 如果现如今 我要是一切安逸的话 若是你留在这里 跟你完婚 我没什么意见 可是 这未来的道路 究竟怎么走 连我都不知道 我不想让你 跟着我这提心吊胆的 如果日后 我想娶 安妮 又想嫁的话 到那时 我自然会娶你 给你 这名正言顺 可是现如今 我知道不是时候 现如今 四面还敌 我就这闲心思 在这里结婚呢 而且 有件事情 恐怕连二婶 二叔他们 都没想到 以我们现如今的关系 那些敌人在暗中 恐怕会对你们下手 如果这时候 他对你们出手的话 就等于 硬生生地 把你们逼到了 我的阵营这中 所以说 这种事情 我不想发生 可如果 当别人知道 你和我 本就是一体 咱们是一家人士 你会觉得 那些人会放过你们吗 前段时间的时候 就这最好的解释 所以现如今 我不能给任何人弱点 即使 二叔二婶 奔得再高 人脉再多 但是 他们是一方 也无法 跟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对抗 我不想有一天 用你们的性命 来威胁我 如果真发生了 这种事情 你说 我到底怎么办 是选择 放弃我自己的命 让你们活 还是 放弃你们所有人的命 让我够活 所以那时候 你不觉得 是相当的残忍 和痛苦的选择吗 不要说 这种事情 不可能发生 就连幽名鬼王 都能发兵 把莫夫整个包围 难道其他人 做不到吗 仙界无主 已经多年 那些白信 都希望这仙界 有朝一日 能够一个人统帝 换成仙界和平 可是你觉得 那四方仙底 已经相由自在多年 会希望有一天 有人踩在他们头上 而且 还是一个少年辈吗 除了四方仙底之外 那这早就已经 拦散了门派们 你会觉得 有一个人会同意 这强大的门派 诞生了 约束他们吗 不仅仅是如此 恐怕 就连民界 妖界 魔界 佛界 也未必愿意见到 这种事情的发生 他们 不需要派出人手 过来追杀我 只想选择旁观 我就已经是 父辈受敌了 不要说 二叔和谁是谁的 关系不错 那没用 即使 让这二叔二婶 去坐那大地的位置 他的那些好朋友 好兄弟 也未必会支持 甚至这背后捅刀子 因为谁都不愿意 让别人 骑在自己的头上 所以说 之前我的身份 公开的一刻 究竟面对 这心里多少敌人 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绝对不少 所以 我不能够 让编织到我的弱点 也不能 让我存在任何的弱点 因为 每个弱点 对我来说 那都是致命的 所以 我必须全力地 要抛弃这一切 星月 你能明白 我的良苦用心吗 墨家 我可以舍命相救 但是 我却不能跟墨家 沾染上任何关系 我不想连累你们 除三宝 说完这话 是不断地 理清自己的头绪 一方话说出来 就连自己都佩服自己 自己 怎么这么有残呀 而星月仙子的眼中 也是不断地闪烁着 虽然 他也知道 这除三宝的良苦用心 也赞同 除三宝的说法 但难免这心中 有那么一丝落寞 星月仙子的心中明白 如果要说 自己的心中 多么喜欢除三宝 那不信谁 毕竟 他跟除三宝 才相似多久 但是首先 在这仙界这里 这没有自由恋爱 这么四个字 更何况 他对除三宝 也并不讨厌 既然父母 都愿意让自己 嫁给除三宝 那他对除三宝又不讨厌 所以 这心里面自然 就同意了 即使 除三宝跟他生孩子 他也会同意 然而现如今 自己这里同意了 但对方却不接受 这心中 始终不知滋味 虽然除三宝 跟他说了很多大道理 但他也知道 这除三宝说的 都是事实 可是 自己的心中 就始终 迈不过这个感 也尽量表现得 不让除三宝看出来 不过 那黯淡的眼神 还是彰显出了 这心中所想 他明白 除三宝所说的话 也是为了 让自己不伤心 可是 如果对方的心中 真有自己 他也会想方设法地 和自己在一起 就不会说出 那种话了 三宝 我知道 你说的都是对的 你也别跟我说 什么大道理了 我都明白 这样 你趁着天黑还没亮 赶紧走吧 除三宝 看那眼神中 多少个家 暗淡的心悦仙子 这心中 也是有几分不忍 不过这时候了 他既然知道 你不喜欢他 那么你就不能够 给对方任何的幻想 虽然 自己刚才做出了承诺 但如果对方 不是特别傻的话 应该知道 那些话 只是托词 也只是托词 任何时候 只要对方说出 那无限淫厚的话 那么就是托词了 不过他相信 等自己离开之后 过一段时间 这心悦仙子 会把他忘掉 那时候 就一切恢复正常了 而他们还是好朋友 可是 如果自己就这么离开的话 对这心悦的仙子 名声 未必会好 因为到时候 很多人会说 这心悦仙子 是配不上楚三宝 楚三宝不想要他 会对这心悦仙子 戳背后的几两骨 那并非自己所愿 想到这里 楚三宝 从这锄戒指中 拿出笔墨指印 便开始 在这里写了起来 二叔二生在上 小侄楚三宝今日 不辞而别 实在是 实属无奈 实命实然 有些事情 并未与 这二叔二生讲明 早在这烽火心事 我与新月仙子 就已经结拜为 异性兄妹 我二人 既以为兄妹 又怎肯 去为夫妻 由于新月仙子 不知 这事该如何处理 我只好连夜逃动而去 今日 再次留下书信一封 以振此名 至此 这一别之后 并是遥遥无情 兄妹之情 也很难再去 至此 三宝只能遥遥住院 二叔二婶 以及弟弟妹妹 能安然幸福 楚三宝 尽上 留下这书信之后 最后楚这么转身要走 不过 这刚走时 突然间想到李见识 对了 新月 这宝爷和缺怪李呢 他们 并没有在我府中 应该在外面吧 不过 具体去了什么地方 我并不清楚 楚三宝 微微皱眉 这两人不在这府里 倒是奇怪 最后 又拿出一个传圈指贺 传圈指贺 没入虚空中 并消失不见 片刻 房间中一阵闪烁 一张传圈指贺 飞了回来 楚三宝 在这里 如此嘱咐了几句之后 又把这传圈指贺 丢了出去 新月 这封信 你明天叫个二叔二婶 对于他们要说的话 我都写在了里面 有票的时候 可以对我公布 这样 还能保住你的名声 新月仙子听到这话 是诧异地 把信封接过来 他并没有打开看着里面的内容 不过 即使不看 他也能够想象得到这楚三宝在那里写了什么东西 最后 让他差一点是 楚三宝 并没朝屋外走去 原本这屋外门口 有个放哨的 新月仙子 本还想准备用自己的身份便利 帮着楚三宝引开 可是 当他见到这楚三宝往屋里走时 这心中差异了 难道说 楚三宝反悔了 紧接着 也联盟跟着过去 只见到 走到柜子那里 将这柜子打开 他才发现 原来这柜子的地下 早就是被挖了个洞了 见到这一幕 这新月仙子也是一头黑线 楚三宝的胆子够大的 竟敢在墨家地边挖地道 而且 看着地道的样子 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在楚三宝临近去之前 还回头看见新月仙子跟着白了白手 随后纵身一跃 便跳入地洞中 看着楚三宝 如此潇洒地离去 新月仙子的心中有些难受 在这一刻 他默默地坐在床边 眼中流出了一丝泪水 随后 将楚三宝留下的信封打开 看到里面的一字一句 这脸上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哼 希望 没有让这封信大白真相的一天 说说不然 恐怕咱俩这辈子 都没缘分了 不管在什么地方 既然成为了兄妹 那自然不可能成为夫妻了 那就是乱伦了 更何况 这种结拜兄妹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和这亲兄妹也没什么区别 楚三宝 直接夜顿离去 走得是无声无息 至于 这杜翠子是做梦都没想到 这楚三宝竟然在这莫府挖地道跑了 因为他知道 这楚三宝是个明白人 即使要走 也会跟自己打声招呼吧 也不会做出这种不辞而别的举动 而当楚三宝 再次出现时 已经回到了荣耀堂 荣耀堂众多长老 直接被他召集过来 全都坐在这里 楚三宝 连夜把大家赶过来之后 大家都看到了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 直到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昨天自己无意中 已经暴露了 他是大帝弟子 先见少主的身份 这些人应该知道 这当时 怎么没想到这也啥 各位长老 时间紧 这长话短说 中州这里的根据地 这里是荣耀堂 不容有识 我准备 留下这个长老 在这里坐镇中中 其他人 跟我连夜离开 这次离开之后 我们准备 前往这西江之地 你们哪一个愿留下 哪一个愿跟我走 完全自愿 留在这里的人 要替我 守候中州的门户 如果遇到什么麻烦 解除不了的话 便可以去莫福求助 不过 留在这里的人 要注意一点 为自己素精神 宁可少接活 也千万 别把自己的迷人给丢了 而且留下来的人 要额外地小心 进出时要小心一些 别走那阵门了 走地道 地道 这是咱们唯一安全的保证 不能够和任何外人提起 还有最后一件事 就是我这身份的事情 没什么可解释的 我既然是大帝弟子 也是这荣耀堂的堂主 这一定永远不变 现如今时间紧急 我呢 就不跟各位多说了 关于这里面的事情 你们可以毫无保留地 递给这夺命门主 而且 要以这最快的速度传给他 我不想 让他从别人的口中 得知此事 任何时候 只要对方说出 那无限言后的话 那么就是托辞了 不过他相信 等自己离开之后 过一段时间 这新月仙子 会把他忘掉 那时候 就一切恢复正常了 而他们 还是好朋友 可是 如果自己 就这么离开的话 对这新月的仙子 名声 未必会好 因为到时候 很多人会说 这新月仙子 是配不上楚三宝 楚三宝不想要他 会对这新月仙子 戳背后的几两骨 那并非自己所愿 想到这里 楚三宝 从这楚戒指中 拿出笔墨指印 便开始 在这里写了起来 二叔二审在上 小侄楚三宝今日 不辞而别 实在是 实属无奈 实命使然 有些事情 并未与 这二叔二审讲明 早在这烽火心事 我与新月仙子 就已经结伴为 异性兄妹 我二人 既以为兄妹 又怎敢结为夫妻 由于新月仙子不知 这事该如何处理 我只好 连夜逃动而去 今日 在此留下书信一封 以振此名 至此 这一别之后 便是遥遥无期 兄妹之情 也很难再事 至此 三宝只能遥遥住院 二叔二婶 以及弟弟妹妹 能安然幸福 楚三宝 尽上 留下这书信之后 最后 楚这么转身要走 不过 这刚走时 突然间想到了一件事 对了 新月 这宝爷和缺过理呢 他们 并没有在我府中 应该在外面吧 不过 具体去了什么地方 我并不清楚 楚三宝 微微皱眉 这两人 不在这府里 倒是奇怪 最后 又拿出一个 传训纸贺 传训纸贺 没入虚空中 并消失不见 片刻 房间中一阵闪烁 一张传训纸贺 飞了回来 楚三宝 在这里 如此嘱咐了几句之后 又把这传训纸贺 丢了出去 新月 这封信 你明天叫个二叔二婶 对于他们要说的话 我都写在了里面 有标的时候 可以对我公布 这样 还能保住你的名赏 新月仙子听到这话 是诧异地 把信封接过来 他并没有打开 看着里面的内容 不过 既是不看 他也能够想象得到 这楚三宝在那里 写了什么东西 最后 让他诧异的是 楚三宝 并没朝屋外走去 原本这屋外门口 有个放哨的 新月仙子 本还想准备 用自己的身份便利 帮着楚三宝引开 可是 当他见到 这楚三宝往屋里走时 这心中差异了 难道说 楚三宝反悔了 紧接着 也联盟跟了过去 只见到 走到柜子那里 将这柜子打开 他才发现 原来这柜子的地下 早就是被挖了个洞了 见到这一幕 这新月仙子 也是一头黑线 楚三宝的胆子够大的 竟敢在墨家地盘挖地道 而且 看着地道的样子 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在楚三宝 临近去之前 还回头看见 新月仙子 跟他摆了摆手 随后纵身一跃 便跳入地洞中 看着楚三宝 如此潇洒地离去 新月仙子的心中 有些难受 在这一刻 他默默地坐在床边 眼中流出了一丝泪水 随后 将楚三宝留下的信封打开 看到里面的一字一句 这脸上露出了 无奈的笑容 哼 希望 没有让这封信 大白真相的一天 说说不然 恐怕咱俩这辈子 都没缘分了 不管在什么地方 既然成为了兄妹 那自然不可能 成为夫妻了 那就是乱伦了 更何况 这种洁白兄妹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和这亲兄妹 也没什么区别 楚三宝 直接一夜顿离去 走得是无声无息 至于 这杜翠翠 这做梦都没想到 这楚三宝 竟然在这莫府 挖地道跑了 因为他知道 这楚三宝 是个明白神 即使要走 也会跟自己 打声招呼吧 也不会做出 这种不辞而别的举动 而当楚三宝 再次出现时 已经回到了荣耀堂 荣耀堂众多长老 直接被他召集过来 全都坐在这里 楚三宝 连夜把大家赶过来之后 大家都看到了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 直到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昨天自己无意中 已经暴露了 他是大帝弟子 先见少主的身份 这些人应该知道 这当时 怎么没想到这也啥 各位长老 时间紧 这长话短说 中州这里的根据地 这里是荣耀堂 不容有识 我准备 留下这个长老 在这里坐镇中中 其他人 跟我连夜离开 这次离开之后 我们准备 前往这西江之地 你们哪一个愿意留下 哪一个愿意跟我走 完全自愿 留在这里的人 要替我 守候中州的门户 如果遇到什么麻烦 解决不了的话 便可以去莫福求助 不过 留在这里的人 要注意一点 为自己素精神 宁可少接活 也千万 别把自己的迷人给丢了 而且留下来的人 要额外地小心 进出时要小心一些 别走那阵门了 走地道 地道 是咱们唯一安全的保证 不能够和任何外人提起 还有最后一件事 就是我这身份的事情 没什么可解释的 我既然是大帝弟子 也是 是荣耀堂的堂主 这一定 永远不变 现如今 时间紧急 我呢 就不跟各位 多说了 关于这里面的事情 你们可以毫无保留地 递给这多名门主 而且 要以这最快的速度 传给他 我不想 让他从别人的口中 得知此事 楚三宝如此布置之后 这位薛长老 以及那徒长老 都是眉头紧张 腾主 你要帮自己的事情 我们不放心呢 要不然 就分这个长老 跟在你身旁怎么样 不如此 这万一出现疲怒怎么办 听到这话 楚三宝毫不在意地 掰了掰手 最后轻轻拍了拍 自己坐下的青云火珠 哼 不用了 你们且看看 这头珠 是什么修为 说到这里 这青云火珠得意之后 马上 开始放出修为 最后 这浑身的威牙 就此放来 也直到这时 众人这才发现 原来 楚三们坐下那青云火珠 竟是先军级别的高手 如此一来 那些长老们 也是长出了口气 若是如此 这楚三宝的安危 倒是无忧 青云火珠的战斗力 他们心中明白 尤其是 达到新军级别的 更何况 对方 正在皮操肉厚之下 奔临又强 即使和别人战斗 那些人 也未必是 这头珠的对手 如此一来 有他保护这堂主 自然无忧 你们呢 放心就好了 在我身旁 这青火珠这样的 不止一个 推着一万步来说 技术打不过 想逃的话 没问题 见到楚三宝 如此一说 众多长老 这才点头同意 随后 大家就此分开 直接这缤纷三路 迅速挺进 早在此之前 楚三宝 就买了好几个 非常不错的飞车 不过 楚三宝买的 都是小心的飞车 一个飞车 放在自己的身上 另外两个 给这徐长老 和图安长老 一人一个 至于说 他们两个 要怎么走 这楚三宝 就不关心 不过 这次楚三宝 依旧不会做自己 那小心飞车 小心飞车 虽说方便 但同样的是 这速度比较慢 所以这一次 楚三宝依旧是 来到一个飞车行里 和大家 坐大型飞车离开 在整个过程之中 楚三宝 把自己进行 这简单的义容 乔装 让别人 认不出自己 就可以了 毕竟 自己在虚空时 曾经大显身行 有太多百姓 认出了他 他不想 弄得跟明星一样 走到哪里 都被人围观 第二天早上时 楚三宝 就坐着飞车 前往南江 不过 这中州这里的莫府 这一大早的 可是鸡飞狗跳 杜翠翠 那气得脸色发青 今天早上起来之后 这杜翠翠 便来到楚三宝的房间 探望 结果 等他一进来 发现 这楚三宝早就没影了 只剩下 刺起那个傻闺女 在那里默默地流泪 一番询问之下 这才发现事实的真相 随后是怒不可及 三宝 你个混蛋 你想跑 没门 愤怒地咒骂一句 并直接 对着家将 大声喊道 来人 马上第一时间 将整个城池给封锁 全城 搜捕楚三宝 要是把孤爷找到的话 把他给我带回来 墨家家讲 听到这话 便毫不犹豫地转身 只是 这心中暗自和解 自家这孤爷 这墨家有难 都给舍命相救 怎么 到了取七时 还跑了 这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 上千人 就这么出动了 将全城即将飞起的飞车 就能摁在那里一台 没让动 图安等人顾的 自然是专车 毕竟 此去西江这路路途遥远 可不能和别人 坐那大型飞车 即使这坐车 也得需要 那不费的时间呢 实际上 坐传送镇 效果最好 但是 想从这里 坐传送镇 来到这南江 是断然 不可能给他们开启的 所以 他们必须 走到其他的城市 从别的城市 坐飞车 前往西江 这才最保险 结果 这车还没走呢 就被他们 摁在了原地 这一帮 如狼似虎的 城卫兵 就上来 这一阵搜索 不过 让他们感觉 无语的是 这搜了半天 也没找到 楚三宝 紧接着 那这城卫兵 就退了 继续搜索 下一辆飞车 随后 搜索完的飞车 就此放行 结果 一台又一台的飞车 就此起飞 而此时 楚三们所在的飞车 楚三宝 找了一个 没人僻静的地方 挥手之金 并把宝爷他们 传送收进了 这富贵居中 最后 才稳稳地 坐在角落 嘎拉里 一动不动 搜索这飞车的人 也是最少的 按照 杜翠的左想 楚三们 现如今 一定会坐飞车 去往 那有传送镇的城市 又或者 哪个直接飞往 这南疆的飞车 也正一如此 他就把 前往其他城市的 飞车 给漏了 程卫兵 在这里潦草地 搜索一阵之后 也没找到 楚三某的踪迹 最后 这无奈之下 只好放行 看着一台又台的 飞车 就此起飞 程卫兵们的脸色 是黑成的锅里了 因为在这一刻 他们算是明白了 就凭他们那点智商 想跟着楚三宝 楚姑爷斗 怕谁里门都没有 结果 大半天的搜查之下 也没找到楚三宝 反倒是 让整个城中 四处摇吟 传得那是沸沸扬扬 也不知道 是谁说这些流言蜚语 说这楚三宝 不愿意去这星月仙子 是由于 这星月仙子 在外面有人了 更有人说 是楚三宝 看不起这星月仙子 楚三宝 要取得是 慕容兮兮兮兮子 总而言之 各种干的流言蜚语 是四处散播 也许 让所有人听到之后 都感觉相当的愤怒 尤其是墨家人 楚三宝 你个小王八蛋 下次别让老娘抓住你 要不然 老娘把你淹 把你弄死 杜翠翠 想到这楚三宝这将来 是要娶自家闺女的 自己总不能把自己闺女的幸福 给断了不是 这才如此改口道 现如今太知道 如果流言蜚语 这不制止的话 对自家女儿的迷人可不太好 而星月仙子 是咬着牙 坐在那旁边 也是相当的无语 这一切 果然都是向着楚三宝 所调的方向发展的 母亲 三宝临走时 留下的这封书信 她说 如果城中 有人流言蜚语四起的话 就让我把这书信 公之于众 杜翠翠 有点疑惑地 将这书信拿过来 打开一看 是楚三宝留下的话 嘿嘿嘿呀 还算是这小子 有点良心呢 直到自己 不能一走了之 还要怀你清白呢 墨语虫 看到楚三宝书信内容之后 不由得笑呵呵地 说了一句 哼 你是个蹦吹脑袋吗 这小子真坏呀 只要 把这书信公正于众 大家就知道 他跟星月仙子两个人 是不可能就会夫妻 因为自此以后 他们二人 便是兄妹相成 即使 不是亲兄妹 整个仙剑人都知道 他们二人有结巴一说 说是如此 怎能让这小子 做咱们的女婿呢 什么事情 都被这小子给算到了 我怀疑 这流言蜚语 就是这小子说的 要不然 这封信 我们不想公正于众 都难呢 气死我了 听到杜翠翠 如此一说 这墨语仇 也是恍然大悟 随后 不由得摇头苦笑 哎呀 夫人啊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小子 有自己的主见 做什么事情 你都要多加小心 怎么样 应了我的话了吧 你 哎 墨语仇 这话让这杜翠翠 相当的愤怒 但是 她又无可奈何 算了 为今之计 要保住咱们 女儿的名声 将这性 公之于众吧 女儿的清白最重要 直到最后 这万般无奈这下 这杜翠翠 只能认怂 只不过 今天这件事情 她会记在心中 下次再见到 那楚小子的话 她一定让她知道 什么叫做厉害 当墨家家将 将这书信 公之于众之后 大家便见到 这墨府的上宫 出现了 这楚三母的身影 这是楚三母 留在书信中的 一缕神魂 各位父老乡亲 城中的百姓 大家好 在下楚三宝 之所以留着 这封书信幻影 是为了 称信一件事 我就此离去 逃婚而走 实在是 破于无奈 早在烽火城之时 我与这新月仙子 便结为一心兄妹 现如今 这新月仙子 已经是我的干妹妹 我怎么可能 娶她为妻 然而 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跟 二叔二婶交 交代 晚半无奈之下 我只好留着一份输赢 算是 希望各位 莫误会我这小妹了 我这小妹 乃是 终结烈女 我也并非 这苟且之人 所以 这件事 无奈之下 才逃顿 已经为咱们 已经为咱们新月 赠了 清白了吗 莫语虫 是一点不解地 看着自家媳妇 他实在不明白 这媳妇 在生什么气啊 你 你天生就是个棒锤 我怎么嫁给了你啊 如此一来 众人就会说 是我这个做母亲的老糊涂了 楚三宝 是把他跟新月两个人 彻底撇干净了 不过 往我们老两口的身上 扣着个老糊涂的名号 恐怕 这小子 早想叫我们老糊涂了吧 你说 这小子可恨不可恨 听到这话 莫语虫也终于明白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 倒是没有生气 反而是 没良心地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哎呀 这倒是有趣了 现如今 我倒是为 昨天佑那小子 赶着担忧了 这家伙 八戒三戒 独察大队 大队长代理多年 现如今 这楚三宝 要名正言顺地 过去接班 恐怕 不能太顺利啊 原本 我还为这件事担忧呢 不知该怎么办时候 现如今 看来呀 我低估这楚三宝了 我们该担忧的 不是楚三宝 而是 昨天佑 杜翠翠 听到作家老公 这么一说 也是展颜一笑 哼 不错 前段时间 这个混蛋 站在自己手中 有一根同志 最新锁 不把别人放在眼中 这次 也该让他碰碰对手 上次 竟敢把我们分店的管理给疯了 哼 这次 也轮到他 好好地闹闹心了 只是 这楚小子骂我们是老糊涂 这之后 我还是饶不了他 另一边 等着飞车正式起飞之后 楚三宝 把这宝爷等人 和宝柴宝珠等人 都带了出来 以及 把他们脸上的面具伪装 都写了 他们在荣耀堂时 这一个个的都带着面具 如若不然 一旦行走在外面 很容易被别人认出来 所以 楚三宝在之前 都给他们的脸上 带着面具 飞车一路之上 走走停停 要知道 从中州到南疆之路 那可是路途遥远 楚三宝 便让宝柴 宝珠 包括宝爷 这三人 进到自己富贵居中的 居林塔之中 居林塔开启 要耗费不少仙玉 但是现如今 这楚三宝可以说 这富家一方 他还不在乎那点仙玉 三人 在里面修炼之时 可以让他们的修为 快速增长 就这样 时间一晃 过去了半个月了 在这星空之旅中 还有飞车跳跃 和穿梭重动 如若不然 想从中州到南疆这地 恐怕不知道 还得多少年 这一日 飞车跟往常一样 停了下来 就从这外面 进来了一行人 这活人 为首的是个青年 长得谈不上 多么英俊 但是 他却自认为 自己很潇洒 抱着膀子 身后 跟着许多的家将 在这飞车之中 不断地游走 准备 到这赌场中 去小赌一把 可是走着走着 那人的眼神中 突然就是一鸣 并且 这杀气外放 不会别的 他在这里 见到了一个仇人 这仇人不是别人 真是咱们的 楚三宝 哟 山水有相逢 没想到 咱们在车里 遇到了 当初你小子 占了我的便宜 将我的天豆残卷 卷走 现如今 我要你还命 原本 真坐在这里 和众人说说笑笑的 楚三宝 听到有人 对他如此咆哮 忍不住 寻声望去 结果 这一看 不由得笑了 原来是你呀 哎呀 这一次 不知你还想 输给我些什么 上次 你送给我那 听到残卷 正合我用 这一次 不知 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我再跟你赌 这人 正是之前 楚三宝 第一次坐飞车 碰到和自己 对赌那位 上一次 楚三宝 从他手中 得到了一个藏宝图 和一个天豆残卷 只是 这一别数年 没想到 这原家路窄 还在这里碰到了 小子 你呀 今天我 已经不是当年了 我告诉你 当初你敢 从我手中 拿走天豆残卷 这回去之后 被我老子 碰撞了一顿 这鲜鲜 没被赶出家族 这个仇 我一直记得 今日 没有鲜子 帮你承摇 我倒要看看 你还怎么活 爷爷 我要不弄死你 爷爷 我今天跟你信 你偿和你自己 什么 楚三宝 有点奇怪的 打亮眼前扯人 做出了一副 这没听懂的样子 爷爷 哎 乖孙子 你爷爷 我现在如今 不想跟你玩了 赶紧滚 如此一说 让那人脸色 气得铁青 反倒是 让旁边的众人 笑得不停 实在太有意思了 没想到 今天在这里 竟遇到如此活宝 小子 我看你这种死 竟然连 我的便宜都敢占 现如今 我要跟你约朕 咱们 去逼我擂台 一决生死 不去 这做爷爷的和孙子打 没什么意思 而且 你身上又没什么好东西 就算把你打死了 我得不着什么便宜 不打不打 楚三宝 笑呵呵的 在这里说道 那是气死人了 让这家伙 在那里不断地 咬牙切齿 这两个人 在这车厢中 一番争论之下 自然引起 很多人的注意 也就在这时 只见 从这远方 走过了一大帮的和尚 那些和尚 好像是属狗的 一边走 一边用鼻子 不断地羞着 知道 走到楚三马身旁时 这才 眼见一亮 阿弥陀佛 这位施主 我管你身上 有我们的东西 现如今 可以归还了吧 原本 楚三宝 正好那个小子 斗嘴呢 没想到 这突然间 过了一帮和尚 仔细打量 发现 他们的身上 并没那佛门那种 应有的凝身禁气 而是 带着一片肃杀之间 你们是 歧视佛门的人 楚三宝 皱着下眉 看着眼睛 这些和尚 随后 诸子问道 不错 我们 是歧视佛门的 为数的大和尚 如此说道 在我看来 你们 还不算是佛了 能够称之 你们为 欺视魔门的人 才对吧 别给这佛门丢脸了 就你们一个个的 还敢称自己是 佛门弟子 实在是不知所谓 我没时间 打理你们 滚 楚三宝 极其不耐烦地 如此说道 彻底 将那些大和尚 给惹怒了 小施主 知道 你还记得我 上次 我放在你手中的一样东西 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就在 欺视佛门的人 即将抱起发难时 突然间 从这人群中 走出了一个 三十多岁的假和尚 这人如此笑呵呵的 对楚三们说道 这家伙不是别人 这是那人 这走投无路时 交给自己 除戒指的 那个 跑掉的假和尚 只不过 那是自己 穿了身袈裟 现如今 这袈裟 并没披在身上 要知道 当初 这家伙给自己 戒指里 装着不少仙玉 直到现如今 楚三宝 画的一大部分的仙玉 还是对方供上来的呢 哎哟 这哪能不记得 你可这个大好人呢 怎么 今天 还想送给我 什么东西吗 听到楚三宝这话 那人忍不住 脸皮愁动一下 哼 少耍嘴皮子 陷入境我后悔了 请抱担任 我送你的东西 还给我 假和尚 说着这话 这眼神中 目露凶光 哎哟 至于吗 不就是个破戒指吗 还你就是 话音落下 这件 楚三宝 从自己 储物空间里 拿出了一个储物戒指 丢给对方 那和尚 见到那个戒指 这心中一喜 这的确 是他当时 交给楚三宝的 那个储物戒指 立马 将这储戒指揭在手中 这仔细地摆弄 不过就在这时 这楚三宝 突然这笑呵呵地 说了一句 怎么样 东西我可还你了 现如今咱们两亲 不过 你把这东西 放在我这里 我保管了这么长时间 你是不是 得给点这保护费 哎 我也不多要 给这一件 七品仙器 就可以了 听到楚三宝这话 差点没把那大和尚 气得翻白眼 不过 这大和尚 还是第一时间 查看那储戒指 结果发现 这储戒指里 是空空荡荡的毛都没有 当时就忍不住了 你小子装我 当时 我给你储戒指里 有着上百万的仙女 现如今 仙女呢 我劝你赶紧给我 如如不然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祭日 我说 你这大和尚 怎么说话不着调啊 这戒指 我可还你了啊 而且 我不已经给你了吗 你喊什么 我发现 你们这 七十佛们的人 是不是都这么 不讲理啊 哦 对了对了 你们呢 本身就是 七十灭祖的家伙 怎么可能讲道理 赶紧离开 我到午休时间了 别打扰我休息 说着 这楚三么做事 要眯起眼睛 在那里小眯一回 然而就在这时 从这人群中 又走出了一个光头大和尚 南无阿弥陀佛 小施主 咱们还是去比武擂台吧 生死勿论 属若不燃 贫僧不敢保证 你们今日 能否活着出去 这之后 一个慈眉善目的大和尚 开口说话了 但是 与那慈眉善目 比较的是 他这话中 是十分的凶恶 这的确有点违和 那大和尚 将这话说出之后 这突然间 身上的气息外放 最后 这大罗金仙的气息 便是尽省无影 见到这一幕 楚三宝 会被皱眉 现如今 你们必须跟老那走一趟 这比武台 如若不燃 哪怕是违反 这飞车中的规矩 我们 也必须把你们杀了 一个大罗金仙级别的高手 在这里方出这话 是很有震慑力的 一直于 这前脚刚 文风赶来飞车老板 见到这一幕 也是瞬间止步 不敢过来 虽然 这飞车里 有着比武场 那是完全 凭着对方自愿的 像这种 这单方面的约动 实际上 和这杀戮 没什么区别 诶 楚三宝 皱着眉 看着眼睛这帮家伙 实际上 这群人中 秀为最高的 也不过是 两个大罗金仙 楚三宝 原本是不准备 打理他们 但是没想到 这帮徒驴 在这里不断挑衅 实在是 事可忍 三宝不可忍 让这楚三宝的心中 甚是愤怒 行 想跟我打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这人呢 有个规矩 你们 要是想跟我约斗的话 就得拿出 让我心动的价格 如若不然 书不奉陪 大罗金仙 在我眼中 连狗屁都不是 记得 别挑战我的极性 要不然啊 我让你们后悔 去提前进佛祖去 阿弥陀佛 小施主 小施主 你真够狂的 我见你 不过是 小小天仙 你有什么资格 在老那面前 如此猖狂 好 你不就是 想要赌刺吗 我这里有 就怕你 拿不出来呀 大和尚 说出这话 便直接 从自己 除戒之中 拿出了 一大堆的东西 各种各样 花花绿绿的 被摆在地上 这些宝贝 有的价值连成 而有的 也是一文不值 不过 在众多宝物之中 有着很多宝贝不奖 但是 让楚三们心动呢 还真有一个 此时 在这物品之中 有着一个枷锁 见到这一幕 楚三宝 忍不住脸色一变 因为 在这一瞬之间 他就认出了 那东西不是别物 正是 最线索 而且 应该还是一个 这同志最线索 这简直 就是意外窒息 同志最线索 对应的是 仙君 凡事 修为达到 仙君 或者仙君 以下的人 无论是人物 鬼妖 狮邪林 都可以一起拿下 当时 当他见到 这同志最线索时 这心中的震撼 可想而知 啊 不这样吧 我在这下面 挑起点 我中意的东西 我呢 就陪你们打一场 如果 我要是一件 都没满意的 对不起 我恕不奉陪 阿弥陀佛 我很想知道 施主 你又是输了 你用这什么东西 能进行赔偿呢 除三宝听到这话 无奈地摊了摊手 是你们要跟我打的 又不是我想跟你们打 想打 就按照我的规矩来 要不然 就算了 那位大陆金仙的高手 听到除三宝这话 忍不住脸皮 一个劲的抖动 诗人只说 我歧视佛宗的人 不要脸 没想到 你比我们还不要脸 你这种空手套白狼的现象 你觉得 我们会同意吗 那大和尚 瞪着一双眼睛 这眼神中 似乎想把储子们给吃了 去去去去去 我不跟你们讲大道理啊 想打就打 不打拉倒 赶紧滚 哪这么多废话 虽然 储子们很想得到 那同志最新锁 不过他想知道 对方 除了那好东西家族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好东西 这种同志最新锁 绝对不是等线之物 可是 在他手中 和这普通物品 没什么区别 唯一不同的就是 这材质特殊 也真如此 任何人得到 这同志最新锁 不可能不把他 当成至宝 当然了 也不排除一些人 这眼光独特的 他们能把 最新锁子认出来 可既是如此 又如何呢 不是 这三界督察大队的人 根本就用不了 而且 即使是三界督察大队的人 也需要 这队长进行指派之后 他们才能使用 这最新锁 施主 平身这宝物都在这了 想找哪样你自己拿 不过 只要你敢碰我的宝贝一样 我就必须跟你上台 尽心打斗 生死勿论 老和尚 就你这对宝物 说句两句话 在我眼中呢 就是废铁一堆 反倒是那个 枷锁的材质 看上去不错 我倒是 对这材质 有点好奇 不过 你这仅仅只有一个 太少了吧 我连这 练气的余地都没有 如果 你要多拿几件 我倒是能用它 练制好东西 说不定的 我会有兴趣 那大和尚 背着楚三们这话 气得 没差点晕过去 你 你以为 这是大白菜 你想要就要 我想拿就拿吗 还好几个 愿意比就比 不愿意比拉倒 近日 你走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 我这不相信 你敢从这飞蛇中下去 你就算从这飞蛇中下去 我马上 就把你杀了 原来 这大和尚 可没这么斯文 他只准备 上车 就直接下死手 可是现如今 那个飞蛇老板 也不是从哪里 找到一些高手 站在旁边 这让那些和尚 有点忌惮 楚三宝 和他在这里僵持了一回 但发现 对方还真没别的 这才无奈地 把那个枷锁 收了起来 最后 又率先 朝着比斗台 走了过去 不过 这一边走 楚三宝 一边从 出手镯中 把那个夹杀 拿出来 劈在身上 如此一来 跟着后面 那些和尚比起来 反倒是楚三宝 更像是 佛家僧人 如此一来 楚三宝他们 走上比斗台时 其他路过这里的人 是纷纷驻足 观看 看见 两个僧人 要在这里比斗 那是相当的精彩 和弥陀佛 七师佛门 七师道明 打着僧人的旗号 坐着 这恶人的勾当 诸位 今日 被小僧遇到了 我就替佛祖 收了你们 楚三宝 站到擂台上 先如此说道 便静静地等待着 曾经 给那楚三们 借着那人 是率先走过来 阿弥陀佛 不要连着施主 请你先出招 那和弦说完这话 直接做出了一个 这发力的动作 便在那里 静静地等着 和弥陀佛 你这种打杂的小僧 不配打佛号 虽说 我佛 有教无类 但 却不度你们这群恶僧 也罢 小僧今日 便解决了 你们这群假和尚 让你们知道什么 是真正的我佛慈悲 说到这里 楚三宝 双手和尸 装模作样地运转起了 这体内的功德修炼之法 功德修炼之法 严格地说 并不是仙术 也不是什么天道法则 但是 这种功德之法 已然超脱了 这万物之外 现如今 把这功德之地 完全运转起来 尤其 当这功德之地 被楚三宝运转了一瞬间 楚三宝发现 这功德碑里的功德 竟有那么一丝丝的 融到了楚三宝体内 这 也是楚三宝这几日以来 是在这飞车中心的无聊 无意中藏透了 这功德碑的妙用 原来 功德碑中藏着一套 这功德修炼之法 现如今 才施展出来 用来练了手 而几乎 就在这功德之地 加上了一瞬间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肉身 正在以肉羊可振的速度 变得强悍无比 虽说 他知道 这东西是有时间限制的 也是钻石的 但是 这种强悍之力 让这楚三宝 也是扎实 早就听说过 这功德之力 也是如何如何的强悍 自己无意中 是施展出来之后 让楚三宝 也是惊讶不已 对面那假和尚 见着楚三宝身上 突然这精光大作 甚至 比自己 更像这佛门高僧 忍不住嘴角一愁 只有他心中明白 这小子 就是一个买了袈裟 披在身上的恶人 完全就是普通人 因为这件事情 他曾经这详细的调查过 也终于知道了 这人是楚三宝 但是现如今 他无法把眼前这个楚三宝 和那新界少主 联系在一起 随后 这个小和尚 也是一阵 这疯狂的旋转之后 紧接着 他大喝一声 伯业诸佛 伯业巴马红 绝望天道 随着一声传出之后 只见到 这天中 传了一阵阵的繁音 直逼楚三宝 这股繁音气息中 充满着绝望 充满着死亡 充满着令人无奈的气息 寻常之人 就连 这四周观战之人 见到这一幕 于是忍不住想起 往往的悲伤之事 甚至在这一个 有人还起了 这轻声的念头 与此同时 这股庞大的天外之音 直接打在楚三宝的身上 任何的天道之力 都不可消失 楚三宝知道 这股绝望天道 是相当的恐怖 所以 他早早地 就将在身上布满了 各种功德之力 究竟有多大的抵抗之力 他不清楚 甚至与此同时 楚三宝 在自己身前 布置了这火焰屏障 绝望天道 无形无色 他想 这东西 既然是想法 又是一种思维 也正因此 楚三宝也不知道 对于这种绝望天道 自己该如何防御 如果 要是其他形式的实体天道 自己 倒是一个通过手段 硬扛下来 对于这种能量天道 是直逼你的灵魂 你的思维 所以说 楚三宝在这一刻 也只能被动地防御 原本楚三宝以为 自己这防御 未必能够有作用 毕竟 自己是第一次遇到 这种攻击手段 所以 他的心中 是相当的紧张 甚至 还在这一刻 猛然推动了 自己体内的功德之力 以至于 让这功德之力 变得更加浓郁 他发现 这功德 还真是个好东西 现如今 功德之力化为实体 布满楚三宝的 全身上下 形成了一个 这功德护照 而事实上 这所消耗的功德之力 也不到那十几点而已 所以说 消耗十几点的功德 也在这楚三宝 接受的范围之内 但是 形成这种防御照 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楚三宝的心中 一点谱都没有 实际上 现场只不过是一瞬间 有那个庞大无边的 绝望之力 将这楚三宝 浑身笼罩其中 而当时的楚三宝 也是银阵一带 也就在这时 边界呢 一股庞大之力 直接将自己压迫 在楚三宝 极为紧张的目光中 他发现 所有的绝望之力 全都被自己 那功德给挡在外面 原本 有点呆了 楚三宝直到 现如今不由地 西上眉手 万万没想到 这功德之力 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 连这无形之力 都能抵挡 如此一来 当这楚三宝 看那和尚时 这眼神中 忍不住 留住了一丝戏 紧接着 紧接着 边界这楚三宝 七胜而上 那和尚见到这一幕 也是心中差异 没想到 自己绝望听到 这对楚三宝 没任何作用 不过 绝望听到 不单单是无形的攻击 只要 这绝望听到的攻击 会成一体 那是很强的 几乎就在这时 边界那 那空中 庞大的绝望听到 会成一条线 最后 朝着楚三宝 好像那利刃一样 直接切了过来 然而 就在这一刀 即将披露的同时 他突然见到 自己前方的楚三宝 消失了 如此一幕 让那和尚的心中 唯唯一愣 不知 这楚三宝去哪了 就在他 这没玩过来时 只感觉 这后背一凉 楚三宝 已经出现在他背后了 并且 这一拳 不边不移的 正好砸在 他的后心上 这一拳 楚三宝 运用了自己 那雷火天道 一拳打在他后心上 让那能 当时气血逆勇 喷出一股心血 然而 不等他这反应过来时 楚三宝 气势而上 是一拳 见着一拳 不断地打着 在这一瞬之间 那和尚 有点怀疑人生 再怎么说 自己也是 大罗金星的高手 结果现如今 居然被个小孩子 追着他 这让他 有点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一切 是真的 没错 在他的眼中 楚三宝 就是个小孩子 自己那是大人 一个大人 被小孩子 摁在地上打 这让他的心中 那是多么的憋屈 而楚三宝 也完全没理会 这家伙的心中 是怎么想的 一路追打之下 那是拳拳到肉 以至于 每一拳打出 都让自己的力量 打到这顶峰中排 实际上 就在楚三宝 打出第二拳时 就能清晰地听到 这对方的骨骼中 传出这骨裂声 不过 只要对方还活着 这楚三宝 就不能罢手 因为 面对一个 同级别的大罗金星 你若是对他仁慈 就是对自己 最大的不负责任 你若是不小心 有可能死的 就是自己呀 就这样 连续十几拳 轰出之后 直到最后一脚 踢在对方的肋骨上 而此时 那大和尘 真想跟楚三宝说 自己可是 标准的大罗金星 你干嘛用这种 打流氓地痞的方式 打自己 这种打法 实在是 太让自己掉面子了吧 只可惜这时 他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 楚三宝 直接踢碎了 他的内脏 打破了他的心盘 现如今 这笔斗台 正法开启的一瞬间 楚三宝 一脚便 把他从这正法中 丢了出去 我说过了 不跟你们打 你们非要找死 现如今 你们这么不惊打 怎么样 还打不打 如果还想打的话 就多弄几个像回事的人 不过别忘了 想让我陪你们打也可以 首先 得拿出让我满意的东西 如若不然 休怪我 树不奉陪 要不然 这陪的话 就让你们一命相陪 如果说 先前这些人 对楚三宝 没了解 这对方 就是个小面团 容易捏 但是现如今 没这个想法了 楚三宝 就在这眨眼之间 能把一个大锣金银 打成这副屌样子 足以说明 这对方的强悍之处 就是刚开始 找楚三宝 麻烦那个小和尚 现如今也是不由得 一阵的心有余悸 之所以 他们敢挑战楚三宝 是由于他们觉得 这楚三宝 就是个面瓜 好欺负 但是现如今 他们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说 这楚三宝是面瓜的 这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这东西 简直不是面瓜 而是一个魔头 也正因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不得不多着小心 如果一个弄不好 还真像楚三宝所说的 要他们赔命 那就不值了 只是现如今 听到楚三宝 如此出言调禁他们 让他们一个个的心中憋屈 先前 在这里调禁楚三宝 认为楚三宝 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是现如今 他们知道 这楚三宝有点本事之后 有十分的大寒 行了 还打不打 不打我可就走了 说到这里时 楚三宝就准备往下走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我倒是想领教一下 少主的本事 我很想知道 你有什么本事 凭什么被称之为三界少主 楚三宝听到这话 就是一惊 很多人都听说过自己 但是却没人见过自己 结果 来人口口声声 称自己是少主 难道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这人究竟是什么人 如果自己的身份 被别人知晓 可不是什么好事 至少 这一路之上 怕是有很多的事端 想到这里 便连忙寻声望去 最近从这车县的另外一头 走过了一个人 这人楚三宝还真不认识 年纪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 长得倒是挺老里老气的 咱们两个切磋切磋如何 我倒想看看 你小子究竟有多大本事 楚三宝周梅看着这个人 他可以确信 自己在仙界从未见过 可看这人的样子 似乎又认得自己 这让楚三宝的心中 很是疑惑 想跟他赶紧切磋一下 要不然一招把他打死 要不然就绝对 不能让他活着出去 尤其 是他见到这个人 身后背着一把宝剑的样子 这完全就是个剑修 可是自己 压根就没认识剑修的 当然了 凡间的除外 越是如此 他心中越是疑惑 不过 你不认得对方 对方通过某种途径认得你 也未尝不可知 想切磋 可以 但是 我的规矩就是 想跟我打 首先 你得拿得出 让我看着上的宝贝 作为赌资 否则 书在下 不想奉陪 那人听到楚三宝 如此一说 不由的是一声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诗人都说 少主你爱财如命 现如今看来果然如此 好 既然知道少主你有这个毛病 我又怎能没做准备 今日 为了与少主一战 我特意从门中换得此宝贝 就是希望 见一见 这少主你的风采呀 楚三们越听 这越糊涂 怎么感觉这味道不对呀 不过 仔细一想 又不知道这哪里不对 他能感觉到 这人修为不低 恐怕也达到这大罗金心的五品乃至六品 比自己修为要高 但即使如此又如何 如果真打起来 是胜是负 未尝可知 这样 这对方没超过大罗金心 这楚三宝还真没什么可怕的 实际上 对方是真的达到了 即使先军级别 他也不怕 在这身旁 有两个仙军的仙兽在这里 他何惧之有 所以 他就这么默默地 站在台上看着来人 随后 便见着来人一抖手 便从这手中出现了遗物 最后放在地上 楚三宝 他也望去 这心中震惊了 这 竟然是一团火焰 这团火焰并不是仙界的仙火 而是这魔界的万应魔火 几乎 就在这火焰拿出了一瞬间 楚三们身旁的清云火灯 忍不住 只哼哼 是 老大 这火焰我要了 这万魔火焰 我老猪要是能吸收的话 能够达到仙君的九重天 楚三宝 一开始见到这火焰 的确有些惊讶 但是 这火焰威力虽强 但与自己的身份不匹配啊 虽然如此 但如果 自己火焰如果能吸收 这魔火的话 也能提升不少的品质 当然了 这些不是关键 最关键的是 当楚三宝 见到那团魔器时 这魔器 与这凡间遇到过的一个对手 很像很像 他记得这股气息 这股魔器气息 几次遭遇 都让自己惨败收场 甚至有一次 还想把阿雅抓走 吸收到体内魔器精华 最后增长 后来 也被自己破坏 尤其是最后一次 他逃遁之时 直到现如今 也是音信全无 楚三宝 之所以 直到最后 才把大公鸡身上的契约解除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由于这团魔器 如果 自己强行把大公鸡 接到仙界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 这对方 属于自己的本命灵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就是与楚三宝一体的 但是大公鸡 如果被接到仙界 不说 这天法这一关 凤凰 能不能撑得住 就算撑得住 也得遭受 楚三宝最开始 受到那份苦 不是每个人 都有 楚三宝这份机缘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把这效果提升上去 甚至 有可能在这过程之中 彻底耽误了 这大公鸡 让他不能在这仙界休息 而且最要命的就是 这团魔戏 始终隐藏在凡间 楚三宝不飞升的话 还能有办法 制服他 随时可以回去 但是现如今 他飞升仙界 想重回凡间 难如登天 如果这时候 那团魔戏 在凡间作乱的话 那简直 无人拦得住 所以 这才把大公鸡凤凰 留在凡间 那就不一样了 以大公鸡的修为 足以和对方 这坐镇一方 等着大公鸡 可以修炼到 飞升仙界之时 想必那时候 这其他人 也都成长了起来 到那时 自然不惧 把这套魔戏了 不知为什么 楚三宝突然之间 想到了这个家伙 让他不由的 眉头为重 要知道 达到大罗金仙 这个级别 不可能随时 出现这种现象 而此时 距离楚三宝飞车 不远的一个星球上 有着一个 这小门派 也是这剑者的天堂 在这里修炼 你可以将这剑法 修炼到高深无比的境界 甚至就连天道法则 都可以参望 而在这门派的阵殿上方 有着一块牌匾 牌匾上 写着两个大字 剑阁 与此同时 剑阁中 一个少年 坐在这里 皱眉沉思 他的手中 拿着一份资料 资料上 赫然写的就是 关于楚三宝 所有的信息 凤三宝 没想到你也飞升到了仙界 而且还先我一步 修炼到这个地步 短短时间之内 竟然达到这大罗金仙 像你这种人 就不该活在世上 看来 我得出去一趟 将你杀了一绝后患 你所有的一切 就是我的了 那人说完这话 脸上带着一丝邪笑 如果楚三宝在这里 一定能认得出 这人居然跟自己 长得一模一样 而这人不是别人 真是楚三宝最担心的 那团魔器 没想到 他也飞升到了仙界 来到了剑阁 而且现如今的修为 也达到了大罗金仙地步 更令人恐怖的是 这人竟然是剑阁的少阁主 就在少阁主 这心中暗自合计时 这身后 有人叫他的名字 三宝 师父叫你 那人站起身 最后 带着自己 那一贯的笑容 看怜自己这个师姐 小师姐不错 只可惜啊 到达仙界之后 他修炼的功法 不能尽女色 否则 这个小师姐 早被他完烂了 所以现如今 也只能饱饱饮福 一饮一下 那就有劳师姐了 自打我楚三宝 进入这门派 现如今也多久了 多亏师姐不断地照顾 这份恩情 三宝 紧记在心中 日后 必然会抱到师姐 看你说的 咱们本就是同门师兄弟 作为师姐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赶紧走吧 师父好像 让你出个任务 如果这任务 你说是办得好的话 恐怕 会得到机会 进入这玄妙天 这个 也叫楚三宝 而且跟楚三宝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听到这话 不由地露出喜色 恐怕 楚三宝也没有想到 这团魔戏 不仅来到了新界 而且 竟把这样貌 和自己变得一模一样 甚至 就连名字 语气 声音 都是一模一样 如果他要是知道的话 不知道 会惊讶成什么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 楚三宝的 这十三多年的弟弟呢 此时的楚三宝 在面对 以前那个挑战者时 在心中 生起浓浓的战役 他能看得出 对方和自己这么一战 并没有杀心 也正因为如此 他也想 好好地和对方 打上一场 但是飞车这里 并非这战斗之所 是十分的狭隘 根本就施展不开大招 而且 两人如果是全力一战的话 恐怕整劫飞车 会突破禁止 直接碎掉 两位 如果正下一战的话 不妨 让我把飞车停下来 这前方 有一个 这荒凉的星球 你们呢 到那里 好好的打一场 我绝不多说什么 等你们打完 我们再出发 也不迟啊 飞车老板 带来好几个高手 围在众人的身旁 如此说道 楚三宝跟那个人 也自然明白 以他们这大罗精心的修为 要在飞车上 大打出手的话 那绝对 是一场灾难 想了一想之后 楚三宝和那个人 也都同意了 那些和尚 见楚三宝就这么要走 不仅还拿走 他们一件宝贝 而且还费了他们的同伴 那心中是十分的不爽 不过现如今 有这个见疯子 出面试水 他们也不想多生事端 当然了 最关键的是 他们都看不透 眼前这个疯子 是什么修为 而且他们也同样看不出 楚三宝的修为极限在哪里 也正因此 他们才选择这隔山观虎道 最好是两把巨杀 到时候 便可以出手 将这楚三宝给杀了 并且把宝物 都给抢过来 楚三宝 对这和尚他们的想法 并不关心 也没有这闲心子去理会 如果这帮人 还敢那耍皮子的话 他不介意 把他们的皮子给扒了 他是 对这这和尚 一点好感都没有 就算把他们杀了 那就当是 未免出害 未免出害了 飞车开始改变航线 飞向那个荒联的星球 而飞车老板说 从这里到那里 有一段距离 而且 这件事情 也被整个飞车的人知道 所以 众人是忍不住 在这里有所期盼 两大高手之间的对决 他们还真的很想看一看 怒海星 是一个极为荒凉的星球 这里属于南方新地的领域 不过算是南疆这中最边缘的地带 虽然 比邻中州大陆 但是 整个星球大多数都是海洋 以至于 这星球啊 根本没什么发展空间 根本没什么人在这里生活 再加上 这海洋中 有不少那深海异兽 在那里纵横 所以 但凡来这里的车辆 都会远远地绕行 不想招惹 这星球里海洋的怪物 近日 怒海星 似乎很热闹 竟然 有两个楚三宝 同时来到这里 剑阁那位出任务的楚三宝 也来到这里 当他 从剑阁离开之后 便用这特殊的传送阵 送到了这怒海星 这次 剑阁楚三宝来的怒海星 只为了一点 那就是 去到这深海巨骄的蛇版 深海巨骄和骄龙不同 严格来说 应该算得上是 一条比较大的蟒蛇 前面 咱们就说过了 蛇百年成蟒 蟒千年成骄 骄万年成龙 龙十万年成硬龙 这其中 那比较大的深海巨骄 也就是 正芒化骄的一个过程 这次 那个剑阁楚三宝 要凭借自己的实力 去斩杀那个猛蛇 取回对方的蛇胆 或者交任务 别看 他的名字叫得好听 人们 叫这个楚三宝 叫少主 实际上 在整个剑阁之中 少主 有十七八个 这十七八个 都是下任 剑阁掌门人的 候选人 而剑阁 要求在这些人之中 各方面 都是不断的对决 直到最后 这拖延而出的那一个 才是真正的掌门 要知道 那十七八个 少门主 在互相对决的过程中 众人 得看出他们的人品 武力 跟天赋 作为一个门派的掌门者 这三个是缺一不可 而且 想在十几个人中 拖延而出 首先 你得有计划 有策略 可以说 如果你没这本事的话 早晚 会被别人给吞掉 吞得 连骨头 渣子都不上 也真一如此 他也顶个 这门派 少门主的他 为是出得这次任务 而且他们这些人 每次出任务 都是九死一生 只有 这经过最终的大浪逃杀 才练出这真正的真金 这是 这个人 万万没想到 自己来这里出任务 而楚三宝 竟然也在这里比我 两者之金 似乎是冥冥之中 带着一丝云的 正让他们逐渐地 遇在一起 而此时 与楚三宝对决的 见风子 见到楚三宝同意 也二话不说 便把这消息 传回到了门派 我与少门主楚三宝 约斗怒海心 彼斗之时 只分输赢 不论生死 我若战胜 将将他取而代之 他若战胜 自此以后 我家相伴左右 不离不弃 消息送回门派之后 让剑阁商量下下 不少人 开始不断议论 要知道 剑风子修为 比那剑阁楚三宝 要高着不少 如果 两人争斗之时 这楚三宝 那肯定是必败无疑 而且 由于这场战斗 让很多人 关注的原因是因为 这场战斗之中 会决定一个 少门主弟子位置的 去与留 不过 这次门派 只是隔山观火洞 站在旁边看热闹 不管是哪一个人 都是他们自己人 哪一个也不会吃亏 最终 门派获得的 只会收获一个 更大的强者 至于失败者 永远都不配 被别人记住名字 人们 只会永远记住的是 胜利者 这是 让人感觉奇怪的是 这楚三宝 在门派时 多次被别人挑衅 他都是避而不让 怎么 这一次出任务时 竟选择和对方大战 难道 他的行为 又突破了不成 不过 这具体如何 间隔上下之人 并不在意 因为他们在意的是 这最终的结果 而此时飞车 又经过个地方之后 终于遥遥地见到了 这前方的怒海星 来到这里 这飞车 停在怒海星的 一个沙潭边 安稳地停下来 在这地方 离这海员是不远 也不近 如此一来 在这的停车 自然 不会担忧那海怪的出现 而且 即使这星球 出现什么变故时 他们 也可以赶紧逃 这地方 虽名为 怒海星 也不是 整个星球都是海洋 而是 有一些陆地存在的 只不过 这陆地沙滩所占的 面积 实在是太小了 而且 拥有陆地的位置 全都没有任何的资源 也正因如此 这星球 才没什么生灵生存 楚三母 他们 刚来这 怒海星时 就见到 这怒海星里 是一阵的巨浪投天 元气四散 好像 正在爆发着异常战斗 但是 这种现象 并没有引起 他们的关注 毕竟 海兽与海兽之间的战斗 是经常发生 就连 楚三母 他们赶到这里之后 也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 一个妖兽 有如此多的地方 偶尔出现战斗 很正常 岂不知 此时的一片海洋之中 一个和楚三母 长得一模样的人 正在和一个 数十米长的巨角 在那里跛倒 两者 每每碰撞之下 这海水 是不断心急大浪 轰轰的爆炸声 是不绝于耳 飞车底 刚刚路过这里的楚三宝 也忍不住 朝这里撇了眼 也是不由得 愣了下眉头 难道 这地方 要发生什么 大规模的战斗不成 就在这时 便听到 那飞车老板 对着楚三宝 和那个见疯子说道 两位 飞车 在这里为你们 停留两天的时间 在这两天之中啊 你们 可以任意的 在新疆上进行战斗 但是两天之后 你们无论回不回来 我这档车 就得开走啊 楚三宝 和靳风子两人听到这话 点了点头 最后 并对着靳风子 拿出一颗锄戒指 丢给了飞车老板 为了 能够在这里 和楚三们安稳一阵 能够让飞车 多待一段时间 靳风子 可是拿出了一个锄戒指里 塞得满满的石河鲜月 如果不是如此 这飞车老板 既是心地善良 也不可能耗费两天 而且 这石河鲜月 并不是他自己独吞 而是 拿出三整盒鲜月 分给众多的客人 如若不然 让众多客人 在这里平白无骨地 待两天时间 这大家 肯定不愿意 万一这回去之后 开始说着老板坏话 那么 他这飞车行 还做不做了 现如今 虽说是等他们两天时间 但是 每个人得到了 好几百的鲜月 这个还是值得的 甚至 有些人 还当做旅游了 在这星球上 四处寻找一些宝贝 到时也是不错的 楚三宝 打他们呢 而那些客人们 自己 找自己的宝贝呗 全当做是旅游 实际上 在飞车路途之中 出现这种现象 是比比皆是 都是正常 很多飞车 由于这中途 两位客人 发生一言不合 想打架 尤其遇到高手时 随时可能进行比动 所以说 飞车老板 都会挑下花脸的星球 让他们在这里等待 毕竟 飞车 只是个载客工具 即使有高手 这数量也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之下 他绝对不会 和那些高手 硬碰硬 随着剑锋子 和楚三宝 进入星球之后 便同时 朝身处掠去 楚三宝 也在这一刻 把自己的 北斗天罕部 一心万因 都施展到了极致 这岁如此 他倒想看看 自己的速度 究竟多快 这对方的实力 到底有多少 尤其 碰到了一个 比自己修 还要高出一些的 剑锋子 他自然想看一看 这家伙的底线 到底有多少 结果 就在下一瞬间 剑锋子发现 自己的速度 根本没这 楚三宝快 这两者 或者说 根本就不是 一个等级的 以至于 楚三宝 在他面前 瞬间消失 略出之后 让这剑锋子 不由的心中 无比震撼 在这剑锋之中 他早就知道 剑锋 楚三宝 不简单 但是没想到 这楚三宝的速度 竟快到这种地步 而现如今 他只好 深吸狗气 摒弃泥神 用自己的权力 疯狂地追赶 最近 楚三宝 在前面几个闪烁之后 就出现在了 几百里之外 他发现 自己先前 站到那个地方 似乎相差不是很远 随后 便小心翼地 朝着前方 跑了一阵子 他倒想看看 刚才那个地方 究竟是什么 妖兽 在那里战斗 至于 此时清云火烛 这心中 更是无比感慨 如果 要是拼修为 三个楚三宝 也打不过他 可是直到 现如今 他才知道 这楚三宝 虽说修为 没自己高 但是 这速度 可是丝毫不慢 尤其现如今 他全力配合 再加上 这楚三宝的修为 以及一心幻影 那他们两个的速度 那简直不叫速度了 完全 就是跳跃 顺移 正由于这个原因 才让那 劲疯子 根本就没办法追 片刻之后 当这楚三宝停下时 发现 自己 已经来到了 战斗的边缘地的 最后 隐藏身形 他不确定 这家伙 究竟是什么 可是 当楚三宝 稳定身形 定天一看时 不由地 亡魂 结貌 甚至 有点开始 怀疑人生 他竟发现 在那海中 跟那大海蛇 交战的 竟然是自己 可以说 现如今的楚三宝 完全就是照镜子 那个楚三宝的 一举一动 包括外表 表情 跟他是一模一样 一点都不差 楚三宝藏在这里 一动没动 静静地 看着这一切 楚三宝的心中 震撼到了极点 这到底是个 什么东西 为什么 跟自己长得 一模一样 甚至 他发现 这两者的气息 都是相差无尽 如果说 要说他们两个 哪里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 对方身上的气息 有那么一丝丝的 邪性 当楚三宝 在这里 仔细观察时 他发现 有一个细节 这家伙在战斗时 总是有意无意地 这手中 出现一丝煞气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就很难发现 但是现如今 楚三宝算是认出来了 眼前这个玩意 到底是个什么鬼 既然 和自己在地球上 那遇到魔气化形 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了 这的一模样 是指着外表 而不是气质 根不是内在 可是 这团魔气 怎么会来到仙界 又怎么可能 会有如此高的修为 现如今 楚三宝的满脑子中 都是疑惑 不知 这到底怎么回事 而就这回功夫 并且 剑阁 楚三宝 他们之间的战斗 已经接近尾声 那个假的楚三宝 已深受重伤代价 重创 那妖蛇 随后 直接取了他的命 随后 并且那楚三宝 直接把这妖蛇 收入自己 除戒指中 并且 还把那蛇胆 给收起来 放到了一个小瓶子里 将这一切做好之后 眼睛这楚三宝好死不死的 竟然把身上的衣服给脱掉了 换了一身极为干爽的衣服 并且 将上面的污渍 也是尽数消除 如此一来 就和这真的 楚三宝 没有一丁点的区别 见到这一幕 楚三宝的眼神不断闪烁 这家伙 和自己一模一样 这到底是好事 还是坏事 而就在这时 剑风子 也赶了过来 当他见到 这楚三宝 正悬崩在海面上时 他就知道对方选择这里为战场 准备 要和自己在这海中一战 身为剑袖的旁 根本就不怕任何的战斗 即使在这海中又能如何 即使 要是引来大壁的妖兽 又能如何 手中 接我一剑 刚从远处赶过来进风子 连着休息都没休息 对着楚三宝台见就此 一个剑旋被他打开之后 直接朝着楚三宝就刺来 与此同时 就听到这剑风子大喊一声 流星剑羽 这是剑之天道的义种 威力相当的彪悍 本身 剑之天道的攻击 就是攻击天道 威力可以说是强悍无比 再加上 剑羽流星被他使出来 漫天之中全都是一把把长剑 射向楚三宝 让你防无可防 避无可避 每一把长剑 都拥有这实质性的攻击 可以说 每一把都相当于大罗金心 全力以击 现如今 在这虚空之中 恐怕有上千把宝剑 直接刺下了 站在水面之上的假的楚三宝 那位假楚三宝 正在享受自己那胜利 没想到 这突然间 有人对自己发动突袭 让他惊恐不已 是连忙的 是朝那里望去 最先见到的 就是无穷把宝剑攻向自己 这时他想都不想 直接用脚踩向水面 整个人倒退飞去 而与此同时 双手不断结印 一掌掌的钢锋被他打出 也是蕴含了这天道智力 情幻万魔掌 如此大喝一声 让躲在石头后面的楚三宝 是震惊了 并不是说这招式有多么的好 而是连着声音 跟自己都一模一样 只见此时 那一左右两个巨掌 是被他打出来 虽然这并不是天道攻击 但是也是相当高盛的线数 以至于无数的剑道攻击 在这虚空中 和那宝剑碰在一起之后 传出了阵阵轰鸣声 假的楚三宝 并不是现如今不敢攻击 也不是他不会这天道攻击 而是 自己刚刚和那还要一战之后 身体中没多少元气了 这时 再让那师长这天道法则 也施展不了 毕竟这天道法则 还得配合这仙剑使用 现如今 他体内修为不足 自然无法使用这天道法则 但是 用这普通的线数攻击 倒是不成问题 楚三宝 站在外围是仔细地偷看 他知道 那个剑风子 把那个假的楚三宝 当成自己了 而现如今 楚三宝的眼神中 是不断闪烁 他并不确定 这个假货到底是谁 也许 是别人天生 又长这个样子了 所以 他只需要静静地 在这里看着就行了 至于说 他们两个的战斗 关自己什么事 本来 他就不想打的 反正 那堂火焰 已经到了自己的手中了 至于说 打与不打 根本就无所谓了 而那假的楚三宝 也是一脸懵逼的 跟那剑风子 你来我往 在这海面上 是不断大大出手 如此 连续打了十几个回合之后 那假的楚三宝 一闪身 来到了战圈万围 剑风子 你怎么在这里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可知道 我执行的 乃是门板任务 而且 你可真正知道 我身份是谁 我也知道 你之所以 跟每个少主都打斗一番 是想找一个真正追随的人 但如果 你知道我真正的身份之后 想必 咱俩这个战争 是没这个必要了 剑风子 听到这楚三宝这话 是懵了 他奶奶呢 这前一个 还收了自己的礼物 现如今想反悔 哪有这么容易 但是 毕竟这个楚三宝 是剑阁少门主 所以说 不论怎么说 这给他说话的机会 还是得有的 而且 这多叶方 是明显给自己 有这说话的机会 剑风子也想知道 多叶方这除了 门板的少门主之外 难道 难道 还有别的身份不成 至于说 先前他说的那个方面 的确是真的 但更主要的是 这剑风子 为自己名不平 凭什么 自己不能作为 这少主的备选人 所以 他一定要把那些 所谓高高在上的少主 一个个地打败 以此 向门派证明 自己 才是最强的 自己 才是整个剑阁 未来的希望 剑风子 你给我听好了 我的名字 叫做楚三宝 想必这一点 你应该听说过 今日 趁这里四下无人 我跟你说一声 在这凡前 在这地球时 我有个庞大的集团 原本在下面发展的 是相当的不错 只不过 由于我天资聪明 发展的比较好 所以便率先的 进入到了新界 可是 进入新界之后 没想到 竟被这玉皇大帝赏识 收为关门弟子 也就是说 我乃是 未来的大帝 你觉得 你追随一个 未来大帝 不比追随一个 普段门派 要强吗 而且 我与中央大陆的新月仙子 有几百兄妹之一 又和这南方新地府 西方新地府 北方新地府 有着格游英国 你要是跟在我身边 绝对亏不了你 躲在石的后面 那真正的楚三 听到这话 眼神中 上着寒芒 现如今 不用他说也知道 这家伙 就是冒充自己的 不过 这回 他并没冲出去 因为 他知道 这个剑风子 想找到比武之人 并不是自己 而是 眼前那个人 你是什么身份 关我什么事 现如今 你收了我的东西 就得 堂堂正正地 跟我打一场 而且 我要让 这当今大帝知道 他收的弟子 只不过是个废物 少废话 出招吧 假的楚三宝 原本以为凭借 中央大帝这个身份 足以让对方记得 可是没想到 这更加勾起 这个变态的欲望了 这绝对 就是个疯子 一直于 两者在下一瞬间 连一句话都没说 直接 又杀在了一起 可是现如今 这个假的楚三宝 刚刚结束一场大战 现在 还不是他对手 结果 刚没动几招 他先盘中的心气 就已经接应不上 现如今 他在心中是相当的愤怒 怎么 就让自己遇到了 这个剑疯子 这个剑疯子 有时从哪里知道 自己做任务 会来到这里的 如果日后 让他查出 是谁出卖了他 把自己来这里 出任务信息 卖给这剑疯子 这绝对 不会放过他 怒焰惊天 假的楚三宝 如此大喝一声 一股浓浓的火焰之力 将他包裹起来 现如今的他 就像是一个火人 随后 便猛然地钻到了 这海洋之中 随后 这海洋中 就好像是一根 这金箍棒 把整个海水 不断地搅动起来 而与此同时 这海水之下 出现巨大的漩涡 在这下一瞬间 漩涡的镇中央 出现了一根 巨大的冰重 那冰柱 宛若是食物一样 打向了剑疯子 剑疯子 周着下眉头 哼 冰火两重田 这威力的确不小 所以现如今 他把手中长剑 直接往手中上下回动 口中连连大喝 剑王防御 这也是一种心术 只不过 这是防御心术 这威力是一点都不弱 现如今 放在眼前 这突然出现了一个 好像巨大墙壁一样 把所有的冰柱 全都挡在了外面 而与此同时 巨大的冰柱 也用那防御墙 撞在了一起 发出了 红的一声炸强 巨大的水花 将四周震得 陷入好几米的海浪 就在这一瞬之间 剑锋的双眼中 都是水 而那夹子初三宝 也趁着这个机会 向远方挤持而去 初三宝的嘴角 轻轻一笑 他怎么可能让这个假的 就这么跑了 这家伙 先不说有多少战斗力 即使他战里头天 今日也休想头了 一念心不动 天地同生死 太一千坤 即使如律令 几个闪烁之后 初三宝 用这一心幻影 来到对方的身前 现如今 两个人离这里 那交战地点 有数百里 可以想想 他们两个 这瞬间移动的速度 得多快 想跑 没那么容易 你到底是谁 竟敢冒充我 挡在这假的 初三宝面前 初三宝 如此喝倒 把那个假的 吓了一跳 那初三宝 定睛一看 发现 这个初三宝 是真的是 是恨得咬牙切齿 初三宝 你终于见面了 没想到你 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真是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自来 在这凡间时 我差一点 死在你手上 现如今来到了 新界 你看老子 怎么弄死你 一个小小天蝎 也敢在我面前放死 也许你还不知道 这天蝎和大罗金蝎 这两者是天壤之别 而且我告诉你 即使现如今 我体内元气耗尽 你 也不是我对手 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来到新界的 按照道理说 以你这屁大点的修为 这修炼速度再快的话 也不可能来到新界呀 初三宝 并没有因为对方 对自己的贬低而气急败坏 反而是冷静下来之后 如此询问他 也好 就让你小子做个明白鬼 原本我在地球上逍遥自在 可是却不知怎么回事 被一股力量送到了这虚空战场 在虚空战场之中 我败入这东极门之中 东极门 可能在别人眼中就这个小门派 但是东极门 却是相当的历史悠久 即使当时你那所在的万国剑踪 必是源源不及 当时我进入这门派之中 想必这门派如此悠久 不可能一点宝贝都没有 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我的一番探索之下 终于从这东极门的藏宝秘境之中 找到了一条这远古的传送阵 只可惜 这传送阵没开启一次 要耗费大量的信誉 不过 也多亏在那传送阵附近 还有两河被用的 我用那传送阵开启 就来到了贤界 进入贤界之时 你想当 这地方的天地危压 竟如此霸道 不过 好在我的本体 仅仅是一团魔戒 当我肉身被毁之后 我必用这地方的心情 与我母气结合 重新催定我的身体 当时我的心中 满脑子都是你呀 我对你恨之入骨 可是 当这锁完身体之后 让我更加愤怒的是 我的外貌 竟然跟你一模一样 无奈这下 我便干脆 用了你的名字 也叫竹三宝 你的天赋 早晚都能进入这心间 到时将你斩赏 夺得你的机缘 便都是我的 好啊 今天终于让我遇到了你 只不过没想到的是 你比我想象中的 还又难搞啊 修炼得这么快 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到达天界 看样子 不能留你了 不过 值得一提的是 你的运气不错 摆到了一个 好师父 玉皇大帝呀 等我把你这个 真的给杀了 再把你取代 我 就是这未来的 三界公主 说到这里 这个假的 楚三宝忍不住 是疯狂的阳天道笑 楚三宝的脸上 并没有愤怒 只是 静静地 听着对方说的一切 而且 与此同时 把这东极门 记在了心中 这门派 竟然还要和这 新界相通的 远古正法 自己 肯定得造访一下 黄浩浩 你这 飞升过来之后 你的位置 是在哪 听到楚三宝 这话 那假的楚三宝 再次大想 嘿嘿嘿嘿 楚三宝 我发现你这个人 有点意思啊 都这时候了 你都想的 还不是保密 既然还要先心思 关心这个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你的 让你带着一丁点的 疑问至死 这才有意思 我要让你死 取代你 从今以后 你这新界的一切 都是我的 你凡间的一切 也是我的 和我作对 这 就是你的下场 听到这话 听到这话 楚三宝 无奈地摇摇头 想从踏实地套出话 是不可能了 我跟你说 你知道我背后 一直叫你什么吗 我一直 称你为宋宝才子 知道为什么吗 是每次见到你 我都能得到 很好的机缘 或者宝贝 下面 这次 你应该不会 让我失望吧 来 让我看看 你究竟有多大本事 竟敢在我面前 如此口之狂言 楚三宝说到这里 一回 这手中的镇天月 他可不想 因为自己的 马虎大意 就遭到了 这家伙的阴谋 要知道 自己之前 上过他的当 可不少啊 镇天月 被楚三宝 拿在手中 引到那下方 一斧子就劈了过来 天风雷火 玉命乾坤 雷火天道 子雷要天 近身到大罗 惊心的楚三宝 在施展出 这道攻击时 那威力 更是强悍无比 一道巨大的攻击 从这虚空中 直接劈下 同时 便将这虚空中 是一阵地 垫上雷鸣 最后是红红地 落下石 将这里 迅速地包裹 那魔器 是没想到 这楚三宝 竟敢率先 对自己 发动攻击 这让他 不由得一笑 楚三宝 简直是 不知死活 一个天仙 敢向这 大罗金星 发的攻击 难道他 真以为自己 是神王 在世不成 想归想 他的出手 是一丁点 也不敢 马虎大意 此时 只见着 假的楚三宝 双手抱拳 紧接着 猛人一拳 朝着楚三宝 扎过来 拳银闪烁 这间 宛若一个又一个的巨人 不断地 在那里挥动拳银 一念心不动 天地同生死 带前 问几件 如律令 楚三宝 一个疑形幻影 瞬间 躲过对方的漫天拳银 整个人 直接骑身 到了这对方近情 与此同时 先前劈过去的紫雷要天 与这拳银 对在了一起 原本 那画心的母系 以为自己的拳银会瞬间 就把空中那天道给打散 然而 直到这两方接近时 他才知道 这个紫雷天道 那威力是何等恐怖 因为 就在两者相撞的一瞬间 自己的拳银 马上便消散了 如此一来 让他忍不住 眼神唯唯一鸣 没想到 这楚三宝的威力 竟如此之强 然而 就在这时 楚三宝 已经骑身 来到他跟前 这阵天要举头就皮 虽然这一下子 并没夹杂任何的武器 但是 却蕴含楚三宝体内 那浓浓的火焰之力 画心魔器 这心中明白 自己 若被这一斧子皮肿 恐怕这小命不保 而且 直到现如今 他才发现 这楚三宝的秀为 居然跟自己持平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因为 直到楚三宝 这拳力失手时 他才发现 这楚三宝 那竟然是大罗惊心 在这一刻 他心中明白 自己要是不跑 今日 他是得交代了 而且在这凡间时 楚三宝 给他带来的 压缝和恐惧 是油让而生 所以 这魔器 没任何犹豫 转身就跑 楚三宝 让他跑了一次 怎么可能 还让他跑啊 甚至 在这一刻 只见楚三宝大喝一声 火焰凭障 随着话音落下 并且呢 这四面八方 突然升起一栋高高的火墙 火墙呢 是遮天蔽日 一直于 刚刚转身 要跑的魔影 竟然被这浓浓的火枪 拦在这里 是进退两难 就在那心中 在焦急之时 这楚三宝 竟再次 来到他的身旁 一拳朝他打过来 花些魔气 这心中又恐惧 又无比愤怒 楚三宝 既然你不给我活动 我 我要 跟你拼了 说到这里时 这见 这花些魔气 那身心迅速的膨胀 这明显要自爆 既然 他杀不了楚三宝 这临死前 把楚三宝带走 也算是 了着他的心愿了 不过 这楚三宝 连跑都没跑 要知道 在这凡间时 这家伙 靠着就着手段逃跑的 现如今 他还想施展出来 这楚三宝 怎能如了他的愿 只见 此时 楚三宝 这双手结印 是快速地 朝他冲过来 口中 狼声鹤倒 班天云火 雷震乾坤 上射妖邪 下掌鬼魅 迎雷朔朔 阳风不停 通真变化 召结帝君 雷 积极 如律令 雷霆束缚 这并不是 什么天道之令 而是 这一种心术 最近 楚三宝刚刚掌握的 现如今 这施展出来 恰到好处 几乎 就在楚三宝 咒语落下 并见到 这无边无际 那水桶摇粗性的雷霆 从这空中劈下 并不是一道两道 而是 有上百成千道 好像是 一根根的悬天烈样 从这天空中 直接降下来 将这魔器 给绕个结结实实 如此一来 让朕在自宝中的魔器化形 身形不由的停顿片刻 也就这么一瞬间 给楚三宝留的时间 就够了 瞬间 楚三宝用自己全身力量 将这大剑花束 和这火焰之力 融入到这整天月之中 是要 这一斧子 拔得给劈死 现如今 那魔器楚三宝 没有任何侥幸的机会了 因为就在这一瞬之间 大剑花束 和浓浓的火焰之力 将它整个气息 给包裹其中 最后 它感觉自己的身体 是迅速的冰解 笑容 无边的恐惧和愤怒 在这心中不断的闪现 它很想大声喊出来 甚至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它忍不住 像臭脉 一顿楚三宝 只可惜 现如今 它连着张嘴说话 骂人都做不了 只能 这瞪着怒目 欲烈的眼睛 看着这一切 死死地盯着楚三宝 就算是死 它也得记住这个人 直到片刻之后 整个身形 包括灵魂 全都被净化成虚无 在这关键时刻 楚三宝猛然出手 将它手中带着的 橱戒指拿下 将这其余的东西 是尽数毁灭 说起来 这只不过是几秒钟的时间 甚至 在这一切结束之后 楚三宝挥手之间 这才散去了 所有的攻击手段 然而 就在这楚三宝 刚结束 正准备出口气时 并进了 这远方一阵流光 急车而止 见到这个身影时 楚三宝的嘴角 微微地上扬 在他的目光注射下 那进风子 是瞬间出现的引擎 有本事你别跑 咱们凭真本事 倒一场 懂不能就跑的 你算什么本事 这一路追过来的 进风子 是气壮吁吁的 而且 他刚才还跑错了路 如果不是查知道 这地方 有庞大的元气波动 他未必能找到 也直到这时 他才更加肯定 自己的速度 和对方根本就没法比 而且 如果对方 不和自己单打的话 凭借着速度 想不自己拖垮 也很容易 所以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 他便一出面 就忍不住 出淫 奖励局 属你所愿 楚三宝 完全没干得解释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楚三宝 因为这件事 他结实起来 不出麻烦了 而且很可能 比打一场价 更麻烦 如此一来 还不如 痛痛怪怪的 打一场呢 不管输赢 都给闹个痛快 所以 在这进风子 冲过了里一瞬间 这楚三宝 是想了没想 瞬间出手 火焰漫天 就在这进风子 刚感到这里时 还没能继续说什么 这楚三宝 不由得如此大喝倒 最后 便进到 那点火焰强梦 在这楚三宝的控制下 瞬间便打了出来 剑风子 见到这一幕 他是没想到 竟然 这楚三宝 张嘴就打 一瞬间 剑风子 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选择规避 他能感知到 这楚三宝的天道攻击 是相当的暴到 如果自己被夹在其中 既是不死 也得脱丧皮 然而 就在剑风子 王仪退时 这楚三宝 一闪身 拦在他身前 手中的阵天月 没有丝毫有余地 就砸了下来 见到这一幕 这剑风子 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抽出 这手中的宝剑 和楚三宝 这阵天月 狠狠地撞在一起 这一击 两个人 没有用任何心术 也没有用 任何的天道法则 仅仅 凭着自己 这肉身力量硬碰硬 只听到 这红背声乍响 两个人的声音不由地 各自往后倒退 不过 楚三宝退过来之后 又迅速地 折祸回来 并且 再次把阵天月 高高举起 又是一斧子 立屁华山样的 劈了下来 剑风子 发现自己空云生本事 根本施让不出来 这一切最终的原因 只因为 他的速度 比楚三宝慢 现如今 他只能被 楚三宝进行 这被动防御 无法主动攻击 现如今 如果不防御的话 对方这斧子 一劈下来 绝对 能把它劈成两半 结果 当他把这宝剑 再次举过头顶时 又是硬生生地 撞在里面 正在这楚三宝 施让手段时 楚三宝 又一个近身 一斧子接着一斧子 不断地劈下来 让剑风子 整个人是憋着到了极点 他手中宝剑 仅仅是一把 这七品仙剑 而楚三宝 那是这一把九品仙剑 一次两次碰撞 没什么大碍 但是 这十次 上百次 他就发现 自己的宝剑 已经出现了火口 要知道 用剑者 爱剑如命 如果 这宝剑是被斩断的话 恐怕自己一个剑凶 就会直不于此 真是 这剑在人在 剑王人亡 不过 这剑风子可不想死 他就是 想一场正常的比试 可不是什么生死相想 用蛮理 你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 牛这天的公鞠 跟我硬碰眼 就在楚三宝 刚准备想把他宝剑给劈烂时 突然听到 这剑风子如此一说 在自己 这天的法则之下 他能活吗 现如今 也正如他所愿 好 子雷要天 火焰光莫 大剑花术 大剥夺术 四样天的公鞠 被这楚三宝不要钱那样 瞬间被施展出来 这四道天的公鞠 同时被施展之后 那剑风子更是空不无比 如此庞大的天道法则 他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全力以赴 拼死抵抗 把自己剑道 发挥到了极致 连续劈出竖剑 打下好几道攻击时 他感觉到不对了 少主 我认输了 原本 楚三宝的心中还觉得 这家伙 就是个打不动的家伙 没想到 这钢师长手段 没扛过几招 这对方就投降了 这是这天的公鞠 既然你放出去了 这不见见血 怎么能说回就回呢 不过 虽说无法说回 但是 却给稍微改变下 他的攻击方向 眼看着 那几道这要命的天道公鞠 从这身旁闪烁时 那剑风子 已经恐惧到了基点 现如今看来 除了自己这权力以赴之外 那是一丁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 剑风子可以肯定 在这楚三宝 如此强暗的天道公鞠之下 即使能够活下来 这恐怕也是身受重伤 就在他的心中 这沉道谷底时 并且呢 那几道天道公鞠 是擦身而过 如此一来 让这剑风子 是幽惊无险 知道 他见到天道公鞠都打上一旁时 这才出了口气 最后 双膝跪地 对着楚三宝 说道 少主不杀之恩 疯子 赶紧不见 从今以后 我愿意 追随着少主身旁 骗少主 安前马后 你不用追随我啊 自己回去吧 我还有事要办呢 暂时就不回去了 楚三宝自然知道 他说的那少主 并不是楚三宝 而是那个假的楚三宝 自己跟他回去干嘛 冒充那魔器吗 这种事情 这楚三宝还不愿意做呢 少主 你难道 瞧不起我剑风子吗 如果觉得 剑风子是个无庸之人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干脆一死了之 说的这里 手中宝剑对自己一横 朝着自己的脖子就抹过来 楚三宝见到这一幕 是无语了 闪身走入近前 将对方的宝剑拿下来 行行 你呢 要愿意跟着 你就跟着 什么时候 你若是呆够了 随时都给走 极为无语地 说出这话 帅行 朝着旁边离去 剑风子 也是紧紧地紧嘴起后 就这样 两个人 就这么离开了 然而 就在这两人 前脚刚走 并且呢 这旁边的海水之中 有一团黑气 冒了出来 这团黑气 咕咕地冒出水面之后 朝着四周看了一眼 赵三宝 你还真是我命中可行 尽是咱这个仇 咱俩没完 事后 你再让我相遇 你看我怎么弄死你 黑气说完这话 朝着反方向 就逃顿而去 这团母气 可恶是相当的憋屈 他来到若地时 就直接分出地底分身 由于他是魔气化型 所以说 可以预留一些分身 为的就是一方万一 和不测 原本 自己的本体 是轻轻松松了 将还有斩杀之后 正准备让分身返回呢 却不想 竟遇到了 剑风子这个混蛋 结果 这混蛋三句话不说 就跟自己打起来 没办法 他还以为 这剑风子 跟那真的 楚丧毛是沟通好的 他也只能逃了 可是没想到 还有碰到的 楚三宝这个镇主 结果 白白被斩杀 自己自打来到 心结之后 所有的宝贝 都在那戒指中 现如今 被这楚子们抢走了 就连这身份令牌 都没给他剩下 以至于 这转瞬之间 一招回到解放前 变成了穷光蛋 虽说 他对有着大罗金星 理解 但是现如今 他这个分身 可并不是 大罗金星的级别 他却从头慢慢修炼 也幸好 所有的功法 都印在脑子里 如若不然 他想翻身 一点机会都没有 也直到这时 他悟出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不管在何时何地 只要碰到这楚三宝 唉 别说报仇了 还是永远躲着吧 这家伙 简直就是自己的可行 而且是天生的可行 不过他相信 以他在自己的摩起肢体 将重新修炼回来 用不了太久的 等楚三宝他们回来时 正好遇到了 那些大和尚 朝着世界身处而来 显然 当时他们看到 楚三宝 是朝这里走的 所现如今 正在这后面 急速地追赶 因为他们想看看 这两个人 到底是不是两败俱伤 然后自己 再做个 这黄雀 可是没想到 就在这半途中 竟撞到了一面的 楚三宝 以及那见风了 这两个人 完全不像是 大战那场后的样子 尤其是楚三宝 那气垫神仙 像是在这里 逛逛旅游一样 楚三宝 也没想到自己 能在这半途上 遇到那群大和尚 如此一来 这身上当时 就抱抱着 浓浓的杀鸡 在这飞车中 人多影砸 这下手不好 现如今 他们找死来到 这深山老林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这再不动手 可谓何时 嘿呀 这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闯进来 在这飞车上 你们这几个 土地对我不断地 挑衅 以为我真是软柿子吗 现如今 来到了这里 还给我运上了 说说吧 你们选择 整个死法 几个突驴 听到楚三宝这会儿 一个个对视野 尤其 看到的旁边的剑风子 那眼神中 是十分的凶悍 最主要的是 并不是对楚三宝凶悍 而是把目光 对准了他们 这手中拿着把宝剑 那更是让人 这心里没破 阿弥陀佛 施主啊 朕所谓 佛度有缘人 你们呢 就是有缘人了 一切都是误会 在这飞车之中 之所以我们 要如此 主要是想看一下 您的风采和风辞 现如今看来 施主 你也是个大人的雄风啊 而且这次过来 我们呢 主要是为大人 送礼来了 对 送礼 在这飞车里时 大人 您废掉的那个家伙 是成天欺负我们 让我们呢 这一个份奴婢 所以这次 特意过来感谢你 送上些薄礼 还望大人 莫要见怪 为首一个 突驴如此一说 这嘴角 也是不断地嘟嗦 最后 还是一狠心 从这出戒指中 拿住了几样东西 出三宝 眼神带笑地 打量过去 最后 忍不住这心中一动 对方 为了保住自己的贱命 还真是下了血本啊 甚至 酒店的棺材本 都拿出来了 这其中 竟然就离谱啊 拿出了个化新人参 在这房间时 据着古籍记载 说 人参呢 到达一定年纪之后 就化成个小孩子模样 在这地上 这不断地行走 还可以 和别人家的孩子 一起玩爽 尤其 在这滑下的长白山以外 尤其之多 当然了 这种事情大多都是谣传 要说这谁见过 恐怕是一个都没有 也许 那只是人们 这最美好的想法而已 不过 在这仙剑 一切就有可能 人生争了 就可能修炼出真神了 而且 眼前这一个 恐怕正是如此 这 乃是一个 新神 不知道 这修炼了多久 最后 能化成一个 这十多岁童子的模样 只不过 这个人参童子 也是倒霉 刚刚化形 没多久 就被人给抓住了 几斤倒手之后 落到了 这甲和尚的手中 只不过 对方为了保密 这才 把这人参童子 给献过来 因为 直到现如今了 他们才知道 如果不给一些 这好东西 让对方眼睛一亮的话 那自己今天 怕这铁定 得去西方剑佛祖了 原本就这么 楚三母一个人 他们都感觉 很难对付了 现如今 再加上这个 剑风子和楚三母 站在同一阵营 如果针对他们 两个同时发难 恐怕他们 还真不是对手 更何况 不管是什么原因 现如今 剑风子和楚三母 一个阵营 按照他们的想法 这楚三宝 应有这不报仇的道理 更何况现如今 楚三母刚才 突然说出那句话 让他们更加确定 这楚三母心中的想法 阿弥陀佛 施主 这是我们的一天心意 还请您收下 从今以后 不求能跟您 做上朋友 只要与您结识 实际上 就是贫僧们 很大的荣誉了 那人说到这里 联盟 让自己那些小和尚 将那些人生童子 送了过来 但现如今 连这亲自走过去的 勇气都没有 神把这楚三宝 这一个说不好 出手 把他给砍了 楚三宝 从小和尚手中 把人生童子拿过来 放在手中 仔细打量 封印状态的人生童子 并不是很大 这看上去 也就巴掌大小 不过 这小家伙长大 是有鼻子 有眼 有耳朵的 和正常的小人 没什么区别 如此一幕 让楚三宝无比震惊 这人简直就是作孽呀 如此小的 和一个人有什么区别 你说将他给吃掉 这不等于吃人肉吗 也许 这别人能把这小人生 用来入药 但是楚三宝却做不到 把这活生生的小家伙 给吃掉 不动神色地 把这人生娃娃 收进自己的富贵居中 他能感觉到 这人生娃娃 似乎相当的虚弱 如果把他放进 除戒指中 他很可能会被捂死 不过 这个富贵居 那就不一样了 行吧 你们回去吧 我呢 也不愿徒增杀戮 看在上天 有好身之德的份上 饶你们一次 那些和尚 听到楚三宝这话 是敢戴得的 联盟跑了 紧接着 楚三宝他们 便回到了飞车 飞车老板 万万没想到 他们千脚刚离开 这才多久 就回来了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好事 人提前回来 没耽误多大的路程 而且自己 还赚到了这么多钱 可以说 这一举两得 也信号这之后 飞车上 那些人都回来了 老板 让自己的手下 却发出最后的信号 不过 时间不长 剩下为数不多的人 也陆陆续续地 全都回来 唯一让大家 心中不爽的是 他们并没看到 什么局势大战 也没看到 什么高手之间的过招 不过这时候 不管是楚三宝 还是那进风子 都回到 这飞车的闭关室中 闭关了 楚三们回到闭关室之后 将自己的富贵局打开 直接进入其中 这才开始查看起 自己除戒指里 那有什么好东西 这个除戒指 是那个假的 楚三宝的 这里面 除了几身 这门派换洗的衣服之外 还有不少的 炼器材料 甚至 还有一个手扎 手扎底所记载的 是关于炼器的心得 楚三们看了一下 无奈地收着起来 他对仙气炎炼之术 可以说是一头雾水 正所谓 树叶有专攻 如果你让他炼丹炼药 讲解他要之法的话 他要说 不跟你说个三天三夜 那都说不过去 但是现如今 这炼器对楚三们来说 他只能停留在 这初级阶段 让他帮助一个字来 他都很难 所以 让他看这种 高深的炼器材料 他是真看不懂 无奈之下 便把这手扎收起来 但是让他感兴趣的是 这楚戒这里 有不少的仙术 自从楚三们 进入仙界以来 这仙术 他还真没学过几样 现如今 有这么多功法 摆在眼前 他就不断地仔细研究 听到攻击 他想看 但是仙术 也是人们攻击的 一个重要手段 尤其是楚三宝 现如今 那所掌握的 并不是很多 而且 有着一定冷却时间 如果 这长期战斗的话 对楚三宝来说 是相当的不利 而现如今 假的楚三宝 给这楚三宝 这么多仙术 那自然是丰富了 楚三宝的战斗技巧 在那数十本的仙术之中 楚三宝翻翻找找 最后 找出了三本 摆在这里 这三本仙术 都只适合自己修炼了 其中一本 被称之为 仙魔拳 每一拳打出 都给换化出 这成千上万的拳银 犹如 那化现魔器 所施展的拳法 楚三宝 轻轻修炼了一阵 他发现 这功法在施展时 如果把体内的 雷火之力输入的话 那威力会增强许多 在富贵居中 有专门的修炼室 尤其是 楚三宝为自己 开启聚有灵塔 修炼了一个月的时间 外面也只不过 刚过去了一天 如此一来 楚三宝 用了不到三天时间 在这聚有灵塔中 修炼了三个月 把这仙魔拳 修炼到大成级别 第二个 让楚三宝感兴趣的是 天罡三十六伏 对于这个名字 楚三宝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楚三宝知道 据说在唐朝时 程瑶金所修炼的就是 这天罡三十六伏 不过 他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 和程瑶金修炼的 那个不一样 这里面没什么切 铁 韬 所谓的三十六天罡 是根据天罡行 进行研练出的 一套伏法 稍稍推演了一阵 他就知道 这套伏法 没那么简单 如此一来 楚三宝 便忍不住在这里 进行推演修炼 这套天罡三十六伏 一共有三十六招 每一招 有三十六种变化 如果说 施展到极致的话 可破这天道 当然 具体威力如何 这楚三们就不知道了 只可惜 在这里修炼了三天 也只不过 把这天罡三十六伏 修炼到小城级别 至于说 最后修炼的 乃是一套剑法 这剑法 称之为 万火燎原剑 这套剑法威力 并不简单 虽然 没有三十六天罡符 那么霸道 但如果 这修炼到极致的话 一剑这开天门 丝毫不比那天道攻击场 这套剑法 也被这楚三宝 修炼到小城级别 不过 达到大城恐怕 还需要一段 不短的时间 直到现如今 楚三宝这才收工 最后 这思索之间 并从富贵居中 找到自己 收建的那人参宝宝 将人参宝宝 身上的风云破除 他发现 既是如此 这个人参宝宝 还是昏迷状态 无奈之下 又给他 服下一个胆药 如此一来 昏迷中的人参宝宝 这才快速地复苏 直到 过了一炷香之后 人参宝宝 从这地上爬起来 最后 略有警惕地 看着死忠 谢谢你 是你救了我吗 这颗人参口吐人言 而且表达得相当清晰 小家伙 你有名字吗 我虽然救得你一时日 但是救不了你一辈子 等着飞车停稿之后 我呢 把你放到山林之中 这之后 你究竟是生是死 就看你的造化了 楚三宝 完全没把这人参宝宝 用来炼丹炼药的打算 虽然他也知道 如果把他吃掉的话 对楚三宝来说 好处心 然而 关键的是 让楚三宝吃着人参宝宝 他总感觉怪怪的 有一种 这吃人的感觉 小家伙没想到 眼前这个人 居然会放了他 让他拥有自由 可是 先如今自己 拥有自由之后 是不是 还会被别人抓到 要知道 这人参宝宝 就这么一个本事 要么 把自己化成人参 要么撒腿就跑 至于说 其他的攻击手段 他是一个都没有 现如今 是自己这一辈子 命好碰到的楚三宝 如果碰到的别人 现如今 早就被吃了 既然你救了我 能不能 传我一些本事 我愿意拜你为师 您可以数为徒吗 楚三宝听到这话 陷入沉默 直到两久之后 这才说到 这收你为徒 传你本事 倒也不难 但是现如今 我现在居无定所 十分缥缈 你跟着我很危险的 我怕危险重重 所以我给你个选择 你可以跟在我身旁 我虽然可以教导你 也可以保护你 但是危险 还是相当大的 如果你选择离开的话 我可以传授你一些功法 你自己在外面 独自默默地修炼 如果你足够接点的话 逃避危险的话 也不是不能 而且 随着你日后 不断本事增加 说不定 还有自保能力呢 楚三宝 倒是有心收拾这个小家伙 毕竟 自己遇到他 就是与他有缘 只不过 对方是一个人身之地 将他作为自己的手下 不知道是福还是货 如果师父你不嫌弃我的话 我愿意拔在你的门下 早往给师父切茶 消极在你身旁 对我而言 这仙剑 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反倒是跟在你身旁 有可能是我最好的选择 小家伙 年纪各自虽说不大 但是 这灵质可不低 要知道 能够化刑 这最少 起码有十万年 乃至百万年的年份 虽然他也知道 如果自己 要是获得自由之身的话 同样也是危险重重 与其如此 跟在 这个师父的身旁 实际上 才是最好的选择 见到这一幕 楚三宝万般无奈之下 点了点筒 最后 是一阵的摇头苦笑 在这凡间时 我曾经收过几个弟子 你 这还是我在仙界 收到的第一个徒典 如果 你说 不败在我门下 我对你呢 不会有任何要求 但是 现如今 你败在我门下了 就必须 遵守我的规矩 人参宝宝听到之后 是颇通一声 跪在地上 师父 你尽情教诲 弟子 一定 谨遵使命 不敢 又丝毫的 马虎大爷 如果 要违背之处 天地 供灭之 没那么严重 我的规矩 也很简单 但凡是我徒弟 不能做 伤天害地之事 不能做 持枪凌弱之事 日后 你那些师兄师妹妹 若是飞升到心界 虽然 你稀微比他们高 但是 不能对他们不敬 你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尊师 重道 除此之外 摆门中 禁止同门相残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 我绝不禁容 听到这话 人生宝宝 对着除三宝 磕头道 师父教导 突然 谨记于心 自此以后 绝不有任何骄傲之心 更不会 不尊重师门 除三宝 这才埋着点了点头 你没有信 也没有名 跟在我身旁 总不能每天 都叫你人生宝宝吧 这样吧 我给你取个名字 你是人生化形 那么你就信人 做人嘛 要有志气 那以后 就给你取名为 人质 说出这个名字之后 这除三宝就后悔了 这名字 这听起来总怪怪的 人质 人质 不过看着眼 人生宝宝那兴奋的样子 他呢 也没好意思多说 最后 除三宝为他 选出了一道 非常不错的修炼功法 但是 这听到法则 他没办法为他选取 但是 除三宝这里 刚刚得到了一批新术 倒是可以让自己的徒弟 这随便修炼 将这一切做妥当之后 掐指算里算 自己在这里 已经过去的接近 这七天了 除三宝 并没让这人质 跟自己出去 毕竟 他现如今 刚刚修炼成型 又刚刚地修炼功法 没什么修为 任何人看到了 他就是一个化形的人生 等除三宝 这走出来时 让他无语的是 缺乖离和剑锋子两人 就守在自己的闭关室外 他们也不修炼了 就这么守着自己 我说 这地方守护阵法 你们两个在这里干嘛 听到除三宝这话 这进风子 有点不好意思了 随后 又好像想到了什么 一直这缺乖离 说道 东远他 他在这里守着不走 我也不能走啊 他是护卫 我也是护卫 凭什么 就他能守着你 我不行 除三宝听到这话 也不知该吐槽叫什么 这种事情还能比拼 除三宝也是活久近了 难道自己就这个香伯伯吗 走吧 咱们过去看看别的地方 按照时间的推算 这应该快到了 在这飞车之中 有个专门查看 这星际地图的位置 实际上 这里相当于一个爆炸台 每到一个地方 只要你看看这里 就知道 这地方是什么地方 而且 不管在什么星球 这下一个星球 都有明具的指示 甚至 一个星球 是连续填好几站 也会显示 这下一站 下一站 究竟是什么地方 结果 当除三宝来到 飞车的爆炸台时 不由着惊喜发现 下一站 就是天荒星了 自己这一走 可是好几年的时间 当时 和这尊义大哥说 自己这一去 恐怕最少一两年 就能返回 没想到 这都走出了一辈多了 还不回来 这让除三宝感慨 在这仙剑 似乎时间过得 比这房间 要快得多 转眼间 自己来到仙剑 就快有 这六七年的时间了 想一想 自己的房间时 这一共 在修练了几年 最后 除三把把宝爷 他们都放出来 宝爷他们 一直在聚丁塔中修练 现如今 被这放出来了 宝爷差点 没激动地哭 这段时间 在这聚丁塔中 是他们过得 好漫长的时间 要知道 飞车在这空中飞行 大概 飞了一个月的时间 而聚丁塔中 那个是足足过了 三十个月 所以 这宝爷也出来 不由的是一阵苦涩 而且还不断地叨过 说这除三宝 给他丢到里面 就不管不供 还说 自己是后麻生的 这瘸管理 才是亲妈养的 磨磨唧唧唧的 一个大男人 在那里 叨叨叙叙 听到这里 这厨子们 差点没揍他 也知道 这时 宝爷 才算是彻底消炼 不过 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修炼 并不是一点进步都没有 宝爷的修为 也达到了 这天相二品 至于 宝钗宝玉两人 也正是把自己的修为 提升到了 金星的大圆嘛 看来 这宝爷 没少给他们 交作业呀 如此一来 除三宝 也是买了点点头 只要他们三个 不把这修炼塔中 弄个子孙满堂 他做什么 自己都不管 如此这般 过了片刻之后 便见 这非洲缓缓的停下 紧接着 飞车之中 传出了一道声音 各位乘客 天荒行到了 有下车的乘客 抓紧时间下车了 听到这话 除三们嘴角瞅动了一下 他觉得 这人铁定到地球上 走过一趟 要不然 怎么连着爆站台的语气 都一样 走了走了 我带你们看看啊 这就是 我刚到新界之后的家 有子归家新界 一个人不管你走到哪里 总需要一个根 对于除三们来说 这地方 就是自己的根 有些兴奋地带着众人 从这飞车上走下来 并别的一个方向之后 便朝着那个方向 急驰而去 每当这赶路时 这进风子 都是相当无奈呀 他觉得 自己才是真正的 后妈养他 除三宝 骑在青云火柱的背上 宝爷带着两个小娘子 坐在钻山豹的背上 缺乖李呢 也坐在一只毒蝎子的身上 只有他 一个人孤零定地站着 那叫一个不知所措 幸好 缺乖李对他不错 也让他跟着 站在这毒蝎子的背上 如此一来 这一行人的速度 那简直快到了极致 除三宝 这一路之上 也是不断地催促这青云火柱 真的快点 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这一次 可给这左翼大哥他们 每人都带了一柄 这七柄仙气 让他们好好高兴高兴 而且除了仙气之外 还给大家带了不少的好东西 各种概念修订资源 跟功法 仙法仙术 也是数不胜数 尤其 是这段时间不近 也不知小美小林这小丫头 过得怎么样了 又往前 继续赶了一个时辰之后 也就是两个多小时 这除三宝的眼皮 是一阵跳动 因为这时 他看见自己的阵前方 竟是一阵的满天大火 浓浓的火焰 似乎像这天地给烧穿一样 这也没让除三宝一看 这心头一惊 难道 所以大哥他们 出事了不成 想到这里这更是急切 是不断催促之下 这青火猪 也把自己的速度 爆发到了极时 等他们赶到驻地时 发现 这现场 除了熊熊大火之外 还有那么几百号神 一个个 熊神扼杀地拿着武器 在那里放声咆哮 收 给我使劲 收 把这里都给我收掉 我要让这里的人 死得一个都不上 赶紧我独眼龙做的位 找死 楚三宝一回来 见到这一幕 不由地站在青云火柱的背上 这双眼都怪喷火了 不知道 是那天边映出的火 映在楚三宝的眼帘中 还是他眼神在猛火 独眼龙 你八倍祖宗的玩意儿 竟敢蹭我不再在这里放肆 我要灭你全足 楚三宝 这次是真的火了 而且这愤怒的心根本压制不住 如果不把这独眼龙给弄死 他觉得自己 很可能会活活地被憋屈死 这独眼龙 突然看见背后有人在骂自己 立马回头光望 等他回头 见到那几只庞大的新兽时 而且 这新兽的背上还站着几个人 而且其中为首的一个 他好像还认得 这 好像是之前尊业手下的一个兄弟 这人怎么回来了 然而 就在他脑中 刚刚想出的想法时 楚三个挥手之下 几头新兽就知道了 再加上 仙兽上的众人好像是 恶狐扑石呀 猛然紧 就把他们杀了个七零八落 要知道 不说是仙兽了 他们修者之间的修为 根本是不对等的 还不是一个等级的选手 这是楚三么他们暴击发那 大罗金仙 仙军级别的修为 那简直是沾路无遗 尤其是一个小小的金仙 能够拦得住的 也真因如此 仅仅一个照命就一个照命 那些人好像是土崩瓦解一样 是差点全军富翁 不过 经过这短暂的错 就在下一瞬间 他就清醒过来 清醒过来之后 这独眼龙是高声大喊 住手 快住手 错了 你们杀错人了 这里面不是尊业他们 是别人 是别人 强障了尊业他们的地盘 我们来救他们的 原本 正红着眼睛疯狂厮杀的楚三宝听到这话不由的 一阵聪恶 怎么回事 不过 这第一时间就停了下来 眼前这些人 在楚三宝的眼中随时都是带在了羔羊 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 错了 错了 你们杀错人了 早在数年前 尊业他们早就走了 而且是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根本就没人知道他们去哪里了 最先走的是尊业跟他的几个兄弟 还有两个小女孩 剩下的就是一些普通士兵 还有百姓 不过 等后来他们早上睡醒之后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最后的几年时间里 哪些人是走着走散着散 两年前 这地方就一切是人走楼空 后来 这刘家塞兄弟 把这里给占据了 不过 又被这徐大傻子给打散 就这样 你挣我毒 就这些地皮 已经忘了十几个主人了 现如今 在这里这 是麻大骗子 这麻大骗子 你也知道 跟我们两家是侍仇 当年 我父亲就死在他们家主的手中 而且这些年 我们两家 也是不断争斗 所以 就在前几天 我们找到了一个机会 利用这阵法 把他们捆死在这里 最后 这才放了一盘火 想把他们都杀死 想把他们都杀死 这不 刚烧上 你就回来了 这就倒好了 他们没啥事 我要倒霉了 毒眼龙 在这里极为郁闷地说道 除三宝听到这话 阴神闪瘦不定 你的意思是说 我尊与大哥 他们全都不进了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 除三宝如此追问 说起来 有三年了 随后 除三宝就开始暗自和解 如果要是三年多的话 那岂不是自己在北江时 就发生了这些事情 自己在北江 正是被别人揭穿身份 让自己的身份公之于众 随后这尊与大哥他们 就人间蒸发 彻底没有联系 把尊与大哥他们带走的人 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他们究竟 把这尊与大哥 跟两个小妹他们 被哪里了 是把他们保护起来 还是想把他们 空在手中夭挟自己 这件事 除三宝实在琢磨不通 毕竟除三宝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谁所谓 最后 除三宝开始暗自和解 自己认识的这些人 这哪一个 也不会做这种事啊 如果要是师父 很有可能 他来过这里 对于尊与大哥等人 他也熟悉 如果是师父他们 把他尊与大哥 给保护起来 都是没什么担心 最关键的是 楚三宝也不敢肯定 这到底是不是师父做的 如果不是师父做的 那到底是谁所为 自己刚从这中央新地府出来 莫非是末将吗 至于心童 那小丫头 如果要是知道的话 有人会提醒他 也许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 这小丫头性格大大咧咧的 他不可能 能做到这一点呀 至于说 是不是有人给他提醒 做了这件事 那是不可能的 自己和南方新地 没什么交集 对方 也不可能因为这件小事 和一个 这小辈交好 能做到两不相帮 这已经是不错了 楚三宝第二个怀的对象 是胖手双心千辈 他怀疑 是不是 自己在那里出境问题之后 被他们回来 给将人接走了 但是转瞬之间 楚三宝又要把这想法排除 胖手双心 奉得可是师父的命令 保护自己 绝不可能节外生枝 除了他们之后 就是悠然心子 如果 两者之间离得很近 那不用说 一定是悠然心子 可是 两者相隔这数万里 悠然心子 即使想过来 也不可能啊 北疆那边一大摊子 是等着他处理 他断然 不过把手足使人 丢下来 来到这里 那么 只剩下了一个 那就是慕容兮兮 如果慕容兮兮 知道自己 有这段历史的话 他一定会派人过来 可关键的是 那时候 都传说自己死了 慕容兮兮 既是知道自己的大哥 他们这些人 也会作为自己的亲人 可是那时候 谁会用这些人 威胁一个死人呢 思前想后之下 他就想不明白了 没想到 这关系的重要点 这让楚三毛 相当的头疼 至于 眼前的漫天天火 直接让这青云火珠一口 便把火焰给吞了 原本 被火焰包围的人 以为自己是必死无疑 但是没想到 这转眼之间 就消散于无形 楚三宝 先是看脸 独眼龙 不管这里 被谁证据 但 这地方始终是我的家 你们将我的家给烧毁 是你们的不对 不过 念在你家消息 告知我的份上 算你有功 今日 我却不为难你 而且 我还送你一件仙气 不过 这仙气 可不是白给你的 你马上把这四周 大大小小的尸体 给我着急过来 我跟他们 有话要说 独眼龙听见这话 脸毛点了点头 不过 他并没有太过兴奋 自己这里死了这么多人 又岂是一件仙气 能够赔得了他 而且他相信 即使厨子们肯给自己仙气 那撑死 就是一瓶四瓶仙气 那 这是一把七瓶仙气 原本谁让你 做成这么小的事情 不应该奖赏给你的 所以啊 这还有重要的事情 要交给你 就提前给你这个奖赏 如果你日后 要是做得好的话 等下次见面时 我再给你额外的奖励 独眼龙 拿到七瓶仙气时 这眼睛都直了 随后 看着褚三某 手中拿出的宝剑 整个人忍不住在那里 浑身颤抖 开玩笑 自己要是有了 这传说中的 七瓶仙气宝剑 哪怕自己 这手下人都死绝了 跟他 也没有半点关系 哎呀 齐也 您放心 不管有什么事 您交给我多眼龙就完了 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的 如果办得不好 我独眼龙 就自抠双眼 自抠我那一个眼睛 以此证明 楚三某 懒得打理他 你个独眼龙就剩那么一个眼睛了 我要你眼睛干什么 随后 楚三某挥了挥手 让他离开 独眼龙听到这话 雷马吩咐自己那剩下的人 开始挨个地跑势力 去通知他们 别看 这天荒星不小 也不大 但毕竟是个星球 虽说星球上大多数地方都不适合住人 但即使如此 想把那么庞大的设计都召集过来 也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办到的 不过 楚三们对此也并不着急 前方的火焰刚熄灭之后 被困在火焰中的那个叫做麻大骗子的家伙也出来了 原本出来时候他还是一点万幸 这火焰是说停就停 没把他烧死救了他的命 如若不然 恐怕今天都算是彻底交代了 刚刚来到外面 就见到这里有人 正准备发怒了 可是突然间 看到站在这里的是楚三宝 他不由得有点差异 怎么是你 倒上了规矩 这点不是我们强牵把他占去的 是你那几个哥们走了 不恙恶的 而且我们也是从刘家三兄的手中抢过来的 楚三宝离开这里时 众人那都是知道的 这家伙可是一个金星级别的高手 虽说他并不胖 但是他清楚 这家伙临走之前 可是弄死一个天星级别的高手 更何况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谁知道这家伙 有没有功力渐长 我管你从谁手里夺过来的 这地方是我的地盘 你不知道吗 敢在我地盘里作为作福 我这一巴掌是伤给你的 话音落下 只见楚三宝轻轻挥动自己的手掌 只见一个玩弱巴掌的续音平空出现 就在这麻大骗子还没玩过来时 这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他身上 就这么一巴掌删除 麻大骗子发现自己根本是必无可避 至于整个人 被这巴掌抽上之后 是不断往后倒飞 最后 撞在一棵大树上口毒鲜血 这才罢休 这自然 是楚三们手下留情否则 这一巴掌 足以要了他的命 这一次 我手下留情留泥面 如果日后再敢冒犯 我必取你狗命 现在赶紧滚 把这地方给我恢复原样 如果差那么一点 我立马送你去死 麻大骗子 这半死不活地从地上爬起来 听到这话是连连点头 不过他的心中更是无比震撼 这家伙现如今到底是什么修为 打自己跟打蚂一样轻松 这简直就不可思议 要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 他的修为也增加了不少 甚至达到了惊心六平 先前那小心翼翼是一方万一 直到现如今他才明白了 那个小心实在是太对了 如若不然 要跟楚三们一开始就硬碰硬的话 现如今他早就昏归地府了 现如今听到楚三们这话是二话不说 带领自己手上的残兵败将开始远路返回 随后凭着自己的记忆把这刚开始的地方给复原了 随后楚三们就坐在这里 他看脸身旁的剑锋子 懂阵法吗 在这凡间时 阵法的楚三宝还可伸上手 但是在这仙剑那真的是有幸无力 懂一些 如果不知绞杀大陆进行一下级别的阵法 应该不难 不过要是杀阵的话 我需要一剑这七品仙剑作为阵炎 镇压住整个阵法 楚三们想都没想 编语中作为除戒指中丢出了几剑这七品仙剑 这里一共是十件七品仙剑 其中九个是不蕴含着天道法则呢 只有一剑蕴含天道法则属于真正的七品仙剑 剑锋子把十品宝剑攥在手心中 隐披不断地颤抖 没有天道法则也是七品仙剑啊 要知道 这种七品仙剑倒完全可以后天温养 若是 要是温养得当的话 这七品仙剑依旧可以褪变成真正的蕴含天道的七品仙剑 是不成问题 如果这种仙剑放在别人身上 或许没有真正的仙剑价格 但是 如果放在剑阁之中 那绝对是截然不同 剑阁地子 每个人属性不同 所修天道也是不同 所以 他们所拥有的武器 必须和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契合 要是买的那种批发的武器 或者制式武器 都是一样的 那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到一个没有天道法子的七品仙剑 最后 回去慢慢地喂养 直到把自己的天道蕴含在这剑身之中 才能把那本剑 培养成真正的七品仙剑 所以 在剑阁的地子中 这种七品仙剑的价格会更高 那就是 一个空白的符纸 随他们如何的画符 就是他们想弄也弄不到 甚至 就连这剑封子手中那柄剑 和自己的契合度 也并不是很高 所以 当他见到 这楚三们给他这么多没有属性的空白的七品仙剑时 这心中叫个激动 少主 我能不能用我那个有属性的 跟你在这里换一把 这没属性的 因为 我那把武器 和我这天道契合度不是很高 我想 重新温养一把 楚三们听到这话 想的没想 便从 自己除戒指中 又拿出一把宝剑 这个吧 这是一把 七品的极致宝剑 你拿着 如果温养得当的话 可进身八品仙剑 剑封子有些激动 把那剑封的手中 则下打量 心中的激动之琴 简直无异于言表 是扑通一声 双席跪地 对着楚三宝 是实行大礼 楚三宝 将他扶起来 说道 不用如此 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的就是你们的 如果有用 那最好 你拿着吧 明白 楚三宝以为 这些仙剑 没什么大用 要知道 他让万七大石 给自己炼制仙剑石 可不是 没把仙剑 都能达到 真正的七品仙剑 更多的是 这种 没有熟悉的仙剑 也就是 这半成品 原本 这万七大石 是准备毁掉的 因为在他看来 这东西 出自自己的手 有点丢脸 可是楚三宝 却见到拦住 说 自己利用用道 又把那些 半成品的剑 都给要了回来 见到这一幕 那个炼气大石 便把自己库房中 那没用成的半成品 都给了楚三宝 似乎 这听起来不少 实际上 加在一起 也不过就几百把而已 但要知道 即使是失败的 空白的七品仙剑 也是七品仙剑 所以楚三们 自然把它们 通通的都要了过来 没想到 见疯子 唯独好这口 这倒是让楚三宝 挺诧异的 独眼龙 来到外面 通知各大势力时 各大势力 听到这些事 一个个的是皱眉 这楚七爷 想干嘛 难道 他真以为自己 有多大的面子 想凭一己之力 让整个天花心的人 都过来聚会 难道 他真以为自己 有多么了不起 不过听到通知的 独眼龙 说那些人回来之后 一个个的是 骑着仙剑 拿着都是高级仙剑时 倒是让他们 打起了鬼主意 不是说 这怕了楚三宝 而是贪恋 这楚三宝身中的宝贝 那些高级仙剑 都是他们心中 想得到的东西 之前 就听说 遵忆他们几个兄弟 那一个个是 十分的富有 之前 这想动手 还得掂掂掂掂探掂掂探 但是现如今 其他几个都不在了 就剩这么一个 老七 在这里出气 大家还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其他人 要是都在的话 他们说不定 还会给他尊业 跟楚三宝几分面子 但现如今 自然是全无顾虑 楚七爷既然想死 那么 他们自然就准备成全他 天荒兴的众多势力 没人知道楚三宝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只知道这楚三宝是那边的七爷 由于楚三宝的尊业大哥中 排名老七 反正大家都叫他楚七爷 众人都知道 这位楚七爷天赋不错 可即使如此 想并且一己之力撼动整个天荒兴 没那么几个兄弟的帮助之下 他能做到这一点 那真的是破天荒 更何况 众人贪恋这楚三宝手中的宝物 以及那几头新兽 所以整个天荒兴赏那些人 就开始不断地向这里聚集 开始蠢蠢欲动 之所以 这些人全都如此 实际上很简单 那是由于 这些人原本就属于土匪之流 平时就做一些打架结社之事 现如今有这个机会 他们怎么可能放过 当然 有些小势力 自然不会打这个主意 那是由于那些势力 知道自己根本就惹不起他们 不过这楚七爷修尽多大本事 就连独眼龙都亲自为楚三宝抱大腿 他们也不得不掂量 如此一来 几天之后所有各个大小的势力 全都朝着这里聚集过来 有着五六天的时间作为缓冲 信封子 已经把这地方布置了许多大惊阵法 实际上 这大惊阵法并没什么杀鸡 就是一个和平阵法 凡是来到阵法之中的人 任何人不能妄动刀兵 如果敢动刀兵的话 就会处罚整个阵法 对待进去哄杀 将这妄动刀兵的人 就这么劈死 如果 修为超过大罗金心的 在这里面动兵 那么楚三宝 放在那十把仙剂自然会起到作用 到时 阵法自动地献祭仙剂 把那些人给炸死 要知道 楚三宝当初 献着的一把七柄仙剂 隐生生的 把一个大罗金心 顶峰的家伙给干死 而现如今 这地方有十把仙剂 即使仙君级别的 冒然进来 恐怕也是有死无生 至于 修为更高的 那是超出众人的能力范围 到了那时候 他们也没办法 在这种等待之中 各大势力终于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现在这里 然而 这一个个的 那是自信满满 来到这里之后 等他们见到 这虚空中的楚三宝 历生的骄傲和傲气之次 尽数不见 在这仙剑 只有一个硬道理 那就是 修为达到大罗金心之后 才可以腾弓飞行 也直到这时 众人这才知道 原来 这个楚气也 竟然是一个大罗金心 在这一方世界边缘之地 那绝对是神模样的人物 也正如此 看到这里人 那一个个的 神漠不作声 打劫 还打什么劫呀 如此这般 又过了两天之后 所有势力都来了 原本楚三宝以为 自己展露修为 让这么家伙该老实 他把众人叫过来之后 实际上 只是为了告诉众人 不允许在自己基地里 搞东搞西的 更不允许侵占这里 而且 把这地方 当成了一个 这和平之地 凡是进入其中的人 都不允许震动 只是 不管在什么时候 总有那么几个 不开眼的 我说 楚气也 怎么会这么狂啊 让整个 天荒街的人 都过来聚会 原来 你已经 谨慎到了 大罗金仙了 不过那又如何 不要以为 自己是 大罗金仙 就了不起 在老夫眼里 你就是个后生 就在众人 这来得差不多是 从这远方 又过来一个人 为首的 是一个 这合法童年的 小老头 这人身材不高 不过 浑身散着一股 这精神气 等他来到这里时 又如此 挑衅了一句 让这厨子们 睁开眼睛 朝这人 平了一眼 不错 没想到这星球上 还有大罗金仙 三重天的高手啊 难道 就凭这个 你敢在我面前狂 赫发老头 像你这种 不知天高地厚的人 能够在这里 校游这么多年 实在是奇迹啊 出三个平静的话 让不少人 这心中都是一惊 眼前这个 鹤发老怪物 那竟然是 大罗金仙三平 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说 楚七爷 既然你也是 大罗金仙的 咱俩最多打个平手 而我身后 有这么多兄弟 你那些兄弟呢 都走了吗 如果真的打起来 你未必能占到便宜 真好 借着今日 你把众人都叫了过来 我在这里 有事情要说 咱们天皇心 年年混战 也是时候 该整合势力了 我决定 从今日开始 整个天皇心势力 全部取消解散 归于我的麾下 哪个不同意 我直接灭他满门 在场众人 听到这话 一个个的 都是心中愤怒 这鹤发老怪物 可不是什么 善良之人 如果进入他手下 那是男的 都是做鼓励 女的都给他暖床 恐怕没有什么人 会好下场 也真因如此 这一个个的心中 都伸出了一次恐惧 原本今日把大家 召集过来 只是想说件事的 不过 你这不请自来 还如此压迫我们 那么 多说无意 先持我一掌 楚三宝 说到这里之后 直接从虚空中 站起身 紧接着 用着踏天七步 朝着鹤发老怪的方向 就迈去 踏天七步 本身就属于 这七天的一种 天赋神通 凡间时 楚三宝施展过一次 可以说 那是相得益彰 现如今 楚三宝 乃是这大罗金星的秀为 进行施展推动 那威力 更是无可匹敌 就这么一瞬之间 众人感觉着 楚三宝突然间 好像变成了一头 这凶微赫赫的七灵 浑身上下 散发着滔天杀意 而就在这时 楚三宝 朗声喝道 一阵 挺温落 一脚踩出 就这么一脚踩下的 一瞬间 就能感觉 自己的心 都跟着颤抖一下 一股庞大的天地之危 至今笼罩在 没个人的心头 没有丝毫停止 楚三我继续 喊出第二步 二阵 地温门 第二步踏出 天地间 好像突然变了 暗淡的几分 不过 在场众人 却感觉心头 明显松了口气 因为 这第二步 直接锁定在 赫发老怪 一人身上 赫发老怪 周折梅 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不敢相信 这是大罗金线吗 他能感觉到 这天地之间 尽心的威牙 将自己锁定 以至于 他想用这天府神童 也无法屏蔽掉 就在他 准备施展手段 逃避这股天地 威牙时 除三宝 又迈出了第三步 三阵 人有路 如此一来 这心情 还感觉行动自如的 赫发老怪 这一瞬间 感觉自己浑身上下 被人束缚中 想着动一动 手指头 都难上将难 见到这一幕 他就知道 这大事不好 如果自己 再不想办法到 真就完了 所以在这一刻 他毫不犹豫地 运转体内 所有的元气 开始召唤着 天道力量 白草飞心 在那赫发老怪 喊出一嗓子之后 便见到 他身旁那家 大地上的青草 开始迅速地疯涨 转瞬之间 一惊参天 将他整个人 包裹其中 然而 就在这时 除三宝 卖出了第四步 四阵 鬼屋门 就在这一步 踏出了一瞬间 原本 已经被赫发老怪 召唤出的天道攻击 以及四周 那无边无际的白草 被这么一步 震得稀碎 与此同时 赫发老怪的身影 也直接从那中间 被丢了出来 直到这时 他已经 筋脉寸断 嘴角寒血 自己天道攻击 硬生生地 被对方打断 让他受到 法术的反射 除其言 你真是一点活油 都不给我 你不仁 修怪老夫不义 就在赫发老怪 这喊出了一瞬间 众人以为 他准备 施着什么手段呢 却不想 他回头 对着人群中 霸喊那声 师兄救我 随着话音落下 众人这才发现 原来 他身后的人群中 走出了一个 宁静 跟他相反的老头 只不过 这个老头 浑身上下 散发出的气息 让众人 感觉到压抑 初三宝 微微皱眉 打量眼前 这个家伙 这人的修为 恐怕达到了 大罗金星的 九重天 自己想把他 拿下的话 也不是 这短时间的事 如此一来 就失去了 立位的初衷 刚才 我仅仅是 给你们一个教训 如果再敢放肆 定战不饶 嘴里这么说着 初三宝手中 暗中跟手腕上 大网舌沟通 这大网舌前辈 一直盘在 初三宝的手腕上 这段时间 正感觉乏位呢 现如今 听到初三宝 让自己出手 他二话不说 就同意了 紧接着 便见这初三宝 右手一挥 大网舌 瞬间被甩出 而此时 在这其他人 眼中看来 初三宝这一挥手 就像从虚空中 召唤出了一只 猛舌 紧接着 便见这大网舌 贤辈 根本没有出手 只是对着 那老头子 咆哮 咆哮 就这么一身巨猴 巨大的音波 瞬间坐摇在了 赫法老怪 和他的师兄身上 紧接着 两个大罗金线的身子 好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搜地神 倒飞而出 还没说话呢 就不知道 飞出了多远 撞断了多少棵大树 这才堪堪稳住 只不过 现如今 他们两人看起来 哪是什么 先锋倒骨 那简直 惨到的起点 跟那路边的乞丐 差不多 一个个身上 那骨头十根 断了六七 脸色是苍白如指 眼神中 充满着无尽的恐惧 他们是做梦 都没想到 这楚三们 刚才放出的那玩意儿 到底是什么 这到底是一个新手 还是施展出天道神童 这没看清 自己就飞了 然而 不说他们了 在这别人的眼中 那可谓是无比的震惊 原本他们以为 赫法老头 跟他的师兄 就已经了不起了 现如今 跟这楚三们 手段那么一比 那才知道 那何妨劳怪他们 就算来十个 也上不得台面 两者 根本不是一个等级 如此一来 所有人 忍不住担心跪地 这是他们 面对这强者 不由自主的 一种表现 残奸楚七爷 我们日后 愿追随在 楚七爷的麾下 追随楚七爷 抚堂蹈火 再所不辞 在场的众人 甚至 包括赫法老怪 手下的人 几乎是同时 跪倒在地 楚三宝 见到这一幕 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 看着远方的赫法老怪 和他的那位 未曾说过 一个字的师兄 蟒蛇前辈一击过后 又回到楚三宝的手腕上 而且这一击 是留下很大的余地 要不然的话 不说是两个大罗金鲜了 就算是 这十个 也承受不住 那两人 半死不活地 从地上爬起来之后 嘴角含血 这浑身气血微弱 一个个的 面色发寒 如果 早知楚三宝如此厉害 他们说什么 也不会来挑衅 这不是 纯粹是找死吗 你们两个 是不是还要打一场啊 或者说 你们有什么后手的话 光明正大地拿出来 都到他现如今了 别藏着掖着了 那二人听到这话 这脑袋 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不不不 我们师兄二人 有影不知泰山 谋放了楚七爷 从今以后 不说他们了 就是我兄弟二人 也愿意 带点自己的势力 追随楚七爷 兄弟两人算是明白了 眼前这货 根本就折不起啊 与其如此 还不如干脆 就归宿他算了 哦 这样啊 你们可要想好了 我今天来 并不是要 整合你们的势力 我只想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这地方将成为一方净土 谁都可以过来居住 但是 凡在这里居住的人 不允许出现丝毫的争斗 否则 我不管你是谁 我这地方的阵法会瞬间把你们杀了 不过 既然你们选择愿归顺于我的话 你们都想清楚了啊 成为我的麾下 必须遵守我的规定 日后 若是谁犯了背叛之心 哪怕这千里万里 我也要将你们追到 斩赏 你们可以不享有我 但是 不能背叛啊 如何选择 全看你们自己了 我绝不逼你们 那些人 听到除三母这话 心里苦涩 原来 除三母只不过 想说的是这件事而已 可是现如今 自己都跪在这里 表达衷心了 这时 要是再转身离去 恐怕日后 这除三宝 会给他们穿小鞋 更何况 良情 择目而息 他们之所以 占据一帮徒弟 成为汉匪 那都是为什么 说白了 不就只为了一个字 活吗 如果那种更好的活法 没有人绝对 会去当那个土匪 他们自己在这里 即使混这一辈子 也是上不得台面的土匪 然而 如果跟在除三母身旁的话 那说不定 除三宝能带他们出去 走出他们这方天地 带他们见识一下 这外面的世界 凡是站在大地上的人 没有谁是没有野心的 那吧 不论成为一方霸主 也得被人知道 现如今这世道 谁不想坐享其成 做个高富帅 谁还想做屌丝啊 所以现如今 这机会就摆在眼前 这些人稍稍有和解 实际上也没什么可思索的 所以 他们继续地在这里表达忠心 我等 愿意跪顺楚姬爷的麾下 从今以后干脑涂地 再所不辞 好 既然你们现如今想跟着我 那么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不再是土匪了 也不再是强盗 你们在这里 有一个算一个 合在一起 我封你们为仙剑 新兵第一军 从今日开始 你们独属于我楚三宝 除了我之外 你们不受任何人的调配 而且从现在开始 你们可以安心地在这里练军 如果哪下有地方 敢过来剿匪 你们只需要让他们知道 你们是我们的人就行了 从今日开始 你们记住我的名字 楚三宝 众人听到楚三宝这话 这一个个的是十分的激动 又感觉奇怪 这名字 他们好像听说过 可是一时之间 又想不起 这在哪听说过 反倒是 拖着半死不活 重伤之虚的赫发劳怪 那眼睛放着精光 敢问主上 您可是少主 何发劳怪 此言一出 所有人瞬间明白了 终于 他们明白为什么 感觉这楚三宝这名字 有点耳熟 这位 不正是新界传得沸沸扬扬的 玉皇大帝 关门弟子 这新界未来之主 少主 正是我 楚三宝 没一丁顶避讳 既然这些人选择 跟随自己 那他们有权知道 自己的正式身份 下面那些人听到这话 那心中叫个兴奋 原本他们以为 自己跟着的是一只猛虎 如此一来 便给唬笑森林 可是直到现如今 他们才知道 这哪是猛虎 明明是一条巨龙 一条 可以让自己 飞得九霄之上的巨龙 原本他们 仅仅是天荒星 乃是掀进了一条臭虫 一条 最不受人待尽的小虫子 可是直到现如今 他们才知道 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地位 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隐君这位是谁 那是日后 成为这三界共主的人 只要跟在她的身旁 这何愁之后 没有广大美好的前途 人 有的时候 就怕你看不到希望 只要你这看到的希望 再苦再累 又有何惧 在这一个 他们这才明白了 为什么自己的名字叫做 新兵第一军 一想到日后 这整个新界有无数军队 他们将是第一军 想到这里 他们的心中感觉相当的荣耀 原本 心中有所不甘的人 在这一刻也是完全消失不进 甚至 有人都被这股心情激动的所取断 少主万岁 少主万岁 不知道是谁 喊了这句话 在这里 那传出震惊的咆哮声 剑风子 是彻底少了 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楚三宝 不知道该说下什么时候 原来 他也一直观处三宝叫做少主 指的是这门派剑阁中的少主 但是没想到 此少主 还是整个新界的少主 这里外的差距实在是太大 今日 我为你们树大旗 自此以后 你们就是新兵第一军 不过 我这里 有几个军规 你们 必须遵守 第一 不可以再打架结胜 第二 不可以以大欺小 欺善弱小 第三 相互之间要团结 不可内斗 这三点 是咱们第一军的军规 每个人必须遵守 各大势力的首领 会被编为这班长 排长 旅长 我为你们留下这修炼功法 以及这新术 你们在这里安心修炼 日后 若用到你们时 再出现不迟 我还给你们留下 这不需要打架结社 也可以维持生气的办法 从今以后 所有人 安心修炼 争取早日 把这修为提上去 这才是关键 我不想日后 我带领了一支 根本就上不得台面的军队 各大势力的首领 都出来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这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而且现如今 各大势力的首领 则是暂时的军队的干部 如果日后 你们的修为 有其他人超过他们 依旧有资格 争取这领导职位 还可以把他们取缔掉 所以 在现场的每个人 都有这公平竞争的机会 如果有人敢对你 使用小绊子或者打牙 你们随时给 这军队的指挥部 去告他 但凡被查出来坐实 分裂团队之人 我绝不侵扰 如果你想进步 就努力提高自己 别使那些小动作 这是唯一的途径 而且在这里 只要你有任何的天赋 都给提出来 只要你是个人才 就可以让你自由发挥 说完这话之后 楚三们带领了原本各大首领 在这里一起开会 赫发老怪 和他的师兄二人 这楚三们一人一颗仙丹 吞下之后 这身上的伤势也好了大半 暂时 这第一军的军长 由这赫发老怪担任 铁木上人 为这第一军的护法 日后 谁的修为 只突破了大罗金心 便可以率先担任 这护法职位 护法职位 设立四个 暂时 这独眼龙担任军师 等你们修为日后 再高的话 另安排 你们对这领兵打仗 并不是很熟悉 只可惜 我有些将帅之才 现如今无法到来 你们 现如今第一任务就是 这保存势力 最后 以这最快的速度修炼 领兵打仗 不是你们的强项 但作为这军中的护法 那是你们的强项吧 等时候 你们之中 若有人能脱颖而出的 成为不错将领之才 到时 再进行更改 随后 楚三宝把这些人 每人按照这军职 进行分配工作 同时 楚三宝 也留下不少的修炼功法 新术 以及这新法的脱颖本 随后 并给这众人 留下能够源源不断 发财的项目 实际上 这东西不是特别 只不过是饲养 自打楚三宝 体内世界开比之后 原本留在体内的东西 那些独角兽 楚三宝发现 来到仙气之后 这蜕变能力非常强 现如今 独角兽 已经蜕变成了新兽 而且 他们发现的速度 也是相当之快 再加上 在楚三宝体内世界 进行改造之后 如果在仙气 不断饲养之下 日后说不定能 蜕变成高级仙兽 最关键的是 现如今的独角兽 这看上去相当的威风 而且速度又快 用他们做做起的话 是相当不错 所以现如今 楚三宝拿出了 一大便的独角战兽 让大家进行饲养 时间长久之下 这就是他们主要的 经济来源 知道 将这一切搞定之后 楚三宝 这才准备离去 而且 还把原本 尊业大哥 他们的基地 变成所有势力的 大本营 楚三宝这次回来 是想找到 这尊业大哥等着 没办法 他是回来了 但是尊业大哥不在了 反而 让自己多出了一支军队 至于这支军队 能不能派上用场 他也不清楚 只不过 是有备无患吧 随后 和众多首领告辞之后 楚三宝放出自己的飞车 让众人坐在自己的飞车上 就准备离开 让啊 就在楚三宝离开不久 在他的阵前方 一条巨大的长龙 将他们拦住了 这 并不是一条真龙 应该算是机关之手 楚三宝一看 这应该和自己的机关浮龙 差不多 如果 要是其他人拦在自己面前 恐怕楚三宝 会做出其他的想法 但是 拦在眼前 这个 让楚三宝感觉 这不知道 怎么跟对方交谈 因为 当在面前的这伙人 不是别人 乃是 竞格之人 楚三宝 有些奇怪 这竞格之人 怎么来到了这里 而 见疯子 见到这一幕 有点尴尬 说道 少主 对不起 咱们两个 比完事业之后 我就把战况 传回了门派 而且 心甘情愿 甘愿做您的护卫 当时 门派问我方位 我就直接告诉他们了 只是没想到 少主 竟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如果 我当时要是知道的话 我绝对 就不要透露出少主 您的行踪啊 楚三宝 见到剑峰子眼神中 留住了仓怪之色 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心中明白 这剑峰子 刚开始 虽说是输给自己 并且口口声的说 要留给自己 做护卫 但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 要说 这真正的归心 还得说 从自己送给他 那仙气之后开始的 一把上好的仙气 无异于等于一条命 过去 战将爱马 爱盔甲 爱武器 爱兵器 之所以如此 那是因为 这四样东西 要是配合得好 相当于 自己多出了一条命 而仙气之人 又何尝不是如此 只会更是如此 寻常人 若是得到上好的武器 即使自己不会用 也会藏起来 断然不会送人 所以 当楚三宝 把那么好的武器 送给剑峰子 可以说 让这剑峰子的心中 是无比感动 不过 是传递消息 那是在之前的事 也真因如此 现如今的剑峰子 才会感觉到 有点惨愧 楚三宝 之所以不知道 和这剑哥的人怎么说 那是由于 剑哥人知道的 那个楚三宝 并非是自己 而是冒名顶替的 可是 那个楚三宝 在剑哥中 做过什么事 都有什么情况 他是完全不值 如果自己 要是去了 岂不是要冒中 自己 那个假的身份 当然 要是把这事 给说出来 恐怕 要有这剑哥为敌 毕竟 自己把他们 一个未来的 少门主 给飞了 但是现如今 既然对方的人 来到这里 自己 总不能避而不尽 无奈这下 只好停下飞车 将这飞车门打开 随后 众人都来到了 这飞车的甲板上 但是楚三宝 已经做好了 随时出手的准备 不知各位长老前来 有何贵干 楚三宝 从飞车中 走出来之后 双手抱拳 对着站在巨龙上的人 如此说道 少主为我 能将剑峰子降逢 可见少主本事 的确高潮 我等特奉 建阁建筑之密 接少主回宫 而且 恐怕这路上 有所危险 所以 阁主 多派了一些 我等长老 前来护送 以前 不知少主 真正的身份 如有得罪之处 还请少主海涵 见到这一幕 楚三宝叹了口气 他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这帮家伙 把那个魔戒化新的家伙 和自己 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也怪不得 他们如此心事动众 如果 那团魔戒 真化真是 楚三宝的话 那么 这剑阁 无异于 是一步登天 要知道 很多门派之所以 被这四方天地排挤 那是因为 他们在这 仙庭之中无人 如果 下一代 这三界 共主 出自于 剑阁 可想而知 这剑阁水涨船高 会对整个 仙界的威名 会有如何影响 原本 楚三们想把 这件事情 给弄清楚 可是他仔细一想 显如今自己 属于四面还敌 自己 现如今 前就这 西江之地 也未必会 一路太平 而且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别人是怎么想的 也不知道 有多少人 恨不得要自己的命 虽说 自己 少主的身份 拿出来 相当的耀眼 但是 实际上 只有楚三们 自己清楚 他现在 就是无根之品 要知道 整个仙界 家在一起 有多少人 想弄死自己 甚至 有多少人 想把楚三们 变为傀儡 毕竟 哪一个 也不让自己 这样的 日后突然冒出来 骑在重阵的头上 当着三戒之中 脸色一阵闪烁 最后楚三们也觉得 可以把这 剑格发展为 自己的一方势力 可是这件事情 他想给办成的话 这其中恐怕 没那么容易 也不是说说 就能做到的 此时 楚三们忍不住 这眼神 不断闪烁 您是我 剑格少主 我剑格 永远 站在你的身后 不管少主 您在外面 做出了 什么样的决定 剑格 都会永远 是你最坚强的 后盾 这是剑格格主 送给您的 玉剑 您一定要看 而且 这一看便值 剑风子 连忙过去把 玉剑拿过来 最后递给了 楚三宝 楚三宝 结果 玉剑之后 仔细打开 玉剑中的内容 玉剑中 写的很多东西 但是事实上 你若仔细查看的话 实际有用的内容 并不很多 大多数 都是一些 风差 更夸赞的话 简单地说 你把它归结起来 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 你做什么选择 我们都听你的 所以 楚三宝 看完预警之后 稍稍一沉思 也就明白了 恐怕对方 已经知道 自己那真正的身份 然而 他们是把自己 那个假的 和自己 完全融合在一起之后 看的问题 不过 这倒是没什么关系 现如今 楚三宝 到底是不是 楚三宝 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楚三宝 乃是未来 三界共主 这才是重中之重 而建阁阁阁主 也表明自己的态度 那就是 他们建阁 将无条件地 支持楚三宝 不过楚三宝明白 这种支持 并不是白白的支持 一旦楚三宝 日后走上 这三界共主之位 这建阁 得到了好处 那必然是 不敢想象的 如今看来 自己这个 西疆之心 有必要 到达这建阁 走一趟 如果 能够和这阁主 达成最终的协议 那么自己 就是真正的 有这个外援 不过 楚三宝现在想的是 自己要不要 把那魔际的身份 给揭露出来 如果一旦揭露的话 也许会拼天事端 所以 一阵思索之后 恐怕暂时 还不能说 只是 他对魔器 在这建阁中 做的一切过往 完全不值 如此 到了建阁之中 对楚三宝来说 是相当的不利 不过 现如今 已经容不得 楚三宝多相 在那几个长老 热心的庸促之下 众人 已经把楚三宝 擒到了 这傀儡龙的身上 最后 并见这傀儡龙 宛若一阵旋风一样 瞬间 并原地消失 也直到这时 楚三们这才知道 这傀儡龙 比这飞车的速度 不知快出了多少倍 而且 这傀儡龙 不像楚三宝的 灵符巨龙 这跳跃空间的速度 也是相当之快 也更加灵活 如果 按照这速度比的话 恐怕是 两台飞车速度 加在一起 也没大快 这让楚三宝 不由得不感慨 仙剑 稀奇古怪的东西 还真多 原本他以为 在这仙剑之中 飞车就已经是 最好的赶路工具 没想到现如今 还真给楚三宝 掌那个见识 一路之上 楚三宝和几位长老 也算是相熟 而且他也得知了 这些人得知自己 乃是真正的少主之后 身把自己出任务时 出现了什么危险 到时这三姐之人 一起来讨伐剑阁 那就完了 这才派人过来前来 接出三宝 跟着诸位长老 坐在傀儡笼上 大概过了小半天 终于来到了南领星 南领星 是一个比较大的星球 这星球上 有着很多的门派 南方先帝 几乎把各大门派的人 都集中在了 几大星球之上 而这南领星 就是其中 最大的一个星球 在这星球上 有着无数的门派 每个门派 有着自己的属地 平时 为了争下资源 可以说 打的那是头部血流 然而 对于这门派之中 那真懂 南方先帝 向来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也不会去管 除非 你有了很大的争端 他才会出手 制止一下 没有出面 将那些门派剿灭 就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 要是这种情况之下 在维护这里的治安 那门派的发展速度 就更快了 要知道 任何一个先帝 都不允许 自己手下势力过于强悍 手下势力过强 是对自己一个 很大的危险 也真因如此 南方先帝 对这里 都是不管不看 顺其自然 只要 你别太过问 就行了 等楚三妈他们来到南岭心 楚三妈发现 坐在傀儡龙上的长老 那戒备心 翻浓了几分 看来 这地方的门派 真的是相当的大 如果不是如此的话 长老们赶路 也不会如此小心 不过 这一路之上 楚三妈一时盘膝坐地 别人还以为 楚三宝闭关修炼 只不过 只有楚三妈自己知道 他一直都在看着一个日记本 这个日记本 乃是之前 那假的楚三宝 除戒指中找到的 一开始 楚三宝还没注意 但是 在回来的路上 他不断地翻找 这母亲的遗物时 发现了这个日记本 不得不说 这母亲化现的那家伙 还真是好学呀 几乎每天 把自己所发生的事情 全都详详细细地 记在在上面 就连自己 要修炼功法 得保持童子身 也写在上面 甚至 就把自己 见到门派中的 小师妹小师姐 那十分的性感漂亮时 这回来 也不得不来上几发 来释放一下 这让楚三宝看得 是十分的感慨 这家伙 不管事无巨细 全都写了下来 甚至 就连他 这没着上厕所 多久时间 都会想起记载 真不知道 这家伙 是不是 有什么特殊癖好 不过现如今 楚三宝对整个母亲 在建戈里 发生的事情 那是了如指掌 以至于 看到这里时 这才把日记本 收了起来 那是由于 自己的神识进行观看 外人根本就不知道 起身 朝前方望去 开始打亮 眼前这个星球 这个南岭星 很是漂亮 到处都是大山 而且 这星球的兴气 也是相当的浓郁 最开始 在这星球上 只有两大门派 一个是东府门 一个是九阳阁 可是 随着历史的推延 这两个门派 已经化成了尘埃 甚至现如今 这两个门派 都不在了 若是能找到 他们当年的遗址 说不定能得到 很多的好处 而且凡是凡间 飞升上来的 很多人都在这星球上 开宗立派 那敢问长老 是否听说过 万古剑宗 突然间 楚三妈想到了什么 要知道 万古剑宗在过去 是有飞升的 只不过 后来万古剑宗 再次大战中 断了船长 自此以后 这万古剑宗的人 再也没有飞升过来 要知道 万古剑宗 好得也是 尽秀的门派 说不定 这剑阁 还真就知道 这是我们门派 以前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 哎呀 这名字 早在数十万年前 就更改过来了 现如今 这新人 应该不知道才对 你是听谁说的 那长老 好像很诧异地 看见楚三宝 这才如此说道 楚三宝听到 他这么一说 也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 是震惊地 看着眼前这位长老 您是说 剑阁的前身 就是万古剑宗 那您知不知道 这剑阁中 有多少人 是从下界飞升上来的 楚三宝 如此激动地问道 现如今 他心中的震惊之色 早就已经是 惊涛骇浪 没想到 真是万万没想到 这可真是 踏破铁蟹无秘处 得来全部 费功夫 这 现在的阁主 就是从这下面 飞升上来的 不过 已经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 楚三宝听到这话 忍不住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好啊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这世上竟有如此巧的事情 那长老听到这话 神情略为振奋 难道您是 不错 在这下界时 我正是万古剑宗 古剑锋弟子 长老听到这话 也是忍不住 哈哈大笑 笑声中 充满着无尽的欣慰 原本还担忧 这万一楚三们不回去 没想到现如今 他们还有这样的一层关系 也就是说 贤界的剑阁 对楚三们来说 那是有归属感的 好歹 这未来的三界少主 乃是他们剑阁之人 楚三们兴奋的同时 他也不准备 把这魔剑的事情 说出来了 毕竟他也不清楚 这个剑阁 对这万古剑宗 到底有多少感情 如果对这万古剑宗的感情 早是淡薄了 那么自己说出了 反而更加危险 更何况 不知为什么 明明自己将魔剑斩杀 这楚三把他心中隐隐的 有那么一丝丝 不知名的担忧 摇地摇头 不再想这件事 因为他想也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随后 众人随着傀儡龙 不断地朝身处飞去 时间不长 便来到了一片 这大青山之中 进入这山中 又继续朝前飞 这途中 绕了几回路 楚三把感觉 这应该是 纳丢其大门牌的缘故 飞于了一座 又一座的大山 知道 这两久之后 才眼前出现了一片 山乱起伏的群山 楚三把 站在傀儡龙上 朝着那个方向望去 他几乎想都不想 就能够知道这必然就是万古剑踪 因为这地方的地形跟地貌 跟着凡间的万古剑踪 是差不多的 看来 最初选择在这里建立山门剑阁 也是有原因的 当楚三把他们来到这里时 见到一大帮子人 都在剑阁的门口等待着 为首一人 宁价看上去也就四十多岁 长得是英俊潇洒 一定刚一之色 两道剑眉迎风招战 身材高大魁梧 身后背着一把宝剑 看样子品质不低 站在那里 好像是一把 除鞘的利刃 身穿紫色长袍 迎风飘扬 尤其是随着风的刮动 他腰间 别着一块玉佩 那是清晰可见 见到这一幕 楚三把几乎是想都不想 就知道 这人便是这剑阁阁主 剑阁在仙界 重奔门派之中 也相当于四星门派 实力算不上多强 但是胜在传承悠久 之所以现如今 不能更进一步 主要是这种子的来源 剑阁招收弟子 不像是其他门派 那么容易 什么人都敢收 这些年 剑阁只敢收一些 有见到才华的弟子 品行端正的弟子 在一个偌大的仙界 想找到这种人 又贪何容易 更何况 剑阁的人 不得外面寻找 我还将在山中坐等着 如此一来 门派优秀底子 那是越来越少 时间一长 慢慢地 就开始出现 这种青黄不接 一代不如一代的现象 残剑门主 少主在外面 就威风凛凛 而且 连这剑疯子 都已经收服 实在是可喜可贺 楚三宝 刚从虚空中下来时 究竟呢 一大帮子人 围在这里 如此说道 楚三宝 也没有俱傲 而是向前一步 双手抱拳 对着前面那些人 说道 参见 阁主 以及各位长老 原本 众多长老 别敢先前是 那么多公斤呢 这只不过 碍于 楚三宝的身份 而现如今 见这楚三宝 如此懂礼数 这一个个的 也是心中大位 嗯 大家 就别在这里客气了 我们 回到大殿之中 好好庆祝一番 掌门 似乎是很爽快地 在这里如此说道 一回手 带领众多弟子长老 往回走去 楚三宝 被众人 拥挫在中间 你问一句 他说一句 显得大家是相当的和谐 楚三宝 一边说笑 一边同时 朝四周不动观察 这时他发现 外面有一个人 与自己年纪相反的女孩 一直打量自己 这个女孩子 长得并不是 多么倾国倾城 多么的可人 但是 好在是比较清秀 而且 每每看向自己时 这眼神中 总多出了一次情怀 通过对方这个举动 这月女无数的楚三宝 就能判断出 这个人恐怕是 摩险日记中 那所提到的 师姐 惠秀 说起来 这化险摩险 进入剑阁之后 直接来到了紫阳峰 而这位 惠秀师姐 也是这紫阳峰的弟子 平时 对这化险摩险 可以说是相当的照顾 现在 在这楚三宝看来 那岂止是照顾 分明 是对方和这化险摩险 已经心深情愫 随后 又是长叹的口气 自己这算不算是 棒倒鸳鸯 不过 要说的话 也能说自己 没办法 毕竟 她要自己的命 自己总不能 伸着脖子 让她砍吧 哎呀 说来呀 也怪那化险摩险 你说 你好好的样貌不做 非得假扮自己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不过 既然对方 敢冒充自己 或者说 那段模型 为自己在这里 打下的基础 她不得 不把以前的事情 给藏起来 稍稍停顿一下 便朝着惠秀师姐 走了过去 事件 几日不见 一向可好 惠秀师姐 没想到 楚三们这时候 会来到自己这里 现如今 在她的眼中 并不是楚三宝了 而是 这新界未来的 少主 见楚三宝如此一说 她忍不住脸颊 就是一阵的焦红 我 我还好 低着头 红着脸 声音很小很小 说出了这话 这次外出时 我得到了机缘 得到一件仙衣 送给世界 这段时间 师姐在门派中 对我照顾有加 实在是 让我心中感激 还请师姐 莫要嫌弃 说到这里 楚三宝笑呵呵地 从这出手镯中 拿出了一件仙衣 实际上 这仙衣 并不是楚三宝的 而是慕容兮兮 只不过那天 慕容兮兮喝醉之后 躺在楚三宝的床上 就把这仙衣 给落下了 并且说 还说这仙衣晦气 只不过 楚三宝可不管 那晦不晦气呢 这东西可是仙衣啊 再怎么说 是六柄仙气 这防御力 绝对是相当的强 即使是女士的 自己总得收起来 而慕容兮兮 得知此事之后 那是俏脸一红 她还以为 楚三宝收了这件衣服 是作为留念 如果她要是知道 现如今楚三宝 把她送给了别人 而且还是 送给一个女子时 这慕容兮兮 会不会发飙 不能要 这我不能要 这衣服是六柄仙气 太贵重了 回秀师姐 见到这仙衣男 是六柄仙气 而且如此之高的等级 是连忙拒绝 拿着吧师姐 这一点心意 不一件衣服而已 没什么贵不贵重的 楚三宝 这打着哆嗦地 把衣服送了过去 转身就跑了 之所以如此 是不想让这师姐 对自己有过度的怀疑 回秀师姐 一脸纠结地 抱着这件衣服 看着楚三宝离去的背影 这脸色是变换不定 楚三宝 一边和别人交谈 也是想到的一件 更为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自己 在这仙界扬名之时 化现魔戏 正在这建构中修炼 如此一来 恐怕这时间节点 对不上 要知道 自己前几年 在这北疆这地 置瘟疫时 那是闹得沸沸扬扬 此时 那魔戏 就在这门中修炼 自己在中州 闹得沸沸扬扬扬时 这魔戏 还在门中修炼 虽然 中州的事情 时间短 但早晚会传过来 到时 自己想不露点马脚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他虽说 是跟着重量往里走 但是心中 也在想着 这件事情的解决之法 三宝师弟 怎么变得这么热情了 我怎么感觉 他好像不是 以前的三宝了 灰秀师姐 一脸疑惑地 看着楚三宝 渐行渐远的背影 不得不说 有时女人的直觉 真的太可怕了 在这回来的路上 咱们得知 这楚三宝剑士 由这下界万古剑宗 飞升上来时 整个人是震惊地不行 一直于 这前脚刚坐下来 后脚这剑阁阁主 就迫不及待地询问 三宝 听你说 你乃是下界万古剑宗 这古剑锋飞升上来 此事可真 灰阁阁主 万古剑宗 古剑锋 古月真人 乃是家师 掌门听到这话 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好 时隔数万年了 没想到 在这凡间时 你就是我门派弟子 如果早知如此 早就应该 向你询问一下的 随后 这阁主便和 楚三宝 开始判断起来 不过 楚三宝发现 对方并没有怎么 询问这下界的事情 他就知道 对方和这下界的 万古剑宗 已经没什么感情 聊了一会之后 酒宴摆上 最后大家 便在这里 是颓背幻展的 楚三宝不由地不敢看 不管是在仙界 还是凡心 谁都无法逃离 这吃之喝喝 吃喝中 有许多的门道 你看得清了 你就能走得很远 你要是看不清 你的局限 也就在这了 酒宴之后 楚三宝装作 这不剩酒店的样子 被这缺怪李 和宝爷两人搀扶着 回到自己的住所 楚三宝 在这外面时 是一副醉得不显人设的样子 一路走来 全告这缺怪李 和宝爷相互搀扶 而宝爷也早就问过了 楚三宝的居所在什么地方 楚三宝总不能自己问吧 他总不能问别人自己的家在那 那肯定会引起怀疑 所以 自己装作这喝醉酒是最后的办法 等二人 把楚三宝送回房间时 这才准备各自休息 楚三宝躺在床上 依旧是装作这避着眼睛 一顿不动 因为就在这么一瞬间 他感应到了危险 这种感觉 救过他无数次的性命 他绝对不会有错 可是按照道理来说 这地方难是门派重点 即使有人对楚三宝不为好意 也绝对不会这时候行刺于他 而几乎就在下一瞬间 楚三宝感受一道寒光 直逼自己的烟红 几乎与此同时 那把宝剑离自己的脖子 仅有那么几公分的距离 楚三宝身心 瞬间从船上消失 等到再次出现时 已经出现在这刺客的背后 伸出手 死死捏住这对方的咽喉 原本楚三宝以为 自己大力金仙的身份 全力出手 应该能一击擒住对方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刺客的行为 静远超过大陆金仙 而对方并不是打不过楚三宝 而是他的速度 是快的超过想象 几乎 就在他即将得手 要锁住对方咽喉时 那个刺客的声音是晃动一下 瞬间原地消失 而迎接楚三宝的 依旧是一把锋利的长剑 这一剑 直接刺向楚三宝的手臂 虽说 这个剑锋之中 并没运完什么天道法则 但是 单凭这个宝剑的锋利程度 也是那相当的强悍 万般无奈之下 楚三宝只好这身心极顿 与此同时一挥手 并把自己的镇天月拿在手中 毫不犹豫地一板斧 就从上往下直接立一劈滑山 两个人 似乎是有意控制元气 不让外现 如果 让这小小的木屋 撑不住二人争斗 早就破碎 那么 这别人得知 那就不好了 然而 让楚三们奇怪的是 不管是宝爷 还是缺管理 在这种激烈打斗之中 他们竟然没有过来 尤其这时候 他发现 自己手腕上 缠绕的大蟒蛇前辈 也是陷入昏迷 见到这一幕 他就心知不好 恐怕这一次 自己真就着了别人的道了 可是 究竟这些刺客 为什么要杀他 杀他的又是谁 那最终原因是什么 他什么都不知道 现如今 楚三们脑海中 有太多太多的未知 只是 这一时之间又没个答案 根本就不知道 这到底怎么办 如此一来 和眼前这人不论的凭伤 你来我往 两人不断的交战 转眼间 将手术式回合 依旧是胜负不分 楚三们发现 自己所在的地方 几乎都快被阵法笼罩 自己想施展天道手段 施展不了 不说是天道手段 就连仙术都无法施展 被信过了 一开始时候 这楚三们的心中有点慌了 不过 片刻之后 他就彻底稳定了 自己不能施展天道手段 这对方必然如此 如此一来 未必自己还不得便宜 想到这里 楚三们心内一动 便想到了 自己在凡剑室 用到的一个天赋神通 只是不知道 这个神通来到新界之后 能不能施展 想到这里 便将点点大量元气 疯狂涌入自己的 镇天月之中 没想到 这一施展之下 还真的是无比轻松 这让楚三们喜悦的同时 不由地嘴角一笑 最后大喝一声 狂风斩 狂风斩 是当年三师兄 送给自己的一套神通 按照三师兄的话说 这狂风斩的威力 那是十分的强大 也确实 在这凡间时 楚三们用这狂风斩 那是屡屡得功 现如今 自己再次施展时 也发现 这神通的妙重 最后 楚三们暗自和解 如果自己 把几大神通 同时注入的话 不知这威力如何 当这狂风斩 施展时 让那个刺客 忍不住眼神一亮 最后 也将这手装宝剑 往这空中一刨 一剑斩下 可是 震惊的不仅仅是黑衣人 就连楚三们也震惊了 因为对方使用的 也是狂风斩 这一刻 楚三们都不知道 该如何形容自己心中的震惊 这刀剑法 是自己专用神通 这对方怎么会 紧接着 楚三们想都没想 将手中震惊月收起 最后 手中多出一把宝剑 紧接着 这把宝剑 在手中上下翻倍的同时 一套 这流血剑法 被它使出 这已经很久 没使用这套剑法了 楚三们都有点不记得 果然 对方 跟楚三们想的一样 见着楚三宝用这流血剑法 也是身心一变 和楚三们碰在一起 让楚三们差点是 对方用的 也是流血剑法 随后 楚三宝 一次使用了 这英国斩 虚空裂枪术 对方和自己使用的 那都是一模样 直到现如今 如果楚三们再不明白什么 那他简直就是傻子 将长剑收起 大声说道 你到底是谁 你也来自于凡间的万古剑宗 敢问 尊信大名 刺客听到这话 这才将脸上的面纱接去 楚三们这才认出了 眼前这人 正在这刚才的宴席中出现过 应该是一个长老 无名子林 不知你可听说过 听到这话 楚三们献入沉思 子林 要知道 姓子的这个姓可不多呀 在自己认识的人中 只有这紫阳风的风主 紫阳真人才符合 可是 眼前这位和紫阳风主 有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 楚三们问道 刚问前辈 您和紫阳真人 是什么关系 我在坊间有一子 取名紫阳 紫阳有一子 也是我的孙子 名为紫阳 楚三们听到这话 眼睛瞪得溜远 您是紫阳真人的爷爷呗 真的无法相信 没想到 在这里竟遇到了 紫阳真人的爷爷 也知道这时 他突然听说过 自己在坊间的传说 当时远古战场开启之时 这紫阳真人的爷爷 就来到了远古战场 可是后来 这人那是身不见人 死不见尸 至于说 后来如何了 也没人得知 可是 谁能想到 他竟然 飞升到了仙界 前辈 这门派中流传说 您当初在远古战场 楚三宝 没把货说完 说到这里时 又停顿一下 我当时在远古战场 被困在一个 特殊的阵法之中 无论做如何努力 也出不去 也幸好 那地方的元气 比较重裕 而且修令一天 敌得上在外面 修炼十多天 所以 我便安心 留在这里 专心修炼 也不知 修炼了多少年了 最后 便飞升到了这里 楚三们听到这话 那嘴角是一个天的冲住 这可真是大毅力啊 原来如此 我们一直以为 前辈您失踪了 一直于远古战战的前辈 是如何搜寻 都找不到您 而且 远古战场地形极为特殊 若是一不小心 误入其中 那真的 就是身子盗销 听到楚三们这话 子林前辈不由地叹了口气 唉 你不敢回来 现如今的剑阁 已经不是当初的万古剑宗 这里太过于黑暗了 而且水特别的深 不说别人 就连现如今的掌门 我都觉得有问题 他们口口声声说 是从这凡经万古剑宗飞升上来 但是 却连万古剑宗的一招办事都不会用 这些年 老夫一直在暗中调查 只可惜 没什么进展 对了 就在几百年前 有一个叫做取枪的人来到了这里 据说 这人也是万古剑宗弟子 不知你认不认得 听到这话 楚三们的神情略微激动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当时我在万古剑宗时 有个大师兄 此人就叫做取枪 不过 他常年都在这远古战场游走 为了寻找到 门白中遗射的船长 吃个鲜 直到现如今 有没有任何的回应 只是 我不敢肯定 这人是不是我凡见的大师兄 大师兄 我都没见过 但是 我听说大师兄长得 是异点的刚硬 虽然 他名字叫做取枪 但是从来不取中求 而且据说 大师兄 他的真身并不是人类 他的本体 应该是一头巨猿 只是 从小被我师父收养 这才成为了 我们的大师兄 如果 真如你所说 那就错不了 几百年前 来到这里那个人 也叫做曲强 本体就是一只巨猿 只不过 他似乎得到了特殊的机缘 掌门 想把他据为私有 并把曲强 给关了起来 这件事 门派中少有人知 但是据我所知 陷入这门派中 有不少人怀疑 不过大家的心中 都是身处疑惑 根本不敢 根本不敢 表露心机 但要是弄错了的话 那整个剑阁 都会四分五裂 前辈 剑阁这种 最高的战斗力 是什么级别 这 才是楚三们 最关心的 如果 这剑阁中 最高战斗力 那是先军 他说不定 可以斗得威望 但如果 有超越先军的存在 恐怕 他就得 小心行事了 我知道你想什么 掌门 和几位太上长老 都是先帝级别 我现在的修为 是先军的九重天 可是 让我突破到先帝 也未必是 他们的对手 而且 那几位太上长老 未必会向着我们 虽然 那些太上长老 大多数 都从这凡间 飞升上来 不过 对这凡间 万古剑宗的感情 都淡之又淡 我知道 你是真的 从这万古剑宗 过来的 所以 才让你活到的 现如今 跟你说了这么多 孩子 这地方 不是九流之地 你赶紧离开 听到这话 楚三们眉头 皱得更紧了 闲地呀 而且还不止一个 恐怕这件事情 还真不好办 如果 您说的都是真的 现如今 我还不能走 不把这门中的 尖细清除 不将大师兄救出来 我怎能离去 说到这里 楚三宝的心中 也是快速地思索 自己 应该想个什么办法才好 楚三宝 想靠自己的硬实力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 要是能找到 些外援的话 这说不定有办法 唉 孩子 雷渊在这 新界的实力 比我们大得多 不过 虽然在凡间 我们同属十大 门派的 同一阵营 可是 自打来到 新界之后 我们都是 各自为营 这两者之间 没什么来往 所以 你想让雷渊帮忙的话 恐怕很难啊 紫灵 叹了口气 说出这话 不过 楚三宝 却不是这么想 甚至 有点高兴 虽然 他是万古 建宗弟子 又何尝不是 这雷渊的弟子 前辈 那可未必 如果雷渊在这里的话 恐怕这是有幸 在这凡间时 我不仅是万古 建宗弟子 而且还是雷渊的 共访 并且 还是雷渊的 兵马大元帅 看着对方 这一点差异的样子 楚三亡 这才把凡间的事情 简单的 跟紫灵前辈说了一遍 也直到现如今 这紫灵前辈 才感慨地叹了口气 没想到 凡间的形势 竟会如此 前辈 明个 你还得想办法配合我 我准备 向掌门提出 跟着雷渊结盟 到时候 您找几个可靠的人 陪我同往 还有 前辈 您用什么手段 让我那几个战兽 进入沉睡的 这我很想知道 楚三亡 必须把这件事情 搞清楚了 如果无缘无故的 让自己几头战兽 进入昏迷 那自己可就倒霉了 哈哈哈哈 孩子 这个 你就别想了 这并不是什么东西啊 而是 老夫的天道神通 我的天道 修的 那是沉睡天道 我早就发现 你这几多战兽 实力不凡 实际上 不仅是我 就连门中的其他长老 都能看得出他们 秀为不定 今天晚上 我怀疑你并不是这凡京过来的 而是掌门那边的警醒 所以 我才会对你 大大出手 在这里 老夫 给你赔个不是 别别别 前辈 您说这话 就见外了啊 我也知道 您是一星 为咱们万古剑宗着想 我呢 不会怪您的 更没有对您 有不尊敬的意思 除咱们见到 这紫林前辈 要向自己拜礼 这还得了 在这凡间时 那紫阳真人 都是自己的前辈 自己见到紫阳真人 那都得攻进行礼 更何况 这紫林前辈 那是紫阳真人的爷爷 向自己行礼 那自己 可承受不起啊 现如今 除咱们这才知道 原来 这前辈之随 刺杀自己 是怀疑自己的身份 怪不得 直到现如今 那帮家伙 都没有出来帮忙 原来 他们都是中了招 这种沉睡天道 除咱们之前 也听说过 实际上 你要是有心理准备的话 想要防备 也并不难 可是如果你 完全没有准备之下 很容易中招 就像 自己那几个战兽 哪一个不是威力强悍 可是到了后来 这还不都得中招 第二天 楚三宝穿戴整齐 来到了这大殿这中 给这掌门请安 参见掌门 多谢掌门 无微不至地照顾 楚三宝 感恩戴德 都是自家人 何必客气 掌门笑呵呵的 让楚三宝 坐在旁边的一个椅子上 就好像 是一个慈祥的长辈一样 不过 他就见到 楚三宝双眉紧锁 似乎 有什么烦心事 这让他 很是奇怪 哦 三宝 看你这样子 有事啊 掌门见楚三宝 坐在这里 久坐不语 而且是 闭目沉思的样子 这才如此问道 要是 换在别人身上 以他的身份地位 自然不会亲自询问 但是楚三宝 今微昔比 他 乃是三界少主 身份极为特殊 唉 掌门 实不像蛮 假使 让我再次争夺 这大地之位 实际上 是对我的一种考验 可是如此一来 必然将整个仙节 弄得心风血雨 虽然 您现在 有剑阁站在我的身后 可是 我不忍心 拿着剑阁 所有人的命 拿去拼呢 到时候 即使我成功了 登上这大地之位 剑阁这边 也必然损失惨重 甚至 已经会被打残 如果拿外前辈 要是有什么凶险的话 我岂不是 要自责一生啊 剑阁阁主听到这话 一是微微皱眉 这一点 他曾经考虑过 可是 这是他们剑阁 崛起的唯一办法 也是最快 最好的办法 总不能 因为十几个人的命 就放弃这个崛起的机会吧 也正因如此 他才决定 要做这件事 只是现如今 听楚咱们 再次提出此事时 他也是明媚沉思 可是这根本 就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赵们 如果我们 要是拉上个垫背的 迷上和他们结盟 实际上 让他们帮我 重逢陷阵 做炮灰 如此一来 便可以大大减轻 我们剑阁的损失 而对方 为了能够 让自己的门派 成为这独一无二 想必 一定会接近全力 到那时 哪怕对方 即使没有被废 大不了 咱们给他一个 不错的待遇 就是了 可是如此一来 咱们剑阁的人 不就保全了吗 哎呀 你这想法 我不是没想过 可是 想找到这类人 谈何容易 毕竟这天下 也没有傻子呀 任何人 想跟我们剑阁联盟 都得出奶奶的条件 满足他们 让我们剑阁 必定是元气大伤 但如果 又满足不了他们 这他们 又凭什么帮我们呢 如果掌门 你信了过我 我倒是有个 两全其美之法 在这反击时 我和雷渊这人交好 雷渊上这掌门 下这掌老 包括 那这太掌掌老 和我的关系 都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我在这里 还有雷渊掌门 给我的一个 供奉的牌子 如果 我到雷渊的地方 小智一琴 动之一礼 说不定能够 打动他们 让他们 跟我们 间隔结盟 这是我不知道 在这仙剑 有没有雷渊的人 他们实力 又是如何 健隔掌门 听到雷渊这话 眼神微微一靡 暗自思索 这雷渊说的话 究竟有几分可行性 不过 想了想之后 他依旧不能决断 谁知道 这雷渊做这种事情 是不是给自己 找了个 强有力的后援 还是给自己 埋下了个隐患 如果真是那的话 恐怕他们要倒霉 所以 这件事情 他必须跟众多长老们 齐聚一谈 一起 营游一番 就这样 先让这楚三们回去 把众多长老 都叫了过来 便开始商谈此事 而在场长老 自然有同意的 也有反对的 可以说 每一方 都有自己的意见 每一方 有着自己 不同的看法 这让剑阁掌门 也不知 这该如何决定 最后 还是子林长老 站了起来 诸位 我有一言 不知当不当讲 棋手们考虑了这么多 最终就一点 那就是 有朝一日 楚三宝这小子 真的成为这大帝之后 我们竟敢能得到多少好处 可是过程之中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小子夺得大帝之位 会死多少人 一将功成 万古枯啊 有可能在这过程之中 我们碰到的那些敌人 都是四大先帝 所以 有些事情 我们不得不提前 做出思量 如果真的如此 即使日后 他夺得大帝之位 我们 又能得到什么呢 虽然让那小子 和雷员打赏信 有可能 对我们剑格不利 但只要我们 从真运营的好把握 得到 未必 不能连本带立地 赚回来 而且 我关这小子 未必有这种想法 毕竟 他在下界时 乃是万古剑宗弟子 于情于理 不可能把胳膊 这往外拐吧 所以我觉得 这件设计对我们剑格来说 有百利而无一害 应该可以做 子林长老此营已出 随后 其他其他 跟那一派的长老 是极为赞同的 附和 剑格格主 见到这一幕 也是稍稍地沉思一下 最后 也点头同意 好 既然如此 不知哪位长老 愿意跟随 受主 以同前往 这花音落下 心上又是一变死寂 去雷园 可不是闹着玩的 两者这些 虽说没什么交接 但谁知道 会出现什么事 这件事 是我提出来的 就让我去吧 而且 我的入梦大法 在这关键时刻 也能起到 绝对性的作用 不过 希望门主 能够派这个长老 一起前往 如此一来 我们几个 相互配合之下 即使出现了危险 也能全胜而退 不是 子林长老 此言一出 又攻身 退到里旁 他并没有折定 谁跟自己去 不过 不少人 都把脑袋 滴了下去 这停着到 去了雷园 还能不能回来 谁 都不敢冒这个险 不过 这人群之中 还是走出了三位 掌门 让我们三去吧 平时 我们几个 一起演练技能 拥有这联合之助 想必关键之口 也能派上用场 剑阁割主 看脸三个长老 又看脸 坐在那里 不动声色的 子林 最后连了点头 既然如此 有你们四人 陪楚三母 一同前往 几人听到这话 一起站起身 躬身成事 如此一来 去雷园之时 就拍案定下 加上楚三宝 一共是五个人 当然 楚三母身份的 两个护卫 自然要同行 这一点 别人没什么意见 就这样 他们这一行 八个人 便直接出发 原本楚三母以为 这一路之上 会遇到什么危险 毕竟 自己上次回来 那几个长老 可都是小心翼翼 神把自己 出什么事了 可是 直到到达雷园门口时 也没有任何危险 众人 从这傀儡龙的背上向来 子林率先一步 一步踏出 对着门口的弟子 双手抱拳 说道 老方就为 同报一下 就说 就在子林长老 这即将说出话时 被这楚三宝打断了 老方就为小哥 同报一声 就说 凡今 雷渊弟子 楚三宝求见 说到这里时 楚三宝 还把自己雷渊的 供奉令牌拿出来 让那些人看上眼 门口几个护卫 原本见到这些人 穿的都是静歌服饰 都不想打理他们 不过 当他们见到 这雷渊供奉令牌之后 当时就没这想法了 就是傻子 他们看得出来 能够拿出雷渊 供奉令牌的人 必然和雷渊 有着非常深的交情 见到这一幕 子林长老杀手一皱眉 思索了一下 这楚三宝的用意 最后 他也就明白了 这事情的根本 如果说 自己是剑歌之人 前来拜访 公报 迎接他们最多的 也就是长老 可如果 要是凡间飞升过来人 拿着供奉令牌过来的 那么迎接楚三宝的乃是 这雷渊的主人 雷渊掌门 果然 和他们所想的一样 片刻之后 便想从山门里 飞出去的红光 为首的一人 是一梁花白的胡须 几乎 他赶到这里的第一时间 是上上下下的 打亮楚三墨的一行人 而等剑歌之人 怎会有我雷渊 供奉令牌 难道 是你们剑歌 杀了我雷渊弟子 某民顶替不成 主前辈 您说笑了 我们呢 还没少到闹着程度 不如我们 找个避见的场所 好好地聊聊 楚三宝 不赔不看地如此说道 静静地站在这里 等待对方的回复 那掌门的眼神闪烁一下 最后率先走出来 跟我来 众人 一路行走之下 时间不长 便来到这一间 这客厅之中 等众人 这落座之后 那个掌门 依旧没什么言语 就是静静地 看着楚三宝 虚空界 现在的情况很乱 战家 一直想吞并十大门派 故此和国语接盟 又有神刀门的人 从中调见 他们曾经 布下了一个万星大阵 那一次 醒醒让整个雷渊 全军覆没 楚三宝一坐下 便自这里开始想起 这下界发生的事情 并且 把自己如何获得 这兵马大元帅令牌 以及这供奉令牌的事情 一无一世地说出来 正所谓 说不说在自己 信不信在别人 这件事 他也没办法 尤其是 当这楚三宝 从头到尾 说了一遍之后 就连十大门派 大别的事情 都没有放过 甚至 就连一些 这雷渊的隐秘之事 也被套了出来 海当中 施展的一些自己 在雷渊学到了一些功法 甚至施展功法之后 有不少 都是雷渊不传之名 如此一来 总算让隐秦这些人 相信了几分 但既是如此 想达到百分之百的信任 那是不现实的 而楚三宝 更没有奢求这一点 但是他自然有办法 让这对方百分之百 乃至百分之一千的 信任自己 敢问前辈 可否在这里 不这个完全隔绝 这天地法则的阵法 掌门听到这话 稍稍一犹豫 就点了点头 毕竟 这地方是他们雷渊的地方 就算楚三宝想闹事 又能闹到哪呢 虽然 他们对这阵法之道 并不是特别擅长 但仅仅是为了 隔绝天地法则 这还是不成问题 随后 在这楚三宝的要求之下 便在这里 布置了一个大型的隔绝阵法 等阵法布置成功之后 这楚三宝 这才说道 各位 下面的功法 已经设了传长 没修炼到高阵功法 现如今 我只能通过密法 开启 与这下级的通道 不过 在此之前 你们的先准备好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要送下去 毕竟 这开旗子通道 也是不容易啊 即使我用密法 也未必能均持多久 雷员掌门听到这话 整个人的眼神 是不断闪烁 最后 又直接消失 直到小半点之后 就再再次回来 所有的一切 是准备妥当 楚三宝 让众人离自己 都稍远一些 便在这里 开始打坐 开始沟通 这下级 当然 所谓的密法 无谓就是 自己这九节竹 九节竹 拥有空间节点 跳跃的功能 万古间座那里有 这雷渊那里 同样也有 等这一切 准备妥当之后 楚三宝 便开始有模有样的 在那里念动咒语 然而 随着楚三宝 不断念咒 这双手掐绝时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他身内中 有一道道霞光闪现 就看起来 好像是试着 什么密法一样 如此这般 直到过了片刻之后 楚三宝 终于感应到了 自己留在 雷渊的一个坐标 紧接着 用这九节竹 打开那个节点 一条通道 就此出现 等通道打开之后 楚三宝能看到 这通道四周 有些情况 一方观察之下 发现 这地方 仅仅只有一个 弟子守护 小家伙 别睡了啊 赶紧醒醒 原本 这弟子在这里 守护时 正准备闭光打坐 突然间 出现一道声音 把他吓了一跳 搜了一层 从这地上站起来 看着四周 说道 什么人 竟敢闯着 我雷渊重地 这声音 不经经楚三们 听到了 就连周围 那些雷渊高层们 也听到了 随着话音落响 原本 还心生意乎的 雷渊高层们 一个个 是兴奋的不行 尤其是 那胡须揭败的老者 都有些 这身体发抖 没想到 这一个小小的后生 竟然打通这仙剑 跟凡剑的联系 就连这大帝 都做不到这一点 随后 楚三宝 也不再默契 对着那个弟子 高声喊道 赶紧的 把你们掌门叫过来 我这地方是仙剑 时间有限 不能多浪费了啊 好不容易 跟你们取得联系 别默契 雷渊弟子 听到这话 是一脸迟笑 哟 你怎么不说 你是里面的创始人的啊 大胆贼子 赶紧出来 别在这里 这躲躲藏藏的 听到这话 不说楚三宝了 那花白老者 差点没被这话气得 一口气站不来 不过转立一下 突然间 一道声音出现在这里 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我是门中共放 楚三宝 是雷渊的兵马大元帅 速速把掌门叫过来 在这里耽误太久 你担得起责任吗 那弟子听到这话 眨巴了一下眼睛 看到这楚三宝手中 雷渊供奉令牌 当时转身就跑 掌门 掌门不好了 楚三宝掌门变成 厉鬼回来了 楚三宝见到这一幕 那是一头黑线 就连新界的其他人 也是人俊不禁 不过 仅仅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整个雷渊 当然是夏季的雷渊 被惊动了 众多高层 太上长老 长老以及那些老族 是纷纷过来 楚三宝 通过这个通道 是看得清清楚楚 跑在最前面的 正是万雷真人 万雷师叔 是我 我三宝啊 楚三宝 对着通道的另一头 大声喊道 三宝 怎么是你 不是说 你飞升到仙界了吗 万雷真人 听到这个声音 第一时间就认出了 是楚三宝 这是让他奇怪 这队王 都飞升到仙界了 那是仙人呢 怎么还能跟自己 在这里通话 师叔 长话短说 我这通道 维持不了太久 我现如今 正在仙界的雷渊之中 仙界这里 也有雷渊 仙界的掌门 和一众长老 就在我身旁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跟他们 直接说 说完这里 楚三宝 便把这里 交给了众多长老 让他们 与这下界的长老 进行沟通 不过楚三宝 还是提醒他们 长话短说 而且 在整个过程中 他故意让自己的气息 是越来越弱 如此一来 众人就知道 这密法 不能持续太久 要做的事情 必须赶紧处理 雷温众多 弟子 听令 现如今 我们传你一些 仙界的无上修炼功法 这些修炼功法 不仅可以让你们修为 直接突破了金星级别 从而飞升 这功法的威力 也是相当的霸道 同时 我会传你们一些 这修炼资源 你们呢 在这下街 就赶紧修炼 早日飞升 直到现如今 楚三宝这才知道 原来 那胡子 头发花败的老者 那是雷渊的 开派之主 随后 边境的上面的人 是一样一样的 往下面丢东西 各种各样的法术 仙术 以及许多的仙气武器 包括仙丹 秘笈 都在其中 如此片刻之后 总算要把这 要寄的东西 都给丢到了下去 下面的人 也都收到了 当然了 在这其中 部门有些东西 被这空间通道 给吞噬 这是因为 楚三宝秀为 不是太高 撑不住 这空间乱流 这是避免不了的 老祖宗 楚三宝 不仅是我雷渊 弟子 还是我雷渊的恩人 在这心界之上 如果有什么事情 还请老祖宗们 多多照顾 临聊的时候 雷渊下面的掌门 对着上面的掌老 如此恳求 放心吧 这小子 跟我们雷渊 有这么深的渊源 我们 怎么可能 不会帮吧 我们呢 可不是 忘恩负义之徒 你们众多弟子 安心修炼 争取早日飞升吧 恭送老祖 说完 这两界通道 在楚三宝的示意下 开始缓缓地关闭 主要前辈 我用这密法 开启两界通道的时间到了 下次恐怕要开启的话 还得 这数年之后 希望 在这数年之后 有雷渊弟子 能够飞升上界 大家保重 话音落下 楚三宝 直接果断地 将这通道关闭 不过 既是如此 这仙界雷渊众人 那也都是 心满意足 时隔上万年了 能跟凡间的后备们 这面对面聊天 还能送点关怀 让他们的心中 那是开心得很 等结束了这场通话 这楚三宝的密色 已经变得苍白如雪 也幸好 旁边有人将他扶住 并且第一时间 给他推下了不少担药 这在看看 稳住了 楚三宝没有昏迷 楚三宝会去休息 今天自然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了 毕竟 楚三宝的身子如此虚弱 回到雷渊 为这楚三宝准备的房间中 他安心心地睡了一觉 这是自己 自打来的新界以来 少有的一次睡眠 等着第二天 一大早时 这掌门就派人过来 勤楚三宝了 来到大厅时 发现大厅中 坐了不少人 参见掌门 参见各位前辈 楚三宝 显了一个标准的弟子里 实际上 从某种程度而言 这楚三宝已的确算是 这雷渊的弟子 三宝 你不必如此客气 你的名字 似乎听着有些耳熟 好像 和这前段时间 传得沸沸扬扬的 那仙界少主的名字 有点相似呢 掌门 让这楚三宝坐下之后 便如此小呵呵地说道 会长们 那个人 正是我 大帝 曾在凡间时 给我留下一些船长 被我得到 所以说起来 我也是他老人家的徒弟 在这北疆之地 陷入这怒烟之中 幸亏被这怒烟之邻所救 这才保住了性命 而回来之后 便沉坐传送着直达中中 又在中中那边 发生那些事情 这你也知道 楚三宝 一点苦笑 自己来到仙界不久 这名气 都是挺出名的 只不过 这种出名 出得不咋的呀 在场众人 听到楚三宝 此言 那一个个的是震惊的不行 虽然 他们早有猜测 这楚三宝 和那个人 有什么关系 但是现如今 听着楚三宝亲自说出口诗 那一个个的 还是难以接受 实在无法想象 眼前这个少年 竟是 这未来的新界大帝 这让大家的心中 是忐忑不安 不过 好在的是 这人不仅仅是未来大帝 还是这凡间的自家子弟 这也是 莫名的喜事 紧接着 众人的心中 是一阵狂喜 他们自己凡间弟子 能出现 这么优秀的后辈 让他们 是十分的欣慰 这是 雷渊巨大的福气啊 虽说楚三宝本身 拥有两个门派 一个是万古剑宗 一个是雷渊 但 这并不反映楚三宝 是雷渊弟子的事实 而且 还是雷渊的供奉 想到这里 一个个高层的眼中 都是充满着笑容 因为他们知道 雷渊崛起的日子 到了 雷渊的老祖 好歹活了上万年 乃至数十万年 见过的人 做过的事 发生的事太多了 这楚三宝一来 他就猜得到 这楚三宝此心的目的 所以 才如此一问 在他看来 楚三宝这次过来 带了不少 竞格长老 应该 就是为了此事 如果不是如此的话 这楚三宝就自己过来了 也不会带着 这竞格的人 老祖 联盟是必然的 但是 这并不是 现如今 最关键的地方 现在我怀疑 竞格 已经不再是 凡间的万古剑踪了 我怀疑 这竞格的有间隙 而且 这间隙 还掌握大权 所以我这次过来 是来雷渊求援的 如果 不把竞格的间隙 给肃清了 我根本没办法 运用竞格的力量 而且 我也不想带着一批 这心怀不测的人 一路之上 这勾心斗角的心臟 雷渊众人听到 楚三母这话 那又是一惊 这是他们所有人 都没想到的结果 不过 仔细一想 这件事情 也在情理之中 楚三母在凡间时 和这雷渊的关系 就如此颇深 现如今 到达的仙界 这自然 得找着雷渊的人 帮忙不是 这是人的一种 正常的思维本能 宝啊 那你有什么计划吗 雷渊掌门 对着楚三宝 如此问道 居然还叫楚三宝 叫宝儿 这和之前 直呼楚三宝的名字 那态度 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掌门 我想秘密带着一批 雷渊高手回去 回去之后 在这门派中 进行彻底锁清 但凡是有一点之人 将他们全部抓住 实际上 我觉得剑阁最大的奸细 就是我们的掌门 我在房间时 有一大师兄 机缘巧合之下 飞升到仙界 但是 却背着掌门 刮压在楼中 这一切 只因我那师兄 掌握了一些特殊的机缘 背得窥视 所以 在我想来 秦贼 仙卿王 将这为首之人 先抓住 用些小手的 必然 让那些心怀不轨这人 乖乖就范 雷渊掌门 跟掌老听到这话 也是点了点头 随后 这掌门又说道 嗯 如此甚好 若是说起来 此事 在这十几万年前 当时的剑阁 还没有改名 依旧叫万古剑宗 虽然那时候 我们的关系 也谈不上多好 但念在 凡间的香火琴上 这大家多少关系处的 还算是融强 所以那时啊 我们两家门派 也时常有所走动 可是这一切 全都由于有一天 出现了一件事情 被彻底打破 我记得那一天 你们万古剑宗 一个太上长老 赶到这里 他来到这里时 依然是奄奄一息 在这临终前 只做了两件事 第一 就是留下的御剑 并且说 开启这御剑的 只要收入 这凡间万古剑宗的功法 便可以作为钥匙 将其开启 其他人皆不行 当时 他伤势极重 说完这事之后 就没多少力气了 不过在这临终前 他还是说出了 第二件事 说万古剑宗 已经变天了 当时 我们还不明白 这其中的意思 不过时间不久 万古剑宗 就改名为剑阁 说完这话 子林等几个 万古剑宗长老 那是一副 不甘置信的样子 他们自己都不明白 竟然 还有这样一出讯 子林长老 有些激动的 棋身询问道 敢问 雷员掌门 不知 这前来送小九之人 心身名谁啊 如果 我记得不错的话 此人 名叫 刘毅 雷员掌门 说完这话 就见到 这子林长老的脸上 瞬间露出了 悲泄神色 师父 没想到 在这数十万年前 你老人家 你老人家已经现实 我一直以为 你老人家 还在 仙剑云 有死风呢 说到这里时 这子林长老 就像个孩子一样 在那里悲泄地哭泣着 原来 他的师父 不是数十万年前失踪了 而是 死了 如此一来 让整个大厅中的众人 也感觉眼角放红 这至亲至人 死了十几万年 直到现如今 才知道 可想而知 这其中的心情 会如何的难受 子林前辈 起来顺便吧 神死不能复生 即使你哭坏的身子 也没用 现如今想的 是为这前辈报仇 这才是正事 楚三宝见到这一幕 万般无奈之下 走过来 如此劝慰着 不过 这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遇到了什么 楚三宝的心中 是充满了疑惑 掌门 不知能否把那御锦 交给我 雷渊老祖听到这话 那是没有丝毫有应 直接让人 把御锦拿了过来 这御锦 本就是万古建宗前辈 这林四金 托付给雷渊的 现如今 交给楚三宝 也是于情于理 随后 便命弟子 前去拿御锦 因为 这物品都被他摆放在 一个收藏室内 如此时间不长 便进到 一个弟子回来 手中拿着个托盘 托盘上 正摆着一副御锦 楚三们见状 双手恭敬地 接过御锦 发现 这上面被擦拭干净 承诺的承灰 早就消失不见 将御锦接过来之后 随手拿出个新答案 伤给了弟子 那弟子 是千万谢的 便离开了 没想到 这次雷渊之行 这意外得到 静革之谜 以至于现如今 御锦里 记载的是什么 虽然楚三们不知道 但他肯定清楚 一定是相当重要的 如若不然 那位刘长老 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 拼死 把他送到雷渊这里 所以说 这里面一定记得 这当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楚三宝把玉锦 拿在手中 仔细打量 原本 他想直接收入自己 在这凡间所修炼的 那攻防 如此一来 便可以将玉锦打开 然而 当这楚三宝 仔细打量 是不由的 心中惊讶 因为 这玉锦上 似乎 被人做了手脚 这上面 有一层淡淡的封印 在这玉锦的四周 不断地引上 如果你不仔细 留心的话 根本发现不了 几位师兄 你们看一看 这东西 是不是封印 楚三宝 由于自己 修为的缘故 他不敢做着 最终的判断 便把这玉锦 交给了 这子林前辈 跟几位师兄的手中 子林等人 也是忍不住地观察 前前后后 一番扫逝之下 最后他们发现 这玉锦 的确被人做的手脚 不过 这做的手脚 似乎很藏促 并不是很难 恐怕当初 有人想把玉锦毁掉 只不过为您如愿 藏促之下 才设下了封印 也有可能 是当年打斗时 这五位中一道道树 落在上面 所以故而形成了封印 当然 众人还是觉得 这后者的机会 比较大 可是关键的是 有这道 镜子在玉锦上面 这根本 无法开启封印 如果强行开启 肯定会触动 这个禁忌 到那时 这小小玉锦 又怎样承受得起 恐怕会瞬间 回避夜面 也真如此 众人一个个的是 愁眉不准 甚至 就连雷约的老祖 把这玉锦拿过去 仔细打量 也没任何办法 不是说 这经济 有多么的厉害 而是 这载体 太弱了 就好像是 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太太 这心口上 长了个大肉疙瘩 原本这大疙瘩 只要一刀 便能切下去 但是 这九十多岁老太身体 却经不起这种折腾 很有可能 这一个不注意 就可能降小欲远 让它彻底归心 现如今 这个预见的情况 正是如此 在场中人 也没着本事 想破掉这个禁忌 因为 谁都不敢保证 自己能成功 所以 大家伙不得不在这里 多多思考 要是 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恐怕这事情 很难办啊 这经济 并不是多么厉害 只是 这预见载体太弱 我们无法 把上面的精致解除 不过 若是能找到 拥有大净化术的人 将这上面的东西 净化掉 说不定可行 除此之外 老祖 我也没更好的办法 一番思索之后 雷元老祖 做出如此判断 众人 更是皱眉沉思 想找到 拥有上过 十大阵法之一 这大净化术的人 那是南上江南 自打数百万年前 这十大阵法 从先进消失 直到目前为止 也没人知道 听说哪个人有过 雷元老祖说完这话 也是感慨地叹了口气 想找到 会这十大远古 阵法的人 那简直难如登庭 就在这时 楚三宝突然 不好意思地 揉了揉鼻子 说道 各位 如果大净化术能解除的话 我可以试试 说到这里是 这简 这楚三宝 轻轻地一抬手 双手结印 众人便见到 一缕白光 从手中乍现 如此一幕 让众人忍不住 从椅子上站起来 这是一副震惊的 不可思议的表情 大净化术 此乃大净化术 而且 还是一剑 扔过竹的大净化术 太不可思议了 宝儿 你怎么会的 雷元老祖 见多识广 一隐就认出了 这道术法的真正流来 众人听到这话 也是肯定了 自己心中的答案 如此一来 是更加震撼 前辈 这道阵法 是我在凡间机缘所得 已经印到了 我的骨髓这种 如果 这阵法管用的话 我可以试一试 众人听到这话 也是无语了 在仙界 众人都是苦寻不得 谁能想到 竟然这传承 能在下界找到 这坚持不可思议 同时 他们又为 楚三们得到这机缘 而感慨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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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气 大造化 不如此 也不可能担任 这三界 知足的位置 雷渊老祖 如此说了一句之后 又是感慨了一阵 其他人听到这话 也是不断点头 如若不然的话 为什么 他们在仙界 这么多年了 都没有如此大的机缘 这 就是大运气 随后 楚三宝 在雷渊老祖的 所说之下 开始运用起 自己的大净化术 慢慢地 净化手中的预见 静止热力 在这大净化术的 照耀下 也开始 土崩瓦解 缓缓地消散 本身 这东西力量 就不是很强 在现如今 这远古正法的 照耀之下 根本没任何的抵抗 瞬间就消亡了 直到这片刻之后 整个玉渊的 剑制之力 是一丁点都没有了 也直到此时 楚三宝 才尝出了苦气 现如今 玉渊总算是 完好无算 最后想想 并把自己 在凡间修炼 那万古剑宗 最基本的功法 输入其中 在这举动之下 紧紧片刻 他便感觉到 这玉渊里 开始呈现出 这一段段的画面 以及字句 仔细看完 整个玉渊之后 楚三把不由的 寒毛倒铃 这是一个 巨大的阴谋 不知这个阴谋的人 竟用这十万年 拿着更长的时间 去赌 可以说 这人的耐心 不是一般的强 实际上 玉渊中 有许多的话 简单的说就是 有一个设体 想颠覆整个仙剑 成为最终的 一个大帝 而不是五方仙帝 所以 便在这数十万年前 便开始布局 甚至 这玉渊中还提到 在这数百万年前 大帝几兄弟 将原先的一个大帝 给推翻 并且建立一个 崭新的仙剑 这个事情 众所逐之 但是 按照预警中的话说 这个 也是那人的阴谋之中 此人究竟是谁 没人知道 但是 按照预警上的话说 应该是仙剑里 比较有身份 有地位的一个人 而且 这人的威望 是相当之高 如果有朝一日 这新界公开选举的话 说不定 他很有可能 会被众人 推到这大帝的位置 以楚三马 现如今 对这新界的认知 他自然无法猜到 这个人究竟是谁 甚至 连这怀疑的对象都没有 而最让楚三马 感觉怪异的是 这人不求朝脱 却愿意享受 这新界的繁华 这倒是有点奇怪 如此一来 可以看出 此人秀为虽说不错 但绝对无法继续寸进 如若不然 也不想着留守新界 这真名独立 按照预警上的话说 这人不仅仅 控制了一个万古剑宗 各大势力 都有他的奸细 只不过 在万古剑宗 这人天赋极好 短时间之内 修为突飞猛进 以至于 最终被各大长老 以及掌门所中碍 如若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在短短时间之内 就接替这盟主的位置 然而其他门派 恐怕未必会有 如此这般的幸运 但是 他坚信一定有什么存在 但究竟是谁 很难说 不过 这预警中 确实给了一个线索 那就是 每个人的体内 都有一股邪气 平时隐藏在身体之中 你根本就发现不了 除非 你有本事把那股邪气 给勾引出来 否则你根本察觉不到 见到这幕 这除三宝 这除三宝是皱眉沉思 邪气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应该这如何用办法盘查 这里面是没一丁丁介绍的办法 将预警看完之后 就交给了这雷温的老祖 雷温老祖看完 也是眉头紧张 若是按照这预警的说法 岂不是他们门派这种 也有如此的惊喜吗 而且 预警上说的是很清楚 幕后那人 不知道这首当在几百年前 就已经开始运营 就连除三宝都佩服这人的耐心 你说 有这么长时间等待 恐怕就这阻禁一军 把这仙剑攻打下来 那早就打下来了 就在除三宝 想到这里之时 他突然一惊 想到离近事 师父曾经在飞车中 跟自己提过 每个人到达一定修为之后 都会寻找自己的道 而且 为了达到自己的道 那是不择手段 就好像是 南方先帝所修炼的是杀戮之道 这便让他 对着本土人士 是不断地挥起屠刀 先起战争 东方先帝修炼的是上恶之道 在那里出现那些假和尚 称自己是什么七十佛门 而自家师父 这玉皇大帝修炼的 乃是自然之道 道法自然 便干脆 把那大帝之尾 丢在那里不管不过 而自己逍遥自在 所以说 幕后这人未必 所说的真正的想夺得大帝 很可能 这就是他修炼大道 所需要的 只是这个人 这心中都有多大的执念 今要修成这种大道 又折不上百万年 实在无法想象 雷渊掌门看完整个遇见之后 又将他还给了楚三宝 并没有伸张 如果被别人得知 这必然不是什么好事 今日就先到这里吧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 想必大家都没有回去休息 宝儿 你跟我来 我知道 你在这凡间 擅长修炼丹药 我这里 有些对这丹药 有相当帮助的书籍 你过来看一看 有没有用 要是有用的话 老祖 我送于你了 听到这话 众人全都起身 是功声抱拳告退 楚三宝 毅立在这里 让宝爷他们先回去 最后 跟着雷渊老祖 朝着前方走去 两人一路上 那是乌语 值得片刻之后 来到一个房间中 雷渊老祖挥手之间 并把这房门关上 最后 又布下一个禁止 宝啊 你有什么看法 按照这预警所说 恐怕就连我雷渊之中 也有多一方的奸细 如果 不把奸细锁弃 我这心中坐立难安呢 楚三们过来时 就知道了 这雷渊咱们叫自己过来 是所谓何事 现如今 这一听 果然跟自己猜的一模一样 老祖 我对这邪气 并不是很熟悉 不知 这邪气到底是什么东西 应该如何分辨 如果要是不知道的话 咱们呢 还没什么好办法 楚三宝知道 这魔气 民气 妖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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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气 佛气 就是没听说过什么邪气 也正因此 对此事是一概不知 他才没一丁点办法 在这天地之间 除了仙界之外 魔界 民界 妖界 佛界 这你都知道 可是除了这些世界之外 在这世上 还有一个不受待见的 邪界 原本这邪界 也不能被称之为一个世界 这只是 众多高手 这联合开笔出的一个道场 只不过后来 这道场皇币之后 那个世界里 产生了一种令人厌恶的气息 这种气息 便是被称之为邪气 自大道场荒废之后 就被这新界大能 设下重重风 只许进 不许除 这么多年 但凡是犯下重罪之人 都会被丢到 这邪界之中 自生自灭 而这无数年以来 谁也无法知道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更也无法想象 那些人竟然活了下来 并且他们 可以通过另外一种办法 自由传锁在 两界之间 降临仙界 那边是献祭 和召唤之力 而且 但凡是降临在这仙界上的 邪魅之物 那都是相当强悍之物 虽然 我雷渊 以及很多大势力 都是寄予杜绝和摒弃 但是却永远 也拦不住那邪气的 贪婪性格 所以这种事情 几乎是驴尽不绝 如此一来 慢慢地就在仙界 以及这其他世界中 开始存在大量的邪气 这种邪气 就连这西方佛门之中 那无上佛法都无法杜绝 将其潮度 毕竟 他符合 这一个人的七秦六欲 便受到这天地法则的庇佑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贤体 若是被邪气入庭 这身体则会被毁灭 甚至直到最后 完全剩下一副心骨 唯有这民界 与这邪气 稍微能够融合一些 但是如果邪气 摄入过多 就连这民界的冥王 也扛不住 唯一能克制邪气的 便是这佛门的佛气 当然 除此之外 还有那功德之力 然而遍布整个大秦世界 六道轮回 无数的世界中 拥有功德之力者 那是少之有少 所以 想靠得这功德之力 探查出这谁拥有邪气 可以是可以 但是 哎 难办哪 即使谁的身上 有这功德之力 那不得 像当成宝贝一样 要有几个 会愿意施展呢 要知道 功德之力十分难赚 但如果 要施展的话 这分分钟就能吼光 邪气 我这里没有存留 不过 他体内大致 是一种邪魅的气息 想对付这种气息 你的大净化术 是首选 不过 想单单 盘查这气息的话 唯有 有着功德之力的人 才能做到 只可惜 想找到拥有 功德之力的人 除非 去到佛界 虽然路途遥远不熟 但即使 是秦道那大高僧过来 恐怕这中间 会出现许多坎坷 而且时间 也会相当地 有路途遥远 想一次解决 这燃眉之急 恐怕很难哪 赵门 如果 仅仅是功德之力 可以探查的话 我可以试试 只是不知道 这每次探查 要耗费多少功德之力 如果 过于庞大的话 恐怕 我也无能为力 雷渊老祖 听到楚丧的这话 这心中 那是十分震惊 宝 具体如何 老祖 我也不知道 不过 咱倒是可以试试 如果 毫费功德过高 要是 过于庞大 你呢 及时收手 若是 反之的话 说不定 可以把整个门派 给彻底 肃清一次 楚三们听到这话 是干脆的点头 如果这招可行 楚三们回到剑阁 就用这一招 也不是不可以 由于第一次 楚三宝 所能够施展多少 这威力有多大 有没有什么 后一阵 完全不知 所以 张老们 并没叫太多的弟子 过来 仅仅 叫了三十个弟子 让楚三们 在这里 进行筛查 这些弟子 都是门派今年 这新兽的外门弟子 按道理说 这种新人 不应该有经济才对 毕竟 要是从这时候 开始进行培养的话 这得耗费多少年的精力 楚三们站在这里 开始调动 这体内的功德之力 这第一次 楚三们也不知道 该调多少 不过 上次战斗时 他发现 自己功德调动力量 就那么三五个点 所以 这次楚三宝 并直接调动了一个点 进行这试验 随着一个点的功德 被楚三宝调动 随后 便开始迅速地膨胀 只见 楚三宝的四周 出现了一个 巨大的白色荧幕 把它团团包裹 白色光幕 瞬间朝着四周蔓延 紧紧片感 就已经扩张得 方圆数百米 雷渊掌门见到 这一幕 暗自咬牙 楚三宝这小子 这这一色尽调动了 多少功德之力 竟如此荒废 不过 现如今 木已沉舟 深迷煮成的书饭 调都调动了 再说别的也没用 为了不浪费 这么多的功德之力 之后 连忙让长老们 把一大笔弟子 全都带了过来 实际上 就连楚三们 自己都不明白 这功德之力 好像有灵质一样 所以 他只对这功德之力 下带一道命令 那么 就是找出 拥有这邪气之人 或者这邪气入体之人 除此之外 他也不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 然而 就在楚三宝 心灵一动 下达这指令之后 他突然间发现 自己这么做 是歪打正着 是对的 此时 功德之力 好像是活过来一样 没一份功德之力 就好像是 一只小小的磕头 在虚功中 不断地跳跃着 这些功德之力身上 在每个弟子里 身体里 是钻来钻去 别看 这功德之力 钻到弟子的身体之中 但是 对他们本体而言 没有任何伤害 这是为他们 来检查身体 甚至 整个过程之中 这有些弟子脸上 还露出了一丝 极为舒服的表情 好像是刚做完 那时一样 而楚三毛这时 也感觉有一股 这功德之力 钻到了自己的眼睛中 随着功德之力 进入各个弟子身体之后 每个弟子身体的状况 都清晰可见 至于 这弟子体内 到底装的什么东西 本面法宝 甚至 穿着什么银色的衣服 跟裤衩子 他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然而 就在下一瞬间 楚三毛忍不住皱眉 不仅是他了 就点长老跟掌门 也是皱眉 而且目光也寒 因为 众人突然发现 有那么几个功德蝌蚪 围着一个人体内 是某处不断的旋转 通过精神力 楚三毛发现 被这几个功德蝌蚪 围绕的是一团 淡黄色的气体 这股淡黄色的气体 充满着邪力 似乎对整个世界 充满无尽的负气 现如今 根本就不需要 别人告诉自己 都能知道 这人体内必然有邪气 至今 楚三宝 轻轻地一挥手 一抬手 一股巨大的桃天吸力 将那人吸住 一身 就把那人 拉到自己的身旁 甚至 不等那人狡辩 便开始迅速地 探查他的身体 要知道 在场 有众多高手在 想在他们面前 把邪气 完全隐藏 那不可能 如果 要让这雷员掌门 在众多地子中 一个一个地排查 恐怕都做不到 毕竟 他们也没那个精力 可是 这楚三毛 已经把人给揪出来了 他自然能查到 这人体内 到底有没有邪气 随后 众人只见 一股邪气 被这楚三毛 控制着 从他身体中 透铁出 直冲着天进 他想跑 在场 所有人 都忍不住 道谢狗良心 甚至 有不少人急速后退 面对这幕 要说不恐惧 那是不可能的 邪气 虽说不大 威力不强 但是 一旦让仙气 沾染自己的仙体 这仙体 必然受损 自己的根基 必然会坏掉 也真如此 现如今 见这一团邪气 在众人头顶上 飘荡的样子 可把这大家伙吓坏了 就连掌门 也是眉头惊悚 楚三宝 在这里 主持着 功德之力的同时 见到头顶那团邪气 竟开始逐渐凝聚 似乎 有着又 化形头窜的意思 见到这一幕 楚三宝没半点犹豫 一斗手 大净化树 被他丢出来 当这大净化树 没入虚空之后 便见 将那团邪气 是牢牢包裹中 那团邪气 竟发出了一声 这不是人类的嘶吼声 如此一幕 让楚三们吓了一跳 邪气 本是死物 它就是一段 天地间的气点 现如今 还能发出声音 这怎么可能 难道 这邪气 也跟自己遇到 那团魔戒一样 都可以幻化这人形吗 巨大的天地围崖 将这邪气包裹 随后慢慢地净化 任他发出 如何恐怖的嘶吼声 楚三宝是无动于衷 继续夹这整个大阵 过了片刻之后 毕竟那团邪气里的 淡黄色气体 已经消失不尽 仅仅只剩下了 这一团纯净的白色气体 在那里飘荡 楚三宝 感应你一下 这东西并不是什么灵魂 也不是什么邪念 而是一团 普通的天地灵气 不过 这团灵气里 就蕴含着天地间的法则 这倒是让楚三么意外 按道理说 一团普通的仙气里 怎么可能蕴含天地法则 紧接着 一阵微风吹过之后 这团白气缓缓地 消散在天地之间 重新回归到了天地之中 几乎 就在这股白色气体 回归天地的一瞬间 从天而降 一道淡白色的光幕 将这楚三么身体 团团笼罩 楚三宝 闭上眼睛 则些感受了一下 忍不住嘴角含响 自己 竟费了一点的功德之力 将一团邪气进化之后 获得了十点的功德之力 这不就是 花了一块钱 赚了十块钱吗 没想到 如此做 还有如此大的便宜 要知道 赚取这功德之力 对楚三么来说 那是十分的困难 虽说 佛们这说修桥铺路 也是功德 但是 这种功德 能不能得到这天地的认同 那谁也不知道 而现如今 楚三么实实在在得到的 那就是 十点功德 就在此时 楚三么从人群中 又发现了两个 随后 一道白光 从这二人头顶上 各自射出 雷员掌门 又把这两个人 吸到楚三么的身旁 最后 瞬间 把他们体内邪气 打到这外面 失去这邪气的控制之后 这几天瞬间 就栽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也不知是死 还是活 又或者说 他们根本 就不是人 楚三宝 也没管转这弟子 毕竟 他们都是奸行 反倒是 这虚空之中 那两团邪气 更让楚三么感兴趣 将这两团邪气 进化之后 又获得二十点的功德 如此一来 这辈弟子 被带到这里 是一个又一个的尖细 被找出来 仅仅一个外门 新来弟子 就能找出 这一百多个尖细 雷员掌门 现如今 已经不能用这震惊 去形容了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如果这帮家伙 日后做到 这雷员的高层 集体爆发 那可想而知 这得多么的危险 外门弟子 排查之后 并开始检查 这内门弟子 果然 这内门弟子 又找出了 五十个间歇 核心弟子 查出了不到二十人 甚至 就连这外门长老 这无意中 有三个暴露出来 内门长老 是一个都没有 实际上 之所以如此 那是由于 这内门长老们 都由这下进 飞升过来的 这互相间都认识 也真因如此 他们的底细 是更加的干净 整个门派 宿清之后 掌门突然想到 有两个这供奉 没过来 立马 命着手 这长老 先去找他们 可是 找到结果时 他感觉发寒 其中一名供奉 被另外一名供奉 打成重伤之后 那名打人的供奉 逃跑了 不用说也知道 那个逃顿的人 必然就是奸细 只可惜 此人逃出去了 想把他再抓回来 怕是难上加难 不过 不管怎么说 经过这半天的努力 整个雷渊的奸细 已经被完全锁清 至少 拥有这种 这邪气的人 那是一个都没有 也知道这时 掌门才把 真件事情 和众人说了一遍 以至于 让那长老们 听到这话 那一个个的是 寒毛倒数 试想想 如果是被这些人 日后得到 这掌门职位 那么整个雷渊 可就布了 这万古剑宗的后尘了 如此一来 众人看向 楚三宝石 这隐身中 又多出了几本感激 最后 他们不由地叹气 在这房间时 楚三们 帮助雷渊 多次 没想到 现如今 来到新京了 这雷渊 还得靠 楚三宝的帮助 而且帮他们 帮了如此大的事情 不过 这件事情 总算是过去了 众人 也算是彻底安心 经过这次 肃清之后 他们突然发现 那些叛徒弟子 有不少 都是门中的 精英弟子 又或者是 核心弟子 那些人 在这雷渊门派中 是特别有人缘的 而且这学习和修炼 又特别刻骨 得到很多人的好评 可是直到现如今 他们才知道 他们完全是另有目的 只可惜啊 这些人虽然是被抓住了 但是 但是 对于这幕后主使是谁 却是一概不知 就这样 楚三们因为此事 得到的奖赏 成功混到了 这仙剑雷渊的一块 供奉令牌 并且 对于楚三们提出的事情 雷渊老祖 以及众多长老表示 一定有支持 原本 这件事情 就这么结束了 楚三们准备回去 不过 雷渊老祖 却让这楚三们 多留两天 两天之后 雷渊上晚那 百里处的吴天成 有一场大型的排卖会 他希望 这楚三宝 能过去看一看 说不定 能遇到自己 这喜欢的东西 说不定 对此 楚三们表示同意 自打来到仙剑之后 还真就没参加过 这仙剑的排卖会 所以 他也想长长见识 而且 楚三宝的手中 那是付的流油 有不少仙月 如果 能买到一两件 趁心如意的宝贝 也算是不错 毕竟 自己到达仙剑之后 这身上压箱底的手段 还真的就不多 回去和子连长老 上了一番之后 他们 也都同意了 而且 众人明白 之所以如此 恐怕雷元掌门 也想参加 这次的拍卖会 如果 显如今 楚三们直接离开的话 他们 会错过这次良机 所以 如此一来 他们 又可以做一个顺水人情 把这楚三们带过去 自己 又不错过 这拍卖会的机会 可以说 是一时二尿之举 在雷元 安心修典的两天之后 第三天 便和雷元众人 直接前往这拍卖会 据说 这个吴天城的拍卖会 是每十年举行一次 而且 每次举行拍卖会时 可以说 都有一些 这难得一见的天才地宝 所以大家伙 所以大家伙是特别的期待 不知今年的拍卖会上 会出现什么好东西 吴天城 最原始的城主 名为吴天 据说 这城池 乃是吴天亲手建立 虽说到现如今 已经过去了数百万年 但人们 一直为了纪念它 引用这名字 取名为吴天城 进入吴天城之后 不管你有什么恩怨 到了里面都不允许震动 而且 这城者中 也没什么擂台 你要是 想在这里面 比试的话 都不可以 只能到外面去打 当然了 如果你非不听劝 一定要在城中打 那对不起 只要 你敢在这城中动手 那么 这城中的那阵法 会瞬间把你抹杀 因为在这片虚空之中 完全被阵法笼罩 只要修为 没超越先帝的 都无法幸免 也许正由于这个特性 很多外面惹事的人 或者 怕被别人追杀 斩杀的人 都会躲到吴天城中 进行避难 也真因如此 在这吴天城中 很多都是那些怕死的 以及 做了恶事的恶人 不过 在这吴天城之中 也并不是一点 好人都没有 要知道 如果对方 凭着貌似 要杀你的话 只要 你敢在回首抵挡 政府会也把你 和另外一个人 同时面杀 在这进城之间 雷员掌门警告众人 所有人 遇到事情都得忍耐 千万不能动手 哪怕 在那里 被别人打了个巴掌 也不能还嘴 不会别的 只要 你一同还击的话 很可能会引来 这阵法的灭纱 把你抹杀掉 那么如此一来 实属不值 而且 这阵法 可不是一视同仁 有着不少人有令牌 只要 有着令牌 在里面行走的话 阵法 会将他们必要 因为 阵法 视他们为 管理者 众人来到吴天城之后 发现 这里面挺热闹的 各种干的人 走在大街小巷之中 那是应有尽有 有叫卖的 也有 这说说笑笑 打杂 唱戏的 可以说 这里面的繁荣 能够体现出 这小城市 总得水平不错 众人来到 城市之中 发现 和他们一起 赶过来的人 不在手术 出三宝 他们可是 换上离院的衣服 至少 从外表看起来 他们是离院弟子 这次下山 众人没骑着 什么飞行法宝 毕竟 相隔距离 并不是很远 走几步就到了 众人 也都提上 自己的坐骑 如此一来 就这进城 一回功夫 可以看得出 那是相当的壮观 哎呀 喂 那是谁啊 你们快看 那不是 离院的雷老虎吗 我说 雷老虎 你们门牌 都这么穷了 还来这五天城 干什么 难不成 你们也想参加 拍卖会 你说 你就是想参加 拍卖会 你也买不起吧 里面任何一件东西 都比你身家要贵 劝你一声 你们呢 还是赶紧回去吧 就在众人 刚准备进城时 在身旁的一侧 又传过来一道声音 众人全都知道 雷渊的掌门 叫做雷青虎 雷青虎 还有个别名 就是这雷老虎 没想到 有人敢不要命地 当众 跟自己掌门 开玩笑 当着雷渊弟子 那都是一副 怒魔式的样子 最后 众人寻声望去 他们发现 这过来的 也是一群人 有那么二三十个只多 每一个都身穿金袍 狭光彩蛋 一个个的 不像是什么修仙者 也不像是什么仙人 反倒是负伤 尤其是 他们的坐骑 那都是青衣色的飞天狮子 可以说 现如今仙姐 这飞天狮子 绝对是非常耀眼的坐骑 十分抢手 虽然说 这飞天狮子的修为很高 但也没达到这仙君级别 当然了 也不排除 这某些个别的 能达到这飞天狮子王 进入到先帝修为 不过 飞天狮子的威武程度 那绝对是坐骑的首选 首先 它漂亮 而且坐在这狮子的背上 那是一种荣耀 很多大门大派 都愿意花重金 收过这飞天狮子 尤其到哪里出财时 一大堆青一色的飞天狮子 那并排走 那排长 可得多威望 在这仙剑 可没什么BBA 什么奔驰宝马奥迪 也没什么 这凯迪拉克 比的 就是坐骑 实际上 这和凡间比车 那是一个概念 初三宝 沿着这方向望来 见到他们打扮之后 就明白了这帮人 乃是金霞门的人 金霞门 由于在争夺块面上 和雷渊那是死对的 所以 每次见面 都得互掐一阵 实际上 雷渊老祖 真不想搭理他 现如今 在他看来 这些人 就是眼中的小人 可是 当着自己的面 说出这话 他要是不回应 似乎 有点不对吧 哼 金霞门的诸位道友 大家同在仙界 升为仙者 乘着口舌之力 又有何用 就你们这气势 哼 在这北江那边 你只要敢走一趟 到了那里 你就能发现 你们什么都不是 锦中这青蛙 这辈子 也只能见到 巴掌大的田 真希望 你们有点 自知之明吧 看一看 这光过的仙界 尤其是一些 锦底之蛙 可以见到的 听到这雷渊老祖 这话 金霞门的人 那一个个 真是脸皮愁动 不过 这雷青虎 也就是雷渊老祖 没一丁点 听流的倒算 带着众人 直接前进 初三宝 跟在雷老虎的身后 听到这雷老虎的一番话 不由的 给对方点了个赞 这话说得好啊 既不是风度 又狠狠地 给对方来了一巴掌 没钱就是没钱 就讨厌你这种 大漠的性格 总以为 自己好像是什么 仙界就是主意啊 实际上 在我们眼中 你就跟个凡人 没什么区别 甚至还不如呢 说你们穷 你们还不信 看看 看看 这一个二个的 骑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杂七杂八的 什么都有 哎哟 笑死我了 哎竟然还有个人 骑这头猪 我说 你们都骑猪了 还来这里干什么呀 初三宝真是无语了 看了眼那金家门的家伙 这群家伙 营火烧身 怎么烧到自己身上了 不就是骑了头猪 当作戏吗 这招事惹谁了 原本想张嘴说你什么 不过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初三宝不言语 不等于说这别人 不会言语 初三宝没有发飙 但是这青云火猪 率先不干了 少爷 你先下去 我老猪到那里 给他们留点气 初三宝听到这话 便连忙 从这火猪的背上动下来 他可是见识过 这青云火猪那放屁的滋味 那可不是一般的仇 初三宝 这前脚刚从这猪背上下来 这青云火猪 一个闪神 就来到金下门重任的身旁 还不等金下门重任反应过来时 大家只听到这红的一声 好像这门帘一样 紧接着 一股黑漆漆的恶臭气体 是迎面扑来 初三宝早就知道 这青云火猪那厉害 见他过去了 也加速地往城里干着 结果 刚走到这城门口 就听到那声声爆炸 他连停都不停下来 搜的一声就跑了进去 原本 这门口的守卫 正准备检查一下 这初三宝的身份 要核实一下 毕竟 进到这城中 得要登记的 可是他们刚想张嘴说话时 就闻到一股这旁臭旁臭的味道 煮起来 那些守卫 也不说是手了 就跟楚三宝一样 是屁颠屁颠的 往城里跑 甚至这时候 那守卫兵的脸色 叫个难看 要知道 在那前面 都能闻到这种气体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今下门的众人 又会是如何下场 也正如青云火猪所说 被这一个屁崩过去之后 那飞天狮子 有一大半都被熏得倒在地上 第一 是那些狮子的修为 没办法跟着青火猪别 别看对方 仅仅是一个屁 要知道 他是仙君 放出的一个屁 都能够把他们斩杀的 又何况 是故意放出的一个屁 至于今下门的众人 不管是掌门长老 还是那些弟子 都被这种气味 那是红口之下 一个个掉头就跑 那气味实在是太恶心了 他们沉受不住 至于说 此时还想张嘴 骂几句 开玩笑 赶紧跑吧 这么抽着气体 你还敢张嘴 而青云火猪 放完这个响屁之后 也是一溜烟的 钻到了楚三墨这里 结果 等着雷渊众人进城之后 并直接离去 程卫斌才反应过来 想让这些人登进 他们早就跑得没饮了 而这地方的臭气 经过许久之后 终于散去 金霞们的众人 这才微微守守地 回来之后 那是一个个愤怒地咆哮着 只可惜 此时任他们如何咆哮 这楚三墨他们早就是 跑得无影无踪 现在的楚三墨等人 正坐在一家 这酒楼里热热闹闹地 喝着酒 甚至众人对这外面 发生的事情 根本就没有一个再提 就好像这不存在呀 不过 众人对这楚三宝的那只猪 算是彻底了解 在这心中 大家都给这只猪 起了个外号 放屁猪 也不知道 这青云火猪 若是知道了 自己有这个名讳之后 是高兴呢 还是难受呢 一阵酒硬过后 便各自回到客房中休息 说是休息 但对于众人来说 这睡觉早就是放弃了 大家来说 这打坐修炼 才是最好的休息方式 不过 这地方是吴天城 并不是什么门派 也不是自己洞府之中 所谓 这打坐修炼 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可以说 是一半心思 都在警惕外面 毕竟 如果你打坐修炼时 突然间出现了刺客 你还在打坐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说 在这城中 是禁止打斗的 但是什么事情 都必须有着防人之心 所以说 这修炼时 也是修炼得很小心的 楚三们坐在自己的船上 谈膝打坐 然而 就在半夜时 突然听到外政 就一阵阵地哭泣声 能够走到现如今的 基本上没几个好人 也没几个是天生行 可以说 每个人做事情 都是无比的认真和小心 如果正常情况之下 他们听到这个声音 那绝对不会去管 毕竟 谁也不会闲着蛋头 往自己身上扣屎盆子呀 尤其在这种 不能动手的地方 然而门外那哭声 实在是让人头疼 他就想 让你陷入到灵魂之中 让你根本就不得片刻安宁 楚三宝是真的不想管 以至于 这翻来覆去的 在那里不断地来回走动 甚至 他都想把自己听就给封闭 但依旧 能听到那股 直透这灵魂的哭声 这哭声 那是深入灵魂 让你这内心深处 有着一股莫名的凄惨 直到过了片刻之后 楚三宝 就好像自己在声音中 度过了上千年那种折磨感 让他浑身难受 如此一来 在这种痛苦之中 过了片刻 楚三宝发现自己忍不了了 江泽这衣服穿得整齐 并且 把阵睡在床底的青云火珠给踹醒了 随后便走了出去 不过 在这楚三宝出来的一瞬间 心中也是心深警惕 这种声音 连他都有点扛不住 便跟着楚三宝 一同小心翼翼地 往外面走去 随后 带着青云火珠来到客栅的外面 开始静静地聆听 哼 听出庚 鼓正敲 心儿懊恼 想当初 开夜宴何等奢号 尽阳高 真美酒声歌锅躁 如今寂寥荒店里 怎么把 愁肠嫂 来到院子中 这声音变得十分的轻亮 在这院子里反复回荡 出现无数的回音 既远又近 听得一清二楚 伴随着哭声 一起涌过来的 还有一层又一层的怨气 好像是黑云一样 从这四中蔓延过来 不好 这是鬼魔鹰 快走 结果刚转身 就已经被院气团团包围 将他们团团围在中间 如同这只剩在黑雾之中一样 这黑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青云火珠刚想跑 便被这楚三们一把拉住 别跑了 阴阵已沉 你们赶紧坐下 护住心神 不然必死无疑 随后 楚三们率先 这盘夕坐地 口中狼声喝道 天地无极 毙我心神 灵为而不乱 怨神而弃沉 积极如律令 瞬间 一阵精光 将这众人笼罩 也就在这时 那怨气越来越黑 只见到这眼前已黑 能见到一个婉约的女子抱着琵琶 自弹自唱起来 青云火珠见到 老大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歌词又是什么意思 楚三们听到歌声 这心中也是无比惶恐 这魔鬼音音唱的居然是五根断魂曲 要知道 只有这修为友善的邪雄 才能弹奏这五根断魂曲 五根断魂曲 从一根唱到五根 需要巨大的怨气与其配合 才能够借银入魔 发挥出这蛊惑人心的威力 一般人的修为 也只能撑死唱到两根 二根 七良意 天音与诗 声啾啾 二根时 辗转愁 梦而难救 想当初睡牙床 锦绣雕球 如今芦为账 吐为炕 寒风入房 碧川寒月冷 眼浅夜恐愁 可怜满枕凄凉也 重启绕房走 声声入耳 直策心神 在这鬼音 这回荡之际 绕住他们的精光护队 也是拒着摇晃起来 红的一声 倒飞而出 楚三宝感觉 整个人脑袋是越来越正 整个人天旋地转 然后飞起 随着歌声 闹在一片虚空中 不断地摇曳着 楚三宝赶紧镇定下来 盘膝坐下来 二根魔鬼音 还伤不到他 趁着歌声停止 楚三宝大吼道 五根断魂曲 本来是魏忠贤 这破露之心 一个书生 在这下榻旅店 给他唱了歌 从一更唱到五更 魏忠贤赶回自己的遭遇 心神绝望 上吊而死 怨气不散 进入这歌声 这五根断魂曲 后来在阴间传唱 被这厉鬼所寻 成为这魔物中最可怕的轨迹 秦云火珠听到这话 就纳闷道 老大 我又没当过官 爬上了那些词 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呀 你是仙界的 这东西是凡界的 但是 你这辈子没当过官 不代表你上辈子没当过 你敢保证 你这千百年以来 都是要犯的 这歌词 穿透金声 直指 你千百年的轮回 出到你原魂深处 最深处的怨念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穿透金声 直指轮回 听上去 好高大上啊 老大 您快点想办法呀 这歌声 也并不是这青火珠 一个新君级别的妖兽 能够挡得住的 楚三宝 在这黑舞者中 暗自瞥了眼 那个倩吟 说道 现如今 怨气何为 根本出不去 反而容易 正迷惑心智 在这里待着 我都要看看 他有没有能耐 唱到五更 你们 一定要守住心神 就在这时 手腕中的 蟒蛇前辈 也是说道 老大 要不然 让我出去 把那东西给烧了 不行 现在过去 实际上来不及 我过去 没到跟前 你们就死了 先挺着 等到唱完不就行了 这时 青云火珠说道 老大 我们现在 还能牵扯住 可是一会 牵扯不住啊 话音未落 那迷雾中的歌声 再次响起 他们三个 顿时感觉着压气 又成几何倍的微扬 赶紧不再说话 而是闭上眼睛 尽量什么都不想 不去听那歌声 但是 那歌声中 居然夹杂着怨气 跟邪气 王子的头脑里 那是不断地钻着 三更 飘临夜 人生无更 何为佳 夜降中 古东东 更罗三下 梦才成 又今觉 无限蹉跎 像当初 世亲朝 谁人不尽 九亲称 晚辈 再相 为斯牙 如今 逝去 石衰也 凌落 如飘草 就这么几句歌词 差了十几分钟 才停下来 初三宝 念着 静心中 听完歌词 是擦的把汗 深吸口气 朝着他们两个 望着过去 此时 他们两个的精神 也是陷入恍惚 脸上带着悲伤之夜 看样子 应该是 入了迷了 哎呀 真是冤家 初三宝 来到他们两个中间 分开双手 分别盖住 两个人的天灵干 将这 透体 刚性 释放进去 直到现如今 他们两个的 经脉 已经被那 怨气侵蚀 命自担心 青云火珠 气海内 有着一股 不屈之夜 抵抗着怨气 初三宝 心中大惊 他知道 这应该是 青云火珠 体内 那股火焰之力 帮他 抵挡怨气 随后 将自己的神石 引入到 这青云火珠的体内 驱赶着怨气 也直到这时 那鬼魔鹰 又响了起来 直到现如今 初三宝 几乎可以完全肯定 恐怕这个魔鹰 是为了引自己前行 修炼意图 本就坎坷 生死难料 同时 也伴随了一场 又一场 不断的机缘 但是 这东西可能是机缘 也可能 是一场灾难 也先好 自己带着青云火珠 和大马之前辈 是一同前往 即使遇到的危险 如果不是特别变态的话 倒是有着一战之力 而此时 那声音 却再次响到 四更 更无望 天涯归途 万无穷 城楼上 敲四股 斗转心仪 思量起 当日礼 莽玉朝天 如今别龙楼 慈凤阁 七七孤管 鸡省毛殿礼 月银 草桥烟 真个 木段长途也 遗忘 已魂远 楚三宝 秘色惨白 随着歌声响起 逗大的汉竹 不断从额头落下 假如 要是不是顾起 他们两个的话 以楚三们自认能力 绝对自保 是没问题 但是 这青云火珠 那里 都是没什么问题 由着火焰之力 进行抵抗 但蟒蛇前辈那里 什么都没有 除了一身强的修为之外 根本没办法拦得住 这股怨念 与此同时 楚三宝 也是凭借一抹残念 进行抵抗 逐渐支撑不住 他的神识 开始随着歌声 不断的飘摇 仿佛回到了 他的小村子 看到了 这年幼时的母亲 见到这东西 他就知道 这绝对是幻境 但是 内心深处的情感 让楚三宝不由自主地 开始慢慢地 沉迷其中 只是不知什么时候 这女鬼 居然唱起了 第五更 楚三宝 已经没有在意了 那如气如素的歌词 一个字一个字地 传入楚三宝的神识之中 五更 最荒凉 人鬼 空降望 闹然然 人催起 五更天气 震寒冬 风凛冽 双服争衣 更何人 笑殷勤 寒温彼此 随行的是寒月饮 吆喝的是马思生 似这帮荒凉野 真个不如死 五更道 曲终阴霄 人断肠 轮回 三千年 树不尽离商 天涯一线浮贫 生无恋 死无仇 恍如那浮游 昂如那浮游 昂财生 牧已死 空走这红梦一场 大梦 终觉起 似这帮荒凉野 真个不如死 浑浑恶之中 楚三宝 凭借一股本能 用着神社 守护着 他们两个的心脉 而他自己 却陷到了 这无穷无尽的 虚空中 仿佛看到了 这母亲 被人欺负 自己的哥哥 被洪水冲走 自己无动于衷 随后 看见自己的亲人朋友 被这厉鬼拿锁 铁链缠身 苦心相加 无尽悲凉 而自己 却已经是一缕魂魄 隔山相望 隔海相遥 无法相救 那种 被放大了 不知多少倍的 痛苦遮改 令这楚三宝 悲痛欲绝 那歌词 是一遍遍地 回荡在楚三宝 神识之中 似这帮荒凉野 真个 不如死 现如今的楚三宝 已经飞升新建 但是 连这亲人的亡魂 都不能保护 有何颜命 立足于这天地之间 自己 愧为新人 愧为个人 真个不如死 那就 死吧 楚三宝 心灰意冷 在这极度的惭愧之下 这不知不觉地 尽从这楚手镯中 拿出一把宝剑 朝着自己的脖子 就磨过来 老大不要 一声嘶吼 刺入耳膜 震而愧 楚三宝 猛然一个机灵 行过来 现如今 他看见自己 手拿宝剑 横在脖子上 差一点就下去了 赶紧丢下宝剑 深深地吸着骨气 背着冷汗石头的衣衫 背着夜风一吹 浑身打着个寒蝉 人更加清醒了 他猛然镇定 抬头望去 发现那怨气一散 这四周的雾气 也不知了踪影 就这么 走了 见到这一幕 楚三们不由地 心中大怒 把自己弄得 差点自尽于此 还想走 现如今 楚三们并没坐在 这清云火珠的背上 就这么 独自空空荡荡地 走在这街道上漫步 清云火珠和这 蟒蛇前辈 受得不轻的伤 不过好在的是 这清云火珠 有那活用护体 伤得并不太重 只是 这蟒蛇前辈 身受重伤 已经回到了 楚三们身上 进行修养生息 而这清云火珠 跟在楚三们的身后 这一人一兽 就这么 离开着客栈 朝着声音 消失的方向 追了过去 如此这般 这走街 串巷不知过了多久 直到楚三们 停住身子时 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来到了 一个庞大的院楼外面 施展着 亲身之法 搜地声 并跳入其中 站在墙上 往下面服侍 整个洞幅 他发现 这地方 是一个极为荒凉的客栈 似乎 这地方荒分了很久了 随后 召唤出自己的镇天月 一把抓在手中 从这上面跳下来 那东西 敢跑到如此荒凉之地 必然不是这么好事 难道 这地方 还有什么阴魂 又或者 阴阵不成 如果要是阴魂的话 他还真不怕 一个镜花术丢出 那绝对 让他早日投胎还阳 可怕的就是 这里面 有什么特殊的邪凶 又或者 什么阴阵 也就是 这阴人的阵法 到时 难免有一场恶战 楚三宝 暗自嘱咐这 青云火珠 随时准备战斗 虽然 青云火珠不知道 这楚三宝为什么 这黑灯瞎火地跑到这里 不过 既然楚三宝过来了 想必那东西 必然也就在这里 此时 他也是小心翼翼地 警惕起来 见到这一切 准备妥当 楚三宝 偷偷摸摸地飘过来 从那巨大的围墙中 一跃而下 摸到了院子深处 角落大地之后 便开始 朝色车不断地打量 这四周 在这漆黑如沐的夜色下 那是静悄悄的 在这一片黑暗之中 除了一些凌乱的瓦块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站在这里 仔细聆听 突然间 他听到 那该死的鬼哭声 再次传过来 这楚三宝 已经该肯定 这哭声 正是诱导自己 往这里过来 但是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的 为什么这么做 楚三宝一点都不知道 沿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楚三宝偷摸前进 如此片刻之后 便停留在一个 一境遇一半的门 在这风吹日晒中 逐渐倒塌的房屋门前 声音 就是从这房子里传过来的 楚三宝 无别肯定 而这现如今的问题就是 自己 要不要进去 也许 这进去之后 那绝对是一部天堂 一部地狱 如果不进去的话 那绝对没任何损失 当然了 也不会有任何所得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在这关键时刻 都是犹犹不决 有什么这选择综合证 因此 也有人保住了自己的命 也有人获得了机缘 所以 不知道这里面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就连楚三宝也是如此 能把这五根断魂曲 唱到第五根的东西 那绝对不简单 甚至 楚三宝知道 这种故意把自己 诱过来的东西 那未必就是这么好事 甚至出什么感觉 这十有八九 有问题 都是很正常 不过 自己都已经来到了这里了 难道还能退缩不长 所以 只好抽出了片刻之后 便不再犹豫 直接走得进去 按照楚三宝的想法 自己步入其中之后 里面会是布满灰神 甚至到处都是破败的藏瓦跟蜘蛛王 毕竟 这种破房子里有什么好风景 可是 跟着楚三宝想象大象进庭的事 在楚三宝前脚刚进来的一瞬间 这里面的景象 让楚三宝跟青云火珠 彻底震惊了 眼前 哪是什么破败的藏网 而是一个金碧辉煌 墙壁上 像着一个个美丽东西的装饰物的宫垫 你若直接看的话 应该不难分辨 这东西应该是深海的龙鳞 而且楚三宝看得出来 这些龙鳞应该出自于 同一条完整的龙 身上所有鳞培都在这里 而且每遍临遍 有着封印着龙的本源之类 以至于在这么一瞬之间 楚三宝感觉 这个墙壁上 好像活生生地雕刻一条活的龙样 因为 所有龙鳞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条巨龙图案 在这墙壁时 也是不断飞舞 而且还发出镇镇龙银上 乍见到这一幕 可把这楚三宝给吓了一跳 也幸好 这对方只能在这墙壁上飞舞 并不能脱离墙壁而出 这才让楚三宝 长长地输了口气 同时也让楚三们知道 这地方没那么简单 楚三们他们走在大厅的中央 不敢朝着墙壁靠近 毕竟那龙看上去是栩栩如生 甚至有点恐怖 实际上 像这条长廊一样的大厅并不是很长 仅仅这十几步的距离就能跨过去 走出长廊之后 放在眼前的一切更是负利堂皇 一道道优美的装饰物在这里点缀着阴晴的房间 在这墙壁上 相见着各种各样耀影的光 原本以为那是什么宝物这里的 可是走近一看 这次发现那都是一些极为奇特的炼器材料 甚至有些炼器材料在这外面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 楚三宝真的震撼了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如此富有 他很想把这些东西都给打起一空 但是理智告诉楚三宝 这地方竟可以明明正正地摆在明面上 这么多年没被人盗走 这必然有什么原因 如果自己这意识贪心 不仅最终丢的是这场机会 甚至还可能连自己的命都得丢掉 朕因为想到这里 他一直忍着想把那炼器材料收归极有的想法 从这种各种干炼器材料中穿擦而过 毫不犹豫 这本身就是一份巨大的折磨 说什么也不敢再多看一眼 这事的楚三宝都不知道 自己这么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终于 艰难地从房间中走了过来 当他进入下一步的房间中 忍不住嗅了嗅鼻子 浓浓的草药香味在楚三宝的鼻尖不断地环绕 虽说没真正进入其中 但他已经知道了 这个房间中摆的都是些什么 进来一看之后 果然跟自己猜得差不多 整个房间中都种满了各种各样的天地奇草 各种各样的奇草那是不计其数 而且其中 有那看这几百万年年份也不在少数 每每见到这种药草 楚三宝都控不住自己 要知道 这种上百万年草药的年份 放在自己手中 那有大用啊 现如今 楚三们正在研究这仙丹仙药 如果 有这高级仙草作为药引的话 自己炼吃出那高级金丹的速度 会提升不少 而且也会让自己在这仙界的炼丹术 提升不少的等级 有的时候 炼丹师前进的步伐 并不是他的炼丹术 而是缺乏实际 由这些仙草仙药而来 毕竟炼的丹亚等级越高 所需的年费就越久 所需的药量也就越大 可是 这种百万年乃是上十万年的仙草仙药 哪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有的人获得一个境界 是憋了无数年都无法脱跑 就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草药 拿着自己炼手 然而 这地方有了如此多高级年份的草药 这张楚三宝怎能不震惊 这时候 他感觉这地方相当的奇怪 从一开始进来 就好像在告诉你 我这里有很多宝贝 你随便拿 可是天下 怎么可能有免费的午餐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善良的人 自己如果真的手劲拿了那些东西 那么等待他的 可能是未知的危险 再次深吸的骨气 楚三宝忍住诱惑 让楚三宝极为难受的是 对于一个炼丹师来说 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 对这仙草仙药的诱惑 要知道 忍受诱惑真的很难 尤其是对于这楚三宝来说 不过最终 楚三宝还是战胜了自己的内心 就是朝着四周不断地看去 而且这速度也是越走越快 这四周有什么宝物 什么宝贝 他都不敢看 终于 在这种状态之中 从这房间走出时 楚三们发现 自己额头上已经沾满了汗水 可想而知 这楚三们先前有多么大的细腻斗争 随后 楚三宝又开始猜想 都知 这下一个房间中还有什么 如此这般 当楚三宝来到下一个房间时 让楚三们震撼的是 这房间的四壁上 相障了一把又一把的兵器 刀枪剑戟 服跃勾察 那十八班兵器是样样皆有 这些武器 打敌都是七品的 甚至还有八品的 什么时候 这仙剑的七品八品仙器 有这么多 这简直颠覆楚三宝的三观 不过 武器虽好 但楚三宝依旧能够忍入幼化 那是由于 楚三宝的手中 有一把九品的镇天月 与他们比起来 这些东西都上了到台面 虽说 他喜欢 但还谈不到那种 必须得到的地方 再次从房间中走出来 进入到这下一个房间 楚三们忍不住 再次驻足 因为 这房间里 摆放着各种干的功法 跟仙树 一路走来 都是适合自己修炼的 而且被自己认为是不错的 但是 现如今的楚三们缺的 并不是这东西 所以 对这些功法来说 虽然有诱惑 但对楚三们来说 跟那武器兵房一样 没什么太大诱惑 之后 楚三宝进到了三个房间 这前一个房间 那里面都是仙树 而且每一个都是沉睡状态 在这仙树的旁边 有着一个御兽角 只要选择其中某个仙树 然后催动着御兽角 这仙树就会认竹属于自己 这些仙树 那清一色的 都是大罗金星级别 所以 这仙树对楚三们来说 没什么诱惑力 毕竟 有着大蟒蛇前辈 跟青蟒猪子 这些小仙树 对楚三们来说 还真不算什么 这地方 除了仙树房之外 就是丹药阁 只不过 这里丹药最高的 也不过是五品仙丹 对于楚三们来说 这五品仙丹 除了省去一些时间之外 根本没什么用处 自己都会练 所以 在别人看来 这东西无法抵决的诱惑 对楚三们来说 那是相当的轻松 以至于 经过这丹药阁时 楚三宝就看了那么几眼 根本没放在心上 知道 走出这房间 进到这下一个房间时 楚三们不由地 神情变得额外紧张 因为 这地方 没有什么宝物 也没有各种 跟着仙草仙药兵器的诱惑 却有着一片片滔天的杀意 楚三们知道 这要面对的正主 出现了 清云 做好战斗准备 楚三们说完这话 回头就准备看一眼 可是 让楚三们无语的是 这根本就没有清云火猪 仅仅只有自己一个人 这猪 连个猪引子都没有 也不知道跑哪了 这让楚三们暗自咬牙 这家伙真不靠谱 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而此时 另一边的清云火猪 也是相当的无语 经过刚才的藏宝阁时 他突然间 发现这墙壁上 有一个特别不错的东西 那东西 是一件心机大挪移阵法 这种大挪移阵法 那是保命的好东西 一旦施展 它可以 从一个星球上直接 移到另一个星球 跨过这上万里 甚至 有时候 能离去跨过 好几个星球进行转移 这东西 简直就是 居家履行的必备之物 留在身旁 绝对是有被无换 所以 当清云火猪 走到这里时 他感觉 这东西 对楚三们来说一定有用 所以 并悄悄地靠近这里 准备把这阵法给拿走 可是 就在清云火猪 前脚刚过来的一瞬间 一股光芒将他浑身曝光 他 就被传送走了 整个过程中 他是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 等他 再次出现在 那个街道上时 观看四周 那这个无语 因为 他不认得 这是哪里 现如今 是晚上还好说 如果 等自己明天早上起来 发现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要是不被抓起来 那才怪呢 而且 更要面的是 这无天尘中 不允许打斗 如果 被别人抓住 自己不得亏死 跟着楚三宝 好歹 能做一个幸福的猪 要是被别人抓住 那还不得 上桌子呀 而且 要知道 他那庞大的身躯 跟那巨大的修为 只要 轻轻地从别人旁边走过 恐怕那股刚风 就能把别人给杀死 思琴想后着想 便干脆摇身一变 把自己的身形 给无限缩小 如此来 他就变成了一个 普通小家猪的模样 最后 千万一个人家 在那房间中 找到这个安稳的地方 就躺在那里 做一个普通的家猪 呼呼大睡 现如今 也没别的办法了 只好 混在这猪群中 等着楚三宝 出现 把自己带走吧 结果 就这么 睡一晚上的功夫 睡到半夜 他突然发现 自己的身子 好像被人给绑住了 他睁开眼睛一看 那这个怒 自己 竟被这户人家 给抓住 五花大绑的绑在这里 这是要对他 这开膛拔谋 紧接着 青云火猪的嘴角 是一阵的抽中 终于 他想在这 民间的一道传说 这明显是 在杀猪啊 实在无法想象 自己堂堂 仙君级别的青火猪 就这么倒霉 刚跟楚三宝 分离就罢了 跑到一家农家户中 还是一个屠夫家里 而且好死不死的 在这猪群中 那屠夫就选择了自己 要不是 先请这个人 往自己身上拨开水 准备直接扒皮 恐怕他还笑不醒呢 这时 这青云火猪 也是无比愤怒 开始疯狂地挣扎 祈求自己 能征脱的束缚 按道理说 以他的修为 这小小的绳索 转胜至今 应该可以征脱才断 可是 让他感觉无语的是 束缚他的绳子 那是特别的结实 以至于 他动用这修为 也无法征脱那绳子 这一幕 让他十分的惊讶 同时 这心中感慨 这到底是什么绳子 怎么有如此大的威力 老头子 你看这头猪 似乎不大呀 这是谁家的 怎么 跑到咱们猪圈里来了 咱们这 都是黑猪 这么白白胖胖的猪 怎么到这儿了 要是把他杀了 这邻里邻居的 不会过来闹事 是吧 咱可都是普通人 千万 别伤了邻居的和气 这是 一个年纪 沧桑的老太婆 说话了 亲密火猪 寻声望去 这才发现 自己 是一个白猪 而他的旁边的猪 都是黑猪 这一点 自己怎么给忘了 让这屠夫 一眼就看出了 自己 也不属于这里 这时 那个屠夫 又说话了 哎呀 老婆子 我也不想呢 这种世界 低就缺德 但毕竟 这头小白猪 不是咱家的 它是偷跑进来的 原本呢 将它还回去 也无掌不可 可是 你这病脱不得 我把这猪杀了 买些肉钱 和些钱财 说不定 还能给你 治治病呢 老头子 手中拿着一把 明晃晃的杀猪刀 这把杀猪刀 在这亲密火猪的面前 不断摇晃着 让这亲密火猪 忍不住心里 就是一阵的颤道 见到这一幕 这亲密火猪 也不准备抓了 准备口堵人员 跟他们打个伤了 不就是 想要钱吗 对于这一点 他能在意 对他是没钱 但是储三毛有啊 叫对方 这开个价 给多少钱 他回去 跟储三毛说一声 不就得了 可是 当他想张嘴说话时 让他惊恐的事情 发生了 清云火猪发现 自己非但不能喊出声 而且 就连体内的行为 也全都被封印了 这一幕 让他这个 仙君级别的仙手 都感觉到恐惧 如果真是如此 难道自己 堂堂一个仙君 就死在一个 普通人手里吗 想一想 就觉得可笑 越是喊不住声 他越在那里 不断地 学着猪叫 想对方 能够明白自己 那是什么意思 只不过 他这喊叫声 在这老两口听来 那就是 一声声的猪叫声 而且对方 好像完全没打算 把他放掉的意思 清云火猪 算是彻底恐惧了 好像是 自打出声以来 就没碰过这种事 极其憋屈地 在这里喊了半天 那是无动于衷 着急地 那眼中都开始 泛出泪水 就连清云火猪 都不知道 他之所以出现 这种现象 那正是由于 在那个房子中 种了一种诅咒 凡是 在那个宝库中 取得什么东西 动了私心的 就会被送出来 而且还会 得到这种诅咒 极尽必反 生死自知 就这样 不管清云火猪 如何地大喊大叫 这两个人 根本没放过 他的打算 在这清云火猪 那脸色极尽难干的 表情中 就听到 那男人 皱着眉头 说了一句 哎呀 都说 这死猪不把 开水烫 怎么 这活猪 开水烫 他就感觉不到 难道 这猪皮 就这么厚吗 后面老太婆 听到这话 他叹了口气 哎呀 老头子 你别早孽呀 刚听到这话 这清云火猪 差点直接跪下 这老两口 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黑脸 这真的是 什么事啊 而且 他看脸 那个男人 满脸 都是鼻子色 你怎么 不跟那老太婆 好好学学 看看人家 都要好生之得 可是 就在这时 海门的 清云火猪 这心中 想什么事 那老太婆 又说道 老头子 你还是先把他杀了 放点猪网子 再退毛吧 要不然 听到那小猪的叫声 我心里甚得慌 原本 清云火猪的心里 正想对那个老太婆 不断赞赏 听到这话 身上的猪毛 是根根道理 你个臭女人 死老太婆 对方 只想拿开水烫烫我 你好啊 竟然 要把我放下 接什么状子 清云火猪在这一刻 是心中是彻底恐惧了 如果单方 是开水烫他的话 他还不怕 毕竟 这开水 也是有热度的 要知道 他的身体 常能被这天内 一火烘烧 他最不怕的 就是热 但如果动刀子 那就不一样了 现如今 自己一丁点细微 都没有全被封印 谁知道 自己的肉身 有没有被封印 如果肉身 也被封印 这一刀子下来 自己 不就没了吗 到时 即使灵魂不灭 又能如何 难道 因此把这两个人 给杀了解恨 可即使如此 自己的肉身 不也就毁了吗 心中恐惧之下 他竟开始 在心中默默地大喊着 少爷 少爷救我呀 少爷 小子 老猪 我不占便宜了 少爷快来救我 此时 正在破旧院子中的 除三宝 这回头不断寻找 青火猪 却找不到 就在他心中 开始按摩着青火猪 这么不着吊声 准备继续前行 突然间 这冥冥之中 有种感应 让他的脑海中 是一阵的阵传 这青火猪头顶上 那带着的御兽拳 里面 可有着除三宝的气息 现如今 青云火猪这里 受到这生死之危 如此一来 让除三宝不由的 也是今中没倒 紧接着 除三宝盘起坐地 在这里开始默默地赶直 通过御兽圈的感知 他可以 把这里那个气息 给变强 也同样的 可以把那里的气息 给变弱 随后 通过这股气息 除三宝感应到了 这青火猪头顶上 是一阵金光闪烁 紧接着 除三宝的身形 便瞬间 扇到了房间这种 而此时 那个男人手中 这一刀又捅下来时 除三宝的影子 就刚刚出现 见到这幕 便赶紧大喊 住手 在这一个 除三宝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青云火猪 不在自己的身旁 可是 他不明白 这青云火猪 怎么会被两个凡人 五花大帮绑在这里 而且 这马上又开到问斩 原本 那个屠夫 正准备一刀 结束了青云火猪的命的 不过突然之间 这凭空出现的大鹤声 把他吓了一跳 忍不住 这手中刀 一个哆嗦 就掉在了地上 毕竟 做这种事情 他心里也慌啊 毕竟 这猪 不是他们家的 紧接着 那两个人 便同时见到 这青云火猪的身旁 一个金光闪瘾的人影 出现在这里 见到这一幕 那老两狗吓坏了 他们只是 这仙界的普通居民 对于这仙界的神奇 他们怎能不知 仅仅看一眼就知道 这一定是个仙人 像他们这种 普通老百姓 这最怕的 就是得罪仙人 不为别的 是他们根本得罪不起 这种仙人 那吐口唾沫 都能把他们淹死 一个个 这神通广大的 都能飞天顿地 仙人饶命 仙人饶命呢 我们知错了 不该谈便宜 一边说着 老两狗直接 跪倒在地上 那磕头如捣蒜样 此时 楚三宝的神魂 也感觉奇怪 以这青云火猪 这新军级别的修为 怎么可能 被两个普通人 给摁住 最后 还差点被放得猪瓮子 所以 说完这话之后 便不断地打量 这青云火猪 结果 这一看之下 发现 青云火猪的身上 有那么一根 长长的绳子 将它四个梯子 全都倒着 绑着起来 一根普通的绳子 怎么可能 绑住个 新军级别的高手 除非 这绳子有问题 想到这里时 她的心中 便不断地想着 最后 打量眼前 跪在地上的老两口 如等二人 不必如此 朕所谓 不知者不惯 而且上天 有好生之德 我又怎会 平白无故地 去你二人姓名 你二人 且站起来 把这投出的绳索 给解开 听到这话 老两狗 哆哆嗦嗦地 从这地上爬起来 虽然 他们心中感觉疑惑 按照这仙人 不都是本事神通吗 只要心里一动 就给把身子解开 稍微灰溅 怎么 还需要自己 亲自动手 不过 毕竟这除三宝是仙人 他们也不敢多问 便哆哆嗦嗦地 来到青云火珠的身旁 把那绳索给解开 青云火珠 身上绳索结束之后 他瞬间 并恢复了自由 一个闪身 并从这高台上 跳了下来 吓吓吓吓吓 吓死我猪爷爷了 突然间 这青云火珠口吐人吟 让那两个人 再次吓得 颇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你二人 不必如此 快快惊起 此乃 我的本命灵兽 青云火珠 也为他 命中有此劫 所以 此事不怨念二人 你二人 速速前去 同福客栈 找到一个叫宝爷之人 还有一个叫缺拐李之人 并跟他们说 是我说的 让他们给你们十万仙玉 算是你们 帮着青云火珠 度过此街的奖赏 楚三宝 装上一副 新风倒过的模样 在这里 还装起来了 但是 还别说 这一招真有用 跪在地上老两口 那是连连摇头 说的 不可 不可呀 仙人 难得 仙人 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们 不与我们计较 我们 一切是感恩戴德 又怎敢 向仙人 宁要东西呢 楚三宝听到这话 略意犹豫 便说道 嗯 那这样 刚才 帮我这青云火珠 那条绳索 我买了 而且 我管你 手中这拐杖 也是不错 如果你肯出手 让语我的话 我一同买相 如何 算是与你 结下善缘 至于价格 你们随便提 但是 最少 不能低于 这十万仙人 听完这话 老两口 跪在地上 是不断的感谢 早就听闻 这些人 有善有恶 没想到 我们今日的运气 这么好 竟碰到 如此善良 大方 宛若菩萨 一样的仙人 此事过去之后 我等 一定会为仙长 立牌尾 日夜香火 供奉于你 说到这里是 老两个 继续在那里 不断的磕头 楚三宝听到这话 那这个无缘 自己堂堂一个活人 受什么仙活 还没死呢 你二人不必如此 今日之事 本心还要感谢你们 所以 二党不必有任何愧疚之心 如党二人 只需按照本心的话去做就行了 至于 这绳索跟拐杖 如果你们愿意卖的话 我就买了 我买回去 也算是 与二位 结了个善缘 千云火珠恢复正常之后 就站到这 楚三宝神魂的下面 看到这一幕 眼神是一阵闪烁 因为 他的心中 比谁都明白 别看这神子 是出自于一个 普通凡人的家族 但是 绝对 没那么简单 能够束缚住 一个 仙君级别的 高手的神子 能简单吗 说他是 捆仙索 一点都不过分 楚三宝 如此简简单的几句话 便把他拿回去 当作纪念品了 当然 即使楚三宝 不把他买回去 他也会 把那神子给抢回去 只不过 这神子对楚三宝来说 有点忌惮 如果是 自己抢劫时 那神子套在自己身上 自己这里生魂 那可就回不到本体了 到时 自己三魂七魄不全 岂不是 成了个傻子 也正因如此 别看楚三宝 现如今在这里 那是狐狐生风 但是 只有他知道 绝对 不能起任何的冲动 清云 你在这里耐心等待 切莫着急 等宝爷 跟缺怪力过来之后 你和他们一同回去 便可以了 本心这里事情办完 自然回去找你们 楚三宝 如此交代完之后 并结束了这次的通灵 毕竟 长时间 这灵魂离体 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现如今 不被神所束缚住的 清云火珠 那不是谁 都能动得了它 这一次 清云火珠 是说什么也不睡了 要不是 因为自己贪睡 也不会出现 这栋祸 老两口 研究了一番 最终还是决定 回到那同仁客宅去 把那个叫做宝爷 和缺怪力的人 给请过来 从这里 到同仁客宅 距离可不见 再加上 他们是普通人 这年纪又一大把了 等他们来到 这同仁客宅时 这天 早就是大亮了 麻烦殿家 我们找下人 找一个 叫做宝爷 和缺怪力的人 两个人进殿之后 直奔着 殿小二而去 随后 问住了这样一番话 殿小二 瞥了他们两个眼 赶紧滚 你们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这普通人 能来这 这和住的 都是歇义 宝爷 宝个屁 滚 小二听到这话 根本连问都没问 就是一阵怒吼 大清早的刚起来 这四周 还没什么喧哗上 这小啊 如此在外面 如此抱贺一声 让不少房间的人 都听得明白 尤其是 这众人 都是修为高盛的高手 对这外面的争吵 那更是了然于心 但更多的 却都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心态 没几个 愿意出手的 小二哥 老神求求你了 你就给我们找一下 其中一个叫宝爷 另外一个叫缺乖李 老两口飞到没走 反而在这里 不断的哀求 我说 你们两个老糊涂的 有病吧 我这家店住的 可都是有身份 有地位 有修为的新人 怎么可能 有你们这帮废物的朋友 赶紧滚 游动员滚都远 别耽误我们做生意 如果你再敢废话一句 你信不信 我提死你 这小二 真的是一丁点 都没有通中的意思 在那里 一阵咆哮之后 是一边收拾自己的卫生 一边如此说道 小二哥 您就帮帮忙吧 我们真有急事 一个叫做储三宝的人 让我们过来的 几乎 就在老爷子 刚说完这三个字之后 各自房间的人 都忍不住耳朵一阵 滚 你再敢多说半个字 你信不信我批了你 小二 虽说如此呵知 但是老两口 飞到没走 还向前迈出一步 似乎 想让这小二 直接帮帮忙嘛 殿小二见到这一幕 毫不犹豫的 一巴掌就扇过来 就在这一巴掌 即将落下时 殿小二感觉自己的手臂 好像是被人揣了一脚 紧接着整个人 玩弱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搜地声就倒飞而出 重重地摔在外面的地上 那小二哥 见到这一幕 是吓得趴在地上动都不动 自己刚才只是一色鲁莽 这才伸手准备打人 没想到竟然触动了阵法 好在的是 他们都没有杀心 而且这阵法也是相当地低 如若不然 恐怕就这一项 那小二绝对会被这阵法给劈死 至于刚才 把这殿小二丢出去的 并不是某人所为 只不过 那正赶上 这宝爷他们从楼上下来 见到这一幕 这钻伤宝只是吹了口气 便把这殿小二给直接吹飞 显然 对这阵法的理解 对方吹一口气 这和打架杀伤没什么关系 也真因如此 阵法并没把这钻伤宝怎么样 就在这时 宝爷一边往外走 这脑子里是不断地转动 刚才 这老头吵吵地一声声 说着楚三宝 他是听得清清楚楚 而且感觉 这周围的空气 都跟着寂静一下 这时 他不得不多加小心 要知道 楚三宝这三个字 那魔力实在是太大 而且他也不确定 这到底有没有 跟楚三宝有仇的人 如果真的有 那就真的危险了 老爷子 我师兄 曲三宝 是让你来找我的 我就是宝爷 宝爷下来之后 如此说道 老爷子听到 宝爷这话 那是零零点头 但是 这心中和解 他是记得清楚 应该是楚三宝 这队帮 怎么说是曲三宝呢 那我师兄旁边 可有这七云火猪 在陪 早上起来时 他们就发现 这楚三宝和七云火猪 都不信了 原本大家 正着急呢 就在这时 听到楼下 如此吵闹声 这才急匆匆地赶下来 所以 这宝爷才确定 这七云火猪 跟这楚三宝 肯定在一起 对对对 老爷子听到这话 是零零点头 此话一出 原本竖着耳朵 清定的人 当时就没兴趣了 这曲三宝和楚三宝 那是一字之差 但是 这差的 那是天壤之别 所以 他们对这个 信曲的三宝 自然不感兴趣 这时候 上面雷渊众人 以及剑阁长老 都跟着走下来 在经过 这老爷子 一番响鼠 描鼠之后 大家 也准备跟着 一起过去看看 最后 这些人 便浩浩荡荡地 离开了 至于这些人 去接着清云火猪 以及送仙月的事情 暂且不谈 但说着楚三宝 自打灵魂回归之后 便再次地 研究起引进了一切 打量了下四周的情况 楚三宝 便继续前行 清云火猪 莫名其妙被丢失的事情 他已经知道 恐怕 这地方的宝物 可以拿 但是 拿了宝物 恐怕也得付出代价 清云火猪这次 要是没有遇到自己的话 恐怕就遭殃了 而这 也就是清云火猪 所付出的代价 如此这般 向前行走片刻之后 就见到 这引擎 生下一股浓浓的火焰之力 最后一道声音 穿住楚三宝的耳中 雷龙之火 天下至奇 若敢望入 生死到雄 年轻人 转身返回 这宝物可任选其一 否则继续向前 乃至九死一生也 楚三宝 见到这一幕 不由的一阵摇头鼓笑 自己都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被这莫名的鬼哭声 带到这里 自己差一点 就抹脖子了 而现如今 又出现一个老头子的声音 这都哪个哪呀 这地方 也没个详细说明 自己究竟是在试炼呢 闯关呢 还是做什么 他根本是一无所知 现如今 凭空出现这句鬼话 让楚三宝 有点莫名其妙 而且楚三们心中明白 自己来时所见到的宝物 如果敢拿的话 恐怕会承受一定的诅咒之力 而且楚三们也想知道 如果继续向前走的话 究竟会出现什么事情 心中充满了无心的疑惑 所以这时 他完全没有退缩的意思 至于 眼前所谓的火焰 他还真不是特别胖 说不定 这个火焰 自己还能够吸收呢 让自己再次加强 想到这里 楚三宝没任何停留 而是坚定不移地向前卖出 几乎 就在楚三宝向前卖出时 那浓浓的天地之火 是迅猛地将楚三宝包围 随后 楚三宝便感觉 这火焰一瞬间 好像要把自己炼化一样 如此一来 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 而最让楚三宝恐惧的是 自己提的那几大一火 竟然无法与外面的火焰媲美 而且 他就是想把火焰吸收 来补充自己的火焰 也不行 这一刻楚三宝的心中出现了一丝慌乱 不过 也仅仅是转瞬之间 便被楚三宝压制住 随后楚三宝 整个人盘起坐地 开始仔细地感悟这些火焰 并且争取把它给吸收 炼化 原本楚三宝以为 这个火焰是相当的难吸收 可是 在这楚三宝 静下心来将其炼化时 虽然 没感觉自己的火焰之力有所增长 但是 却感觉四周的火焰 却在逐渐地消退 如此过了片刻之后 这些火焰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 诧异地睁开眼睛 在打量四周 哪里有什么火焰 显如今看上去 那是无比的安全 就在楚三宝这不明耸耳时 一股白光将楚三宝笼罩 最后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是转瞬之间 便被送了出去 睁开眼睛 楚三宝发现 眼前站着一个长相俊朗的少年 当然 有可能这个人经过了无数的岁月 只不过是青春不改而已 少年 你很不错 你是自打吴天成 建立数百万年以来 第一个走到这一步的人 无数有缘人来到这里之后 总会不经意间 有意无意地 伸出自己的贪婪 而半路离开 唯有你 金梅被这一路之上的宝物所迷惑 实在是令我感慨 我名 吴天 此城 便是我建立的 原本设立这个 只为寻找到传人 可以传承我的阵法 只是你天赋虽好 却没有阵法基础 如此之人 我怎能将这阵法传授于你 不过 我留在这里的一丝残念 马上又消失了 如果在消失之前 不能把阵法传承出去 这所有的一切 将会化作梦音泡坏 既然 你我有缘 你的心心又如此坚定正义 你又能一路通关 走到这里 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便可以给你一样 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就能得到的宝贝 我要你做的事情 也很简单 就是 在这日后生活之中 如果遇到这阵法强悍之人 便把老子的传承传下去 不过 老子的阵法 你却不可以携手呀 因为 给你就是浪费 此话一出 楚三宝的嘴角是一阵丑弱 这前辈 还争过实在的啊 虽说 在这繁星时 楚三宝的阵法水平不低 但是 来到这心结之后 即使楚三宝凡间的阵法水平如何如何高 但在这地方你依旧是小白一个 所以 现如今 楚三宝听到这话 除了满灵苦笑之外 也不知如何做的啊 前辈 我想知道我一旦答应你的话 你有什么手段制约我 难道 你就不怕我答应你之后 又自己学了吗 楚三宝想着想 便如此询问他 诅咒之力 如果你答应我 却不按照我的话做 那么 你将承受我的诅咒 就这整个仙剑 除了那几个老怪物之外 没几个人 可以忽略我的诅咒 所以说呀 如果你答应老子 就一定要去做 否则 你会死得很惨的 楚三宝听到这话 嘴角是一阵丑丑 果然 跟自己猜想的一样 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 前辈 如果选择船长之人 是不是由我决定的 如果要是由你决定的话 我不敢 万一你选择的是我的敌人 难道 还让我 把我的头伸给他 让他砍吗 即使如此 当我把船长给他之后 我也把他给杀了 如此一来 你的船长依旧 不会后继有人 那虚影听到的这话 便陷入了沉默 这样 我呢 会在船长中设下封印 封印之中 蕴含所有的 都是初级阵法 如果你找到那个人 能将这封印 层层解除 并学会了我所设置的 初级阵法 如此之人 便可以符合我的标准 而且 在破竹封印的过程中 那速度是越快越好 他所得到的好处 也会越多 但是如果 从破竹封印开始 三年之内无法破竹 那他将失去资格 连续三个人 失去资格之后 这诅咒之力 将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除三宝听到这话 这嘴角在此抽出 明明是给你选途的 怎么倒霉的人是我 心里虽这么想着 但除三们可不敢说出来 亲妹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我很想知道 我能得到什么 如果 这入不敷出 不能争正比的行广之下 我不同意 嗯 不错 你小子很聪明 既然 我有事让你帮忙 自然会给你好处 现如今 我给你一个选择 我看你修炼的 乃是活属性的功法 这样 我呢 就给你一个 可以让你吸收 并且 让你体内那几大一虎 完全进阶的火焰 如此一来 也可以让你的修为 提升一个档次 第二个选择 我关你身上 有一个蛇类贤兽 乃是仙君级别 修心不易啊 只可惜啊 他在画龙时 出现了内伤 想必应该是当时遇到什么特殊情况 这迫不得已强行提琴画龙的吧 就他这个啥 这辈子 这辈子想再生成龙的话 怕是难上加难 我呢 可以把外面的龙鳞移植到他身上 如此一来 这龙鳞进入本源之中 便可以加速他画龙的积累 若是七元巧合之下 直接画龙 也未尝不可 那虚尹输住两个选择之后 便直接默默地 在那里不言不语等着 而楚三王 几乎是一瞬间 便想了没想 就说道 前辈 如果把龙鳞移植到 我那蟒是前辈的体内 对他有没有影响 到时 既是画龙成功 而他 已经不再是他了 已经被别人夺赦 那那话 有什么意义 我希望的是 他本身的强悍 而不是 有人将他取而代之 这个 你尽管放心 对你那蟒蛇妖兽 不会有任何影响 不会被别人夺赦的 对他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那虚尹 又如此做的 好 既然如此 那我选择第二个 把那龙鳞移植到我 蟒蛇前辈的体内 旁在楚三宝手中 大蟒蛇 听到楚三宝这话 是满满的感动 要知道 他跟楚三宝二人 那可没有任何束缚的关系 楚三宝 没这义务 帮助他进阶 然而现如今 楚三宝 又放弃自己 进阶的机会 把这机会 让给他 让他画龙 这是多么大的恩情 不过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龙族 有着自己的骄傲 在他没画龙之前 这一切好说 一旦画龙之后 是不会留在 人类的身旁的 倒是 你非但 不会得到任何的帮助 反而 会竹篮打水 异常空 你 真的要这样吗 他与我是友 而非奴 既然 他是我的朋友 那么 他做的什么选择 都是他自己的自由 若是 他选择留下 我们便一起 路战九霄 如果他选择离去的话 我会为他 摆上的酒宴进行 所以 我选择这个决定 不后悔 那虚影见庄 叹了口气 哎呀 人这一辈子 如果能交上 你这样的朋友 实在是一大喜事 只可惜 我的本体 已不在这个仙境 否则 一定跟你这小子 唱饮一番 好 既然如此 便把那条芒蛇 放出来 我帮他画龙 随着他话音落下 楚三们一抖手 便将手腕中的 蟒蛇前辈 放了出来 那蟒蛇前辈 一出来 便将那虚影 这么一挥手 紧接着 大蟒蛇的身影 瞬间消失 楚三们知道 应该是这位前辈 帮那蟒蛇前辈 植入龙林 此时 那虚影 再次手中掐绝 便将呢 一个好像是拳头大小的圆穹 闪现之间 并出现在他手上 最后 飘荡在楚三毛面前 此乃 阵法传承主 日后 若遇到阵法天父绝伦之辈 将此传承 传承出去 作为你的谢礼 我呢 送你一块令牌 你要知道 在这天地之间 天地大到 五十 启用四十有九 留一线升级 我呢 就留了一线升级 在这仙界 一共布置了 七七四十九座 大金阵法 凡是在我阵法布置之中 你呢 不受这阵法约束 而且 你可通过这令牌 随时指定两人 也不受这阵法约束 不受这阵法 你可通过 不受这阵法 你可通过 你可通过 不受这阵法 我看你了 你可通过